临下的六月雨,熙熙粒粒了整整大半个月,没有要停歇的意思,整座城市浮沉在烟雨中,融了一层朦胧的湿液,街道上的车流拥堵在路口,喇叭声不断。 白玉声收了伞,从伞鼓上滴落的雨珠微凉,无可避免地沾了他一手。 他皱了皱眉,随意抖了两下被沾湿的手,从口袋里摸出了自己的手机。 晚上九点还差五分钟。 很好,迟到了快一个小时,一条语音通话请求适时弹出,白玉声忙着给散装带,手机被迫夹在耳朵与肩膀中间,一边往商场里走了进去。 姐,一时不知道你是来热厂子的,还是收拾烂摊子的。 那边喧闹得很,听上去打电话的人已经很努力捂住了电话扬声器,却还是没办法把那些鬼哭狼嚎的背景音给挡在话筒外边。 别着急啊,已经在楼下了。 白玉声终于给自己的散套好了商场门口自住的那不太合适的袋子,空出一只手去揭块从肩上溜下来的手机。 包厢号罚你了,或者你直接问前台也行,再给你五分钟哈,八点前没到你等着吧。 舒逸池对着那头音准乱飞,却唱得正起劲的人骂了一句。 白玉声气了一声,摁亮了电梯按钮。 怎么?这次还打算让我去隔壁包厢抢话筒? 少废话,我上去吼两嗓子。 听这帮孙子唱歌我真的受不了了,你赶紧的。 手机屏幕重新亮起,退回他和舒逸池的聊天界面,通话也就短短的半分钟,刚好够电梯从楼上下来。 手机顶部的消息栏谈了条微博热搜。 锦号国画界新秀,沈志颜回国,锦号。 电梯门缓缓打开,白玉声乖乖站在一旁,等着里面的乘客都下了桥乡,这才抬脚进去。 他抽空点进微博看了眼新热搜,在清一色的国画作品中勉强扒到一张放大到高湖的照片。 即使照片高湖,但也能从中窥见那不俗的身量与体态。 那人身着黑色中式长衫,领口一抹杏白,右侧胸口别了一对银制的胸针。 哦,鼻梁上还夹着一副金属细矿眼镜。 妥妥斯文败类,不对,败不败类的还不清楚。 白玉声没忍住多看了一眼,以他粗浅的审美,对那些画作还真没什么兴趣。 帅哥吗?另当别论。 电梯直达四楼的PLKTV。 电梯门开启,白玉声抬头看了一眼,顿时觉得有些无语。 群里的包厢号可能只是一丝一丝,就这从电梯门口一直摆到包厢门口的国画专业团建骚包广告牌,大概是只狗都知道怎么走。 他叹了口气,拉开了包厢门。 哟,白姐,总算给您这大忙人给叫来了。 坐在包厢门边上的人最先注意到他,白玉声抬着下巴往在助唱台上唱得撕心裂肺的人扬了扬。 他没事吧?我要不要去问问前台有没有人会CPR? 包,刚好下一首就是点你点的,五月天的,包你喜欢。 书一池从包厢那头揣着话筒就冲了过来,抓着人就往助唱台跑,把上一个唱到就剩一口气的男生给赶了下去。 两个人封唱了几首,白玉声这才摊回了沙发上,随手拿了一瓶没开的酒,起瓶气轻轻一扣,金属瓶盖掉在地上,清脆一声响,隐没在震耳欲聋的歌声中,白花花的酒墨涌到瓶口,被白玉声一口闷了回去。 哎,你们看微博了吗?沈志颜回国了呀,有人拿着手机,语气有些激动,一整个小迷地的样子。 真的吗?什么时候的事情?就今天下午的事儿,怎么说我们也是国画专业的,你说以后我有没有机会见他一面啊?他可是我的人生偶像啊。 嗨,怎么说人家也是话谈大佬,你算老姐。 那边哄到了几声,也许是沈志颜这个名字太过于遥远不可及,话题渐渐被其他八卦给盖了过去。 白玉声这才想起来刚刚自己在电梯里刷到的照片,多年经营在西方油画世界中的国画天才,怪矛盾的。 且不说国画与油画两者作画工具的极大差别,就连作画思路也差得十万八千里。 可沈志颜偏偏两者都能均衡得恰到好处,甚至还能摘得国画新秀这个头衔。 当然,对于白玉声这种国画专业垫底的差声来说,倒不如他衣服上那对银制胸针是花还是蝴蝶来得吸引人。 白姐,毕业论文开始准备了吗? 你打算写哪方面的呀? 刚刚还对着沈志颜呲哇乱叫的男生问候完了全班,这会儿把注意力放到了白玉声身上,算是少有的,完全不按照团建惯例套路执行的牢骨板了。 白玉声晃着手上的酒瓶,包厢内没开明灯,红绿蓝三色的射灯随着音乐节奏乱射着,晃了一酒瓶斑驳的光影。 还没想好,这才刚放暑假呢,摆一会儿。 舒玉池刚唱完自己的歌下来,就见白玉声半喝卓眼,一副没骨头的样子,说的话也丧里丧气。 他凑上去,在白玉声脑后裹了一掌。 不就被渣男渣了吗?直接给你志气给干没了? 你爹不是打算送你出国吗? 谁懂,把国画专业生送去国外,也不知道我爹想的什么。 他叹了口气,所以珍惜现在吧,一年后姐就要当个绝望的国外文盲了。 白玉声自动忽略了前面那句分手,舒玉池嗤嗤笑了两声。 没差,现在也挺忙的。 白玉声。 楚琪,你呢? 选题是什么? 他从沙发上直起身来,捏着自己的酒瓶,对着刚刚那个男生的酒瓶瓶口轻轻一颗。 我妈? 大概走末法方面的研究吧。 实在没什么想法。 前几天沈志颜不是出了一幅新作品吗? 我也是突然想到的。 白玉声微微点头。 得,像是一个沈志颜狂热粉会干出来的事儿。 你就这么喜欢沈志颜啊? 楚琪摸着后脑勺,有些憨厚地笑了一声。 倒也不是,你知道沈志颜的爷爷吗? 沈铃声,老牌的国画大师。 可惜这会儿沈老先生年纪大了。 他说着叹了口气,倒是真情实感地觉得遗憾了。 不愧是专业第一,总是有原因的。 哎,你俩,团建的怎么还聊起学术问题了? 再多说一句,给你俩插出去了呀。 有人捧着话筒叫嚷着,整个包厢都是他亢奋的喊声。 白玉声气了一声,一个人坐在昏暗的包厢中间刷了会儿手机, 有人给他发了条微信,弹窗中显示的头像他再眼熟不过, 曾经在他的微信最顶上挂了大半年。 林浩辰,这事儿确实是我对不起你, 但小林是无辜的。 白玉声吐出一口浊气,指尖在屏幕上飞速按动。 鱼声。 傻逼,别来烦你爹啊。 拉黑山好友一条龙,也许是林下连日的雨, 多多少少有些影响到他了。 整个人提不起劲来,他撑起身子,给舒逸吃打了个手势。 我出去透口气。 行,早点回来,小心别被人给拐跑了。 PL作为林下最大商圈中的新一代娱乐会所, 装潢自然也是往高端地走。 对称的上下两层半球体建筑,LED灯游走在墙体上, 走的赛博朋克主题。 也许是主办团建的负责人,也觉得有些丢人。 原本设在外面的国画专业大团建的招牌, 撤走了大半。 白玉声绕到了半球体外围的中心, 卫生间也设计成一个半环。 环体中央镶嵌着一面略有些夸张的梳妆镜。 他刚俯下身,打算冲一把脸, 哗哗水声背后传来几道隐约的人声。 别闹了,乖一点好不好? 白玉声没理会, 捧着一捧水就往自己脸上扑了上去。 微凉的水流, 刺激着他的面部肌肤毛孔, 水珠混着门后那人的声音, 顺着他流畅的面部线条一路往下, 激起了一阵苏痒。 别的不说, 这声音倒是有些好听得过分了, 慵懒中带着些哑, 像是一台唱片机, 偶尔夹杂的一些颗粒感, 恰到好处地提升了这道声音的质感。 他一不小心分了神。 董事长, 一次就行了, 别是宠儿叫啊。 呦! 白玉声挑眉, 他从口袋里抽了张纸巾, 仔仔细细地压干净脸上挂着的水珠, 出了卫生间, 往原来的方向走了两步。 成年人办事, 自己少掺和。 声音是从卫生间旁边的紧急通道处传来的, 声音距离不太远, 也就隔着一道门, 甚至门都没关紧, 中间敞开一道缝隙, 完全没有任何的隐私性可言。 白玉声拖着步子, 往后退了几步, 离紧急通道口有个不远不近的距离。 嗯, 自己少掺和。 但是他喊的可是董事长爱。 白玉声垂着眼, 给舒逸池发了条示意自己晚点回去的微信, 顺着墙体, LED灯的一点光, 他于暗处窥见了一点动静那人背对着自己, 身上穿着一件裁剪合体的衬衫, 袖口半卷在胳膊肘上, 露出一截金瘦的小臂。 他半个身子没入黑暗中, 微弱的光线打在他的下颌线处, 线条凌厉流畅, 鼻梁高挺, 甚至鼻尖翘着一个精致的弧度, 光是粗略扫一眼便知道绝非俗帽。 白玉声微微咽了咽口水, 紧急通道口墙上的感应装置, 在黑暗中闪着微弱的红点, 那人低着头, 对着怀里小声说着什么。 哦, 没准这句董事长是人家小情侣之间的爱称呢? 是风日下呀, 怎么哪都能来? 白玉声顿时失去了兴趣, 他抓了把自己的后脑勺, 刚刚的噪音还没下去, 他嘀嘀骂了一声, 向紧急通道口挪了两步。 碰! 他双手插兜, 单条腿抵着紧急通道口猛的一踹, 把门给踹了回去, 最后一丝缝隙被关得严严实实, 紧急通道里的声控灯似乎被惊起, 门缝里隐隐透着些许亮光。 白玉声拍了拍手, 举手之劳, 别太感动哈, 可以叫我爱情保镖。 白玉声踹完那一脚, 转身正要回去的时候, 口袋里的手机震动了一下, 他忙着从紧急通道门口溜远一点, 完全没有看来电对方是谁, 直接接通了电话。 喂, 声声, 我发你的消息看到了吗? 白玉声凝着眉, 在卫生间转角处停下, 点亮手机屏幕, 正在通话中的界面亮着三个略有些刺眼的大字。 林浩辰, 他瞬间垮了表情, 鼻尖一抽, 整个人像吃了屎一样难受。 滚吧! 继续删除联系人, 拉黑一条龙。 他微微往后扬倒, 身子贴在转角处的墙体上, 对着逐渐熄灭的屏幕, 有些恍神。 说不难过是假的, 但难过不是站大头的情绪, 这会儿, 他只觉得自己有些傻过头了。 上一秒还和自己你浓我浓的男朋友, 下一秒就勾着别的女孩的肩谈情说爱。 难怪自家老爹总说挺喜欢他的眼睛, 透露着清澈的愚蠢。 他在卫生间磨磨蹭蹭了大半天, 这才整理好自己的情绪, 摸着来时的路走了回去。 PL的隔音效果也是这家店的主打, 尽管里面再怎么热闹, 外面的人也不会被吵到。 没了只是排领路, 班群闹得很, 包厢号早不知道被刷到哪个鸡脚嘎拉里, 白玉生照着记忆中的路线走了一会儿, 见着眼前那门有些熟悉, 直接推开门就走了进去。 包厢那院没有刚刚那会儿的喧闹, 不过人确实不少, 屋里灯光有些暗, 白玉生这会儿也没什么心情唱歌, 直接在距离包厢门最近的地方坐了下来。 不过很快, 他就意识到不太对劲了。 包厢中甜香四溢, 没有狂热劲爆的流行曲, 屏幕上随便点着几首抒情曲子, 还开的是原声。 卡座边上坐着几个女孩, 拥着懒懒散散坐在中间的男人, 暗光融了一层似有似无的暧昧。 那人的身段白玉生有些熟悉, 好像才在哪儿见过。 杏白色的衬衫, 袖子卷到手肘处, 衬衫一看就是被精心熨烫过。 可惜下百处不知道干了什么, 像被人恶意柔皱, 破坏了那层起整, 添了一分不正经的魅。 精致起整与随意懒散, 同时聚集在一个人的身上, 既矛盾又有一丝奇妙的和谐。 他额前散落着几束碎发, 一头短碎盖干净清爽, 面部轮廓棱角分明, 微微抬起的眸子, 同色偏浅。 看着人的时候, 就像羽毛扫过心间, 丝丝蜜蜜蜜的样。 包厢中指点了朦朦胧胧的碧灯, 轰得他整个人也是毛茸茸的, 莫名让人联想到, 一只卧在沙发上, 闲适地扫着尾巴的优雅长毛毛。 说二, 白玉生听见他轻轻笑了一声, 声线清冷, 带着些雌性, 笑声闷在胸口处, 说不出的蛊惑。 门口那个, 过来。 日, 白玉生放下了刚一坐下就翘起的二郎腿, 走错包间了。 他在众目睽睽之下, 并起了他的双腿, 蹭得从沙发上站了起来, 就要往外跑。 不好意思, 走错地方了, 你们接着玩。 他想起来了, 沙发正中央那位, 不就是刚刚在楼道里, 哄着董事长的那人吗? 很好, 脚趾已经在抠梦幻城堡了, 白玉生颇有些尴尬地咳了两声, 单手刚握上包厢门把手, 脚边蹭上来一个什么物体, 轻飘飘地, 像一团软乎乎的棉花球。 喵。 白玉生顿住了脚步, 真有人带猫来, KTV点人陪玩的。 包厢那头, 有人从沙发上撑起身, 长手一捞, 抓过桌上已经开了瓶的酒, 仰头灌了一口。 沈哥, 出锅一趟, 怎么变这么骚包了? 白玉生这才看清楚, 自己脚边的小东西。 一只极其漂亮的长毛三花猫, 看上去被打理得很好, 毛色油光发亮, 尾巴高耸, 像一朵绽放开三色花。 包厢内光线暗淡, 三花的圆铜玻璃珠子似的, 瞳孔边缘浅浮着一层浅绿。 小猫贴在她的脚上, 尾巴间轻轻扫着白玉生的小腿, 酥酥麻麻地挡住了她的去路。 行了, 别逗人家小姑娘了, 她不是我们这儿的。 卡座正中间的男人, 单手搁在膝盖上, 另一只手搭在沙发背上。 她掀起眼皮, 看了旁边巴巴个不停的男生一眼, 这才坐正了身子, 只骨亲扣面前的桌板。 董事长, 过来。 白玉生脚边的猫, 抬着脑袋, 蹭了蹭白玉生的裤脚, 颇有些叛逆地, 朝男人瞄了回去。 哦, 董事长是一只猫? 那人耸了耸肩, 从沙发上站了起来, 白玉生的视线 跟着她的动作缓缓移动。 她下身搭了一条西装裤, 裤腿笔直, 散着一股巨人千里之外的金贵感。 看见了, 不是我不放人, 是董事长不放。 她朝着白玉生走了几步, 唇厚的熟腑酒香 悄然攀爬上白玉生的鼻尖, 不同于酒桌上的啤酒麦香, 更像是在圆木桶中 沉浸多年的果酒 向她弯下身, 从白玉生脚边 把那只长毛三花猫 捞到了怀中, 分明的止骨 陷入小猫的皮毛中 轻轻揉着。 三花瓣和卓眼 从喉咙里 发出咕噜噜的打呼声, 显然舒服得很。 她单手抱着猫, 另一只手帮白玉生 拉开了包厢门, 墙体上的LED灯自门外亮起, 她一张脸 也逐渐变得明朗。 白玉生这才注意到 她居然有美人间 面中点着一颗 微微泛红的小痴, 衬得一张脸精致的不像画, 骨像硬朗, 与那骨子柔美相互融合。 有种深海沉默的感觉, 她呼吸微微一致, 视线下意识往底下沉, 在她露出的金瘦小臂上 窥见极某红痕。 嗯, 被猫抓的。 哄, 她不知道想到了什么, 脑子猛了一瞬, 热意瞬间爬上了脸颊, 连带着耳间 都有些热得发慌。 走吧。 声音自头顶而来, 激起了白玉生一手的鸡皮疙瘩, 她有些木讷地点了点头, 抬脚往门外走。 这地方有点绕, 别又走错了, 爱情保镖小姐。 白玉生一回到家, 就往自己的床上栽, 像一条趴在窝里, 累到直喘气的小狗。 手机嗡的一声震动, 她脸埋在被子当中, 装死, 伸着手在她床上一阵摸索。 手机屏幕没关, 一条语音条被误打误撞点了开来。 是舒逸池的。 声声, 明天我crush赛车比赛, 烟红山山庄, 来不来? 她晃了晃脑袋, 把手机知道自己眼前, 这才发现, 这祖宗给自己发了不少消息。 里面夹着一张男生的照片, 鼓向硬朗, 眉毛中间刻意断了一小截, 属于匹率游戏人间的那一挂, 估计就是她口中的心境crush。 秀! 她又发来一段语音条, 别总闷着了, 刚刚在KTV看你状态也不太好, 出来多见识一些男人, 前不前任的通通白白, 再不济, 来跑跑卡丁车透透气呢? 多见识一些男人。 白玉生不可控地想到了, 今晚在KTV见过的那人。 她的存在感实在太强, 明明包厢里没开什么灯, 她光是坐在卡座正中央, 旁人的注意力便会忽略其他所有人, 不自觉地往她的方向探过去, 像潜藏在宇宙深处的神秘黑洞。 越是想忘记什么, 越是忘不了。 她最后对白玉生说的那句话, 夹带的语气, 玩味得过分, 甚至算得上恶劣了, 那句爱情保镖在她口中纠缠, 再被轻轻吐出。 可她的动作却是绅士得很, 两个人保持着不远不近正常的社交距离, 只有她怀中的三花猫够长了爪子, 想去撩拨她垂在胸前的长卷发。 她耳间一热, 想到了自己晚上干的那番蠢事。 白玉生扯过枕头, 往自己脑袋上一闷, 直到能够呼吸到的空气逐渐吸疏, 她这才扬起脑袋, 小口喘着气儿, 她从旁边捞起自己的手机, 小脸红扑扑的, 不知道是被闷红的, 还是羞红的。 行, 烟红山山庄, 说是一个山庄, 但其实整座山, 基本都在她涵盖的范围内。 前山风景好, 地热资源丰富, 开发了温泉酒店, 后山开了几条赛道, 四轮两轮的都有, 甚至在山脚处圈了快递开马场, 名副其实的消金窝。 白玉生兴致缺缺, 半个身子趴在灵牙的木质横栏上, 山间的风呼啸着, 她眯着眼, 感受着来自山间的凉意。 靠近门口的人群, 开始隐隐哄闹, 白玉生不慎在意地, 往那边瞥了一眼, 有人在门口下了车, 视线被围在门口的人群阻挡, 她看不怎么真切。 没什么意思, 她偏过头, 不看大门方向, 继续吹着山风。 声声, 处这儿干嘛呢? 比赛快开始了。 舒逸池今天的装扮, 也是叛逆狂野的风格, 脸上还夸张地画着色彩鲜明的油彩, 她伸着手, 搭在白玉生的肩膀上, 两个人妆容风格迥异, 看上去十分不协调。 她顺着人群的喧闹声, 往门口看了一眼, 人潮微微散开, 那人的面容逐渐变得清晰明朗。 哟, 这位之前没见过啊, 长得真不赖。 舒逸池冲着大门口吹了声口哨, 白玉生闻言重新转过脑袋, 视线落到了下方刚进门的人身上。 那人搭着一身简单的白衣黑裤, 不像昨天在KTV碰上那会儿的衬衫西裤, 褪去了那份正经, 这会儿倒真有那么一丝顽固的味道了。 白玉生一愣, 还没来得及收回视线, 底下那人掀起眼皮, 不经意间往他那个方向探了过来。 两个人的视线在空中短暂触碰, 他微微勾起了唇角, 继而收回视线, 礼貌又疏离。 好像压根没认出他来。 赛道的起点响起阵阵轰鸣, 舒逸池这才把注意力从大门口扯了回来, 放到直播的大屏幕上。 他看不太懂赛车, 只知道谁先冲过终点, 谁才是最厉害的那个, 直播摄像头扫过一个又一个男孩的脸, 他们穿着自己车队的赛车服, 头盔严严实实地包裹住脑袋, 压根看不出长得怎么样。 所有人的焦点都聚集在轰鸣的赛道上, 白玉生左右没事, 和舒逸池说了一声, 从后门溜了出去。 这里不只有专业赛道, 还有工人娱乐的卡丁车跑场。 他不会看比赛, 但对卡丁车还是很有兴趣的, 来得次数不少, 场内的工作人员多多少少有些认识他。 等到他换好衣服下了场, 这才发现场内有两辆卡丁车并排跑着, 调情似的。 他俩已经在里面耗大半个小时了, 就堵在路中央, 也没有要跑的意思。 工作人员吃了一声, 给白玉生检查好保护措施, 把车往外道带。 你就在外道跑吧, 省得和他们撞上。 白玉生到了线, 调整好坐姿, 轻轻踩了油门, 卡丁车一声轰鸣, 往暗处冲了过去, 头盔没有那层挡风板, 山峰呼啸着, 往白玉生的脸上拍打。 他输了口气, 注意力集中在脚下, 油门刹车配合得当, 重规重矩, 没出什么差错。 他慢悠悠地在赛道上晃着, 直到身后抱起一阵轰鸣。 刚刚还并驾齐驱的两辆卡丁车, 不知道什么时候跑到了外道, 领头那辆气势凶猛, 油门估计踩到了底, 破开了山峰, 冲着白玉生的方向直冲而来。 那人似乎也没料到, 转角处还有一辆慢悠悠晃荡的小车, 他下意识踩了刹车, 可惜速度实在太快, 两辆车无法避免地撞在了一块。 靠! 白玉生皱紧了眉头, 虽然这里的车都做足了保护措施, 可两车相撞的作用力 转移到他腹部的安全带上, 勒得他一阵生疼。 对不起对不起, 我以为这儿没车来着。 后车的人冲他打了个手势, 白玉生瞬间挂了一脸黑线。 他调整了一下刚刚被撞歪的坐姿, 单手搁在方向盘上, 语气生冷不尽人情。 林浩辰赶着去投胎呢? 对方显然也愣了一下, 继而往前叹了叹身。 声声。 刚刚堵在路上的另一辆车 也慢悠悠地开了过来, 见着相撞的两个人, 他惊叫了一声, 凑到林浩辰边上呲哇乱叫着。 白玉生的车时时亮起了故障信号灯, 他冷着神情, 单手扣着耳朵, 不太想听后面那俩的虚情假意。 声声, 不是, 你听我解释, 我和小林不是你想的那样子。 林浩辰没有理会身边叽叽喳喳的女友, 反而驱车往前凑了些距离, 尝试着去拉白玉生的手臂。 白玉生的腹部刚刚被安全带扯得有些难受, 这会儿他只觉得有些恶心。 他扫了林浩辰一眼, 又扭头对着身后的女孩招了招手。 妹妹, 看见了吧, 你这位亲亲宝贝男朋友就这副德行, 这还不分。 身后两人结实一顿, 反正车也开不了了, 白玉生干脆无视了他俩, 逃出手机, 给卡丁车厂的负责人发了条微信后, 躺在车座上漫无目的地刷起了朋友圈。 后面两个人还在吵, 后山爆发出一声洪亮的欢呼声, 大概是有人过了终点线。 白玉生不太在意, 欢呼声中夹杂着一丝霸道道不容忽视的引擎轰鸣声。 来自他们身后, 碰, 林浩辰的车被带着往前, 划了一长段距离。 他甚至还没反应过来, 脸上仍挂着惊讶的表情。 停在白玉生边上的银白卡丁车, 被一辆骚包到极致的明皇卡丁车代替。 车上那人熄了火, 肢骨分明的手抵在下巴处, 摁开了头盔锁扣。 一张漂亮到极致的脸在赛道两旁昏暗的指示灯下, 忽明忽暗。 面中印着一点红质, 在虚幻的光影下, 像是蛊惑人心妖媚释放的魔咒。 他神色冷冷, 被偷窥压乱的头发有一束高高翘起, 驱散了一些清冷, 多了一丝烟火气, 怎么? 三缺一在这儿等着我呢? 圣宝, 昨晚没事吧? 我不知道林浩辰也会来, 他没对你做什么吧? 书一迟大清早的就飞来的电话打了过来, 白玉生坐在车上睡得半梦半醒, 他闭着眼, 掏出蓝牙耳机连上手机, 继续支着脑袋打着盹。 小事儿, 你要不然还是去问问他, 有没有事儿会比较好。 车内引擎声嗡嗡作响, 道路两边是参天的梧桐树, 细碎的光斑从夜戏间落下, 白玉生微微睁开了眼, 眼前浮现了一只精瘦有力的小臂, 上面划着两三道线新鲜的红痕, 手腕上的绕骨金突圆润透着光, 食指修长搭在软乎乎的小猫身上。 好的, 彻底睡不着了。 他揉了揉自己的脑袋, 去够车座底下的空调背, 胆了胆灰尘, 重新搭在自己的腿上。 没事就行, 别管那些有的没的了, 最近有空吗? 给你足几个局, 安抚一下, 你那被渣男伤透的心。 舒逸池估计刚起, 对面隐隐还响着哗哗的水声, 竟然没空帮我爹送点东西, 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呢? 够惨的, 都二十一了, 还跟在老爹身后当乖巧服娃娃。 白玉生今天随意挑了一件设计简单的连衣裙, 少女先被单薄, 肩上泛着一层薄薄的浅红, 在光下, 微尘中像一颗被包了皮的水蜜桃, 长卷发搭在肩上, 确实是一副乖到不能再乖的样子。 我倒是无所谓。 行, 反正你对什么都提不起劲来, 有空喊我哈, 不就失了恋吗? 别太难过了。 白玉生微微一顿, 光顾着想昨天那人了, 失不失恋, 这他还真没怎么在意了。 他打了个哈欠, 车缓缓驶入梧桶声处, 在一处巷子口停了下来。 六月末的缠鸣已然开始喧嚣, 连天降雨, 暑气还没来得及晕开, 难得放了个晴天, 久违的太阳照在人身上, 带着些属于夏日的灼热。 他下了车, 从司机手上接过白红鸣胶带的礼品盒, 往巷子深处走了几步。 可以看得出来, 这户人家审美格调非常不错, 梧桐林深处的一座四合院, 矮墙外种满了藤万月季, 正值花期, 粉白相间的花点缀在细碎的光斑 与嫩绿的柚叶中间, 惹得人眼前一亮。 四合院的门口立着一块不太明显的木板, 上面用墨写着几个字, 笔封林立, 写的内容却可爱得有些意外。 但乃画室? 在寸土寸金的林下, 能找到这么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开画室, 对方倒是不简单。 白玉生立在门口, 摁响了四合院大门边上的门铃。 巷子口跑过一只黑毛小徒狗, 眉间两点白, 颇有些喜感。 他领着后头两只脏兮兮的小白狗, 吠了一声, 三只狗踩着小碎步往巷子外边跑去。 时间在这个地方, 好像完全静止了院里响起一阵脚步声, 木制的门板挡不住一声清润的音质。 来了, 稍等。 白玉生这才回过神, 白红明赶早上的航班出差, 大清早把他抓起来, 就往车里塞。 他那会儿还困得浑浑噩噩, 只顾着点头, 完全没把白红明的话听进去。 这下要拜访的是谁来着? 四合院大门吱压一声, 从里面被打开。 南方的四合院构造, 没有北方那么严谨。 或者说, 这院子的主人本来就不怎么在意。 宅门大开, 脚院没有射平门, 倒是在院子的最那端搭了一个巨型爬架, 边上用石头砌着一汪浅浅的景观泉, 边上的盆栽也没有刻意修剪, 却不显杂乱, 反而保留了独属于那些植物的野性。 墙外铺着藤蔓月迹, 墙内爬着长青藤, 矮墙下的无尽下开的正宴, 中间只铺设了一条曲折的鹅卵石小道, 从宅门口一直延伸到垂花门的台阶底下。 你好, 是白小姐吗? 开门的男生兜着一身卫衣, 顶着一头鸡窝脑袋, 与这院子倒是格格不入。 白玉生微微点了点头, 嗯, 我来拜访, 给人请进来吧。 内院掠过一个人影, 他斜斜地靠在垂花门边上, 今天没穿这儿八斤的衬衫, 也没搭昨天白玉生在微博上看到的那身长衫。 一身运动装, 清清爽爽, 梧桐树的影子落在他的身上, 少了那层刻意的书卷味, 平添了一股子慵懒随性的少年气。 一只漂亮的长毛三花从他的臂弯处跳了下来, 掠过一层花叶, 鸡毛胆子似的尾巴高高耸起, 停在白玉生的脚下轻轻蹭着。 他记起来, 白鸿鸣早上给他说的那个人名了。 我来拜访沈之言, 白玉生最后是跟着三花猫在前厅入的座。 刚刚开门, 那男生一边打着哈欠端上来一盏茶, 杯盏与木桌碰撞, 发出一声脆响。 接着就好像完成什么任务似的, 窝到一旁的沙发上, 掏出手机, 就开始玩了起来。 还是最近爆火的微信小游戏, 拿道具得刷三十秒小广告的那种。 沈之言一手支着脑袋, 手边是一盒刚打开没多久的鲜牛奶, 三花猫极其熟练地跃到他的膝盖上, 窝在他的小腹处打着呼噜。 他空出一只手, 有一搭没一搭地顺着三花的脊背慢慢俯着。 白玉生没敢去碰那杯刚刚送上来的茶。 钦慈的杯盏, 粉润如玉, 中央扶着几缕嫩绿的茶叶, 光看上去就知道价值不菲。 虽然白玉生打小剑步的好东西也不熟, 但在别人的地盘, 自己也不太敢放肆。 好在经过前两天的事, 两个人多少也有了几分熟人。 他指了指沈之言边上的那盒鲜牛奶。 还有牛奶吗? 沈之言掀起眼皮腻了他一眼, 眼中带着些许玩味, 他勾了勾三花的下巴。 董事长, 有人和你抢奶喝, 怎么办? 三花养着脑袋, 舒服地眯起了双眼虎谁呢? 白玉生憋了憋嘴, 猫不能喝牛奶的吧? 沈之言笑了一声。 嗯, 所以是我喝的, 每日鲜奶, 一天就一瓶。 言外之意, 没了。 行吧。 白玉生端起茶盏, 微微抿了一口。 茶香清甜润口, 不色也不苦。 入口回甘, 他不动神色地舔了舔唇角残留的茶水, 有些惊艳。 他割下杯盏, 这才正儿八斤地开始打量起眼前的沈之言来。 倒不像在微博上看到的高湖照片那样清冷金贵, 也没有前几天在KTV碰上那会儿的散漫。 如果昨晚他不在卡丁车赛道现场的话, 还真说不定被他这幅假象给蒙了过去。 昨天他们俩是从卡丁车赛道那儿一起走回来的。 虽然已经步入了初夏, 可山间的温度还是有点低。 风里夹杂着林木的湿润木箱, 吹在人身上激起一身鸡皮疙瘩。 沈之言撞得有点猛, 林浩尘大辆银白色的车看上去受损比较严重。 他自己这辆反而没什么大碍。 他解了安全措施, 往赛道边上靠了靠, 长着腿在轮胎护栏处坐了下来。 指尖妈撒着什么? 白玉生定了定神, 这才发现他指尖捏着一颗极小的铃铛, 晚风乌叶, 盖过了铃铛那点微不足道的脆响。 一阵夹杂着藏红花吊子的熟福酒香再次聋到他的鼻尖, 白玉生抽了抽鼻子, 这才明白过来这骨子香的来源是面前这个男人。 这香有些特别。 卡丁车厂的负责人来得很快, 他检查了一番卡丁车的损坏情况, 确定林浩辰那辆车车架严重变形, 属于彻底报废, 得按原价赔偿。 不是, 这是他撞的我, 凭什么我赔啊? 林浩辰从车座上撑起身, 刚刚估计撞得很了, 这会儿一蹶一拐的, 他单手指着坐在旁边吊铃铛看热闹的沈志言, 语气说不上有多好。 负责人员又检查了一番白玉生那一辆, 损坏程度没有林浩辰那辆身, 个别零部件出了问题, 维修费也不是一笔小数目。 白玉生摘下头套放进车座里, 自己下车往沈志言的方向凑了凑, 这是他撞的我。 他指的是林浩辰, 身后传来一声轻笑, 像是闷在被子里似的, 朦朦胧胧, 混着不太清晰的铃铛声响。 白玉生回头看他, 沈志言收起手上的铃铛, 塞进了自己的衣服口袋里, 他从轮胎上跳了下来, 往卡丁车厂的出口走去, 都记沈行之账上, 走了。 前面一句是对车厂负责人说的, 后一句是对白玉生说的。 白玉生愣了一瞬, 对着负责人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 一路小跑着追上沈志言的身影。 沈行之有点耳熟, 但应该不是他的名字, 哪有人记账环报大名的。 你为什么帮他赔啊? 他裹好刚刚负责人送来的小毛巾, 后面的比赛应该已经结束了, 人生逐渐远去, 周遭的敬意开始酝酿, 欧有缠鸣喧嚣他身高体长, 迈一步的距离, 白玉生得跑两步。 麻烦。 白玉生气了一声, 他实在跟不上沈志言的脚步, 刚刚撞车那会儿, 小夫被拉扯到, 后劲还没过, 随着动作隐隐作痛, 他干脆开始摆烂, 两个人的距离逐渐拉大。 那我那辆呢? 沈志言似乎注意到, 女孩不仅没有跟上他的步子, 反而在后头磨磨蹭蹭地不肯走, 他立在原处等了他一会儿。 你想回去和他继续纠缠那情便。 说吧还真偏过脑袋, 头也不回地往车厂出口走了出去, 只于风中一抹淡淡的酒香尚未消散。 沈志言腿上的三花 撑着一只手去够桌上的鲜奶, 被他一手给拦了下来, 把牛奶往远处推了推。 白玉生瞄到了小猫的脖子下, 用粗毛线做了个项圈, 下巴正中间坠着一颗小铃铛, 和昨晚他在沈志言手上看到的那枚十分相似。 他倾壳一声, 割下了杯盏。 话说为什么叫他董事长? 三花听到了自己耳熟的三个字, 歪着脑袋盯着白玉生看了一会儿, 细细地瞄出了声。 知道这间画室叫什么吗? 但乃画室, 那只三花叫得更欢了。 嗯, 他就叫淡奶, 这栋院子就是他的。 沈志言拍了拍三花的尾巴根, 把小猫从膝盖上赶了下去。 白玉生不解, 为什么叫淡奶? 窝在另一边沙发上的男生输了一局游戏, 复活需要看三十秒的小广告, 他撑了撑手, 打了个哈欠, 把手机音量调大, 亢奋的广告背景音乐配着里面激动的人声格外刺耳。 我一勺三花淡奶, 白玉生没在四合院待太久, 最后也是那只叫淡奶的三花猫耸着尾巴, 把他给领出了门。 四合院大门之鸭轻响, 他立在宅门后头, 提起一只小脚轻轻梳理着毛发。 梧桐夜戏落下的碎光在他身上流转, 三色的花纹闪着零零的波点, 一双脆绿色的毛子微微眯起, 找淀粉嫩, 隐没在杏色的长毛下, 灵动地像森林里的守护精灵。 他拍了拍自己的脸颊, 往自家车上坐了上去。 沈志言是最后一个出现在他视野中的, 白玉生靠在窗边, 从后视镜里看见了站在花丛下的男人, 他单手拨开落到脸侧的黄木香花枝, 半弯着身子, 从地上捞起了淡奶, 扣着他的嘎吱窝, 挡掉了他粘在肚皮上的细碎石子。 举手投足间, 竟是骨子里的金柜。 四合院渐渐隐没在一层梧桐林中, 出下的风月然林间, 宽大的梧桐叶彼此轻蹭, 闹起一片稀稀苏苏的蹭响。 好像除了那天晚上在山道上玩车以外, 他就猫不离手。 权贵多多少少都有一些私人爱好, 抱着猫不撒手的阔太太, 她也没少见, 只是他们手中的猫咪非富极贵, 要么是冠军的后代, 要么就是冠军本猫, 扩太太也耿着脖子, 傲得不行, 无非是权势的彰显。 倒是没见过像沈志言这样的。 董事长太过于自由, 不像一只捐在家里养大的猫。 白玉生单手搭在门把手上, 指尖亲扣, 物字笑出了声。 那四合院倒更像是淡奶的房产, 一时间不知道沈志言和董事长 哪个更娇贵一点。 一旦脱离了学校, 班群里的聊天内容, 从原来没什么营养的校园八卦, 变成了更没什么营养的社会八卦。 除了白玉生, 他忽略消息免打扰的99家班群, 点开了另一个只有五个人的小群。 无聊, 火锅, 来不来? 输一尺, 时间地点。 白玉生捧着下巴琢磨了一会儿, 他好像不论什么时候都空得很。 余生, 随你们安排时间, 反正我闲得要命。 大学的特性就是, 同学间的粘合度远不如高中那会儿的高, 暑假一放, 回家的恨不得能马上飞回去, 想出门旅游的拍拍屁股就走了。 一个班级里有同城的老乡, 并且闲来约饭, 能凑齐一桌已经算是运气相当不错的程度了。 这群里就有五个姓女儿。 聚会约定在周末, 夏天的火锅店客流量不大, 他们几个人挑了个小包厢, 四宫格的锅底, 半边重口, 半边清汤。 白玉生趁着所有人还没来, 把锅底调了个边, 辣锅调到了空调风口下, 热气蒸腾, 牛油的鲜香尽了满事。 哟, 白姐, 怎么一个人? 白玉生掀起眼皮, 抬头看了一眼, 楚七今天穿着一身心中式套装, 搭在他一身细胳膊细腿的小身板上, 十分别扭, 像偷穿大人衣服的傻小孩。 他笑得也一脸傻气。 你们这不是还没来吗? 他晃着凳子腿, 锅已经完全烧开了, 沸腾的水花扑腾着, 他微微往后仰了一点, 凳子倾斜的距离陡然增大, 却被他轻松吻了下来。 嗨, 你明知道我说的不是这个, 你男朋友呢? 哪来的男朋友, 早就分手了, 你们不知道吗? 说话的是舒逸池, 他在门口摘了墨镜, 拉开白玉生边上的位置, 坐得十分随意。 锅已经开了, 先倒先吃啊。 什么时候的事? 怎么不和我们说呢? 张敬义和凌初小景随其后, 他俩手挽着手, 把撒狗粮这三个字, 明晃晃印在了脑袋上, 举手投足间都是亲密。 舒逸迟了一声, 挪着凳子, 往白玉生边上凑紧了些。 就班级团件那天吧, 要上酒吗? 白玉生被扰得没法安心玩小游戏, 小球撞上了危险区域, 屏幕灰白一片。 他叹了口气, 摁灭了手机, 他的视线扫了一圈, 落在了坐在自己对面的楚棋身上。 说起团件, 他眨了眨眼睛, 怎么? 我脸上有东西。 白玉生摇了摇脑袋, 他突然想起, 那天晚上, 楚棋捧着手机, 对沈志言做了一番深情告白的样子。 当时光听他描述, 在附上微博那张胡道没法看的照片, 白玉生还以为沈志言是多正儿八经的文人雅士, 不说匣子月韵, 也有清风济月之意。 结果, 他知道自己的崇拜对象是跟在猫猫屁股后边的蝉屎官吗? 他颇有些怜悯地盯着楚棋看了一会儿, 盯得他背后直发毛。 如果他知道自己心里端着的那尊神底, 昨晚直接给人卡钉车干散架了, 他会怎么想? 他招了招手, 又在平板的菜单页面加了几瓶酒。 没事, 你还没说呢? 你和林浩晨怎么回事? 林初小八卦心强, 大家本来就是经常玩的朋友, 口头上没什么遮遮掩掩的。 书一迟早就开始烫肉吃, 他瞄了一眼白玉生, 女孩神色淡淡, 嘴角微微扬着, 笑得温和。 他一拍脑袋, 把筷子割了下去, 脸上瞬间挂上了一副嫌弃的表情。 渣男呗, 还能怎么回事? 看生生在学校低调好欺负就吊着他, 实际上脚踏两条船, 这会儿知道生生的家境, 倒是哭着闹着要回来了。 白玉生一边涮着牛肉卷, 一边跟着书一迟的话点头。 他向来不是什么原则性很强的人, 分手之后, 不能在背后诋毁前任这套高道德标准, 根本束缚不住他。 白玉生长得不赖, 虽然五官不算精致, 不是一眼惊艳的类型, 却是温温软软, 越看越舒服的那看行小姑娘。 明明看上去乖到不行, 却也是牙字必报的性子。 他舌尖轻舔嘴角, 把粘在唇边的辣油给舔了回去。 对了, 你上次说沈志言, 你知道他的话是招不招人吗? 混吃等死的那种。 他抽了一张纸巾, 把嘴角粘到的油渍都擦了干净。 火锅辣油本来就刺激着他嘴角脆弱的皮肤, 这会儿被纸巾一擦, 唇周火辣辣地疼。 楚琪皱着眉吹着烫气, 闻言呛了一大口, 捂着嘴朝桌外咳了起来。 可, 你问这个做什么? 白玉生搅着自己的发尾, 晃着脑袋。 找点事情做呀, 这暑假, 我在家都快咸出蘑菇了。 沈大神不是刚回国吗? 怎么可能那么早就开化室? 他闷完了一整杯酸梅汁, 这才勉强缓过进来。 啊, 这样说来, 那个四合院是怎么回事? 白玉生小声拖着调子, 他抬头, 对上林初小和张静义 那快黏在一起的两个人, 颇为嫌弃地吃了一声。 连沈大神长什么样, 我还不知道呢? 更别说话是了, 要不然, 哪还有你寄予的份? 我第一个冲。 舒逸池有点不理解白玉生的做法, 虽说自打他认识, 白玉生那会儿, 就知道, 这小孩常常想一出是一出, 对什么都三分钟热度, 但他还是多问了一嘴。 怎么突然转性了, 不是说这个夏天娱乐至死吗? 白玉生擦干净手, 给自己倒了满满一杯, 淡黄的啤酒在杯中打着气泡, 杯口扶着一层白色泡沫, 卖香四溢。 也没什么, 只是想撸猫了。 楚逸说的确实没错, 白玉生在网上翻遍了 沈志颜的相关资料, 清一色的外界圣评 与他的个人代表作, 国画占了大头, 还夹杂着几副 色彩厚重的古典油画。 其中有几副他眼熟得很, 大学三年, 没少拿来当课程案例 与临摹样本。 他撅着嘴, 吹了吹黏在自己脑门上的刘海, 转手盖上了笔记本电脑。 怎么说呢? 反正他当时为了交一份期末作业, 而挠到头吐的时候, 绝对, 绝对。 没想到, 自己化作的临摹对象, 手边那幅山水花的主人 会是这样子的。 松松垮垮坐在昏暗包厢正中间的男人, 身边暗箱浮动, 小臂一抹猫找红痕, 凌厉地有些刺眼, 就连玩笑也极其恶劣。 白玉生垂着的眼瞼轻轻吸动, 像一只漠然无声的蝴蝶。 室内的空调调到室宜的温度, 空调外即嗡嗡清响, 白玉生赤着脚从床上跳了下来, 转身进了自己许久没踏足够的书房。 画笔被洗干净, 挂在了笔架上。 虽然他的画重归重举, 没什么特别出彩的地方, 所谓差生文句多。 他拱着身子, 在书架最上层的柜子上摸索了一阵, 把当时为了完成论文作业, 而买的模本都翻了出来。 第一本就是沈志妍的画集。 风题不像现在大流行的款式, 也没有印上自己的代表作, 整页的亭无虑, 正中间印着沈志妍三个烫金字迹, 横竖之间潇洒自艺, 排列到一起却意外工整有序。 很难想象, 这是那个甚至可以用顽固来形容的男人写出来的字。 白玉生吹散了附在封面上的那层薄灰, 翻开了第一面。 浩荡山河, 松林烟矮。 白玉生放清了呼吸。 嗯, 他这会儿不得不承认, 人家再怎么自艺, 再怎么恶脸。 这一首创造天地的画集, 他依旧得跪着才能膜拜。 他有些沮丧, 那颗已经死寂许久的好胜心, 隐隐有复燃的倾向。 画集边上的手机嗡嗡震动了两声, 他搭拉着脑袋, 往边上瞟了一眼。 宋宇, 明天回临下, 快来给我接风洗尘。 余生, 车停在老地方, 其他的看你自己的了, 保重。 白玉生藏着腿扬倒在宋宇专属保姆车的后座, 撑着脖子伸了个懒腰。 机场门口堵着一堆人, 白玉生有些好奇地扒着窗看了一眼, 从人群中挤出一道他十分眼熟的身影, 那道身影亮亮呛呛, 往保姆车的方向狂奔了两步。 王说, 快, 快开车。 宋宇压了压自己的渔夫帽, 表情有些崩裂。 保姆车缓缓发动, 在正式起步之前, 宋宇终于跳上了车。 他长舒了一口气, 把被拉扯到小臂处的外套往上撩了撩, 一脸生无可恋宋大明星, 人家把机场当成走秀现场。 你这是玩绝地求生啊。 白玉生抱着手臂, 脸上挂着似笑非笑的表情, 语调微微上扬, 一听就知道女孩这会儿憋足了笑意。 我那知道临下的粉丝那么热情啊, 要放在之前, 我长着膀子在街上走, 都没人愿意撩我眼。 宋宇摘下渔夫帽, 头发有些散乱, 半边的头发微微翘起, 像被端了窝的鸟巢。 白玉生放下手机, 屏幕没有熄灭, 上面明晃晃亮着红白相间的微博界面。 宋宇, 536万粉丝, 底下还有一组精修的九宫格照片, 点赞量破了50万。 你那小成本网剧势头很猛啊。 半年热播剧搜索指数飙升, 微博粉丝直接涨了五倍, 你还当你是从前那个小扑街吗? 要不然还是让我当小扑街吧, 这我是真吃不消, 谁不知道我是圈内墨鱼大师, 佛系代表工作者啊。 白玉生轻笑了两声, 退出了微博首页。 他对自己的定位倒是清晰得很, 现实也和他说得无差。 白玉生与宋允打小就相识, 白宋两家生意往来密切, 刚好小辈的年龄相近, 再加上宋允这人没什么心眼, 不端什么架子, 算是白玉生少有的, 能完全敞开心扉的朋友。 他走娱乐圈这条路, 原本纯属只是图格勒, 半年禁足打工, 半年歇业, 全球各种游。 打工挣的钱, 还不够他玩十天半个月的, 圈内工作四五年, 归来仍旧一贫如洗。 今年这部爆火网剧, 纯属是意外, 硬生生把穿着花裤衩, 在海边翘脚的送云给, 喊回了公司, 跟进后期宣传。 想吃什么? 保姆车在机场高架上平稳行驶, 车厢内隔音做得极好, 几乎听不见引擎的震动声, 白玉生百无聊赖地刷着点评APP, 试图找出一家能够刺激自己味蕾的餐厅。 宋宇摁了摁自己的眼角, 大半年连轴转的工作, 对他这种闲人来说实在煎熬得很。 昨天刚批了架, 就火急火燎赶回了林下, 这会儿整个人都还没缓过神来。 都行, 不挑, 给份盒饭我都能当米其林三星吃。 他拉上了车窗的窗帘, 挡住出下高悬的艳阳。 对了, 你是不是大学毕业了? 找到工作了吗? 白玉生腻了他一眼。 准大四, 就你这记性, 还记得有我这个人真是为难你了哈。 宋宇? 差不多吧, 反正也就一篇毕业论文的事。 你想好写什么了吗? 白玉生有些烦躁, 怎么一个两个都揪着他的毕业论文不放呢? 差不多吧, 想写一个人。 他这面车窗潮音, 鼠气被挡在车窗外, 车内的空调温度正适宜。 他扒着车窗, 轻轻喝了一口气。 哟, 这是要研究谁啊? 车外温度过高, 那层雾气散得很快, 等到所有雾气散去, 车窗上隐隐映着一个泛白的沈字沈之言, 就前几天在微博热议挂着的那位。 白玉生收回手, 擦干净手上沾到的一层湿润。 以沈之言为毕业论文的研究对象, 不是他的一时兴起。 那天在书房一口气翻完沈之言的话集, 他的脑中就已经有了雏形。 怎么说呢? 不管是在大家眼中光风际月的沈之言, 还是在话集中创造浩荡山河, 才华横溢的沈之言, 其实对他来说, 都只是三个平平无奇的汉字排列组合而成的符号。 没什么事的。 可昏暗包厢那玩笑, 能喊一只猫叫董事长的沈之言, 这才第一次让白玉生感受到了这三个字背后, 其实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尽管这人给自己带来的第一印象并不算怎么好。 他第一次对学术研究产生了兴趣, 不只对国画, 更是对沈之言这个人。 宋云顿了一会儿。 沈之言? 嗯, 怎么? 你认识。 宋云下意识地揉着自己的虎口, 看向了白玉生。 这名字挺熟的, 一时间想不起来在哪听过。 人家现在风头正盛, 又是世家圈子, 虽然说是国画界和你们娱乐圈没什么交集, 你听过也正常。 是吗? 总感觉不是最近听到的。 他捂着自己的渔夫帽, 脑袋一点一点低了下去。 别瞎想了, 咱俩从小一块长大, 从来没听过你认识沈之言。 白玉生一边说着, 一边往边上看了过去。 宋云两只手抱着自己的脑袋, 斜斜地歪在了车窗边上, 已然睡了过去。 白玉生。 真行, 聊着天也能睡着。 白玉生看上去对什么都兴致缺缺, 但实际上行动能力并不差, 大学三年下来, 能拿出手的成绩不少, 一张A6纸的简历能写得满满当当。 敲定了毕业论文和闭设的大致主题, 一连几天都窝在自己的房间里, 开始准备起参考资料。 沈志妍这人怪得很, 明明长着一张人神共愤的脸, 可翻遍了全网也就只能找到零星几张高胡的抓拍照。 这叫什么? 这叫明明能靠脸吃饭, 但偏偏要靠才华。 真不知道老天到底给他关上了哪扇窗。 除了上次上微博热搜的时候被人拍到的那张之外, 还有一张看上去像是从别人的自拍照上面抠下来的。 另一张抓拍照好像是在国外被路人拍到的, 传到了外网社交平台引起不小的轰动。 他一只手支着脑袋, 另一只手搭在餐桌的桌檐, 像是耐心十足听着对面人的闲谈。 西餐厅暖黄的灯在红酒杯的映射下给他的下颌线藏了一层红丝绒式的暗色。 他本来骨像就优越, 被这抹暗红一称像极了陈设在博物馆中的沉浸文物。 白玉生把那张照片保存下来放到PS中修复了一下, 结成了自己满意的长宽笔。 这才注意到坐在他对面的是一位金发女郎, 从背影那半露的肩就能看出来他绝非俗物, 冷白的皮肤在暖光灯下微微透着光。 甚至在照片中显得有些曝光过度, 白玉生盘着腿, 一边在键盘上熟练地摁着快捷键修复图片, 一边意味不明地击了一声。 怎么说白家在零下的地位也不低? 他清楚这些有点权势又有点皮像的顽固在外面玩得有多花。 估计这个沈志颜吗? 也不例外。 他割下数位笔, 退出了PS界面, 浏览器中等笔放大的黑白墨画, 取代了那张极致暧昧的照片。 白玉生愣了一会儿, 有些烦躁地挠了脑脑袋。 参考资料中显示的是近几年沈志颜的创作作品, 刚开始可能是受西方油画的影响, 国画笔画厚重, 落笔不干脆, 比起没出国前少了几分清透与灵动, 但仍能从中窥见其背后深厚老练的笔法与末法。 时间线拉近, 就连白玉生这种半调子也能明显感到沈志颜画作的进步。 油画的厚重感骤然消失, 创作者似乎也不太注重形似, 反而开始注重画作当中的灵魂。 好像点燃在密林中的一盏油灯, 大雾散去, 浩荡山河豁然开朗。 他真正融合了中西方绘画的精髓, 并且在经过几次探索之后, 能够极其熟练地运作到自己的作品当中。 他真正在国画圈子里打响名声, 也就这几年的事, 从他那幅气势宏大的松鹤平波图作为起点, 至此正是在国画画坛里有了一席之地。 白玉生所在的国画专业资质颇深的老教授, 都喜欢把画油心声挂在嘴边, 和像油心声差不多的意思, 什么样的人创作什么样的作品, 白玉生深以为然。 不然, 自己也不能够把小白虾画成傲龙。 天知道, 他有多喜欢吃龙虾。 他叹了口气, 重新打开了word, 把大纲中关于沈志颜性格因素的部分, 砍去了大半。 能画出这样画作的人, 那得是答辩老师疯了, 才会相信, 他说的沈志颜, 是喜欢喝每日鲜奶的同时, 又游戏人间的顽固子弟吧。 白玉生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看了三天三夜的参考资料。 沈志颜那本绿色封皮的画集, 都被翻出了卷编, 可就连别个论文雏形都困难。 这能怪他吗? 不能。 谁让沈志颜人前一套背后一套, 况且, 那背后一套压根摆不上台面。 资料堆边上的手机嗡的震动了一声。 宋宇 下楼, 白叔让我带你出门溜一圈, 别闷死在房间里了。 白玉生半合着眼, 摸过自己的手机。 余生 你行吗? 前几天还不半死不活的虚脱样吗? 宋宇 活过来了, 梅老板出了新菜品, 我可是下了血本的。 探探。 白玉生在地上翻了一圈, 撑起半边身子, 从地上坐了起来。 他用手相征信抓了两下头发, 随意扎了个丸子头, 碎发点缀在光滑的后颈, 凌乱地恰到好处于生。 你是说, 火龙果煮肉, 还是香蕉烤虾? 你对梅老板是真爱啊。 他一边忙打回这消息, 一边从沙发背后捞了件防晒外套, 就往门外跑了出去。 七月中旬的热浪已然滚滚, 他打开大门的瞬间迟疑了一会儿, 热辣的阳光轰得他整个人都紧绷了起来。 自家门口停着一辆骚包到不行的改色麦凯伦, 两边窗户大开, 宋云半边小臂搭在车窗边上, 另一只手搭在方向盘上。 明星必备的墨镜口罩倒是一个都不背着, 他半偏着脑袋, 冲着白玉生吹了声口哨。 上车, 哥带你兜风去。 白玉生, 他转身在打车APP上叫了个豪华专车。 体感温度快四十您管这儿, 叫兜风是吧。 宋云轻泽了一声, 轻身给车内的空调拧大了几档, 顺便关上了副驾的车窗。 别磨蹭了, 快上车, 空调开这一会儿都能请你吃餐大的了。 宋云, 该省省, 该哗哗。 天月湖一带是零下新兴的商圈, 处在零下重点开发区的北部, 承包商的本意是保留天月湖原生态的基础上, 在湖心岛上开发成为零下的城市人民会客厅, 等到正式开始施工之前, 也不知道是技术问题还是其他什么原因, 换了个任性的承包商, 直接把原方案给推翻了, 修了一座湖心庄园, 将商圈搁置在了天月湖外围。 看上去是私人住宅, 但依旧以盈利属性为核心, 只不过消费主体从原来的广大市民变成了顽固权贵。 白玉生靠坐在副驾驶的车窗边上, 捏着宋运挂在车上的装饰娃娃, 漫无目的地把玩着。 能不能商量一下, 下次出门别开这么骚包的车了。 怎么? 你是在质疑我的审美吗? 这个颜色我可是花了大价钱请人设计的, 全国也就这么一辆。 宋运在门卫处对了车牌, 复古式的双开铁栅栏大门, 缓缓开启。 哗, 你要是不说, 我还没想起来, 你那外面还贴着乱七八糟的东西。 宋运微微瞪大了眼睛, 他把车停在庄园大门口, 将钥匙丢给了站在一旁的侍者, 自己绕道副驾, 给白玉生开了门。 那还能因为什么? 白玉生扯了扯自己的衣服, 将刚刚坐在车里压出的褶皱抚平, 宋运显然也没什么真的要装绅士的样子, 渐兮兮地撑在车门边上, 招小狗似的朝他勾了勾手。 试者绕到驾驶座那边, 小心平稳地将宋运的车 往庄园停车场开了过去。 麦凯伦声浪轰鸣, 热浪席卷而来, 微微掀起他小腿处的裙摆。 引擎声真的很傻逼, 且丢脸。 他挥开了宋运饭间的手, 先踏一步往庄园里边走了进去。 他们之前在微信上提到的梅老板 算是这家庄园明面上的管事, 负责出面招待来庄园寻乐子的权贵白小姐。 宋先生, 好久不见。 有人自大厅正中间的楼梯款款而下, 那人身着旗袍, 他单手扶在楼梯栏杆上, 玲珑曼妙地曲线一览无余, 面容明艳大气。 他站在高处俯瞰白玉生与宋运两个人, 颇有屁腻众生的姿态。 梅姐姐, 好久不见。 白玉生快走两步, 迈上了台阶, 他还没扶上把手, 身边疏然掠过一阵风。 梅老板, 快大半年不见了。 我真的很想念你。 他敞着手臂, 在距离梅树瑶, 还有一步的距离前停了下来。 梅树瑶手里捏着一把扇子, 抵着宋允的肩, 自己往后退了一步。 说点人话。 宋允垂着脑袋, 两手挂在身侧, 长叹了一声, 耸了耸肩, 把刚刚没说完的话揭了下去。 真的很想念你做的菜。 白玉生吃了一声, 踩着台阶往楼上走。 楼梯的尽头, 蹲坐着一只长毛三花猫, 他昂着脑袋, 毛茸茸的尾巴, 在他身后一甩一甩, 瞳孔扩散, 求了一层浓郁的墨绿。 他冲着白玉生, 细细地叫唤了一声, 踩着肉爪垫从楼梯上小跑了下来, 缩在了梅树瑶的脚边。 怎么? 有点眼熟。 梅树瑶微微弯腰, 将三花捞到了怀里, 轻轻安抚着。 三花的尾巴放松得自然垂落, 像落在美人身前的批熬。 旗袍美人配猫。 白玉生夜清晰地听到了一声咽口水的声音。 他颇有些嫌弃地, 拿手肘撞了撞自己身边的宋云。 有点出息吧? 你? 不好意思, 这是你们隔壁客人带来的宠物猫, 你们等我一下。 梅树瑶微微汗手, 往楼梯转角走了几步, 拉开了左边那扇雕花木门。 站在白玉生这个角度, 他刚好能看见那扇门内的光景, 遮光帘半开。 阳光从落地窗外肆无忌惮地照了进来, 有人的座位正对着他的视线。 他单手, 架在身后的皮质沙发上, 另一只手随意地捏着一盏酒杯, 清澈透亮的酒液, 在光下闪烁着细碎的光芒。 梅树瑶放下了抱在手中的猫, 交代了几句, 从房间里退了出来。 门关上前的那一瞬间, 那人仰着头将酒一饮而尽, 面中那枚标志性的小智点了一丝惊心动魄的红。 三花猫飞窜到他的附窝处, 冲着门外叫了一声, 他掀起眼皮, 往白玉生的方向逆了一眼。 极致的慵懒与金贵。 是沈之言。 白玉生搓了搓手, 花了不少力气, 才控制住自己不要往那扇雕花木门忙。 倒不是被美色给诱惑的, 也不是想要吸猫。 自己憋在房间里, 卡了三天瓶颈的研究对象, 现在就在你面前。 这不冲。 不冲不是人。 白玉生拍了拍自己的脸。 好吧, 不是人就不是人。 他还没这个胆量。 梅老板这次的新菜谱, 一如既往, 是以水果为主题。 奇异国煮肉与巴勒海鲜套餐, 白玉生握着刀叉, 看着宋云面前那两盘百盘精致也就不回的不明料理, 顿爵牙有些酸。 他自己面前是正儿八斤的牛油果烤肉与菠萝炒饭。 梅老板的手力没话说, 至少除了湖心岛庄园, 他在外面再也没有吃到过像梅老板做的这样惊艳的菜肴。 如果他不热衷于创新的话。 不是, 这玩意儿真的能吃吗? 宋云插了一大块奇异国煮肉, 毫不犹豫地塞进嘴里, 细细咀嚼着。 怎么不能吃了? 梅老板出品, 避暑精品。 他的眼角浸出一点泪水, 顺着面部轮廓慢慢滚了下来。 白玉生, 我信了你的邪。 湖心岛庄园属于会员制, 有会员资质的人可以随意出入, 但是想要吃上梅老板的饭, 那就得看梅老板的意思。 一个月能预约上一次已经是极其不易, 可这次却同时来了两拨人。 白玉生嚼着菠萝, 菠萝香酸甜清爽, 中和了炒饭厚重的口感, 思绪不自觉地往门外飘了过去, 落到了那扇雕花大门面前。 沈之言啊。 不太简单。 两个人酒足饭饱, 宋云不知道溜到哪儿找他的梅老板去了。 白玉生左右闲得没事, 本来就是出来透口气。 他干脆出了庄园, 往前花园晃了过去。 虽说这片地叫狐心岛, 但实际上面积并不小, 就算是整个庄园也只占了其中的一小块地。 前院是大片绽放的花海, 看上去也是花了一番心思造的景。 一条不规则石板路, 蜿蜒到花园深处。 小路的尽头是一片枯山水, 两面还着乌旧木, 像误入了神明护手的森林。 不是, 你们凭什么不让我进去啊? 我也有会员资质啊。 庄园门口传来几声嘈杂的叫嚷声。 白玉生眉头一皱。 这声音, 不是他那便宜钱男友吗? 他这才想起来当时分手分得太着急, 忘记把自己的东西收回了。 白玉生伸了个懒腰, 输了一口气。 正好, 一次性把这破事给解决了。 他走到门口的时候, 只有保安和林浩辰, 还有他那撑着伞的女朋友在门口对峙。 白玉生一露面, 林浩辰刚刚还熊啾啾气昂昂的样子, 瞬间灭了大半。 白玉生哼笑了一声。 哟, 这是怎么了? 浩辰来带我在这吃个饭。 说话的是, 站在林浩辰边上的女孩, 她勾着林浩辰的手, 半个身子贴了上去。 白玉生耸了耸肩膀。 吃饭? 那请进呗, 怎么? 是我不让你们进的吗? 白玉生, 你把我会员资质给删了。 林浩辰微微拍开女孩, 抱着自己的手。 什么会员资质? 就你。 你少装了。 白玉生冷笑了一声。 哦, 那个呀, 这本来就是我给你的权限, 让你来几次你还真把自己当主人了。 梅淑瑶和宋允听见了喧闹声, 也赶到了庄园门口。 不好意思先生, 您没有我们这儿的接待权限, 请回吧。 林浩辰的表情出现了一丝裂隙。 白玉生, 你没必要那么狠心吧? 怎么说, 我们也好歹男女朋友一场。 女孩像听到了什么极其有趣的事。 舒尔笑出了声。 这就狠心了。 哦, 对了, 你身上这身衣服裤子鞋子, 是不是也是我给你买的来着? 啊, 还有手腕上那块腕表, 要不要都还我。 还有什么来着? 他拖着脑袋, 坐视思考了一会儿。 过了一会儿, 他一敲自己的脑袋, 伸手指向了站在他身边的女朋友。 就林浩辰这种人, 要紧的不就一个玄之右玄的面子问题吗? 你把妹的钱也从我兜里拿的吧? 妹妹, 要不要跟了我? 身后传了一声略带雌性的低雅笑意, 还混着几声清脆的铃铛响。 属服酒香夹杂在风中拂过他的脸颊。 白玉生微微晃了神。 小狗, 过来。 嗯, 什么小狗? 白玉生有些不解地回过头, 沈志言长声鹤唳, 站在距离他不远的乌旧幕下, 怀里依旧抱着他那只小三花, 混乱的光影散在他的周身。 白玉生有一瞬间晃了神。 就好像精致的中世纪油画, 画中人抬手冲自己勾了勾。 哦, 小狗是他自己。 白玉生搓了搓自己的指尖, 剩下燥热的天气在他掌心化开, 成了一层薄薄的汗。 怎么回事? 一个两个都把自己当狗吗? 他站在原地没有动。 沈志言也没有一定要他过去的意思, 把淡奶交给了站在自己左侧的男生, 抬脚从树荫下走了出来。 干净利落的面部在光下越发明朗了起来, 鼻梁高挺, 在脸侧打了一层半透着光的阴影。 他的五官本就清俊, 嘴唇很薄, 瞳孔比一般人还要浅上一点, 在光下像两颗透亮的琥珀, 半合着眼腻着人的样子, 满是漠然, 看向林浩晨的眼神倒不像再看一个活物。 沈志言往庄园正门口走了两步, 在铁栅栏门口停了下来。 保安十分有眼色的, 在他们站立的位置架起了一把遮阳伞, 阴阴笼罩了大半阳光, 刺在皮肤上的灼烧感顿时撤了不少。 白玉生, 有这好东西, 刚刚怎么不拿出来? 明明都是客人, 还曾等级的吗? 沈志言仰着下巴, 冲着白玉生点了点。 没听见他的话吗? 把人东西给还了吧。 声线清冷, 没有一丝波动, 像在陈述一件平常的不能再平常的事一样。 林浩辰上下打亮了他一眼, 再加上刚刚他对白玉生的态度, 脸瞬间拉了下来。 怎么? 你是他心欢, 这是我和他的事情, 你管那么多做什么? 沈志言微微调整了一番衣袖, 将衬衫的袖子往上折了两下, 露出肌肉线条流畅的小臂。 我管你, 他顿了顿, 直直地望进林浩辰的眼里, 还需要理由吗? 他抬手示意了一旁的保安。 把他丢扒干净了。 宋云扯了扯白玉生的衣袖。 你俩什么关系啊? 护花使者吗? 这也太装逼了。 不过看上去, 确实有装逼的资本啊。 白玉生挑眉, 什么关系? 他偏头朝沈志言看去, 大概是废物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关系。 宋云, 我靠, 你们玩得这么花? 白玉生。 宋云, 难道不是那种, 圈养试验play? 白玉生, 求你了, 别像个傻逼。 两个人在这边巧声咬着耳朵, 铁栅栏外的林浩辰是彻底挂不住面子了。 他甩开保安的手, 怒目圆争。 不就是一个破会员资质吗? 还给他就是了, 小林, 我们走。 他转身想去拉自己女朋友的手, 却没想到被他一把挥开。 小林, 女孩搅着手指, 脸上扶着一抹暧昧的红。 浩辰, 要不然, 我们就到这里吧。 话, 是对林浩辰说的, 眼睛却直勾勾盯着站在门后的沈之言。 白玉生没忍住, 吃笑出了声。 你什么意思? 他开始扯着王林的手臂, 动作十分粗暴, 女孩白嫩的小臂上, 很快印出了几道红痕。 行了, 别在人家家门口闹这么难看, 丢不丢脸啊? 白玉生看热闹, 不嫌事大, 从沈之言身后探出脑袋, 朝着门外喊了一声。 林浩辰咬了咬后槽牙, 滴滴骂了一声脏话, 转身做事要走。 我让你走了吗? 白玉生干脆和沈之言站到了一块, 他插着腰, 好像狐假虎卫的假霸王。 诺, 其他的我就不和你计较了, 但是今天你穿的衣服帽子, 裤子鞋子腕表, 还有你身后那辆机车, 这些得还给我吧。 小姑娘眯着眼睛, 笑得十分狡黠。 你别太过分啊, 白玉生。 白玉生贪了贪手, 怎么叫过分, 这叫争取自己的合理权益。 哦对, 还有内。 酷, 一并脱了吧。 沈之言微微偏头瞄了, 站在自己身边的小姑娘一眼。 哎, 白玉生, 你还真让他脱啊? 他脱了, 你敢看吗? 宋允站在后头嚷嚷着, 白玉生转头莫名地看了他一眼。 他敢脱我为什么不敢看? 宋允一夜, 你觉得他会脱吗? 他要真脱了, 我还敬他是条汉子。 白玉生转回脑袋, 中途和沈之言的视线撞到了一块。 啊, 他轻轻咳了一声。 先说好啊, 我没有这种癖好。 沈之言点了点头。 嗯, 理解, 理解, 什么理解? 你看你这一言难尽的表情, 看上去是理解了吗? 当然, 最后林浩尘也没有, 真随着白玉生的意思, 把自己多个精光。 把机车的钥匙往地上一丢, 一跺脚, 转身往湖心岛外走了出去。 七, 没股气。 白玉生拍了拍自己的手, 吃了一声。 白玉生确实是个牙子必爆的性子, 但玩腻了, 也就对他没什么兴趣了林浩尘这个人, 在一起那会儿确实会装, 冷了会帮他暖手, 自己想吃什么网红奶茶, 他也会在寒风中排上几个小时的队, 给他带。 但也就止于此了, 没从白玉生身上占到多少便宜, 又有其他软香头怀送抱。 要出轨就出轨, 还觊觎着白玉生那点钱, 挺让人恶心的。 他没了继续玩的心思, 刚抬头想谢谢沈志言, 男人已经先他一步往庭院走了回去。 那个, 白玉生小跑了两步, 追上沈志言的步子。 沈志言脚步没停, 重新回到了乌舅墓下, 从刚刚那个男生手上抱回了小淡奶。 怎么了? 他调整了个姿势, 尽力让小猫能被抱得舒服一点。 挺矛盾的。 明明面对人的时候, 一副漫不经心又不以为意的样子, 升陷冷得像化不开的冰, 就算是处在燥热的七月盛夏, 和他说上几句话, 整个人都能凉下来。 但是对猫的态度就截然不同了。 白玉生没忍住, 朝着他手上的三花看了过去。 他觉得之前在KTV第一次见沈志言那会儿, 在门背后听见沈志言对小三话说的 恃宠而骄一点都不过分。 毕竟能让沈志言放下身段伺候着的, 他是挺有资格的。 但乃舔了舔自己脖子上的长毛, 喉咙里咕噜噜叫唤着, 猫的魅力就这么大吗? 白玉生不受控制地上手去拍了拍小猫的脑袋, 这倒是他第一次触摸到三花, 手感比印象中的还要柔软细腻, 像绵密的丝绸。 啊, 猫猫捅之事件。 白玉生突然意识到自己在干什么, 他后撤了一步, 抬头漠然撞进沈志言略带玩味的眼神里。 沉睡万年的琥珀在树荫下成了一滩幽静的深泉, 此刻他颇为意味深长地盯着自己, 输的, 他轻笑了一声, 叫住我就只是想玩猫。 啊, 白玉生这才想起来自己的目的, 他连连摆了几下手, 从鞋跨包里拿出自己的手机。 我就是想认识一下你。 靠! 白玉生在心中把自己骂了一顿, 这是什么屠狗搭讪方式啊? 也不看看对方是谁。 不是, 我就是想多了解一下你。 OK, 他不说话了, 越描越黑。 白玉生小心翼翼地掀起眼皮, 朝着沈志言看了过去。 果不其然, 他眼中的玩味意思似乎蕴染得更开了。 沈志言挑了挑眉, 也没说行还是不行。 白玉生收回自己的手机, 掌心冒了一层丝丝密密的汗。 不行的话, 韩清燕, 给他吧。 嗯, 刚刚帮忙照顾淡奶的男生, 从树下走了出来。 男生看上去年纪不大, 但身量却不矮, 和沈志言比倒还差了几寸, 他的皮肤呈现为健康的小麦色, 嘴唇抿成一条线, 不说话的时候, 显得有些冷酷。 他从口袋里拿出一部手机, 解了锁, 对着白玉生的二维码扫了过去, 行了。 白玉生愣愣地把手机收了回来。 就…… 这么简单吗? 他低着脑袋, 看了眼自己的手机屏幕。 新的好友一栏亮起一个红色的小点, 他点了进去, 好友申请人最上端, 跳出一个小猫头像。 看上去与沈志言完全不搭边。 虽然沈志言平时喜欢抱着猫, 但白玉生依旧觉得, 他总不会把自己的微信号 都装饰得花里胡哨的。 况且, 查了那么多天的资料, 他也没在拿本书, 或者期刊论文, 或者采访报告里, 看到过沈志言喜欢猫啊。 白玉生输了一口气, 庆幸又有些失落的情绪, 漫上心头。 他就说嘛, 像沈志言这种人, 怎么可能会轻易把自己的微信号 摆摆给出去了。 这一看, 就是给自己打了个幌子。 耳边传来一声小猫叫, 三花脖子上的小铃铛 也跟着叮咚作响。 沈志言轻轻挠着淡奶的下巴, 转身往庭院处走了回去。 梅书瑶, 这两位客人, 你费点心思。 他顿了顿, 继续说道。 还有, 外面那个女人, 你也处理一下, 对我们庄园名声不太好。 站在宋允身边的梅书瑶, 微微欠身, 硬了下来。 好的, 小沈总, 白玉生, 宋宇, 他俩对视了一眼, 眼中无一例外, 尽是愕然。 你听见梅老板喊什么了? 小, 小沈总。 所以, 这个庄园其实他骂的是 沈志言的家产骂。 白玉生忍了忍宋宇那台 麦凯伦的声浪, 被梅老板客客气气地 送出了庄园门。 复古铁栅栏 在他们身后缓慢关闭, 将探出头的亮晶女帧数 挡在了园子后边, 天月湖亮着静谧的波纹。 白玉生从包里拿出手机, 重新把沈志言的名字 丢到了浏览器中搜索。 人物关系。 沈行之, 父亲, 楚清烟, 母亲, 沈灵生, 爷爷, 沈行之。 有点耳熟, 白玉生盯着弧心大桥的终点, 整理着脑袋中混乱的记忆。 思绪抽丝剥茧, 最终回到了烟红山山庄 引擎呼啸的那个夜晚。 好像, 沈志言撞完车走之后, 说的就是, 都记沈行之账上。 爱大明星, 你知道沈行之吗? 宋云一手支在车窗上, 指尖抵着自己的唇角, 另一手随意地握着方向盘, 他们开到了弧心大桥的尽头, 红灯亮起, 那让白玉生感到有些尴尬的引擎声浪, 这才静了下来。 有点印象, 好像听我爸提过几次, 怎么了? 白玉生看完了沈行之的简介, 没什么特别出众的点, 百度百科就一句简单的沈灵生之子。 和沈志言一样, 没有一张照片。 怎么的? 沈家人就这么低调的吗? 他撇了撇嘴, 摁进了一旁楚清烟的词条里。 楚清烟, 临下清之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总裁。 我靠! 白玉生没忍住踹了麦凯伦一脚。 宋云, 说话就说话, 踹我车干嘛? 沈志言的母亲居然是清之的掌门人吗? 宋云插了脚, 一脚由门踩了出去。 麦凯伦滴滴咆哮了一声, 在红灯还没有熄灭之前冲出了停止线。 他赶紧吻了一把, 猛踩刹车, 勉强避过了人群的尾巴, 正正当当地停在了斑马县的中间。 我没听错吧? 是我知道的那个清之吗? 白玉生刚刚被巨大的惯性, 卡得小腹一阵生疼。 他嘀嘀骂了一声, 不然还有哪个清之? 信号灯转绿, 宋云把之前吊锅铛搁在车窗上的手收回, 两只手十分守规矩地握到了方向盘上。 难怪, 我再也不骂沈志言逼亡了, 设身处地地想想, 我要是清之的公子哥, 一天不装八百个比我心里过意不去。 白玉生单手捏了捏自己的耳垂, 冲着他翻了个白眼。 他有点小犹豫, 还要不要把沈志言作为自己的毕业论文选题。 毕竟就这么接触下来, 他给的惊喜实在是太多了。 而且, 你看看, 这是能写进兴志严谨的毕业论文里的吗? 虽说犹豫是犹豫了一会儿, 但白玉生确定下来的东西 基本不会有再变动的可能性。 他又把自己关在了自己的房间里, 琢磨了小半天, 干脆丢开沈志言那张脸, 和他那劲爆的人物关系, 终于捋顺了自己的大纲。 思路一整理干净, 整个人都神清气爽。 他伸了个懒腰, 这才发现有不少人给他发了消息。 他点掉没什么营养的公众号 与营销号的消息, 整个聊天栏都干净了不少, 最上面是舒一池的消息, 后边跟着的红色小数点 以每三秒一条消息的速度迅速增长。 舒一池 发现一家帅哥云集的酒吧, 速来 舒一池 位置信息, 零下古早酒吧 舒一池 视频消息 白玉生随便点开了一条视频, 手机音量忘记关低, 震耳欲聋的音响声 混杂着旁人尖锐的喊叫声, 吓得他差点没握住手机, 给甩了出去。 酒吧内的灯饰, 不像寻常嗨把那样, 以高饱和度的射灯为主, 看上去更像是劲把的配置。 光条顺着墙体的走势, 主调是暖黄色, 酒柜处的酒液在光条的映射下, 反射出细碎的光点, 酒柜的设计也十分巧妙, 那一面墙像是浩瀚的宇宙星河, 也像是元宵节占满孔明灯的夜色。 不过更夺人眼目的, 是视频中央的横排桌。 这家酒吧没有喧闹混乱的舞池, 也没有扰人的DJ喊声, 音乐随机, 中间的横排桌就是展示的舞台。 没有限制, 谁都可以上去。 白玉生一连看了几个视频, 视频的主角无一例外, 都是一个身穿白T恤的男孩。 确实长得十分精致, 看上去不过二十左右的年纪, 面容还没褪去青年人的稚气, 力道刚柔兼备, 明明是一支女团舞, 却不显得娇气, 要是放在以前, 白玉生确实觉得这张脸很不错。 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了。 她的脑袋偏向了一边的笔记本, 文档的最上方还挂着她自己修复的沈志颜的照片。 有了沈志颜打头阵, 其他的都缺点味道。 不过, 身体还是很实诚, 她随意收拾了一把, 画了个淡淡的妆容, 往数一迟发的位置赶了过去。 古早酒吧, 坐落在零下西江休闲步道区边上的酒吧街里, 顾名思义, 这整条街主营业务就是买醉, 店与店之间都是竞争对手, 没有点创新能力, 还真不能在这个残酷的市场里生存下来。 原本白玉生以为, 古早只是这家酒吧走的类型, 类似复古风的那种。 等到她到了地方, 看到了酒吧门口淡雅的小招牌, 这才意识到古早是这家酒吧的名字。 小招牌白底黑字, 古早两个字写在正中央, 像精心修剪的景观盆栽, 枝丫囚禁, 边上空了大片的留白。 看上去与刚刚舒逸迟发的视频, 完全不搭边。 她抿了抿唇, 推门走了进去。 尽管门口挂了一颗小风铃, 但酒吧内嘈杂的音乐, 还是盖过了那没什么存在感的风铃声。 有适者在门口吼着, 对着刚进门的客人微微欠声。 您好, 请问您是一个人来吗? 我朋友在这儿。 可以麻烦您出示一下身份证件吗? 白玉生。 她微微一愣, 转眼在面前的装饰镜里, 看见了自己的模样。 女孩的长相本来就文气, 流畅的鹅蛋脸脸型, 鼻尖与唇形都是圆润的, 没有半分攻击性, 反而眼尾微微上扬, 弱化了几分稚气, 添了一层魅。 但白玉生偏偏给自己画了一道下垂的眼线, 把最后一丝魅气都遮掩了去, 像一只无辜的马尔基斯小狗。 她撅着嘴, 吹了下刘海。 好吗? 被当成未成年人了。 她在包里翻找了一顿, 没找到任何一张, 能够证明自己已经成年的证件。 眼看逝者的神情越来越怪异, 她干脆直接打开了自己的手机, 调出了电子身份证。 没带身份证, 电子的行吗? 逝者比对了身份证照片和出生日期, 这才收起了她怀疑的神情, 换上了职业性的微笑。 好的, 那需要我带您过去您朋友那边吗? 白玉生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机, 她刚刚给舒逸池发了自己快到的微信, 这会儿聊天框里没有半条消息。 简而言之, 她也不知道舒逸池他们这会儿在什么地方。 她探着脑袋往那场看了过去。 就这么一眼, 视频里的横牌桌就不下四五张, 那场光线昏暗。 她隐约能看到横牌桌上有人扭动着他们的腰肢, 混着爆裂的鼓点, 跳着热烈的舞。 白玉生轻咳了一声。 不用, 我自己找找。 试者点了点头, 那您自己小心一点。 她又欠了个身, 站回了自己的岗位上。 与此同时, 门口的风铃声一阵轻响, 零下炽热的风从门外偷溜进来, 缠住了白玉生的脚踝。 她没有回过头去看门口的情形, 自顾自往那场走了进去。 舒逸池并不难找, 哪边跳舞的帅哥最多, 往哪边忙就是了。 白玉生一排排找了过去, 终于在距离调酒台最近的卡座里, 找到了喝嗨了的舒逸池。 舒逸池左手卡着一个男生的脖子, 右手拎着自己的酒杯, 头发乱得不成样子, 眼下浮着一层淡淡的薄红。 白玉生扎了扎嘴, 先绕到调酒台那边, 向调酒师要了一杯低度数果酒, 接着才慢悠悠地晃了回去。 舒逸池这下终于认出了白玉生, 他捏着拳头推了身边的男生一把, 揪着白玉生的后镜给人扯了起来。 哟, 大忙人这会儿终于有空出来聚聚了。 白玉生没忍着舒逸池, 丝毫不客气地裹了他, 抓着自己的手一掌。 松开, 不碍了就这么明显吗? 白玉生抱着自己的果酒, 清拧了一口。 酸甜口的酒液混着气泡, 在舌尖轻轻化开, 一路落到了他的腹中。 喝上去度数不低, 灼烧感闷在了胃里, 却也不难受。 他来这里的墓地极其单纯, 只是在房间里待久了, 是时候得出来喘口气。 绝对不是因为什么美男。 嗯, 绝对不是。 他超距离自己最近的横牌桌看了过去, 那边依旧喧闹, 横牌桌上的男生女生舞得奔放又热烈。 突然, 他的视线落到了暗处的某个角落, 光线在那个地方戛然而知, 他只能看见那人搭在沙发上一只骨节分明的手。 手腕上的腕表折射出一道暧昧的光, 向潜伏在幽深近处, 蓄势待发的猎手丢出的诱饵。 白玉生盯着那片虚无看了一会儿, 搁在一旁的手机嗡嗡震动了两声, 他这才惊醒了似的收回视线。 来电提示, 袁紫怡, 她仰头将酒杯中的酒液一饮而尽, 起身去了卫生间。 喂, 学姐, 声声, 你拜托我的事情, 我帮你问了。 但是沈志言的信息确实少得可怜, 外界对她的关注度也不低, 但是除了她的画作, 好像也没扒出什么东西。 算是意料之中, 袁紫怡是白玉生的师姐, 大她两届, 在学校的时候就已经有了不小成就, 毕业之后自己开了画室, 国画界内暂时排不上名号, 不过在圈内也算是小有名气的天才新人。 她也没抱什么希望。 白玉生举着手机画筒, 盯着卫生间内的巨大化妆镜, 有些出神。 面无表情的时候, 那道下垂的眼线也失去了她的弱化作用, 锐利的锋芒悄然展露。 那她开的画室呢? 叫淡奶画室。 对面传来一阵稀稀苏苏的声响, 过了一会儿, 画筒里才有人声传出。 确实是有这么一个地方, 好像是沈志颜回国之前办的, 没有走传统画室道路的意思, 应该不招人。 白玉生点了点头, 两个人又扯了些有的没的。 过了五六分钟, 这通电话才被彻底挂断。 还是一点信息都没有啊。 她打开水龙头, 给自己冲了个凉。 虽然酒吧内开了制冷空调, 但还是不能够完全把七月的热浪完全抵挡在外。 她懒得擦干净水珠, 直接甩着手就走了出去。 走廊内光线不是十分明朗, 每隔半米亮着一盏复古小台灯, 有人松松垮垮地靠在门框边上, 手里无意识地把玩着一枚做工精致的小铃铛。 手腕处的百达斐力影半只眉在衬衫袖口, 露出的另外半光流转。 白玉生愣在原地, 甩手的动作也静了下来。 她放轻了呼吸, 微微仰头, 撞上了她微妙的视线。 沈志颜直起身, 将铃铛收回了自己的口袋中, 她半抱着手臂。 听说, 你到处向人打听我。 虽然白玉生知道这很荒谬, 不过在那个瞬间, 划过她脑海中的也就一个想法。 靠, 这家酒吧不会又是这位公子哥名下的产业吧? 她下意识地把自己的手机往身后藏, 空着的那只手挠了挠自己的脸侧, 手上还沾着没甩干净的水珠, 落在脸上丝丝蜜蜜地痒。 真巧啊, 难得出一次门都能碰到你, 还每次都不是什么这儿八斤的场合。 不过后面一句话, 白玉生没有说出口。 卫生间的走廊离那场有段距离, 那边的喧闹声传不到这边, 这会儿也没什么人来上厕所, 整条走廊寂静无声。 边上朦胧的装饰灯柔和了沈志颜存在感极强的面部线条, 碎发落在她的额前, 中间一点精致的美人肩, 周围的氛围厚重了起来。 嗯, 像是直接从鼻腔中发出的声音音质低沉磁性, 他冲着白玉生身后抬了抬下巴。 光是我的联系方式还不够吗? 沈志颜身量很高, 至少对白玉生来说是如此。 他微微低着头, 刘海的阴影随意散漫地落在他的脸上, 光影错落, 开始寄予我的房产了。 白玉生下意识往后退了一步, 被人抓包的心虚感悄然慢了上来。 什么房产? 他回想了一会儿刚刚电话的内容。 啊, 说的是画室吗? 白玉生回了神, 那既然这么说了, 他直接点了点头。 嗯, 沈志颜微微挑眉, 似乎没想到女孩还真硬了。 想问问你们画室招不招人? 白玉生脸上的表情十分诚恳, 不像是开玩笑。 沈志颜抱着手臂沉硬了一会儿。 你想来, 嗯, 可是我为什么要收你? 白玉生憋了憋嘴, 这算什么? 怎么一种自己在接受求职面试似的? 啊, 会画画。 沈志颜里了李衬衫上的袖扣, 抽空瞄了他一眼, 眼里没半点情绪白玉生总觉得这么一眼是在嘲讽他。 他这行为不是在大神面前扳门弄斧吗? 比他会画的人多了去了, 会养猫吗? 啊, 会, 养猫, 妈。 沈志颜看上去耐心十足。 所以, 你那是缺了的保姆吗? 白玉生听见自己身前的男人轻轻笑了两下, 不太明显, 更像是气流从鼻腔里跑了出来。 差不多吧? 差不多吧? 说什么话呢? 所以就是来拉廉价劳动力。 哦不对, 甚至不能说是劳动力。 他白玉生是这样容易屈服的人吗? 我完全没问题。 白玉生养着脑袋, 一口硬了下来。 嗯, 他就是这样的人。 白玉生回到舒逸池边上的时候, 横排桌上已经换了一批人了。 舒逸池似乎嗨久了, 这会儿神情奄奄, 搭拉着脑袋仰靠在沙发上。 他抬眼往沈志言之前坐的位置看了过去, 那片角落里的灯亮了不少。 依系能见到几个男生围在一起摇头子, 看上去有些眼熟, 和那天晚上在KTV里的似乎是同一帮人。 沈志言敞着腿坐在正中间, 懒懒散散的, 好像对头子并没有多大的兴趣。 好像只是赏个脸坐在这里镇场子似的。 这里看上去没那么早结束, 白玉生先是向一旁的侍者要了一块小毛毯盖在舒逸池身上。 自己起身重新回调酒台要了一杯酒, 酒杯被冰球滚过, 浸了一手的凉意。 他的思绪不断被扯回刚刚那条光线昏暗的走廊。 沈志言丢出的命题似乎只是一时兴起, 他也没料到白玉生还争一口气就硬下了。 空调的冷风吹不到卫生间的走廊, 他干脆折起了自己的衬衫袖子。 这会儿凑得近了, 白玉生才看清楚他小臂上若隐若现的那几道红痕。 距离KTV那一晚已经过去了少说小半个月, 再怎么伸的伤痕也应该有所好转。 这看上去像是最近新天的, 覆盖在之前那几道已经变浅粉色的就伤伤。 他的皮肤偏冷白, 这三道鲜红的爪痕像沾染在雪地上的几朵红眉, 添了一分触目惊心的美。 死! 他想起了沈志言经常抱在身边的小三花。 这看上去乖得不行的董事长, 原来脾气这么烈的吗? 白玉生突然有点小后悔。 沈志言掀起眼皮腻了他一眼, 似乎看穿了他心中所想。 他拖着调子, 慢悠悠地吐出了一句话。 行, 有空直接过来。 就! 这么简单吗? 沈志言丢下那句话, 继而转身就往内场的方向走了回去。 他腿本来就长, 迈得步子极大, 白玉生似乎一直都是跟在后头跑的那个。 去哪儿? 你不是基于我的话是吗? 沈志言脚步没停, 还是说你还基于湖心岛庄园? 倒也不是。 他停下了脚步, 白玉生没来得及杀住车, 直直地撞了过去男人的肩背宽厚, 看上去有在常年健身, 肌肉线条流畅结实, 这下砸得不轻, 白玉生整个人都往后亮腔了一下, 他捂着自己的鼻子, 刚想仰着头把夺眶而出的眼泪给憋回去, 却猝不及防对上了沈志言那双淡薄又含着笑意的眼。 这回周身萦绕着的是淡淡的烟草香味。 大代他只是出来抽个眼, 然后刚好听到自己的电话了。 白玉生捂着鼻子, 莫名走了神。 原来沈志言这样的, 也会抽烟吗? 沈志言抬了抬手, 将白玉生额前的碎发拨开, 挂到了耳后, 指尖微凉, 刮蹭到他的耳垂, 若有若无的痒。 人哪, 就不要太贪得无厌了。 我他妈! 白玉生闭了闭眼, 忍下了即将脱口而出的骂骂咧咧。 舒逸池躺了一会儿, 好像充满电了似的, 端着酒杯又能再战八百回。 他这才注意到, 白玉生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回来了。 他下意识往白玉生的身上沾。 终于啃回来了, 我还以为这个地方不合你胃口, 直接走人了呢, 我们刚刚在玩游戏, 你一起吗? 白玉生捏着鸡尾酒杯抿了两口。 算了, 手气不太行。 对了, 小池, 你知道怎么养猫吗? 舒逸池奇怪地看了他几眼。 你看, 我是会照顾小动物的人吗? 而且, 做一个资深猫奴, 你不得比我有经验。 白玉生点了点头, 那倒确实, 但我这之前不是只能芸汐猫吗? 怎么了? 你要养猫吗? 你爸终于同意了。 差不多吧, 就是帮别人养就是了。 他抱着手臂沉思了一会儿, 决定点开微博, 去找之前丢在收藏家吃灰的养猫指南。 顺便编辑了一条微博发了出去。 与白玉生这边的忧愁截然不同, 沈志言轻松地像是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似的。 他回到位置上的时候, 那群人已经开了新的一轮头子。 哎, 沈志言, 刚刚干嘛去了? 这么长时间才回来。 彭霄捏着头骨, 随意晃了两下, 摁在了桌面上。 五个三, 沈志言向逝者要了个干净的杯中, 他对大话头没什么兴趣, 只是看着他们一群人玩。 出门遛了的小狗。 彭霄, 沈志言偏了个头, 朝着另一边的齐拙, 招呼了一声。 齐老八, 待会儿回梧桐院收拾一下, 整一间房间出来。 齐拙, 怎么了? 有客人要来吗? 嗯, 招待一个小姑娘。 彭霄凭空猎切了一下, 他瞪着眼睛, 全然不顾酒桌上其他人喊了什么。 什么小姑娘? 你不是才回国半个月吗? 那么快就勾搭上别人了。 你烦不烦? 彭霄挥了挥手, 直接开了头骨, 点数都没看清楚, 直接灌了自己两杯满当当的酒爱。 你们自己玩, 我和沈哥叙叙旧。 他一手搭着沈志言的肩膀, 自顾自叙叙叨叨着。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你还挺牛的, 明明混到不行, 外界对你的评价还折仙似的。 我看了都替你感到不好意思。 对了, 你最近怎么都穿长袖衬衫了? 出个国回来, 还敢信了。 被猫抓了, 遮个印子, 叫你那买四合院附带的野猫。 沈志言半合着眼, 没什么情绪地嗡了一声。 还没养熟呢? 慢慢养呗, 找什么急? 什么时候脾气变这么好了? 都被挠成这样了。 你懂什么? 大概是猫太爱我了。 彭霄。 但至于沈志言为什么要养猫, 这事儿没人知道。 只知道沈志言再没回国前三个月, 就在临下整了套四合院。 四合院的前主人, 是个精神绝朔的小老头。 每天的兴趣爱好, 就是招猫遛狗。 但奶奶一窝, 是在房屋产权交接的那一天出生的。 小老头觉得这个寓意好, 挑了只最漂亮的长毛三花, 留在了四合院里, 一直照顾到沈志言回来的那一天。 但奶这个名字, 也是小老头给取的, 只是沈志言实在叫不出口。 再者, 三花本来就是这套四合院的原住民, 他干脆喊上董事长了。 这么说来, 其实沈志言和董事长, 也只认识了小半个月不到的时间。 小猫并不惹人讨厌, 只是脾气凶了些。 他从口袋里摸出自己的手机, 目的性极强地点进一个有几万粉丝数的日常博主首页。 博主两分钟前刚发了一条新的文字微博。 有有们, 问一下照顾小猫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第二天, 白玉生起了的大早, 他哼哧哼哧收拾完自己的行李下楼的时候, 刚好碰见坐在餐厅端着咖啡看财报, 十天半月难得一见的白鸿鸣。 哟, 这是要去哪呀? 白玉生把行李箱挪到玄关。 干活呢? 您今天怎么有空在家里吃早饭了? 白鸿鸣给看到一半的财报, 做了个标记, 把平板放到一边, 摘下了挂在鼻梁上的眼镜, 揉了揉眼眶。 除了眼角以及额头上的细微纹路, 也没有这个年纪常见的啤酒度, 丝毫看不出眼前这位男人已经年近五十。 他喝完了最后一口咖啡, 起身理了理自己的衣角。 今天不着急上班, 刚好去见个人。 白鸿鸣朝着玄关处内抬了抬下巴, 要不要顺便把你一起送过去。 白玉生转身进厨房, 随便拿了盒鲜奶, 又去早餐机上拿了片已经烤好的面包片叼在嘴里。 不用, 我自己开车, 方便一点, 您忙您自己的。 他刚拆开鲜奶, 这才发现居然和之前在沈志言那套四合院里看到的鲜奶是同一个牌子。 他撇了撇嘴, 面无表情地喝着, 行。 交流戛然而止。 白鸿鸣生意场上的事情不守, 难免忽略了自家的女儿, 白玉生母亲走得走, 他也不知道要怎么照顾自己的孩子。 要是说是个男孩还好, 不老实了打一顿就行, 可偏偏白玉生是个女孩, 他怎么说也很不下心。 越是心疼, 越不敢接触, 越不敢接触, 两个人的距离便渐行渐远。 好在白玉生这些年也没有不让他放心的地方, 甚至懂事的让他有些不安。 白鸿鸣先出的门, 等到门口的声响散尽, 白玉生这才拉上了自己的行李, 往停车库的另一个方向走。 他略过一众或高调或低调的豪车, 在车库的一个小缺口处, 扒拉到了自己的座驾, 一台武林宏光迷你, 没什么其他原因, 主要是白玉生实在懒得研究倒车入库, 与侧方位停车, 小车型哪都可以塞, 没什么麻烦, 十分符合他的需求。 沈志炎的梧桐院有些篇, 从白玉生所住的南西庭院出发, 开车得划上一个半小时, 这个时候, 没什么人会往那边走, 路上车辆并不多, 算上白玉生的小迷你也就前面那辆八代长轴幻影。 车牌有点眼熟, 好像是, 自己老爹的车来着, 白玉生踩了一脚刹车, 总该不会这要巧, 但事实证明, 有些事可能真就这要巧。 白玉生跟了前面那辆八代长轴幻影一路, 眼睁睁地看着他, 驶入那片熟悉的梧桐林, 又眼睁睁地看见白鸿鸣从车上下来, 在眼睁睁地看着那天招待自己的男孩, 极其熟忍地把自家老爹给客客气气请了进去。 白鸿鸣进去之前, 还在四合院门口顿了顿, 微偏脑袋, 刚好与坐在五菱红光mini里的白玉生对上了视线。 他轻轻扣了扣四合院的木质门框, 抬脚跨了进去。 这是让他赶紧跟上的意思。 白玉生深呼一口气, 把自己的小座棋在梧桐树底下停好, 拉了行李箱, 乘着男生还没关门前溜了进去。 四合院的庭院布局好像又改变了一点, 但具体哪里发生了变化, 白玉生还真说不上来。 白小姐, 您直接进去就行, 行李我来帮你。 白玉生下意识抠了抠脸颊, 里面是不是还有客人? 我要不在外面等等。 但其实白玉生自己也不知道他在怕什么。 自己来这里是有正当理由的, 这会儿怎么搞得像被捉奸了似的。 白玉生, 白鸿鸣的声音透过沉重的雕花木门, 传到白玉生耳边, 不怒自威, 进来。 行吧。 白玉生半拔着门框, 抬脚挪了进去。 那时和之前差得不多, 沈志妍依旧位居上座, 三花握在他的大腿上打着盹。 唯一不同的是, 沈志妍今天穿了一身正儿八经的心中式西装, 和之前上微博热搜的那张照片不同。 上衣墨色渐变, 在一百处绣了几株建筑, 白色袖口内折, 不仅不显臃肿呆板, 反而添了几分竹的高雅, 明明和白鸿鸣差了一倍, 气势上却半分没熟。 白玉生轻抿着唇, 坐到了白鸿鸣边上, 不动声色地将沈志妍上上下下打亮了一番, 并且给出了瑞评。 今天倒是打扮得人模狗样的。 时间过得真的挺快, 自从你搬出南西庭院, 这都十多年了呀。 白玉生有一个习惯, 就是白鸿鸣说话的时候, 不管他有没有在听, 都下意识会在他一句话结束的时候跟着点头。 这次也一样, 白鸿鸣转过脑袋, 感到有几分好笑。 你点什么头? 你那时候才几岁啊? 你记得吗? 白玉生, 他这才反应过来, 什么? 沈志妍之前, 难不成还和自己一个小区的吗? 不过这说起来, 你不是说你出门干活吗? 你怎么来这儿了? 白玉生朝着沈志妍的方向挪了挪嘴。 您问他, 这不是被抓来干活吗? 沈志妍一手搭在小猫的脊背处, 另一只手搁在木椅的扶手上, 轻挫了一口茶。 哎, 那还真巧, 正好这段时间公司事情比较多, 顾不上你, 让小沈帮忙照顾一下, 我也放心。 白鸿鸣一拍膝盖, 说起来, 你俩小时候还认识呢? 他摸着下巴, 似乎陷入了一段久远的回忆当中。 这看来, 白鸿鸣对沈志妍私底下是个什么样子, 也不甚了解。 甚至还狠。 放心。 趁着这个单, 白玉生抬眼往沈志妍的方向望了过去。 男人垂着眼, 注意力似乎完全不在自己这边, 碎发的阴影落在他额前, 唇线笔直, 漠然又轻妄。 他似乎感知到白玉生的视线, 抬头朝着他的方向望了过来, 唇线有了弧度。 两个人的视线在空中短暂交接, 白玉生轻壳一声, 率先转移了目光。 你们的母亲, 还给你们订个娃娃轻? 白玉生? 这真的合适吗? 沈志妍好像终于找到什么有趣的事情似的, 嘴角擒着一丝玩味的笑意。 搞什么? 看上去, 他还挺开心的。 不是, 我真的没什么印象。 嗯, 毕竟那个时候你还小, 理解。 沈志妍拖着调子, 语气有些欠。 白玉生瞪圆了眼睛。 我这不是在帮你吗? 你捣什么乱? 三个人扯了些有的没的聊了一会儿, 白玉生全程闭着嘴, 要么是随意应付上两句。 大部分时间, 他都在默默打量着沈志妍。 确实和之前遇到他的样子截然不同, 谈吐得当, 完全看不出他私底下的慵懒与随意。 就好像那些专门在长辈面前装乖的坏小孩。 白玉生颇有些不屑, 抱着手臂轻淒了一声。 不知道过了多久, 会客室的门被敲响, 白红明的秘书走了进来, 凑在他身边, 巧声说了几句, 白红明皱了皱眉, 微微点头。 他招了招手, 秘书欠了欠身, 退了出去。 出了点急事儿, 我得回去处理。 白红明放下手中的杯盏, 见两个小孩做事起身, 忙不迭挥了挥手。 你们就坐着好好聊吧, 不用送了。 说吧就大跨步往会客室外踏了出去。 室内重新陷入安静, 白玉生捏了捏衣脚, 有些尴尬。 有话要说, 沈志颜腻了他一眼, 见他一副憋了一肚子话的样子, 不禁好笑。 那什么, 咱们那会儿真的认识吗? 应该是我爸乱扯的吧。 沈志颜俯下身, 把小三花放到了地上, 拍了拍他的尾巴根, 往前撵了撵。 不知道, 也许吧。 不知道。 那你刚刚还这么? 我怎么了? 小三花撑在地上伸了个懒腰, 晃着自己漂亮的鸡毛胆子尾巴, 往白玉生的方向走了几步。 白玉生皱着眉, 好不容易才卡出来一个自己比较满意的形容。 一副记恨我把你给忘了的怨妇样。 小三花蹭了蹭白玉生的小腿, 轻轻喵了一声, 混着沈志颜那淡薄的笑。 有时间在这边拍我呢, 他站起身, 走到白玉生的边上, 往他的怀里丢了没做工精良的铃铛。 你不如考虑一下, 怎么开始你一天的工作吧? 嗯, 董事长都着急了。 铃铛声脆响, 原本黏在白玉生脚边的三花叫了一声, 跳到了他的膝盖上。 小猫的爪垫柔软, 指甲似乎也精心修理过了, 踩在腿上并不疼, 反而像踩在上头按摩似的。 白玉生本来就对小猫没什么抵抗力, 他两只手握着小猫的脑袋, 熟练地揉着他的下巴。 这个铃铛是董事长的玩具, 用这个叫他会比较方便。 以及, 你带行李来这里做什么? 白玉生抱着小猫一阵揉搓, 听到沈志颜的问题, 还顿了半拍。 啊, 给你干活, 这还不包吃住的吗? 身前的男人立在原地, 嘴角微微上扬, 笑得十分狡黠。 什么时候答应你包吃住了? 这, 好像确实没有啊。 不是, 你知道你这四合院有多骗吗? 哦, 沈志颜顿了顿, 川唐峰自会客厅的正门, 而来, 微凉, 激起了白玉生一层。 他感觉有些不太妙。 从沈志颜嘴里说出来的, 总归不会是什么好东西。 沈志颜的站位, 对白玉生来说逆着光, 他的头发蓬松柔软, 背后的光, 给他染了一层蛋黄, 面中那点痣, 也隐没在了阴暗处。 他俯身朝前, 光线穿过他耳朵的皮肤, 隐隐粉粉, 与他一身清冷感, 有些矛盾。 他的耳朵真的很薄, 一点光就能穿透, 甚至无法辨别出, 这是不是真的被光染了红, 还是其他什么原因。 白玉生抽了抽鼻子, 发现这回的酒香不甚浓郁, 中间混着些许藏红花香沈志颜的声音, 有些蛊惑。 好像从白鸿鸣离开之后, 他就撕下了那层清高文人的伪装, 又重新带了些慵懒劲。 那看在我们订过娃娃亲的份上, 出门左拐第一间房归你了。 还有, 我们这儿呢, 现在加上你, 也才三人一猫, 院子比较大, 你可以随便玩, 只是西边那间书房你得小心一点。 白玉生表示理解, 屋子大了, 总得闹点什么鬼对吧。 不过, 咱们这儿只有三个人吗? 沈志颜微微偏头, 怎么了? 闲人少? 不是。 他想起来之前袁子怡对他说的话, 不是本来就有三个人的吗? 沈志颜轻恩了一声, 调查这么仔细, 确实还有一个, 不过被拉去湖心岛开荒了, 你上次见过? 啊, 就是那天在湖心岛庄园见到的那位小麦皮冷酷小哥, 好像是叫韩清燕来着。 不过, 开荒是什么东西? 沈志颜不知道什么时候收起了嘴角的弧度, 清冷感重新占据主岛, 藏红花的独特香味渐渐发酵, 又成了那股勾人的酒香。 还有问题吗? 声线不咸不淡, 就连刚刚那点含着的笑意也消失殆尽。 那个西边书房呢? 没什么, 里面的也就放着几幅古人真迹, 虽说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 怕你不小心碰坏了, 得留在这儿给我打一辈子弓。 白玉生。 沈志颜后撤一步, 两个人的距离拉开, 穿堂风掠过白玉生的耳畔, 呼呼作响。 落进惠客室的光束, 勾勒出人影的形状。 室内暗了一瞬, 沈志颜消失在惠客室门口。 白玉生怀里的小三花, 像是终于能释放天性了, 勾着自己的爪子, 去抓落在白玉生身前的那束碎法。 一人一猫大眼瞪小眼, 白玉生胡乱揉了一顿小猫的脑袋, 终于是没忍住将小猫悬空抱起, 整张脸埋进了小三花柔软的腹部。 小猫身上干干净净, 看上去沈志颜照顾得很细心, 没有排泄物的意味, 反而全是猫粮的奶香味。 不过他似乎忘记了董事长的脾气并不好。 小三花发出了几声低沉的呼噜声, 警告意味明显。 白玉生抓着他的两只手, 在他彻底生气之前探出了脑袋, 又把他抱在怀里, 安抚性地揉了一顿。 上次来这里太过于匆忙, 白玉生只来得及匆匆看一眼前庭的造景, 这回才发现不只是前庭, 整个四合院都被人精心布置了一番, 院子中的景观直看上去也经过细致考究, 错落有致。 他抱着小猫往后院摸了过去, 后院看上去没有前庭精致, 随意又凌乱的景致, 融合了日式的枯山水与金鹿, 竹质的金鹿轻声敲着, 铺陈了一片幽远的异景。 他在枯山水边上的石泉处看到了那个接待自己的男生。 应该就是这个四合院里三个活人中的第三个人, 他也注意到了站在拱门下抱着猫有些拘谨的白玉生。 齐卓将手中的毛笔放在石泉中洗了洗, 挂到一边的木质笔架上, 墨色在水中绽放成一片墨花, 渐渐与泉水融合, 继而化开。 他起身朝着白玉生点了点头。 白小姐, 白玉生空出一只手招了招, 他这才注意到那个男生面前架着一张石桌, 宣纸垂落到地上, 依稀能看见只上几排起整的墨字。 不用这么客气, 大家以后都是同事, 叫我白玉生就行。 后颈漫上一阵凉意, 一双手揪着他的后领子, 指尖微凉贴在他温热的脖梗上, 积了他一层鸡皮疙瘩。 谁和你是同事了? 是去而复返的沈志颜。 他好像只是回去换了身衣服, 上白下黑, T恤干净的没有一丝多余的点缀, 一身干净轻烈的少年气。 白玉生憋了憋嘴, 都在一个屋檐下工作, 不是同事是什么? 又是谁和你说他在这工作了? 白玉生。 沈志颜仰着脑袋, 朝着齐拙的方向道了一声。 齐老八, 你忙你自己的。 说吧, 勾着白玉生的脑袋, 将人往前停的方向带, 三花顺着他的手臂攀爬到他的肩膀处扒着, 呜呜了两声。 沈志颜挑了挑眉, 你这魅力看上去不太行啊, 不招董事长喜欢啊。 白玉生翻了个白眼, 你要不要把你的手拿开看一下啊? 沈志颜耸了耸肩, 一手拖在自己的肩膀处, 防止小猫掉下来, 另一只手变魔法式的, 指尖一翻, 从手背处转过来一块鸭肉冻干。 怎么了呢? 尹佑也是迎合董事长的一种方式。 白玉生亲戚了一声, 他倒是坦然。 对了, 为什么你叫他齐老八啊? 家中排第八吗? 白玉生养着脑袋, 最近天气热, 他在院子里逛了一圈, 额头上已经冒了一层细细蜜蜜的汗。 也不是他好奇, 只是现在已经是追求忧生忧郁的时代了, 零下也不是什么穷山僻壤, 什么大户人家呀养八个孩子。 沈志颜垂眸看了他一眼, 他叫齐拙, 家中排第二, 就一个哥哥。 那为什么不叫老二? 沈志颜一手拎着白玉生, 另一手须须扶着小猫, 身姿依旧挺拔, 像立在山巅的松木, 声音也如沉默。 因为他小时候发过一场高烧, 八岁才会开口说话。 啊, 白玉生倒是没想过, 这外号背后还有这样一层故事。 现在脑子不笨, 人目了些旧事, 还有, 收起你那可怜兮兮的同情心, 人家的身价不低。 他顿了顿, 一夫子能卖五位数吧。 白玉生, 两个人绕过偏院的石板路, 回到了前庭给白玉生收拾好的房间。 房间南北通透, 房间门口搭着一层木板露台, 边上放着一套休闲小沙发, 中间撑着一把遮阳伞, 庭院处的角落还架着一个鞦韆, 看上去也有人经常打理。 鞦韆座位被收拾得干干净净, 架子上爬着白玉生叫不出名字的花榻吹了声口哨。 你们这儿员工待遇还挺好, 随便一间屋子都挺有格调。 沈志言把人拎到房间门口, 他半抱着臂, 懒懒散散地靠在门框边上。 他抬了抬下巴, 给你十分钟, 进去收拾一下, 看一下有没有什么不满意的。 不满意还能换吗? 沈志言半合桌眼, 把董事长从肩膀上捉了下来, 挂在手臂上抱着, 滴滴地沉吟了一声。 少得了便宜还卖乖, 不满意也给我忍着。 白玉生往房间门口走了一步, 又退了出来。 为什么是十分钟? 沈志言勾了勾三花脖子下的铃铛, 铃铛声响清脆。 因为你老板, 我, 饿了。 哗, 稀奇。 白玉生在门口迟出了一会儿。 可是, 九分钟? 可是我的老板是淡奶啊。 白玉生指了指他怀里的小猫。 沈志言。 沈志言, 嗯, 你老板也饿了, 是吧董事长? 他手欠似的拍了拍小猫的爪子, 但乃咧着嘴叫了一声, 抬爪子去拍沈志言的手。 看, 董事长饿了, 脾气还不太好。 白玉生。 行呗。 明明是一套四合院, 但沈志言似乎并不执着于复原中式风。 房间里面色调温暖, 更偏向北欧简约风, 家具多为圆润可爱的。 房间最大的特色是, 床对面两面通透的玻璃落地窗, 飘窗被砸起, 飘窗下搭着几个猫爬架, 落地窗外的林木微蕊, 阳光细碎, 像坐落于森林深处的小屋。 尽管半个屋子是玻璃落地窗, 但似乎材质比较特殊, 就算直接站在光下, 也并不感到有热。 房间内开着制冷空调, 温度适宜。 比起是给员工住的。 白玉生扒着门框, 探出了脑袋。 董事长不知道什么时候跑走了, 沈志言不怕热似的, 一个人坐在露台边上的那套小沙发上, 单手捏着一支烟, 指尖一点心红, 眼中情绪内敛, 叫人看不出他这会儿在想什么。 沈志言。 他微微抬起脑袋, 示意他有话就说, 你是不是隐婚了, 然后有个女儿之类的。 四, 烟头燃到了他的手指, 他大拇指轻点, 把烟给吸了。 什么东西? 白玉生指了指自己的房间。 不然, 怎么里面装修得这么好看? 沈志言抬眼, 腻了抬眼。 小姑娘脸淡红扑扑的, 咧着嘴笑的时候, 脸颊两侧有个浅浅的酒窝, 倒不像是不喜欢整个房间的意思。 我喜欢呢。 白玉生有些意外, 没想到沈志言还喜欢这样式的。 他一边晃着脑袋, 一边拖着吊子, 昂了一声, 沈志言见他还扒着门框, 起身往他那边走了两步。 还有问题吗? 倒也不是, 就是那两面的落地窗, 会不会走光啊? 这怎么说, 自己也是这个四合院里唯一一个女孩子啊? 里面的窗帘是声控的, 落地窗全覆盖。 你要是连喊一声都懒得喊呢, 让董事长帮你喊一声也行。 白玉生比了得OK的手势, 回房间继续收拾自己的行李。 他带来的东西不多, 夏天穿的衣服本就单薄, 照顾小猫也不需要多精致, 连化妆用品都没带几样。 他还没有忘记自己来这儿的初衷, 行李箱里最重的也就是那基本沈志颜的画集和采访杂志。 他左右环顾了一番, 在书架的家层里找了个不太显眼的位置, 一起塞了进去。 毕竟在沈志颜眼皮子低下, 搜集他的信息。 好像不是一件很光彩的事, 至少对白玉生来说是如此。 全部收拾完也就花了不到五分钟。 等他再次走出房间, 董事长已经在庭院跑了一圈, 立在他屋子门口的露台上面, 清理着自己的脚垫。 沈志颜从另一边走了过来, 手上端着一个嫩黄色的猫碗。 他蹲下身, 把猫碗放在了树荫底下, 用铁制的汤勺敲了敲猫碗的边。 董事长懒洋洋地起身, 踩着猫布往他那边跑。 白玉生也有些好奇, 跟在小猫身后也走了过去。 三花吃的是生骨肉, 鸡红蛋白化在碗中, 中间握着一颗无菌蛋, 看上去还挺有食欲。 沈志颜依旧蹲在地上, 白玉生凑近了才发现, 他手上还挂着一个小饭兜, 等董事长跑到猫碗边上了, 他一手把小猫勾了过来, 带饭兜的手法极其熟练, 等到准备完一切, 他一手支着自己的脑袋, 另一只手自然下垂。 退去了白玉生出于他那会儿的一身不正经, 更像小巷子里意气风发的少年。 白玉生也蹲在旁边, 开始研究其沈志颜给小猫配的餐, 头顶传来一阵轻笑, 白玉生两手搭着膝盖, 不解地看了过去。 怎么了? 沈志颜用眼神指了指那碗猫饭。 你也馋了? 相处了一个下午, 白玉生发现董事长的脾气也没有印象中的凶。 性子是跳脱了一点, 总喜欢高耸着自己那条漂亮的尾巴, 绕着四合院慢悠悠地走着。 真有一种寻视自己地盘的感觉。 但真的上手去抱着把玩了, 小猫也不会闹脾气, 看见人就翻着肚子在地上打起滚来。 七月的燥热好像避开了这个四合院, 周遭餐厅的茂密梧桐挡住了大部分的艳阳, 阴影盖了满屋, 风中混着草木特有的清香。 白玉生支着下巴坐在自己房间前的露台上, 他不知道从哪里找来一台电风扇, 架在旁边呜呜地摇着头。 他盯着自己面前只写了几行字的论文发呆。 董事长跑了一早上, 这会儿看上去有些疲倦了, 窝在院子的猫爬架上, 眉睛打彩地晃着尾巴白玉生 突然想起了前几天在沈志颜的小臂上, 看见的猫抓痕。 他从露台台阶上站起身, 拍了拍裤子上并不存在的灰尘, 往董事长的方向跑了两步。 小猫一手搭在自己的脑袋上, 两腿全躯, 整只猫像一滩液体似的, 呈在透明猫窝中。 白玉生平住了呼吸, 小心翼翼地捏着小猫的爪垫, 露出了他隐藏在肉垫当中的爪子。 爪子干干净净净, 长度刚好修剪到屑线下边, 看上去应该是前不久刚修剪过。 小猫喉咙里咕噜啜了两声, 爪子一挥, 开始在白玉生的掌心采起奶来。 白玉生为不可闻地叹了口气, 揉了揉董事长的小脑袋, 巧声道了一句。 完蛋了, 沈志颜他在外边有别的猫了。 刚从书房出来的沈志颜, 在四合院的一天过得有些过于舒适, 白玉生险些忘记了自己来这边的初衷。 他躺在自己房间的床上, 漫无目的地晃着双腿。 蛋奶从门口溜了进来, 伴坐在地上勾他的头发丸。 哎, 董事长, 你知道沈志颜这会儿一般在干嘛吗? 他养着脑袋, 两手往后敞开, 搭了搭小猫的爪子。 喵! 在书房吗? 小猫站起身, 在他的手臂上轻轻蹭着。 白玉生溜原的眼珠子转了两下, 从床上撑起身来, 抱着猫他拉着拖鞋, 就往外跑了出去。 天色还不算太晚, 七月的日落被拉得无限长, 缠鸣锅躁, 巫童倾向的风拂过他的脸侧, 有些燥热。 沈志颜说过的藏品书房 在整个院子的西边, 也就是正房边上的西尔房, 但似乎没什么事, 他也不会去哪儿, 外书房才是他真正的工作室。 白玉生猫着脚步, 巧声走到了外书房的窗户边上。 四合院的布局, 还是按照传统的三进式院落来, 但装修风格似乎完全按沈志颜的性子随心所欲, 个别显得闭色的建筑被重新装修过, 抄手连廊改成了全开放式, 在视觉上就显得宽敞与大方了起来。 外书房的墙上竹影参差错落, 印在墙上平添一分韵味。 沈志颜的审美确实是无懈可击的。 白玉生立在墙脚下, 探着脑袋往窗户里边望了过去。 室内光线朦胧, 沈志颜脊背半弯, 一手撑在桌面上, 另一只止骨分明的手上捏着一只羊蚝笔, 中指与无名指之间还卡着一只小号狼蚝。 书桌的正对面挂着一幅春山伴旅图, 复刻卷轴。 和白玉生这种临摹古话的一笔一笔照着对邻不同, 沈志颜只会偶尔抬头看一眼, 更多的时间是在埋头作画。 他背对着窗户, 从白玉生这个角度看过去, 刚好能看到他后颈的急突, 连接着几柱没入纯白T恤的下端, oversize的T恤下摆宽松, 微微透着些许桌上台灯的暖光, 勾勒出沈志颜若有四无的腰身, 无端惹人遐想, 喵呜。 三花挂在他的手臂上, 有些不满地叫了一声, 后退一蹬, 从白玉生身上窜了出去。 唉。 他一时走神, 让小三花溜了出去, 他高昂着脑袋, 跺着步子, 跳上了外书房的台阶, 并且在进门前顿了顿, 往白玉生的方向看了一眼, 呜呜了两声。 白玉生冷了一会儿, 不禁感到有些好笑。 他, 居然从一只猫身上, 看到了嘲讽的意味, 还想偷窥到什么时候。 沈志颜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在那扇窗户旁, 他双手抱闭, 嘴边扯着一抹若有四无的笑, 额顶的美人肩如外墙主影一般, 隐隐绰绰。 唉, 你什么时候发现呢? 沈志颜舌尖微顶口枪壁, 要我给你复原一下, 你刚刚跑过来, 那会儿的脚步上吗? 他顿了顿, 下次偷窥我呢, 挤得换一双不吵的鞋。 白玉生憋了憋嘴, 挪了挪步子, 把拖鞋隐没在暗处。 我说是董事长喜欢这儿, 我才跟来的, 你信吗? 他泄了气势的, 由原来半吨的姿势变成了全吨。 他仰着脑袋, 眼神坚定, 丝毫看不出刚刚瞎扯的人是他。 沈志颜单手, 架在窗框边上, 止鼓轻轻扣了两声。 小三花硬声窜上了窗台, 仰着脑袋俯视着白玉生, 动作神情与沈志颜简直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只在窗前的男人微微挑眉, 嘴角的弧度加深。 还有事吗? 那什么? 我能进去看看吗? 沈志颜盯着他看了一会儿, 脑袋朝门口的方向微微抬了一下, 优越的颈线连着下河线, 落日西沉, 给他度了一层柔和的软光。 说了你可以随便玩, 没必要都经过我同意。 还是说你不知道门在哪? 这不是尊重一下主人吗? 白玉生从地上直起身来。 沈志颜上半身微轻, 与平时站直时的身高相比矮了那么一截。 白玉生的视线刚好落在他凸起的喉结处。 成红的夕阳光辉肆无忌惮, 造物者似乎格外偏爱沈志颜。 他身上的每一寸机里都像是精心雕刻过的, 放肆不羁与冷金贵气融合的恰到好处。 沈志颜。 白玉生轻轻开口, 像掠过树梢的青燕。 嗯, 你被蚊子咬了。 白玉生指了指自己的颈侧, 这里。 沈志颜沉默了一会儿, 直接抬手把玻璃窗给关了个岩石, 别进来了。 白玉生扯了扯嘴角, 转身飞快地跑到了冬耳房的正门, 抬脚大大咧咧地迈了进去。 换了个视角, 他这才发现这间书房的墙上挂了不少画, 很多都是白玉生上课那会儿教授重点介绍的, 这些古画原版都是各省博物馆的馆藏, 挂在沈志颜这儿的一般都是复刻品白玉生挨个看了过来, 还是觉得有些稀奇。 墙上这些轴画, 在复刻版中应该也属于上乘, 笔法自然, 用墨功力深厚, 要复刻成这样, 也要画家花上不少心思。 沈志颜坐在椅子上, 有一搭没一搭地给董事长梳着毛, 他的视线跟着白玉生走, 看见女孩弯眉微微皱起, 颇觉得好笑。 看出什么名堂了? 白玉生没转回身, 他往沈志颜刚刚作画的桌子走了几步, 地上落满了宣纸, 他点着脚, 好不容易才找到地方落足。 这些临摹轴, 你都是在哪买的? 沈志颜拖着调子昂了一声, 你想要吗? 就是了解一下, 估计我也买不起。 白玉生看清楚了桌子上的画作, 他又抬头看了一眼墙上的春山伴侣图。 两幅图从形上细看, 其实并不相似, 但描上一眼, 两者韵味却十分相近。 不是对灵, 完全的一灵。 摆脱形似的羁绊, 临摹的是, 画作的意境, 真正的曲之所长。 嗯, 这倒确实? 什么确实? 沈志颜慢慢跺着步子走过去, 弯腰捡起了地上那一堆散乱的宣纸, 重新放回了书桌上。 你确实买不起。 白玉生? 少臭屁会死吗? 这些都是我自己对灵的, 仅此一份。 他的语气稀松平常, 就像在说今天的晚饭也就一般般似的。 什么? 自己灵的。 白玉生又抬头看了看头顶那幅春山伴侣图, 继而不可置信地转过头上下打亮了一番沈志颜。 在书上或者什么参考资料中看到他是一回事。 现在这大活人, 这儿八经地站在自己面前, 那是另外一回事。 他记得沈志颜生日在年底, 那现在满打满算, 其实也就大不了他几岁。 人和人的差距就这么大吗? 白玉生在沈志颜的书房也就待了一会儿。 他这些年被白红明交得有些保守, 天色一暗, 再和异性待在一个房间里, 他多少有些不自在。 他抱着三花回了自己的房间, 把小猫放到落地窗旁的猫耙架上, 自己收拾了东西, 去隔间的书房打开了笔记本电脑。 有了实质性的内容可写, 白玉生的思路转得快, 等到他一个板块写得差不多了, 电脑屏幕下端的时间已经指向了凌晨, 他这才起身活动了一番僵硬的躯感。 他拿起手机, 突然间想到了自己不久前发的那条微博。 好像大家格外喜欢养猫这个话题, 也就一天多一点的时间, 下面评论就已经有了近千条。 玉生家里养小猫了吗? 有小猫的照片吗? 好想看! 带宠物关键词的东西都很贵。 在买宠物用品的时候, 可以试试看搜评替不要当冤大头了。 白玉生随意翻了翻评论区, 给一些有用的评论都点了赞, 直到他看到了混在一堆评论中间的一个眼熟ID。 虽说微博账号经营到了现在, 他也收获了不少粉丝, 但唯独这个叫NASA的粉丝赔了自己醉酒。 看主页。 白玉生一愣, 他记得自己和这位朋友互关之后, 就没见对方发过什么东西。 好奇之下, 他点了进去。 他整个主页塞满了小猫有关的知识, 从选品, 配餐, 再到小猫生病等等, 细致如微。 置顶只有一句挺欠的话, 打个字的是, 别太感动。 嗡嗡。 白玉生半眯着眼睛, 伸手去够床头柜上, 没什么眼力件, 一直震动的手机。 手还举在半空, 突然摸到一个温热柔软的小东西。 他下意识揉了揉。 喵。 小猫晃着尾巴, 一屁股坐在了白玉生的脸上。 白玉生, 他艰难爬起身, 把董事长一把禁锢在了怀里。 来电显示, 输一迟, 他打了个哈欠, 清了清嗓子, 这才接起了电话。 声声, 今晚八点, 天悦湖北岸, 你别忘了。 白玉生顿了顿, 什么东西? 输一迟, 输一迟。 秦大少的生日啊, 之前给我们发过微信的, 你不会忘了吧? 白玉生明着眉, 一边连上蓝牙耳机, 一边在微信里找到秦贤山的聊天框。 好像, 一周之前, 秦贤山, 下周小爷生日, 天悦湖北岸, 给我重视一下。 重视一下, 他挠了挠头发。 哎, 好像是有这么一回事。 输一迟, 你注意这点时间吧, 别像上次团结那会迟到了, 秦大少的脾气, 你又不是不知道。 行, 两个人有的没的, 又扯了一小话, 董事长看上去, 被抱得不太舒服了, 咧着嘴巴哈了一声。 嗯, 你那什么声音, 白玉生放开了对小猫的束缚, 让小猫给跳了出去。 没什么, 在看小猫视频呢, 我起床收拾一下, 晚上见吧。 好吧, 再提一嘴, 别迟到了呀。 嗯, 电话挂断, 这间房间的窗帘完全不透光, 室内依旧昏暗, 他低头看了眼手机屏幕。 早上八点半, 不算晚, 沈猫猫, 开窗, 好的主人。 小猫也极其配合地瞄了一声, 白玉生捂着嘴笑了两声。 他昨晚研究了一下这套智能家居, 顺便把原来的口令改了改。 嗯, 叫沈志言在外头拽的和什么似的? 电动窗帘缓缓拉开, 夏日早晨的光束落了进来, 铺了一地跃动的树影。 简单地洗漱了一番, 他从衣柜里找到自己带来的唯一一件礼裙, 浅蓝色的吊带包吞鱼尾裙, 又翻出来一件白色蕾丝羊绒披肩, 蓝白碰撞, 在床上铺展开来, 这会儿还早, 他也不着急, 先扯了套T恤短裤, 抱着猫往庭院处跑了过去。 他还没掌握沈志言每天的行程安排, 便只好从他的卧室找起。 沈志言的卧室在正厅的西边, 和白玉生的房间只隔着一条石板小路, 外室是和白玉生那间差不多的装潢。 白玉生摸到房间门口, 轻轻扣了扣。 没人, 他垂头和自己怀里的小猫大眼瞪小眼。 哎, 董事长, 这会儿沈志言一般会在哪儿啊? 小猫晃了晃尾巴, 瞄了一声, 从他手臂上跳了下去, 往院子的另一面跑。 白玉生有些稀奇, 难不成这小家伙还真能听得懂人说的话吗? 他跟在董事长身后, 一步一驱。 路边栽着塔形柏树, 围墙外探头进来的那棵大概是桃树, 还有许多白玉生叫不上名字的植物, 风越过树梢, 夜与夜之间熙熙速速作响。 最后, 小猫在一间屋子前停下, 转头又朝着白玉生喊了一声。 这里不是。 白玉生抬脚, 打开了屋门。 他低头和董事长对视了一眼, 任命般地走了进去。 几个月大的猫猫有什么坏心思呢? 他只是饿了罢了。 小猫带他来的地方是四合院的厨房。 NASO。 昨天给他看的首页里有不少关于小猫配餐的知识。 小猫每个成长阶段都列得清清楚楚。 再加上沈志颜昨天带着他在院子里大概逛了逛。 宠物用品的摆放位置也讲解得十分细致。 给小猫配好餐, 照着沈志颜的样子给他套好饭都微薄。 他抱着脑袋坐在中导台上, 开始欣赏小猫吃播。 谁能想到, 前几天他还只能捧着手机看宠物博主发的沉浸式猫狗吃播。 这会儿他就能直接在现场看了。 小三花看上去丝丝闻闻, 但吃起饭来的速度并不慢, 看着碗里的肉一点一点便少。 白玉生心里生起一股莫名的自豪感。 小猫吃到一半的时候, 白玉生身后的厨房门被打开。 他下意识转头往后看了一眼。 沈志颜从门口走了进来, 今天他一改前几天的T恤运动裤, 换上了衬衫与西装裤, 身姿周正, 少了之前那骨子庸懒静。 好像前几次白玉生在酒吧会所碰见的那个样子, 冷静贵气, 骨子里却还是不羁。 沈志颜似乎也没想到, 这个时候厨房里有人。 他微微抬头, 视线落到了白玉生身上。 如羽毛轻浮, 他骨相硬朗, 周身的气质偏冷, 像是七月的烈阳多五不暖的万年冰。 白玉生回过神, 你今天要出门吗? 嗯。 声线轻烈, 略带着些金属质感, 四下夜无情的穿堂风。 什么时候? 沈志颜打开冰箱, 倒了一杯子的凉白开。 需要向你报备吗? 白玉生觉得, 今天萦绕在他身边的气压, 实在有点低也不是。 我晚上也要出个门。 什么时候? 沈志颜端着水, 坐在了中导台的对面, 玻璃杯与陶瓷的台面碰撞, 嗑出一声清响。 六点吧。 去哪? 小三花吃得差不多了, 他好像也感受到了沈志颜的低气压, 添完最后一口汤汁, 直接从中导台上跳了下去, 跑没了影。 白玉生扁了扁嘴, 好像也不用向你报备吧。 沈志颜掀起眼皮腻了他眼, 你父亲拜托我好好照顾你, 这是我该做的。 好像气氛没这么压抑了, 还能这么耍赖皮吗? 沈志颜眉眼舒展了些许, 他有一搭没一搭地, 用趾骨扣了扣中导台的台面, 嘴角扯了些笑意。 嗯, 他总是这样坦然。 白玉生视线下滑, 停留在他的手指上。 指甲盖修建得整整齐齐, 手指修长, 掌心处沾着几点已经淡化的墨迹, 手背竖着几道蓝紫色的血管, 手腕上的金属机械表微微闪着光。 不合时宜的, 白玉生脑海里只有一个想法。 唉, 要是以后沈志颜失业了, 当手膜也不是为一道出路。 他倾咳了一声。 天月湖北岸, 沈志颜一杯水喝完, 转身去了树立台, 把玻璃杯冲洗干净, 重新摆到了杯架上。 嗯, 说吧, 静止往门外走了出去。 杯架上的玻璃杯还在滴水, 水珠在台面上汇聚成一小滩。 白玉生有点小洁癖, 他在中岛台上坐了一会儿, 默默地起身, 抽了几张厨房纸, 把刚刚沈志颜喝过的被子给擦了个干净, 又把落在台面上的水给吸干, 这才拍了拍手, 走出了厨房。 等到白玉生休饰完自己昨天晚上写的那一段论文, 墙上挂着的时钟刚好走到了五点半。 他伸了个懒腰, 回到卧室换上早上搭好的礼裙, 卷了个头发, 在化了的淡妆。 其实, 白玉生的化妆技术不是特别高超, 也就能够应付日常需求, 再加上这个年纪的女孩底子就不错, 微湿粉带便有一番独特的韵味。 镜子中的女孩名谋好齿, 羊绒披肩还没有披上, 腹若宁知, 肩头点缀着些许淡红, 我见油帘。 等到一切都收拾完毕, 他提着自己的裙摆, 往自己的mini走了过去。 滴滴, 梧桐树的另一侧, 缓缓使出一辆白云石卡燕, 听到了白玉生的边上。 车窗缓缓摇落, 沈志颜微微抬了抬下巴。 上车。 嗯, 你不是也有事情吗? 去湖心岛, 顺路。 白玉生也不矫情, 反正有顺风车可以搭, 他也懒得自己开车。 他绕到卡燕的后排, 却发现车门, 根本, 没有, 打开。 他微微轻声, 眼神示意沈志颜。 男人伸手摁了摁自己的太阳穴。 忘了, 我这个车呢, 年纪大了, 只能开副驾驶的门。 白玉生, 我没看错的话, 这应该是今年的新款吧? 还能怎么样? 毕竟是人家的车。 他绕过车尾, 打开副驾驶的门, 坐了进去。 等他系好安全带, 白云石卡燕这才缓缓起步, 从梧桐院开了出去。 两人一路无言, 直到白玉生听到了一声嘹亮的猫叫。 他从前座探出头去, 一眼就看见了被关在航空箱里的董事长。 你又带董事长出门? 沈志言直视前方, 猴杰滚动了一番。 嗯, 这不是董事长秘书翘班了吗? 还能怎么办? 只能辛苦一下我。 白玉生不好意思地笑了两声。 齐拙不在家吗? 不知道是哪个字眼惹到沈志言了。 白玉生见他眼尾微微上扬, 轻笑了一声。 算了吧, 都不知道是他照顾董事长, 还是董事长照顾他。 你不是说他, 呃, 脑子没什么问题吗? 脑子没问题, 和不会养猫不冲突? 也是。 可是我听说经常带猫出门, 小猫可能会应激什么的。 这是昨天NASO, 那一堆养猫小贴士里说的。 前面的绿灯没赶上, 车辆稳稳当当地在停止线前停了下来。 沈志言半侧着脸, 眼中玩味明显。 你看我们董事长, 是这样娇气的猫吗? 三花适时在后座叫了一声。 白玉生。 从梧桐院到天悦湖北岸, 也就不到一个小时的路程。 沈志言按照白玉生给的地址, 在天悦湖北岸的度假酒店门口停了车。 周围人头攒动, 门口挂着极其张扬的装饰灯带, 不少人探头往他们这边看了过来。 白玉生解开安全带, 提着裙子下了车。 鱼尾群将女孩玲珑的曲线修饰得恰到好处, 她肩上的羊绒小披肩质感顺滑, 露出了白玉生半截蕉臂和背部若隐若现的蝴蝶骨。 周围的目光, 有不少都会聚到了她身上。 啊,对了, 沈志颜。 白玉生还没关门, 她半弯着身子叫住了沈志颜。 沈志颜一只手搭在门框边上, 把她自己这边的车窗给摇了下来。 说, 吴童院太远了, 要不然我晚上。 话还没说完, 沈志颜亲身上前将她落在耳边的碎发给勾到了耳后, 接着在她耳垂上挂上了一个耳坠。 白玉生瞳孔微微收缩, 结束了给我打电话, 或者发微信, 我来接你。 声声。 这里。 白玉生从主会厅大门一进来, 就看见了在甜品桌旁边朝自己挥手的舒逸池。 他提着裙子往舒逸池的方向走了两步, 这才注意到他旁边站着一位高个子小帅哥, 和之前在烟红山山庄看到的不是同一位。 两个人举止亲密, 小帅哥手上拿着一个盒子蛋糕, 他垂着眸, 用塑料勺子挖了一小口送到舒逸池嘴边。 白玉生对这种情况已经见怪不怪了。 放在之前, 他也许还会回避一下, 久而久之也懒得去管舒逸池那流水的男朋友会不会不自在了, 反正只要自己不尴尬, 尴尬的就是别人。 他轻责了一声, 怎么了? 看不惯吗? 哎, 我还没找你算账呢。 舒逸池凑过脑袋, 吃掉了送到嘴边的蛋糕, 稷儿挥挥手, 是一边上那个男孩, 不用再喂了。 算什么账? 白玉生在甜品桌上看了一会儿, 挑了个离自己最近的烤布雷, 慢吞吞地吃了起来。 我刚刚来的时候, 可是看见了啊, 你从谁车上下来的? 看侧脸绝对是个绝世大帅逼, 亏我还担心你会因为失恋难过呢。 白玉生瞄了他一眼, 继续吃着自己的烤布雷。 哦, 那是顺风车司机? 七, 你骗鬼去吧, 谁家开卡宴出来拉人啊? 还有, 我明明看得一清二楚, 你俩亲的那叫一个难省难分啊。 白玉生, 什么东西? 他突然想起了戴在自己耳垂上的那枚耳坠。 所以, 沈志言当时是故意的吗? 故意放下自己那边的车窗, 故意给自己戴耳坠。 是做给其他人看的吗? 他晃了晃脑袋, 觉得这是天方夜谈。 这还不如说董事长真的是人变得可信度来得高一点。 再说了, 你条件多好啊? 多谈几次恋爱, 也没什么。 舒逸池上下打量了一番白玉生, 不是我说, 要不是因为我性向难, 我早就进水楼台先得月了, 还有其他男人神妖事。 白玉生轻笑了两声, 那我还挺惨的, 摊上, 你这么个海王。 两个人闲扯了两句, 时间走到了八点整, 宴会厅按了下来, 光束汇聚在宴会厅深处的舞台上, 秦震与何秋菊两个人站在光束正中央, 秦贤山站在自己父母边上, 像个过年时候被长辈拉上台, 映着头皮表演的小孩。 秦震接过适者递上来的话筒, 开始了一段漫长的场面话。 看得出来, 主会厅似乎是秦家父母主办, 周围来往的都是有头有面的大人物。 毕竟是临下头部豪门举办的生日宴会, 到了这个地位, 没有什么是完全纯粹的。 他们从小就得学会如何在名利场里摸爬滚打, 就算是自己的生日宴, 也少不了那些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 白鸿鸣海外分公司出了点事情, 昨天赶着最早的航班出发了, 书一池也没能待多久, 一个小蛋糕还没吃完就被书架叫了回去。 这样看下来, 白玉生一个人漫无目的地站在甜品桌旁, 显得有些孤单。 反正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白玉生隐没在人群当中, 在香槟塔旁边向适者要了一杯酒, 悄悄往度假酒店后门溜了出去。 度假酒店后面是一片草坪, 这会儿也被布置得极其热闹, 灯泡串与彩条装饰了一地, 红毯从后门大门口一直铺设到天悦湖岸边的游艇边上, 应该是给小辈准备的下半场场地。 白玉生一手端着酒杯, 另一手提着裙摆, 在岸边的休息区坐了下来, 游艇的灯光照亮了大半片湖面, 零零波纹暗光浮动, 午后的热议还没有完全散去, 暖风中混杂着些许水土的腥味。 他盯着水面上游艇的倒影走了神, 他好像已经有十多年没有好好办一场生日宴了。 从苏惠走之后开始, 白鸿鸣的事业一直很忙, 苏惠还在的时候, 白玉生每一年的生日宴会都是他亲自操持, 毕竟是白家唯一的小姑娘, 怎么说都得办得风光。 他从前也是个在诚之热烈的爱中长大的女孩。 苏惠是癌症去世的, 临终前他把毕生的爱与温柔都留给了他少年幼的小女儿, 甚至不忍心让白玉生看见自己被病魔折磨到不成人样的样子。 好像也是这样燥烈的盛夏, 八岁的白玉生刚结束自己的绘画兴趣班, 一出门就看见了许久未见的父亲。 虽然白鸿鸣陪伴他的时间不多, 但也许女儿天生就乐意与父亲亲近。 那天回家的路上, 白鸿鸣魄力给他买了他喜欢的草莓盛袋。 原本是极其开心的一天。 直到他回家, 白鸿鸣给了他一个盒子, 里面是一张纸贴了他名字的碟片, 和一达厚重的信封。 视频中的苏惠女士戴着宽大的针织帽, 她的嗓音柔和却有力, 老式的相机没有太高的像素, 模糊了她的轮廓, 光线蕴染。 她的母亲像无意落入人间的天使, 此刻尽是温柔。 她从白玉生的八岁一直念叨到了白玉生的一百岁。 整整的九十二封信, 我的生生宝贝, 你要大胆地往前走。 视频落幕, 一杯酒入腹, 那场还没结束, 外面静悄悄地, 白玉生两只手搭在木质护栏边上, 脑袋枕了上去, 曲线优美的天鹅颈, 连着锁骨露出披肩下凹陷下去的一汪颈窝。 也许是酒精催化作用, 她有些眼热, 眼角有晶莹在打转。 晚间的风不解风情, 她一时没注意, 披肩给吹了出去。 白玉生揉了揉自己的眼眶, 正要起身去后面把自己的披肩给捡起来, 却有人先踏一步, 将落地的披肩捞起, 挡了挡灰尘, 重新披在了她的肩上。 手腕处的金属机械表她早上才刚见过, 手的主人是谁, 已然不言而喻。 白玉生干脆趴了回去。 你怎么来了? 声音有些嘶哑, 像掺了渣子的糯米小丸子。 沈志颜在另一边的木椅上坐了下来。 办完事情了, 正好秦家也邀请了我, 过来看看。 哦。 白玉生不太想让沈志颜看见自己的状态, 她隐在暗处, 把脸上的负面表情给脸了得干净, 再次转过头去的时候, 嘴角又扬起了她标志性的笑, 脸颊两边的酒窝深深。 谢谢你啊。 沈志颜半置着脑袋, 目光灼灼, 视线瞄着白玉生的轮廓, 极其缓慢地勾勒了一遍。 她的瞳孔颜色本来就偏浅, 被游艇的暖黄灯光一照, 更显得清透, 像沉睡万年的琥珀, 在白玉生感到有些不自在之前, 她垂下了眸子。 嗯。 那场大门处开始喧闹, 秦贤山在一群人的簇拥之下, 从红毯的另一头走来, 注意到了坐在岸边上玩水的白玉生。 刚刚在里面找了一圈, 以为你没来呢? 怎么一个人待在这里? 出来透透气, 秦大少生日快乐呀。 秦贤山摆了摆手, 少整那些有的没的呀。 你我之间说什么客套话, 直接给东西吧。 白玉生翻了个白眼, 翻到一半的时候一愣, 都忘了生日礼物这茶室了。 她好像, 完全没有准备。 秦贤山挑了挑眉。 得, 二十多年的兄弟情。 沈志颜单手插着兜, 另一只手领着一个盒子, 朝着秦贤山的方向丢了过去。 她的粪和我的粪都在这儿了。 秦贤山捧着李河一愣, 视线在白玉生与沈志颜之间来回打转了几圈。 她也是这几天才跟着父母认识的沈志颜。 在她眼里, 虽然沈志颜和自己差不了几岁, 但不知道为什么总有一种差了一整个辈分的感觉。 她往白玉生的方向挪了两步。 你俩这, 看上去关系匪浅啊? 什么时候认识的? 也就这几天, 她不是才刚回国吗? 能有什么关系? 后面有人催促着秦贤山赶紧上游艇开趴。 秦贤山挥了挥手, 笑骂了两声。 信你有救鬼了, 我先上去了, 你赶紧的呀。 白玉生偏头看了一眼站在不远处的沈志颜, 犹豫了一会儿, 还是走了过去。 沈志颜, 你要上去玩吗? 这似乎是白玉生第一次见沈志颜穿西装, 纯黑的金纺羊毛西装外套, 轻裹领口别着一个精致的紫罗兰胸针, 领口系着同色系小领结, 柔化了她硬朗的骨像, 填了几分清河。 去吧。 两个人到游艇船舱内的时候, 那群人正玩得热闹, 见沈志颜近来气氛多少有点冷了下来。 但是这实在不能怪沈志颜。 世家有世家的圈子, 尽管沈志颜现在的身份地位不低, 但对于他们来说终究是外人。 不过沈志颜似乎毫不在意, 他侧身让白玉生先进去, 在一步一驱跟在他身后, 找了个沙发坐了下来。 表情没什么变化, 昂着的脑袋倒是把狂拽两个字写在了脸上。 哎, 别愣着了, 我们继续玩吧。 有人打破了有些尴尬的场面, 白玉生凑到书艺池边上, 巧声问了一句, 玩什么? 还能有什么? 真心话大冒险呗。 你们没来之前, 我觉得可无聊了。 哎, 你小子藏得还挺深啊, 刚刚在门口那车里的, 不会就是沈志颜吧? 卧槽, 人家可是咱们业界的大佬啊。 你这样楚琪知道了, 他不得砍了你。 白玉生, 我俩真没什么。 舒一池比了个虚的手势, 摆了白手。 李姐, 李姐, 白玉生, 要不然, 您别加戏了呢。 也许大家都对沈志颜这个人抱有极大的好奇心, 每个人脸上都录着隐隐的期待。 好在茶几上的酒瓶不负众望, 第一个就摇到了沈志颜。 好啊。 来来来, 沈哥, 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白玉生扭头往沈志颜的方向看, 说实话, 他也有些好奇。 以沈志颜的身高, 坐矮沙发实在有些憋屈了。 他敞着两条腿, 手肘搁在膝盖处, 手指撑着脸, 衬衫的袖口, 不知道什么时候被他解开折到了手肘处, 小臂处的肌肉线条流畅饱满, 轻筋微微凸起。 真心话。 他长手一捞, 直接摸了真心话那堆卡牌最上面那张。 舒逸池率先举手, 晾牌晾牌, 让大家都看看。 沈志颜抬眼腻了他一眼, 视线略过夹在两人中间的白玉生, 勋寻了一会儿, 又收了回去。 卡牌正面朝上被丢回了茶几的中间。 请回答到现在为止的感情史。 他薄唇清起, 嗓音低沉, 略带着些雌性, 像是外面那片平静的天月湖, 升陷平稳。 如果算的话, 只有一段窥不见天光的暗恋。 周围静了一瞬, 似乎谁也没想到, 优秀如沈志颜这样的人, 也有这样一段听上去心酸不已的感情史。 白玉生也有些好奇, 他在四合院待了这么两天, 倒是没看出来任何端倪。 甚至从KTV第一次认识那会儿, 到现在也没见他身边有出现过哪个女孩。 藏得还挺深。 舒逸耻眨了两下眼睛, 八卦之心招招。 沈大神应该不缺女孩子喜欢吧? 那对方岂不是很优秀? 白玉生余光瞄见沈志颜的指尖, 把玩着一个什么物件。 他抬起眼看了舒逸耻一眼, 礼貌又疏离。 一个问题已经过了吗? 白玉生这才看清楚他手中的东西。 好像又是一枚铃铛。 要是说之前带铃铛是为了逗董市长, 那现在又是为了什么? 还是说把玩铃铛已经成为他的什么习惯了吗? 茶几上的酒瓶继续转动。 白玉生运气不错, 一晚上一次都没被摇到过。 他捧着自己的脑袋, 静默地看着身边人玩闹。 直到最后一轮, 好啊, 终于摇到你了。 秦贤山有些激动地拍了下自己的膝盖, 从沙发上跳了起来, 一晚上没被轮到, 这次必须大冒险, 抽一张。 白玉生耸了耸肩, 起身在茶几上抽了一张卡牌, 直接掀开晾在了茶几上。 和左边的人一起贴脸自拍一张, 并设为平保。 白玉生竖着手指比了个左右, 对上了沈志颜淡默的脸。 白玉生, 众人欢呼了一声, 不少人吹起了口哨。 哎, 虽然这题放在我们中间不够玩的, 但怎么说, 人家可是沈志颜啊。 白姐, 快冲。 白玉生眼神叨了那人眼, 坐回了沙发上, 扬了扬下巴, 示意沈志颜, 你行吗? 周围又是一阵哄笑。 哪有人问行不行的, 哈哈哈哈, 白玉生, 你别怂啊。 白玉生没管别人怎么闹, 只是直勾勾地盯着沈志颜。 不是, 我的意思是, 你不是说你暗恋别人吗? 男人懒懒散散地腻了他一眼, 嘴角微微扬起。 一个游戏而已, 没什么不行的。 白玉生眨了眨眼, 这说的还挺扎的。 反正沈志颜都不在意, 他也懒得去纠结什么, 直接拿出手机, 调整好前置摄像头, 试探性地凑了过去。 哎, 注意沈提啊, 是贴脸, 你俩隔那么远干嘛呢? 白玉生微微平住呼吸, 又挪过去了些许。 镜头矿里, 只分别出现两个人的半张脸, 中间像是隔着楚河汉剑, 惊味分明。 他听见边上传来一声微不可闻的叹息, 还没等他想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肩膀被沈志颜一手扣住, 接着整个人被带到了他的怀中。 笑一下, 声音酥麻雌性, 鼻腔又被那股淡淡的酒香完全侵占, 有些罪人。 白玉生有些猝不及防, 还没整理好自己的表情, 沈志颜就已经帮他摁下了自拍键。 咔嚓, 众人这才反应过来, 欢呼尖叫声几乎掀翻了游艇的天花板。 卧槽你行啊, 沈志颜。 白玉生还举着自己的手机, 手机屏幕还停留在那张照片上。 两个人的脑袋凑在一起, 沈志颜依旧淡漠金贵, 眼神微凉, 像一只桀骜不逊的猫。 白玉生嘴巴微张, 满脸的错愕, 但好在他原生底子就很不错。 加上今天化了妆, 显得这个表情有些意外的呆傻可爱。 他憋了憋嘴, 当着众人的面把这张照片设为屏保。 手机加载了一瞬, 退回了锁屏画面, 两个人的贴脸自拍上亮着当前的时间, 好像在记载着这一刻。 整得还挺像模像样的。 他扬起脑袋去看沈志颜, 他们俩拍完之后, 他就松开了他的肩膀。 两个人的重新拉回到一个不太冒犯的正常设计。 沈志颜的表情和刚才没什么两样, 好像只是极其平淡地应付了一个任务, 压根不在乎是和谁一起完成的, 坦然地要命。 什么啊? 所以只有他一个人, 这会儿心跳得和太古达人似的吗? 游戏结束, 一伙人哄闹着去船舱外边开酒会, 只有几个人留在船舱里边。 白玉生昨晚忙着写自己的论文, 早上也醒得早, 这会儿神情奄奄, 赖在沙发上懒得走动。 沈志颜本来就不是秦贤山这个圈子里的人, 他也懒得去凑热闹。 两个人一左一右坐在沙发两侧, 一尸无言。 按照秦贤山的性子, 游艇的派对得办上一个晚上, 免得扫了他们玩游戏的兴致。 白玉生从面前的茶几上端起自己的酒杯, 打算去甲板上给今天的寿星赔个罪, 外面的人散成了几堆。 秦贤山坐在甲板长桌的主位, 正憨笑着和朋友们合照。 白玉生走了过去, 和他提了一下自己要提前溜的事。 秦贤山估计是刚和别人打完一架, 鼻尖沾着不少奶油, 整个人笑得傻气, 他摆了摆手, 小事儿, 咱们什么时候都能聚, 我看你今天也有些不舒服。 小爷, 我也不是这么小度鸡肠的人。 白玉生咧了咧嘴角, 笑得有些敷衍。 明明是这儿八经的豪门公子哥, 一口一个小爷的, 不知道的以为你是什么地主家的傻儿子。 秦贤山笑骂着对了对白玉生的肩膀。 行了, 少得了便宜还卖乖, 还有, 你不是和沈志颜关系不错吗? 要不然, 你把他也一起带走吧。 白玉生掀起眼皮, 怎么了? 这么不待见他? 倒也不是, 主要是, 哎, 我还不知道这位哥是什么身份, 就连我爸妈对他都得客客气气的。 他在这儿, 总有一种替长辈监视我们的感觉。 白玉生原本也得蹭沈志颜的车回吴同院, 酒杯中的香槟被他一饮而尽。 行, 我帮你把人给叫走。 他转身, 把酒杯放在游艇甲板的吧台上, 起身往船舱内走。 临到船舱门口了, 他扯了扯自己又有些松的披肩, 转头给秦贤山带了句话。 哦, 对了, 要不然你试试看善用搜索引擎呢? 估计就知道沈志颜什么来头了。 他回到船舱内的时候, 没有在原来的位置上看到沈志颜。 他在舱内找了一会儿, 最终在走廊尽头找到了人。 走廊尽头开着一扇小窗, 月滑如水。 沈志颜单手捏着电话, 对着电话那头正说着什么, 另一只手依旧在把玩着一枚铃铛, 流动的光影, 衬了他一身。 白玉生鞋靠在走廊边上, 从小包里把他给自己的小铃铛给拿了出来。 照着他的样子, 研究怎么把玩这枚精致的物件。 他的手实在不是很灵活, 连着试了几次, 铃铛都不能在手上转动起来, 要么就是卡在止骨中间, 要么就是差一点就弹飞出去。 他有些不信鞋, 一只手护着, 另一只手艰难地转着小铃铛, 好不容易才从食指与中指的空隙中间, 把铃铛挪到了下一个空隙中。 他未不可闻地输了口气。 手指放松, 你夹得太紧了, 容易弹出去。 沈志颜的声音从头顶传来, 白玉生一时没注意, 吓了一跳, 铃铛从指尖飞了出去, 落到地上咕噜噜滚了几圈。 你打好电话了。 白玉生提着裙子, 看着落在不远处的铃铛有些为难。 包屯鱼尾裙的版型问题, 下蹲有些困难, 蹲下去之后再站起来也不容易。 他只能试探性地弯腰, 去够那枚铃铛手肘, 被人拉住提了起来。 沈志颜越过他, 先他一步将落在地上的铃铛捡了起来。 走廊处光线昏暗, 众人都在船舱外嬉笑打闹, 从前厅流出的光源忽明忽暗。 莫名的, 白玉生想到了刚刚那张照片, 他咽了咽口水, 清了下嗓子。 沈志颜, 我们先走吧。 嗯。 沈志颜半合着眼, 将铃铛还给了他。 白玉生接过铃铛, 塞回了自己的鞋垮包里, 做事要往外边走。 等一下, 有个东西忘了。 嗯。 只见沈志颜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摸出了一个丝绒盒子, 修长骨感的手从里面摸出了一个水滴形克什米尔史车菊兰宝石耳坠。 白玉生这才想起来在宴会开始之前, 沈志颜给自己左耳带的那只耳坠, 他还没来得及去看看长什么样, 甚至连他为什么要给自己带这么一只耳坠都没搞明白。 沈志颜抬手, 将另一只耳坠小心翼翼地穿过他耳垂上细小的耳洞。 他的手有些凉, 只骨掠过他的耳侧, 酥酥麻麻的。 这是什么? 耳坠。 白玉生噎了一下, 他当然知道这是耳坠啊。 他问的是这个意思吗? 我的意思是, 你为什么要给我带这个? 沈志颜往后撤了一步, 上下打量了一番白玉生, 眉眼舒展。 我这人呢, 就是个极端精致主意, 这耳坠就算我给你这身搭配的。 所以, 他只是在玩奇迹暖暖是吗? 白玉生有些无语, 那为什么刚才只带一只? 他耸了耸肩, 可能是怕后面的车等急了撞我, 都说了我, 这车一把年纪不经撞。 沉默。 沈志颜轻笑了几声, 胸腔微微震动, 像一个轨迹得逞的幼稚鬼。 走吧, 咱们还得先去胡星岛街董事长, 留守儿童该等急了。 等到休息前, 白玉生才再次注意到, 自己耳垂上的两枚使车菊蓝宝石耳坠。 他愣了一瞬, 把耳坠解了下来, 出门打算还给沈志颜。 他的卧室没有点灯, 书房也没有。 白玉生顺着庭院的路灯, 摸到了后院。 齐卓还待在后院那一方石桌边上, 他似乎刚完成创作, 洗完了笔, 这会儿正抱着木板把石桌前面的石拳给盖上。 他听到了白玉生的脚步声, 往他那边看了过来。 为什么要把他给盖上呀? 白玉生往前走了两步, 指了指盖到一半的石拳。 齐卓重新低下头, 举起了最后一块木板, 把流动的石拳给盖了个严严实实。 沈哥说, 董事长晚上喜欢乱窜, 这个能防止他掉进去。 白玉生有些意外, 他倒是没想到沈志炎能心细到这种程度。 所以这个院子整体并没有完全按照中式园林峰设计, 反而铺设了大量枯山水, 也是为了确保董事长的安全吗? 他回了神, 你知道他这会儿会在哪吗? 找他有点事儿, 卧室和书房都没人。 齐桌只起身, 把石桌上的书法作品给随便卷成一团, 随意地丢进了边上的垃圾桶里。 白玉生想起了沈志炎说的那番话, 齐桌一幅字能卖五位手。 他看着那被塞得满满当当的垃圾桶, 顿时觉得有些肉疼。 如果不在外书房和卧室的话, 你可以去西尔房看看。 西尔房, 就是那间藏画室吗? 齐桌收拾完垃圾桶, 给垃圾带扎了个结, 对着白玉生点了点头, 算是道别。 白玉生有些稀奇。 三镜院落四合院的第三镜, 放在以前那是深归, 专门住未出嫁的姑娘。 他看着齐桌的背影, 觉得十分有趣。 从某种意义上来看, 齐桌还真有点像被藏起来的宝贝。 白玉生单脚碾了碾地砖, 往西尔房的方向跑。 之前被沈志炎提醒过, 为了避免麻烦, 他干脆连整片西院都没踏足过。 西尔房只开了几扇雕花木窗, 李坚点着一盏暖黄的落地灯, 从外面看和庭院处的青灯, 没什么差别。 白玉生下意识往自己的脚上看。 嗯, 今天穿的不是搁吱作响的拖鞋。 怎么搞的, 像他每天都在四合院做贼似的。 他走到正面, 扣了扣门板, 无人应答。 他再次扣了扣, 沈志炎, 你在里面吗? 李坚响起一阵稀稀苏苏整理东西的声音, 继而才由沈志炎淡默的声音响起。 静, 不知道是不是隔得有些远, 声音有些沉闷。 白玉生拉开了门把手, 室内有些昏暗, 一整面墙体被设计成那欠行的书架, 中间挡了一架屏风, 一道修长的身影映在屏风上, 游远极静, 能看清沈志炎正从屏风背后走出来。 他身上穿的还是今天那一身衬衫, 唯一不同的就是最上面的那颗扣子, 不知道什么时候被解开了, 好像原本境遇的高岭之花瞬间跌落凡尘, 添了一丝疑你的意味。 怎么了? 他关了屏风后的落地灯, 室内落入一片静谧的暗。 剩下的蝉鸣, 好像在一瞬间变得极其过躁, 在耳边嗡嗡不休。 白玉生眯了眯眼, 借着从梧桐灵外泄进来的月光, 勉强适应了黑暗的环境。 他看见沈志颜从沙发背上捞起自己的西装外套, 往门口走了过来。 这里边就这么见不得人吗? 我一来就关灯。 等沈志颜靠得近一些了, 白玉生挑了挑眉, 抱着手臂斜靠在门边, 手里依旧捏着那两枚驶车橘蓝宝石的耳坠。 沈志颜走到门口台阶处, 懒懒散散地逆了他一眼, 接着掏出钥匙, 把西尔房的门给锁了起来。 嗯…… 密码锁还不够是吗? 他锁好门, 捏着钥匙串。 你怎么了? 啊, 这个。 白玉生摊开手, 露出掌心的两枚耳坠, 刚刚忘记还给你了。 沈志颜撇了那两枚做工精致, 一看就价值不菲的耳坠一眼, 视线上移, 在白玉生的脸上游走了一会儿。 女孩的耳洞养得很好, 甚至那会儿他给他戴上第一个耳坠的时候, 只透过酒店明亮的灯, 就能看见一个圆圆小小干净透亮的耳洞。 他只看了一会儿, 便转移了视线, 依旧是那副漠然的样子, 从白玉生手上拿过那两枚耳坠。 嗯, 帮我放回我房间吧。 啊…… 白玉生愣了一下, 沈志颜摊开双手, 耸了耸肩。 刚画完画, 手上全是墨, 就当我个忙。 月影下, 他一双骨节分明的双手, 沾着些许墨字, 纸笔的手指下端, 墨迹尤为明显。 再加上沈志颜的习惯, 就是一只手连架着两三只笔同时作画, 基本没有一根手指幸存。 黑白相见, 有些谎言。 好吧, 白玉生看不得别人糟蹋东西。 他点了点头, 跟在沈志颜的身后, 往他的房间走。 虽然两个人的房间隔得不远, 但白玉生秉持着男女瘦瘦不轻的原则, 基本没往他的房间那晃悠。 这似乎是他第一次看到沈志颜房间的样子。 和他那间截然不同, 整体色调偏灰, 房间内极其整洁, 甚至压根没几件家具, 看上去不像有人常住的样子。 他微微偏头, 小心翼翼地看了沈志颜一眼。 强烈的矛盾感再次清晰。 这几天的了解下来, 这整套四合院都经过沈志颜亲手操刀改装过。 可以说, 他用着四合院的壳子, 在里面造了一所江南园林。 庭院生机盎然, 甚至极其贴心地将董事长可能遇到的潜在危险都一一考虑了进来。 可自己的房间却像是草草了事。 他站在门口, 有些惆怅。 随便进人家屋子是不是不太好来着? 虽然沈志颜说了这院随他玩, 但这毕竟是人家的私人空间啊。 沈志颜进到房间里了才发现白玉生并没有跟上来。 他后撤几步, 斜靠在墙角, 也许是今天他的手实在有些埋态, 没有像平时那样抱着手臂, 两手自然下垂, 须须搭在身体两侧。 他挑了挑眉。 我这屋子有封印, 把你给拦外面了。 白玉生在门口磨磨蹭蹭了一会儿。 那我进来了? 沈志颜似乎觉得他这个行为实在好笑得很。 他扬着眼尾, 笑出了声。 他抬了抬下巴, 指了指门口的鞋柜。 进来吧, 不用客气, 拖鞋在鞋柜的第二层。 白玉生点了点头, 在玄关处蹲下身打开了沈志颜的鞋柜。 他有些呆愣, 这鞋柜里也没几双鞋。 这哥对自己就这么随意吗? 他收敛了思绪, 往鞋柜第二层找了过去。 整个第二层只有一双浅绿色的小狗夏季拖鞋, 小狗一脸呆愣, 嘴角扬着似有似无的笑白玉生蹲在地上, 昂着脑袋, 指了指那双小狗拖鞋。 这双嘛, 也不是他多心, 只是越想越不对劲。 色调明亮的小狗拖鞋出现在这间性冷淡的屋子里, 怎么看怎么别扭。 再加上他今晚说的那个真心话, 只有一段亏不见天光的暗恋。 所以这不会是他给暗恋对象准备的吧? 那他是穿还是不穿呢? 短短几秒之内, 他在脑海中将所有可能性都设想了一边, 还是觉得这双拖鞋是给暗恋对象准备的这一想法比较有可信度。 沈志颜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了过去, 点了点头。 不然, 你还想穿哪双? 白玉生一噎, 他从柜子里将小狗拖鞋拿出来换了上去。 你随便找个显眼的地方放吧, 我去洗个手。 沈志颜见白玉生终于两只脚都从门外迈了进来, 这才转身往自己的房间的卫生间走。 等到沈志颜将自己的手洗得相对干净了一点, 他用餐巾纸边擦着自己的手, 边从卫生间里出来。 意料之中的, 室内已经没有了白玉生的身影。 他去自己房间的小冰箱里拿了一瓶酒, 倒了一小杯, 重新走回卧室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屋子的门没有关。 他微微皱眉, 往玄关处走了几步。 白玉生抱着膝盖, 坐在门口露台的台阶上抱着自己的手臂挠痒。 女孩呕结一般白净的胳膊上泛着几点红肿, 看上去在外面喂了不少蚊子。 可怜兮兮的。 沈志颜轻轻咳了一声, 怎么不回去? 白玉生仰起头, 沈志颜这才注意到他脸颊边上都被咬了一个包, 运气得红痕膝十足。 你这院子好看是很好看, 但是蚊子也好多啊。 白玉生从地上站了起来, 拍了拍自己的裤腿。 嗯, 你总不会是在门口给我一身试验吧? 白玉生憋了憋嘴。 不是, 他揉了揉自己的指腹。 也许他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个动作, 但沈志颜却看得很清楚, 似乎每次感到有些为难了。 他总喜欢去揉自己的指腹, 像在安慰自己似的。 我就是想说, 你这样会不会不太好。 沈志颜眨了眨眼睛, 有些好奇。 怎么说? 就是, 如果你有暗恋对象的话, 你还? 有些难以启齿。 还? 你还给我戴耳坠, 让别人误会。 还让我穿你给暗恋对象的拖鞋, 是不是不太好? 他尽可能说得委婉了些。 言外之意就是, 这种行为是不是扎了点? 沈志颜俯视着眼前的女孩, 从她的视角刚好能看见 女孩今天精致打理过的发顶, 过了一天, 整个脑袋毛毛躁躁的, 像一只刚玩耍过的小狗。 也不知道当初是谁要来这呢? 白玉生一夜。 那不是不知道吗? 我要是知道你有暗恋对象的话。 他话还没说完, 沈志颜抬手, 揉了揉他的发顶, 男人的手掌干燥温暖, 但这个动作似乎没有任何安抚的意味。 严格来说, 应该算是恶劣的玩弄没事。 他不介意这个。 真不是我说你啊, 以前你空的手来蹭饭就算了, 今天怎么还带猫来啊? 怎么, 蹭饭还拖家带口呢? 宋云一手拿着扫把, 另一手拎着波及, 骂骂咧咧地, 把淡奶吃得满地都是的猫饭, 给收拾干净。 带猫来就算了, 还不收拾, 我真的服你。 白玉生摊在沙发上, 十分惬意地打了个哈欠。 哎, 都和你说了, 放那放那, 我休息一会儿就去收拾, 谁能想到你那么勤快呢? 咔擦咔擦, 混着脚鼠片的声响, 宋云翻了个白眼, 忍住把扫把摔在白玉生脸上的冲动。 信你就有鬼了, 你每次都这么说, 哪次做到过了? 还有啊, 这猫什么情况啊? 大中午的平白无故翻进我家院子, 让猫乱窜, 你看我骂不骂你就完了。 火气别太旺了嘛, 小心长皱纹啊, 你还要不要靠你这张脸吃饭了? 白玉生晃了晃双脚, 奔着网络电视的遥控器, 换了部剧集。 挂在宣传业头部的, 就是宋云今天拍的那部暴剧, 白玉生眼珠子一转, 摁了进去。 这不是我爸不让我养猫吗? 我又不能把他给带回家? 会员自动挑过片头, 宋云摆好卫生用具, 一进客厅就看见自己那张大脸, 挂在90寸的电视屏幕上。 靠, 你做点人行不行? 你这样做, 和我八光裤子, 在大街上拉屎, 有什么区别? 白玉生逆了他一眼, 咯咯笑出了声。 能不能注意点形象啊, 宋大明星? 再说了, 这不只有我一个人看吗? 咱俩什么关系? 光丁又不是一次两次了。 宋云, 白玉生抱起原本趴在自己膝盖上打呼噜的董事长, 脸贴在肚子上猛吸了一口。 至于这猫嘛, 就说来话长了。 游艇趴那天晚上, 白玉生休息得晚, 董事长难得做了一次好猫, 大清早没有踩在他脸上, 作威作福。 然而, 扣扣。 白玉生睁开眼, 盯着从没有观炎时的窗帘角看了眼, 茫然了一瞬。 他其实有点起床气, 但是在家的时候, 只要白鸿鸣在, 每天一早雷打不动来敲白玉生的门, 喊他起来吃饭。 对着自己老爹的不怒自威的脸, 他硬生生给他起床气给压了回去。 来了四合院之后, 没怎么被打扰过, 这会儿被压抑许久的起床气又冒了出来, 他有些烦躁地抓了抓自己的头发。 大早上的干嘛呀? 即是。 白玉生他拉着拖鞋往玄关处走了过去, 不耐烦地择了一声, 嘴上还念念叨叨的。 能有多急呀? 门被打开, 沈志言装扮起整, 一身心中是长袍, 性白内搭, 鼻梁上还挂着一副像模像样的金属边框眼镜, 手上拎着一个大号宠物航空箱, 等到白玉生出来了, 他把航空箱丢了过去。 白玉生还沉浸在被人打扰清梦后的负面, 情绪中, 双眼还有些迷蒙, 接航空箱的动作有些手忙脚乱, 他刚稳住航空箱, 就听见沈志言缓缓开了口。 这段时间我得去北城出差。 你要是不想在四合院住的话, 去哪都可以, 别忘了董事长就行。 也许是这几天和沈志言相处的时间长了, 他有些忘记了沈志言是国画界新秀这件事, 要是说有什么东西能喊得动他的话, 起步都是国画业界的重头戏, 机会难得, 机不可施, 施不再来。 他眨了眨眼睛, 起床后的那些烦躁情绪一扫而尽, 像一只见着骨头的小狗。 去北城干什么? 是有画展吗? 沈志言淡淡地看了他一眼, 又抬手对了肖万表。 没有画展, 他顿了顿, 无视了白玉生冒着光的眼睛, 和艺术没半毛钱关系, 无聊的应酬罢了。 肉眼可见的, 白玉生的耳朵瞬间搭来了下来。 哦, 那, 慢走不送。 沈志言打量了他几眼, 眼尾含笑。 要我说, 你要不然去学京剧吧, 挺有变脸天赋。 他今天看上去心情不错, 还有闲情雅致和他开玩笑。 有这功夫的话, 还不如放我回去继续睡大觉呢。 白玉生斜靠在玄关的墙上, 脑袋支着墙体, 懒洋洋地打了个哈欠。 从那天算起的话, 到今天也就过去了三天。 也就是说, 白玉生带着猫在宋允家赖了整整三天。 宋允去厨房的冰箱里, 拿了两罐冰镇气泡水, 又往洗碗柜里, 拿了两个透明玻璃杯, 极其贴心地摆在了白玉生的面前。 我觉得, 这样不得行。 怎么了? 白玉生一手抱着猫, 尝试单手拉开一拉罐, 拉屎拉开了, 不过仅仅只是吃, 的一声, 气势放了出来, 但是口子完全没有打开。 泛着白炮的汽水, 争先恐后地, 往那一点缝隙中溢了出来。 卧槽, 喷了喷了。 快! 白玉生惊叫一声, 捏着一拉罐, 对着嘴抿了上去。 然而为时过晚, 甜泥的汽水, 已经漏了小半个茶几, 这会儿正滴滴答答从茶几上滴下来。 董事长扎了一身毛, 往白玉生的怀里窜了出去, 跑到客厅的另一边, 冲着那瓶汽水, 呲牙咧嘴。 宋宇, 还能怎么样? 他只能反手一个六。 两个人接着慌乱了一番, 重新在沙发上坐下来的时候, 已经是十几分钟之后了。 一拉罐的表面, 已经凝了一层湿漉漉的水珠, 宋宇实在没什么到尽被子里再喝的雅兴, 直接拉开一拉罐的开口, 对着嘴灌了一口。 白玉生脸皮再怎么厚, 这会儿也有点不太好意思。 他抱着玻璃杯, 小心翼翼地看了一眼宋宇, 你刚刚说什么不得行。 宋宇美好气地看了他一眼, 越想越生气。 你这天天赖在我这儿, 打扰我出对象。 白玉生呛了一口, 你谈什么恋爱? 上升期禁止恋爱。 他喝了一口汽水, 气泡在口腔中炸裂开来, 清爽刺激, 他微微眯了眯眼, 再说了, 你说这话也不知道是恶心我还是恶心你自己。 反正, 我, 绝对, 看不上, 和我穿同一条裤衩长大的。 傻狗。 宋宇张了张嘴, 一出几个破碎的阴结, 最后还是麻木地扯了个假笑。 算我求你了, 别像个傻逼。 这已经是他今天不知道第几次感到无奈至极的无语了。 左右闲得无聊, 白玉生切换了微博大号, 去评论区看了一眼。 前几天, 询问养猫相关事宜的那条微博下面又多了几百条。 他粗略地看了一眼, 发现评论区的风向从前几天的细致教学转移到了想看小猫的照片上。 他支着脑袋看了一会儿, 点进了右上角发布微博的按钮。 白玉生做一个资深猫奴, 平时去一趟猫咖都能拍上百张猫猫的照片。 他自然不会放过任何一只韧塔柔。 令的小猫? 近七天的相册被塞得满满当当, 全是董事长的照片。 但是白玉生拍照技术实在不太行, 拍到的猫要么是高胡, 要么是呲牙咧嘴。 他憋着笑, 好不容易在几百张照片里面选择了十八张, 自己相对满意地编辑好了微博, 发了出去。 发完这条微博, 他顺手点进了十诗热搜榜里, 想八点好玩的东西看看。 锦号沈志言你藏得好深锦号。 白玉生。 好家伙, 一点进去就看见老熟人。 他扬了扬眉, 接着往下面看了下去。 锦号沈志言陪艺, 锦号。 锦号知心之意, 锦号。 锦号陪艺红毯造型, 锦号。 锦号陪艺人间落神, 锦号。 一连将近十条, 全挂着他俩的名字。 陪艺。 白玉生舔了舔有些干燥的唇, 从茶几上拿起了自己喝剩的汽水, 抿了一口。 陪艺, 最近很火的准一线女明星来着, 最近几年, 凭借着几部上新剧爆火了一把。 就算是不怎么关注娱乐圈的白玉生, 也能说出一两部他的作品。 他眨了眨眼睛, 眼睫稀动, 忽略了后面几个明显带有CP像的词条, 点进了热衣。 清一色的营销号, 就连文案也差不多, 下面配了沈志言的高清红毯九宫格。 新闻图最考验明星的扛镜头能力, 也可以说是娱乐圈的照妖镜。 明明下面几张照片被锐化得不成样子了, 但沈志言这张脸依旧完美得有些荒谬。 男人五官立体精致, 轮廓硬挺。 唇线清敏, 唇角有个微微上扬的弧度, 眉眼舒展, 笑意却不达眼底。 原本在家的时候, 他没那么讲究, 一头短碎盖, 看看遮到眉骨上边, 不怎么打理。 慵懒得, 好像高中校园里单肩胯包的义气少年, 这会儿抓了个三七分的造型, 露出了他额前有些优越的美人肩, 整个人添上了几分锋利与惊艳的味道, 更像是古代智怪小说中勾人的妖精。 白玉生看得有些呆愣, 下意识摁了保存图片的案件, 严狗属性瞬间一览无遗。 他还没把九宫格都保存完, 手机屏幕跳转, 通话界面亮着书一池三个大字。 你完了白玉生? 你家那个沈大神要被狐狸精勾走了。 白玉生下意识把手机往远处拉了拉, 宋运注意到这边的动静, 轻飘飘地看了过来。 什么狐狸精? 狐狸精还能打得过他这个猫腰吗? 就是裴依啊。 你看微博了吗? 哎, 省得你去找, 我直接发你微信了。 电话打来得猝不及防, 挂得也莫名其妙。 白玉生打开微信, 看到了最顶上跳出来的书一池聊天框。 书一池。 视频消息, 星号久久。 白玉生点开了最新发过来的那个。 拍视频的主人似乎并不光明正大, 隔得也远, 就这个角度, 估计拍两只狗都深情。 他憋了憋嘴, 换了另一个视频看。 沈志颜的身影很好认, 他坐在会场的最前排, 旁边就是和他一起挂在热搜上的裴依。 两个人脑袋凑在一块, 有说有笑, 看上去关系十分亲密。 他身上只穿了一件白色的那搭衬衫, 红毯图上的西装外套, 这会儿正搭在裴依的身上。 不能说不暧昧, 只能说, 这两人就是在谈吧。 白玉生摸着下巴, 嘖嘖了两声。 余生, 无所谓, 舒一迟, 舒一迟, 你不会爱而不得, 然后因爱生恨了吧? 这有什么? 沈志颜可是随便让其他女孩进自己房间, 还让他穿他暗恋对象的拖鞋, 并且还能说出。 没事, 他不介意这个。 德人, 余生, 你找什么结? 他不都说有暗恋对象了吗? 反正有这个白月光在不是吗? 余生, 要么培议就是那个白月光, 那我还有打的必要吗? 余生, 要么培议不是那个白月光, 那我还有打的必要吗? 余生, 除非那个白月光是我啊, 不过这还不如我去门口买个体育彩票, 明天中个五百万, 来得现实一点。 舒一迟, 舒一迟, 你说得对, wisp sit, 与此同时, 沈志妍在会场百无聊赖地把玩着自己的手机, 他对这种装模作样的分猪肉庆典一直没事腰兴趣, 再加上陪一一直凑过来与他扯着些有的没的。 总之就是, 十分, 无趣。 叮咚, 你的特别关注, at余生发了一条微博, 沈志妍看着自己掌中突然亮起的手机屏幕, 挑了挑眉, at余生, 来欣赏董事长艳照。 一条十八公格的董事长合集, 没有点进去的时候, 只能看到前面的八张, 正中间是白玉生抱着董事长的合照, 拍摄照片的场景, 似乎并不在他自己家女孩, 穿着一身藕粉色的T恤, 笑得十分开心, 露出八颗排列整齐的牙齿, 两边头发扎了个小啾啾, 头贴在小三花的脑袋边上, 元气十足, 白玉生的照片感染能力很强, 这也是为什么他明明拍照手法一般, 却也能吸引不少粉丝的原因。 不过, 沈志妍放大了照片, 在照片的右方看见了一道男人的背影, 他咬了咬后槽牙, 轻哼了一声, 声调冷得像寒冬腊月结在屋檐底下的垂冰。 阿T, 宋允抽了抽鼻子, 从茶几上抽了一张餐巾纸, 给自己醒了一把鼻涕。 白玉生, 是不是你在背后骂我呢? 白玉生瞪圆了眼睛, 有些莫名其妙。 嘿, 本来还不想骂你, 既然你这么说了, 他手指在手机屏幕上一顿输出, 你个傻狗你, 倒是从草丛里面出来啊, 你个辅助一天到晚去河道里面欺负螃蟹算什么? 真是小刀划屁股, 给我开了眼了呀。 宋允, 那场酒会的焦点在一楼会厅, 裴翼身着一袭抹胸金石黑网纱长裙, 肩背鲜薄, 长卷发撩到左侧, 几缕碎发落在后背, 引导着人们的视线落到他大片如凝枝的皮肤上, 一对肩胛骨如一对栩栩如生振翅带飞的蝴蝶, 侵略感过于强烈, 一时间竟让人忽略了他的那对红钻耳环。 黑白碰撞, 摄人心魂的美艳, 像一朵扎根在无人去的艳丽血玫瑰。 他一手护在胸前, 另一手捏着香槟酒杯, 对着面前的男人微微鞠了一躬。 还是得感谢杨岛这几年对我的栽培啊, 您别开玩笑, 要是没有您, 怎么会有今天的我呢? 怎么说, 他也是在娱乐圈摸爬滚打了好几年了, 奉承的画链得得心应手。 裴翼微微掀起眼皮, 往酒会二楼看去。 沈志妍一个人站在二楼的护栏后, 身姿挺拔, 一手抄兜, 另一只手搁在木制护栏上, 指尖有一搭没一搭地扣记着护栏。 他冷着眼腻着整个那场, 脸上没有一丝多余的表情, 淡漠清冷, 像一位屁腻众生的主神。 没有人不会对这样的沈志妍心动。 他从来就不喜欢阿谀奉承的名利场。 更何况, 按照他的身份, 根本不需要再花额外的精力, 与别人社交。 等到裴翼从杨丽红那抽开身, 再抬头看过去的时候, 已经没有了男人的身影。 北城的空气比陵下那边要干燥许多。 沈志妍半伏在露台的大理石护栏上, 从口袋中摸出了一包烟, 磕出一只夹在纸间慢慢把玩着。 露台门被人从里面打开, 发出一声轻响。 啪! 黑暗中亮起一盏红紫色焰火。 沈志妍完全不在意身后来的是谁, 打开了自己的那枚银制打火机, 点燃了咬在嘴里的烟烟物缓缓上升。 他半眯着眼, 晴朗夏夜之下, 窥见了不远处北城市中心的车水马龙。 沈志妍好久不见。 呼! 烟雾缭绕。 沈志妍终于啃偏过脑袋, 看了对方一眼。 陪一臂弯上挂着自己的那件西装外套, 红唇微扬。 刚刚已经打过招呼了。 男人单手加烟, 另一只手肘搁在护栏上, 整个人懒懒散散, 没个正形。 刚刚, 指的是从红毯开始, 一直到那场酒会之前的媒体镜头下。 陪一撩了撩自己的长卷发, 在露台的单人沙发上坐了下来, 只是在媒体面前做做样子罢了。 怎么? 出国一趟变得迟钝了。 沈志言没有说话。 陪一抬眼, 盯着距离自己只有几步之遥的男人, 有些愣神。 之前你去佛罗伦萨的时候, 一声不吭, 这会儿回来你也一声不吭, 要不是我在热搜上看见了? 你打算什么时候告诉我? 沈志言抖落了燃到一半的烟, 轻轻笑了一声。 声音不大, 混着楼下有些嘈杂的声响, 陪一听得有些不太真切。 我为什么得告诉你? 陪一正了一瞬, 沈志言似乎没给他回答的机会。 这不是好安排时间来给你接风洗尘吗? 他从单人沙发上起身, 将手上的西装外套递了过去。 还有, 你的外套, 今天谢谢了。 沈志言抬手, 挥了挥手上的烟, 示意自己暂时没有空接衣服。 你放沙发背上吧。 他顿了顿, 又吸了一口烟, 偏头朝着露台外面的方向, 慢慢将口腔中的烟吐出, 下河线凌厉的有些残忍, 下次要是觉得冷, 自己或者叫你的经纪人 去和会场相关负责人交涉。 他突然觉得有些烦躁, 说出来的话, 冷漠不带半分情谊, 像是五不化的兵, 又像是炸裂的星火点子。 行。 陪一抿了抿唇, 红艳的唇彩微微蕴染, 金石黑的网纱铺了一地, 像支离破碎的黑天鹅羽毛。 他平复了一番呼吸, 拉开露台的大门, 走了回去。 沈志颜把烟摁灭在露台小桌子上的烟灰缸里, 桌子上的手机明灭忽闪, 刚刚在那场的时候, 沈志颜开了静音模式, 对方在这个电话, 之前已经打了不下三十个, 全都没被沈志颜接着。 喂。 我。 操。 你。 大爷。 啊。 沈志颜。 说好的, 中场出来陪兄弟们喝酒的呢。 人呢? 三十个电话, 你硬是一个都不接啊。 沈志颜捏了捏鼻梁, 叹了口气。 有必要这么着急吗? 你赶着去投胎呢? 云一白在电话那头笑骂了一句。 您就少废话了, 北城老地方, 就等你一个呢。 沈志颜抬脚往那场酒会走去, 经过刚刚陪一坐过的沙发时, 身形微微一顿, 视线越过那间被折出几道褶皱的西装, 停留在了西装领口处一枚小鱼的金属胸针。 沈志颜一手捏着电话, 另一手将西装外套翻了过来, 单手将那枚金属胸针给取了下来。 接着直接忽略了那间西装, 大踏步往酒会那场走了回去。 你爷爷, 我今儿没空, 赶着回临下。 云一白那边静了一瞬, 接着是铺天盖地的叫骂声。 我心好你大爷的, 心好心好心好, 说好的来北城找我们叙叙旧的呢。 我心好心好好不容易给你安排好了一切, 你现在和我说, 我连夜赶回临下。 沈志颜仰着眉, 痴痴地笑出了声。 别发电报了, 再不回去, 女朋友和孩子都跟着别人跑了, 你说急不急? 什么女朋友和孩子? 你少糊弄人了好吧? 谁不知道你看见女人和跑毒圈似的。 沈志颜抄了近路, 她在酒庄门口的千道板处, 看见了不知道谁给自己立的, 一时间有些失效。 绝带风华, 天人之姿, 人间文曲心神之言。 自己才在媒体面前露了几面, 就这么疯狂, 搞得好像她有多正经似的。 她搭着手机话筒, 拖着调子回了一句。 嗯, 文曲心现在要跑毒去了, 下回你来林下和我说一声, 我一定好好招待招待你。 说吧, 她不顾云一白在电话那头骂得有多脏, 直接挂了电话, 往酒庄后面的停车场走了过去。 白玉生在宋允家蹭完了最后一顿夜宵, 碗里的最后一口泡面汤还没咽下肚呢, 就连人带猫被赶出了大门。 理由是, 男女瘦瘦不轻。 对此, 白玉生只觉得荒谬至极。 从小到大, 我都把你当我家的亲狗狗对待。 你这会儿虽然和我谈男女瘦瘦不轻。 说好建国以后, 不能成精的。 宋允把他所有东西都丢了出来, 极其爽快地拍了拍手。 慢走嘞, 不送。 白玉生叹了口气, 揉了揉董事长的下巴。 哎, 你看吧, 因为你太会吃了, 所以我们被赶出来了。 董事长, 喵喵喵喵, 意思是, 关我屁事。 这个点已经不早了, 再加上宋允住的本来就是高档住宅区, 路上早就没什么人。 白玉生一手拎着董事长的航空箱, 另一只手提着一堆以防万一带的小猫用品, 吭吱吭吱往自己车上班。 白鸿鸣昨天出差回来了, 这几天都在家住, 带着董事长, 他是绝对绝对进不了自己家的门。 要说有什么能让年过半百的商业精英白鸿鸣 瞬间破防的话, 那就是小动物了。 白鸿鸣对动物毛发过敏。 回到梧桐院的时候, 刚刚过了凌晨三点, 他一边打着哈欠, 一边把车王沈志颜的车库嘎拉里, 停。 他懒得按照驾校教的那样, 规规矩矩停车, 反正看到有地方能塞就行, 等他熄了火, 后视镜处突然反射出一道强光, 一辆十分眼熟的白云石卡燕 从后面开了进来, 堵在了车库门口, 白玉生有些意外。 虽然沈志颜没有具体和他说的出差几天, 但下午才在微博上看到他出席红毯活动。 晚上就见着, 本尊这件事还是有些魔幻。 他提着董事长的航空箱从车上走了下来, 发现卡燕依旧堵在门口, 没有要进来的意思。 他小跑两步, 凑到了他的车窗前, 轻轻扣了两下。 车窗被缓缓摇下, 露出沈志颜那张有些疲惫, 但依旧难以掩盖风华的脸。 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喵喵喵喵。 沈志颜逆了他一眼, 轻轻哼笑了一声。 离开太久, 突然想家了呢。 白玉生, 那你怎么停在门口? 不进去吗? 沈志颜指了指车库里边, 并且打开了两道远光灯, 半个车库的情形一览无余。 你要不要看你的车屁股歪到哪去了呢? 武林红光迷你本来占地就小, 白玉生开惯了, 一直对停车这件事丝毫不在意。 再加上这几天, 沈志颜不在家, 车库空了一辆, 他于是变得更加放肆了。 车头卡在车位里, 尾巴极其随意, 撬到了车位外边, 刚好挡住了下一辆车的路。 白玉生沉默着, 重新拎着董事长回到自己的小车上, 哼哧哼哧, 把车子给这儿巴筋地停到了车位里边。 他下车的时候, 沈志颜也刚好从他那辆卡燕上下来, 手上握着几个长方形包装的盒子。 他从自己的小车上拿下大包小包的东西, 和一身轻松的沈志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他偷偷描了一眼沈志颜宽厚的背影。 嗯, 怎么好像缺了点东西? 啊, 他手上的一包猫粮没兜住, 掉了下来。 白玉生整理了一番手上杂七杂八的袋子, 蹲下身把董事长给放了出来, 再把其他宠物用品往航空箱里塞。 不好意思, 董事长, 你的房车我真用了呀。 小三花刚从箱子里出来, 身上的毛还炸着, 他蹲在地上, 把自己身上杂乱的毛给梳理干净, 冲着白玉生哼起了两声。 沈志颜只在自己的车边上, 漫不经心地刷着手机, 看上去是在等他的意思。 电光火石之间, 白玉生突然意识到 到底哪里不太对劲了, 他好像没外套来着, 他回想到今天傍晚 舒逸池给他发的视频。 所以, 外套这会儿是还在陪一手上吗? 白玉生眨了眨眼睛, 把所有的宠物用品重新抱在手上, 虽然东西也没有多沉, 但他十分细精地撕了一声。 站在原位一动不动的沈志颜 听到那边的动静, 终于往他这边看了过来。 然后, 抬脚, 往梧桐院里边走了进去。 白玉生 白玉生把所有东西都搬回了梧桐院里边, 把董事长用的东西分门别类, 按照种类收拾到柜子中, 最后拍了拍手, 插着腰哼哼笑了两声, 看上去像一只做了一件拿手势之后的骄傲小狗。 干得不错, 不过比起这个, 已经快四点了。 你现在应该回去睡觉。 白玉生吓了一跳, 后脑勺头皮一阵收缩, 他转过身, 见着沈志颜鞋靠在门框边上, 没什么感情地给他鼓了鼓掌。 你不是回屋了吗? 沈志颜看上去精气神不是很好, 他的脑袋支着门框, 打了个哈欠。 嗯, 被老鼠翻东西的声音吵醒了, 起来抓老鼠。 白玉生歪了歪脑袋, 骗人的吧, 哪有老鼠。 沈志颜沉默, 掀起眼皮, 上下打亮了他一眼。 诺, 这不在这吗? 白玉生。 所以呢, 是一会儿不损他, 他难过是吗? 他皱了皱鼻子, 反手把储物间的灯给关了, 气势汹汹地越过他往自己房间跑。 白玉生。 沈志颜的声音从后边传来, 轻烈地像坠落在地上的月光。 白玉生跺了跺脚, 加快了脚步。 明天早上醒了, 来一趟外书房。 好吗? 这会儿还在使唤人呢? 起不来起不来, 不去。 他嚷了两声, 拉开了自己那间屋子的门把手。 沈志颜迈着步子, 他腿长, 跟上白玉生的脚步极其轻松。 他趁白玉生还没把门摔上之前, 又补了一句。 送你几样东西? 碰。 沈志颜。 过了一秒, 房间门再次被打开, 白玉生探出半个脑袋。 你刚刚说什么? 要送我东西吗? 沈志颜。 没有, 你听错了。 白玉生。 说起不来倒也不是气话。 而是白玉生真的没办法再早上起来。 他醒的时候, 整个人睡得有些昏昏沉沉, 斑驳的阳光从偏西的方向照过来, 铺了一床惊辉。 白玉生摸到自己床边的手机, 习惯性地清理了消息通知栏的一众广告。 等他看见自己微信连着几个群的九九家, 这才意识到有些不太对劲。 左上脚。 二十六。 六十三。 他目了一会儿, 这才迅速地下床脱上拖鞋, 简单洗漱了过后, 直接往外书房的方向奔。 他不确定, 这个时候, 沈志颜还会不会在书房里等他。 也不知道, 在一个不管多晚睡, 都能在早上七点准时醒来的自律狂摸眼中。 他一觉睡到下午, 采取这件事, 会不会太荒谬。 他临到了外书房, 才停下仓促的脚步, 平复了一会儿呼吸, 温温吞吞地拉开书房大门。 起来了。 沈志颜从厨房门口探出身来, 叫住了白玉生。 他身上穿着一件纯白T恤, 外面系着一条烟灰色的围裙, 手上须须捏着一柄木质汤勺, 生活气十足。 嗯。 白玉生双手背在身后, 把外书房开到一半的门给和尚, 一寸一寸地往沈志颜的方向移动你在做什么。 沈志颜把手上的汤勺丢给白玉生, 朝着灶台扬了扬下巴。 周, 去盛一碗试试。 嗯。 嗯嗯。 白玉生有点受宠若惊。 自己起得那么晚, 不仅没有被嫌弃, 还有爱心早。 午餐可以吃。 他捏着烧饼, 走到了冒着暖气的小砂锅边上。 里面煮着一锅香菇鸡肉粥, 搭配着不少新鲜食书, 色彩鲜艳, 看上去十分诱人。 他从洗碗机里拿了个干净的碗出来, 给自己盛了一碗。 等他端着餐具在桌子上坐下的时候, 才发现沈志颜两手撑在桌子上盯着他, 神情细血。 这个意思是, 他默默转身, 重新拿了一个碗出来, 给沈志颜也盛上一碗, 放在他面前的桌子上。 沈志颜沉默了一会儿, 解下身上穿的那件围裙, 随意地搭在椅背上。 怎么想起来做粥了? 他尝试着咬了一勺, 小心翼翼地搭在嘴边试了试温度。 有个懒鬼一觉睡到大下午, 我闲得无聊。 白玉生吐了吐舌头, 把粥连着勺子一起塞进了嘴里。 沈志颜看了他一眼, 也学着他的样子咬了一小勺。 今天董事长胃口不太好, 语气平淡, 粥的味道也平淡, 但是好吃。 白玉生一连咬了三勺, 含在嘴巴里慢慢鸣化。 嗯, 不会吧, 昨晚还好好的呀。 女孩眨了眨眼睛, 下意识掏出铃铛, 想把董事长喊过来。 这几天给他吃什么了? 就按照食谱配的餐呀, 一切正常。 沈志颜喝了一会儿粥, 掀起眼皮看了他一眼。 那这几天, 你们去哪儿了? 白玉生抬起头, 盯了回去。 下午的阳光正好, 往厨房后面的窗子里照了进来, 被百叶窗切成一条一条的, 落在地上。 他的铜人, 依旧是比一般人偏浅的棕色, 几束光经过反射, 落在他的眼中, 纯粹又清透。 一切虚伪, 无处遁形。 去宋允家玩了两天, 昨晚刚回来呢。 他怕沈志颜不知道宋允是哪号人物, 又补了一句, 就是之前和我一起去湖心岛的那个男生。 沈志颜点了点头, 轻嫩了一声。 没事, 大概是应激了吧。 白玉生, 之前你自己怎么说来着? 沈志颜耸了耸肩, 也有可能是吃不惯别人做的饭吧。 董事长比较娇气。 白玉生, 他选择不说话, 好好吃饭。 两个人面对面坐着, 一时无言。 白玉生吃东西的速度很慢, 秉持着细嚼慢咽, 不会胖这条人生理念。 他一口饭能嚼多久嚼多久。 等到沈志颜吃好自己的那一大碗, 餐具洗好说是好之后, 白玉生还剩着一小碗没吃完。 他在中导台上接了一杯温水, 盯着小姑娘的后脑勺发呆。 白鸿鸣说的是, 事实他们俩小时候确实认识。 但不熟。 当然只是仅对白玉生来说是不熟。 在沈志颜上初中之前, 他大部分时间都一个人住在南西庭院, 白玉生家隔壁。 直到初中之后, 自己的中国化天赋被沈灵生看到。 这才被沈老先生接到北城带在身边抚养。 楚清烟属于典型的事业女强人, 一切以公司的利益为重, 鲜少有完全属于自己的时间, 一年也回不了几次家。 沈行之就是典型的顽固富二代, 玩得极花。 沈灵生老来得子, 也不期望沈行之能干出什么大事业。 只要不出大差错, 也就随着他去。 他的父母说好听了是豪门契约婚姻, 但实际上就是个玩个的。 甚至对他的关心, 还比不上当时作为邻居的白鸿鸣和苏惠。 我吃完了, 然后呢? 沈志颜回过神, 抿了一口温水, 润了润有些干燥的嘴唇。 然后洗碗收拾桌子, 整理干净了, 再到外书房找我。 说把他喝完最后一口温水, 像之前一样冲洗干净, 直接架在了杯架上, 水珠顺着杯壁的曲线下滑, 在中导台上, 据称一小摊水渍。 白鸣生收拾好餐具, 转身盯着那摊水渍, 皱了皱眉, 又像上次一样, 抽了一张厨房纸, 给他上上下下擦了一遍, 这才拍了拍手, 往外书房的方向走去。 沈志颜在自己书桌后边坐着, 桌面上很干净, 地上也很干净, 没有像白鸣生第一次进来那样, 满地都废纸。 桌上摆着昨天晚上沈志颜 带回来的几个长方形盒子, 里面的东西似乎已经拿了出来, 铺在桌子上, 尺寸有些长, 从桌檐垂了下来。 听你父亲说你现在是 零下美院的国画专业生, 沈志颜一只手支着脑袋, 另一只手拿着抱着小三花, 有一搭没一搭地给他梳着毛。 这次去北城运气好, 收到了几幅画, 觉得你应该能用上。 白鸣生有些惊喜, 毕竟, 这么多天了, 别说国画了, 就连一点搭边的东西, 他都摸不着。 哎呀哎呀, 这怎么好意思啊? 他黑黑笑了两声, 下意识把手放在 腰后的衣服布料上 搓了两下, 凑了过去。 虽然沈志颜说得轻飘飘的, 但白鸣生瞄一眼就知道, 这几幅画绝对, 绝对, 绝对不可能, 只是运气好就能碰上的。 属于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几幅精品山水画, 这不是西山无尽图的局部吗? 你从哪里搞来的? 去抢博物馆了。 他双眼冒着光, 跑到了沈志颜的边上, 详细观摩起那幅画作来。 两个人的距离被陡然拉近, 沈志颜不动声色地, 收回了自己原本敞开的腿, 坐直了身子。 我要去抢博物馆了, 今天谁给你煮粥喝? 沈志颜轻斥了一声, 沈老的对灵本, 也算是便宜你了。 沈老, 沈铃声吗? 所以, 这几天, 他还抽空回了趟家吗? 白玉生将视线从画作上扒拉了下来, 转移到沈志颜的身上, 他脸上依旧是一副不咸不淡的表情, 一头碎发乱的恰到好处, 肆意又张扬, 盖在额前, 遮住了他眼中的情绪。 每天喂完猫没事干可以来这里, 我带你。 怎么这么突然? 又是送话, 又是亲手教学的。 董事长在沈志颜腿上呆腻了, 极其灵活地往他膝盖上跳下来, 伸了个懒腰, 摇着尾巴往门外走了几步, 开始今天的巡逻任务。 看上去一点都没有胃口不太好的样子。 沈志颜双手背在身后, 也丝毫没有被董事长当面拆穿, 他刚刚在厨房瞎扯这件事影响到。 他整个人放松下来, 像一只突然被抽了骨头的懒猫似的。 没什么, 只是突然想到咱们画室不养肺肺呢。 来这画室的大半个月, 白玉生可能终于明白为什么沈志颜这么大的名气, 自家画室里却只有这么点人了。 大概是因为没人受得了沈志颜这张嘴。 他捏着画笔, 常常叹了一口气, 在宣纸上描了一只鹅的形状, 正打算换廊好笔刻画细节。 沈志颜端着自己的话剧, 路过他边上看了一眼。 嗯, 画得不错, 呆头笨鸟, 栩栩如生。 这不是呆头笨鸟。 白玉生闭了闭眼, 平复下心中的躁气, 提笔凑到沈志颜边上, 占了占燕台中的墨汁, 继续把自己纸上的鹅给描了出来。 他在学校的主攻方向是工笔花鸟。 工笔画吗? 就要求工整, 细腻。 严谨的笔法就导致了白玉生画画的时候压根不敢大喘气, 生怕什么地方错了一步。 线条顺着刚刚用淡墨涂抹出来的大鹅形体一路往下。 沈志颜好像偏偏就要和他作对似的, 在一旁冷不丁地开口提了一句。 我没看错的话, 你现在在画的这张宣纸也就三尺陡方。 刷! 线条偏离了原来的地方变成极其突兀的一条断线, 就好像刚打完架的鹅身上的羽毛被啄得七零八岁的。 白玉生, 三尺陡方怎么你了呢? 沈志颜择了一声, 抬手指了指他手下的那张宣纸。 你要不要抬头往上, 仔细看看你的呆鸟变成什么样了? 白玉生收了笔, 照着沈志颜的话看了上去。 其实没太大的硬伤, 毕竟白玉生采取的眉骨加勾法, 第一层淡墨形体没出什么大差错, 后面也不会翻车, 翻得太过离谱。 都说了不是呆鸟, 我画的是呃, 哪出问题了? 沈志颜挑了挑眉? 哦, 那你这个呆头鹅看上去像是一天吃了八顿饭似的, 肥得流油? 白玉生憋了憋嘴, 对此很不赞同, 觉得沈志颜就是饭吃太饱了, 专门逮着他找茬。 那你就说结构上有没有大问题吧? 肥一点的呃就不是鹅吗? 凭什么要求所有的鹅都是细鹅? 你别搞审美绑架。 沈志颜瞄了他一眼, 似乎是被他这套歪力给逗笑了, 嘴角微微上扬, 哼笑了一声, 他俯身往前, 拿起了白玉生刚刚丢下的那两支笔, 在旁边另外抽了一张宣纸, 笔尖舔了舔墨, 在泛黄的宣纸上落下了第一笔。 两个人的距离瞬间被拉近, 沈志颜侧身站着, 一只手随意插着腰, 从旁边看, 就好像他成半包围结构, 将白玉生整个人都在怀里。 淡雅的相似意, 像坠落宣纸上的那一滴墨渍, 在微微泛黄的宣纸上, 蕴染开来。 别总盯着你笔尖那一小块地方看, 落笔之前收笔之后, 记得观察整体, 形才不会莫名其妙走外。 看沈志颜作画的过程, 对白玉生来说就是纯纯的美学盛宴。 从各个意义上来说, 植骨分明的手变换着手势, 运行着不同的笔法, 在暖光灯的映照下, 泛着一层带着绒边的柔光, 空笔时若隐若现的青筋与骨节微微凸起, 一路往下, 以饶骨为戒, 逐渐消失在手腕下方的袖口处。 他好像不怕热似的, 大热天的, 也总爱穿长袖的丝制衬衫, 不过衬衫也有好处, 总能恰到好处地勾勒出他精瘦的身形, 甚至在光下, 还能极其清晰地透出他的轮廓曲线。 嗨嗨。 没有说他穿衣服不正经的意思, 完全就是他思想比较龌龊。 对空笔能力也有一定的要求, 胡乱下笔不讲究笔法, 最后画出来的东西难免死板, 看清楚没有。 嗯。 白玉生回过神, 抬头粗然撞进沈志颜, 没什么情绪的眼睛里。 淡漠清冷, 如一碎的琉璃珠子, 整个人像无情无欲的折仙。 他倾壳了一声, 迅速地转过视线, 去看桌上铺着的宣纸。 前后也才三分钟不到的时间, 宣纸上铺展开来的墨迹, 化作一只斩着翅膀神, 啾啾气昂昂的大鹅。 好像还能听见他抗议的声音。 这已经不能单纯用胖兽来形容这鹅了。 白玉生转了转眼珠, 如果真要说的话, 他觉得这鹅新鲜的可以马上下锅整一个铁锅盾, 然后再看看自己的。 嗨, 差别也不是很大吗? 一个天上, 一个地下而已。 他突然就泄了气, 趴在书桌上, 整个人捏捏的。 技法上没有太大的问题, 但是你可能过于被技法束缚了, 觉得化鹅只能按照这个步骤一步一步来, 免不了险的生硬。 下次叫你画另一个方向, 另一个动作的鹅泥, 又会陷入困境。 沈志颜顿了顿, 将有些碍事的袖子往上折了折, 露出一小截小臂。 他作画的时候, 好像不怎么戴手表。 以及, 好像已经没有之前经常会见到的猫爪痕了, 之前的那几道也淡了下去, 不仔细看, 还真看不出来之前被猫抓过。 白玉生有些小骄傲, 他十分不要脸地将这项功劳归功给自己。 果然, 自从自己开始照顾董事长之后, 他的脾气都好了不少呢。 想要气韵生动, 先确定利益构图。 你到底要这个呆头鹅怎么样, 你得先在脑子里过一遍。 沈志颜接着讲话, 顺便转过头瞥了一眼白玉生。 女孩还紧紧盯着他刚刚画的那副大鹅。 眼中惊艳与崇拜的情绪是有的。 只不过, 占据多数的应该是。 如果你一直想的是铁锅钝鹅的话, 那不得是越肥越好。 画出来的鹅有生气有灵动感, 那真是见鬼了。 说吧, 曲起手指, 在白玉生的脑门上轻轻扣了个暴力。 所以, 你能告诉我, 你下笔之前在想什么吗? 白玉生捂着自己的额头, 憋了憋嘴。 想什么? 临下美院作为国内排得上名号的美术学院, 招生门槛不低。 他也是高三那会儿, 规规矩矩在画室集训泡出来的。 一考时间安排极其紧凑, 每个人都争分夺秒, 打磨自己的话计。 画室的老师教学重点也都放在技法学习上, 毕竟最后的一考审评标准, 也是考生的技巧与功底。 很少有人在意这幅画是不是很有灵气。 毫不夸张地说, 集训时期一天时间画三十张也只是家常便饭。 在这种强度的高压下, 他哪有时间去考虑自己想要画什么? 手边随便拿一本画册, 里边翻到什么就画什么? 画得像了, 笔法运用好了就行。 与其去考虑胖鹅有没有其他角度。 那还不如多想想, 画室的地理位置, 能不能点到陵下有名的那家地锅机来得实际一点。 沈志颜见白玉生撅着嘴部回答, 以为小姑娘是被他敲疼了, 这会儿正闹着脾气。 他叹了口气, 任命式地抬起手, 一只守护着他的后脑勺, 用另一只干燥的掌心揉了揉刚刚, 被他弹过暴力的地方。 动作小心温柔, 像哄孩子似的。 这个动作实在有些暧昧, 甚至对白玉生来说, 两个人的距离本来就已经有些越界了, 这下更甚, 只要他微微动一下脑袋, 差不多就能碰到他的下巴。 彼此间呼吸交融, 沈志颜最近好像换了一款香水, 木质调香味萦绕在鼻尖, 前调沉稳厚重, 后调又变得温润轻压。 要是说之前的熟福酒香就像浪荡于花酒诗会的顽固, 那最近的香就像是温文尔雅的翘书声。 白玉生有点感动, 也有点不感动。 等到白玉生感觉自己的脖子再哽下去, 可能会直接落枕之前, 沈志颜终于放下了手。 额头陡然一凉, 两个人的距离微微拉开了一些, 他不动声色地输了一口气, 就听见沈志颜继续往下面交代起了任务。 平, 刘, 圆, 便, 这些基础线条还不够扎实, 每天先花两三个小时练基本功, 多临摹名家画作, 感受画中所蕴含的意境, 但是在此之前呢, 去收拾一下行李, 今天下午和我出门一趟。 嗯嗯嗯, 去哪。 白玉生一开始就当老师布置作业了, 思绪还在自己微微发热的额头上, 对沈志颜说的话左耳进右耳出, 他一边说他, 一边点头, 听到最后一句, 还有些没反应过来去胡星岛, 带你去采风。 可是, 胡星岛我已经去过很多次了, 沈志颜帮白玉生换了一张宣纸, 用预制阵齿, 把宣纸面抚平, 压在宣纸的一角, 重新给白玉生的两只笔舔了墨, 交还到他的手中。 就算手上干着其他活, 他也能分出心来与白玉生聊天。 那也要看是跟谁一起去的, 是我带你去的吗? 白玉生顺势接过他手中的笔, 笑得像一只狗腿子。 那倒不是, 一般就是和宋允去尝尝梅老板做的新品, 一只肥嘟嘟的大鹅再次出现在宣纸上。 白玉生独立作画的能力是差了一点, 但模仿能力却不容小觑。 就光是弹幕不开的轮廓, 还真和刚刚沈志颜画的有几分相似。 啊对了, 说起梅老板, 你是哪里找来的宝藏? 做饭真的一绝, 人也美, 性格也好。 如果不那么执着于像个大高校的食堂一样, 进行黑化创新的话。 沈志颜竟站在看他一边作画, 一边还抽着空和自己谈天说地, 明明自己给他揉了那么久额头了, 结果一张嘴一开一盒, 全是别人的名字。 哦, 看看, 这线条又歪到不知道哪个角落去了。 他不耐烦地轻则一声, 大街上随便拉来的, 白玉声。 他抬头看了沈志颜一眼, 见他半合着眼, 漫不经心地撑在桌子一角, 整个人懒洋洋地, 嘴唇依旧抿成一条线, 看上去不像胡说八道。 但他说的内容的确又很离谱。 怕大, 看得太久, 他忘了自己笔上刚沾了墨水, 一滴浓重的墨汁滴在宣纸上, 墨迹慢慢在纸上化开, 蕴染了一片。 他瞪大了眼睛, 没敢去看沈志颜, 看见这个越来越大的黑点, 是什么个表情。 突然, 他灵机一动, 直接对着那个黑点绕了一笔, 化成了一个蛋的样子, 目睹整个过程的沈志颜。 所以呢, 你这只鹅扑扑的翅膀, 表情还那么高贵, 是在干嘛? 炫耀他刚下的铁弹吗? 白玉生想过, 自己坐在湖心岛庄园里, 吃着梅老板做的菠萝派, 再喝上一盏小茶, 窃窃益的赏景找灵感。 再怎么不济, 也是坐在小花园里, 逗猫赏花吧。 他一手支着木棍, 另一手扶着膝盖, 盯着前面的沈志颜, 长叹了一口气。 我实在爬不动了, 咱不爬山行吗? 那你现在可以转头往回走。 沈志颜在前面给白玉生开路, 尽量避开锐利的草堆, 找一条相对平坦又安全的小路走。 白玉生一噎, 回头看了一眼, 湖心岛的山区, 看上去完全没有被开发的样子, 没有开辟健身步道, 沈志颜带着他, 完全就是荒野求生式的野蛮开路。 属于走过一片区域, 再回头看, 已经完全不知道那里是哪里, 更别说往回走了他, 哼哼唧唧了两声, 任命似的跟上前面走山路, 还能四平八稳见步如飞的男人。 那我们走慢一点行吗? 沈志颜抬头望望天空, 再过一会儿, 就差不多天黑了。 你想我俩今晚横尸荒野的话, 你现在甚至可以坐下来吃顿饭。 白玉生, 要不是沈志颜倒还用不上这种下三滥的手段, 他总感觉自己就是被骗到这里任人宰割的无知少女。 湖心岛的生态被保护得很好, 没有被进行过度的商业开发, 依旧保持着原始森林的样貌。 保护得太好, 对大自然来说是一件好事, 但是对白玉生来说就是一场噩梦。 他垂着肩, 整个人蔫巴拉地, 把脸贴在自己握着木棍的掌心, 顺着沈志颜开好的道路往上爬。 直到, 沉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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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沈志颜被吓了一跳, 眉头一紧, 下意识回头看过去。 只见白玉生半眯着眼, 像只眉头苍蝇似的, 一边兹哇乱叫着, 一边脚下生了风地略过他往山上跑。 虫子? 大甲虫, 长得五颜六色的大甲虫啊。 沈志颜感到有些无语, 同时又有点想笑, 不过下一秒, 他就笑不出来了。 白玉生 别往那边 碰 跑 白玉生半跪在地上 原本干干净净的裤腿上 沾满了泥土 看上去十分悲惨 沈志言轻泽了一声 往白玉生的方向走了几步 伸手去搭他的手臂 能起来吗 白玉生咬着下嘴唇 颤巍巍地摇了摇头 不太敢 沈志言 问你能不能起来 你回我一个不太敢是什么东西 白玉生抽了口气 眼眶中有几点精英在微微打转 不知道是被吓的还是疼的 你不懂 现在就好像那薛定恶的大甲虫 万一我膝盖底下就躺着一只呢 沈志言指了指 它们身后被破坏成一团的植物 大甲虫在哪 白玉生眨巴着眼睛 撑着一地的枯叶 尝试着站了起来 膝盖上粘着不少稀碎的碎叶 还沾着不少泥土 这几天下过雨 摔一下 倒不会像摔在硬泥块上那样生疼 但坏在不及时处理的话 可能会伤口感染 他扒拉着自己膝盖上的脏东西 痘大的眼泪 毫无征兆地滴了下来 掉落在泥土中 逐渐化开 沈志言一愣 极其自然地 抬手揉了揉女孩的头顶 动作轻柔 充满了安抚意味 看上去是走不了路了 他找了一块相对干净平坦 能让他使得上力的地方 蹲了下来 拍了拍自己的后肩 上来 这不太好吧 沈志言两手垂落在身子两侧 闻言 做事要站起身来 那你自己走 白玉生这人 十分拎得轻 他二话不说 直接闭了嘴 亮枪了几步 往沈志言背上贴了上去 触感和想象中是差不多 他的肩背宽厚 十分有安全感 白玉生虚虚地圈着沈志言的脖子 整个人紧绷着 有些拘谨 沈志言两手扶着女孩的大腿 给他整个人提了一把 抓紧了 到时候再摔一跤 有的你受的 白玉生轻轻气了一声 手上使了劲 温热的呼吸 喷洒在沈志言的后颈 向盛夏午后闷热的震雨 逆了水湿的窒息感 渐渐慢了上来 像促然长潮 沈志言顿了顿 不动声色地平复着自己的呼吸节奏 但是白玉生就好像 一定要与他作对似的 整个人又凑上来了几寸 盛夏午后确实 燥热得很 沈志言的发质偏软 不经心打理的时候 头发顺着生长方向自然下垂 毛茸茸的像一只小猫 白玉生不动声色地凑上去 轻轻嗅了一下 青宁橘皮为主调的洗发水 干净清爽的 就像在球场中自艺的少年 好闻得有些上瘾 他突然有些在一起 那天他们晚上 他们玩得真心化大冒险 他将这份情绪 归咎于人类天然的好奇心 白玉生十分想知道 像沈志言这样优秀的人 到底会把什么样的女孩 放在心里那么多年 甚至将自己放在了 那么一个卑微的位置 哎 怎么不走了 你行不行啊 白玉生晃着自己的脚 唯恐天下不乱 沈志言扬了扬眉 偏过脑袋警告了一声 再废话 直接给你从山上丢下去 他们两个人的脑袋 本来就贴得极净 这一偏头 白玉生直接对着沈志言 那弧度优越的鼻尖 吻了上去 林间缠鸣喧嚣 热风越过山林 留下稀稀素素的竹叶清响 空气中的土星 未混着青草香的气息弥漫 混着沈志言身上 清新淡雅的木质香 有些谎人 白玉生 沈志言 你 白玉生清了清嗓子 你突然转过脸来干什么 你凑这么精做什么 声线平稳 不咸不淡 没有任何起伏 就好像自己和董事长 没什么区别 哦 甚至被董事长清一口 可能反应比自己大一点 这不是你叫我抓紧的 我叫你抓紧 叫你亲我了吗 沈志言轻轻笑了一声 给白玉生 又往上提了一提 明明受害者是我 被你强清了一下 这会儿 你还来问我最是吧 你 妈 这脸 你是完全不要是吗 但事实证明 似乎并不是白玉生拖了后腿 沈志言背着白玉生 极其熟练地 往东北方向走了一小段距离 眼前豁然开朗 从原本灌木植被丛生的荒野 瞬间变成了一条 宽敞平坦的山间步道 步道的正前方 立着一栋独栋尖顶别墅 别墅大门口 明晃晃 听着一辆陨石黑木马人 别墅的位置极其隐蔽 站在这个位置 能够把整个天月湖的生态环境 尽收眼底 但是在外面压根看不到这个小别墅 白玉生抽了口气 试图压下心中的躁愈 啪 没忍住 他抬手给了沈志延一掌 有大路不走 偏偏要搞什么荒野求生 你故意的吧 沈志延单手稳住在他背上作威作福的女孩 另一只手极其熟练地将别墅大门打开 最后将白玉生放在了客厅正中间的沙发上 让你一觉睡到山顶 算什么采风 他摁住白玉生的膝盖 仔细检查了一番他的伤势 在这好好坐着 我去给你拿药 白玉生乖乖在沙发上坐好 反正就他这条腿的埋态样子 也活动不到哪里去 他倒是对这栋小别墅极其好奇 屋子的装潢并不张扬 反而有点像童话故事书中的森林小屋 面积不大 但是胜在温馨 温馨到看到他的第一眼 白玉生瞬间就有了强烈的归属感 恨不得当场来的纠战雀巢 别墅客厅中间架着一个壁炉 边上放着一套设计简单的的皮质沙发 客厅的另一边也用四合院的设计 一整面的落地玻璃 连接外面的庭院 站在露台上能够欣赏到不远处天月湖的风光 七月的荷花开得正好 一片微蕊的绿意中夹杂着几点瑰丽的淡粉 露台边上栽种着一棵稚嫩的槐树 果然一是淡雅的清香 有点像日本动漫里经常会出现的庭院造型 在露台处放一台老式电风扇 再来几罐冰汽水 听着锅躁却不刺耳的缠鸣 一个夏天就能这样恍恍惚惚的过去了似的 只是这个庭院不像四合院那边被精心设计过 外面甚至还有大片新翻过的土地 被开辟成为一个小型的菜园子 沈志言端着一个塑料药箱和一盘医疗消毒用品 纯现微敏 单膝跪地 仔仔细细给白玉生清理起窗口来 落地窗外落日西沉 落在天月湖上洒了满湖的浮动流光 沈志言半垂着脑袋光落在他的发顶 揉成一束束的光韵 边角翘起的杂发染成了金黄色 细软的碎发落在额前 投下一小片温柔的阴影 消毒药水的气味 渐渐在整个屋子蔓延开来 他神色认真 动作极致温柔 先用湿毛巾擦干净了他小腿上的脏东西 再加着几个酒精棉球清洗窗口 等到所有窗口都被照顾到了 这才将窗口贴给 轻轻贴了上去 白玉生微微放轻了呼吸 就好像沈志言 是什么不能惊动的临终录似的 好了 今天暂时不要动了 要我帮忙的 和我说一声就行 沈志言抬头 撞进白玉生没来得及闪躲的眼神中 两个人的视线 在空中短暂地交汇了一瞬间 白玉生迅速收起视线 像个落荒而逃的士兵 嘿嘿 那个 我们不回去了吗 嗯 梧桐院那边在施工 换一批防纹的警官职 这几天住不了人 换防纹的警官职 是因为自己前几天说的吗 白玉生憋了憋嘴 啊 那为什么不早说 那我不是被你联盟呆骗拐来的吗 沈志言将医药箱放回原来的位置 腻了他一眼 语气倩倩 哦 忘了 还有 他顿了顿 屈身 双手支着膝盖 整个人微微凑近白玉生 色泽偏浅的同仁 直视着白玉生 不掺杂任何多余的情感成分 舒尔 他歪着脑袋轻笑了一声 是谁刚刚趁我不注意偷亲我 相比之下 还是我比较危险吧 白玉生有些汗颜 本以为经过前几次的相处 他已经能够做到对沈志言日常的不要脸发言见怪不怪了 但这会儿还是被呛了一声 对待这样的人 白玉生决定还是决定用魔法打败魔法 只要比他更不要脸 什么忙你都会帮忙 他清了清嗓子 晃着自己两条腿 沈志言直起身 双手抱毙 好整以暇地看着他 示意他继续往下说 那 洗澡怎么办 他昂着脑袋 眼珠子滴溜溜地转 但是 他好像完全低估了沈志言的不要脸程度 沈志言半合着眼 嘴角擒着一抹玩味的笑意 如果你质疑要求呢 那我舍命陪君子 出卖一下色 相也不是不行呢 白玉生瞪圆了眼睛 满脸的不可知 你 我什么我 就你这点火候 还想着聊别人呢 省点力气吧 沈志言轻哼一声 转身往厨房的方向走 你 你干什么去 沈志言急气顺手地 从边上的墙壁上解下围裙 往自己身上套 做饭 在这和你干耗着 是想饿死我们两个吗 白玉生 他轻淒了一声 偏过脑袋 热意渐渐从脖子一路向上蔓延 最后凝聚在耳间 落地窗外的槐树轻轻摇晃 落下一地金黄的树影 他没忍住 视线又下意识去寻找沈志言的背影 别墅的中西厨分开 外面是开放式的西厨 沈志言背对着他 在梳理台上处理待会儿要用到的食材 围裙的浅灰色布条勾勒出他优越的身材比例 衣服布料在他腰际收紧 宽肩窄腰 耐人寻味 到目前为止 白玉生似乎就没有碰到什么事情 是沈志言不会的 他看上去没少自己做饭 手法十分熟练 将处理好的食材按照顺序倒进碗里 盖上锡纸 送进烤箱 香味在小别墅里渐渐弥漫 白玉生突然觉得自己可能因祸得福了 凭借一双被摔伤的腿 让国画业界的珍宝级大人物给自己做饭 不多时 几道菜被他摆上了小茶几 菠萝炒饭 奶油蘑菇汤 黑胡椒肉酱一面 再加一道牛排 他看了会儿色泽鲜艳 令人食欲大开的菜肴 抬起脑袋 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有话快说 有屁就放 沈之言在他面前放了一副餐具 自己拖了个懒人沙发 席地而坐 也许是这个高度 实在是有点为难他 一双无处安放的长腿 大大咧咧地敞着 一点国画大师的影子都没有 白玉生有些不好意思 毕竟他是为了照顾自己 才把餐桌转移到客厅 他挠了挠脸颊 没什么 就是觉得 让沈大画家为我洗手做羹汤 有点不太好意思 沈之言奇怪地看了他一眼 随即了然地点了点头 把茶几上的几道菜 往自己的方向挪了挪 那你别吃 一乌乌一 等到一顿饭吃完 两个人都空闲下来了 白玉生这才后知后觉 感到有些不太适应 别墅内部的空间不大 客厅也就几十平米 另一个人的存在感被不断放大 电视里放着最近热播的偶像剧 音箱声音不大 但也刚好能够填满客厅小小的空间 白玉生晃了晃脑袋 努力将自己的视线 放在电视中央 手动忽略坐在旁边懒人沙发上 拿着平板看话的沈之言 但是 他看了一眼电视 下意识抓起了一边的靠枕 唯美的BGM响起 男主角从镜头外突然出现 一直手扶着女主角的后脑勺 白玉生下意识往沈之言的方向 瞟了一眼 镜头开始拉近 男女主对视了一眼 两幅躯体渐渐靠近 BGM渐渐进入副歌高潮部分 电视中的两位主角 稳得难舍难分 嗨 沈之言收起平板 往他的方向瞟了一眼 怎么了 白玉生抱着沙发靠枕 把半张脸都埋了进去 只露了一双眼睛在外面 眨了眨 没 没事 沈之言顺着他的视线 往电视的方向看了一眼 救命救命 救命救命 怎么还没结束啊 他们到底 要亲到什么时候啊 之间 沈之言唇角微微一挑 胸腔微微震动 又是两声标志性的 带有戏谑意味的笑意 你几岁了 看这种东西 还会害羞 暧昧的场景终于落下 白玉生从枕头后面探出头来 他依旧不怎么敢看沈之言 这哪里是害不害羞的问题 沈之言了然地点点头 把平板合上 从懒人沙发上站起身来 往白玉生的方向走了两步 你做什么 沈之言沉默了一会儿 叹了口气 往茶几的另一个方向绕远路 往楼梯上走 给你留私人空间 留什么私人空间 看清热系的私人空间吗 白玉生哑然 那你现在干什么去 沈之言一步两隔 闻言在楼梯的拐角处停了下来 洗澡管那么宽 要我拖给你看 突然他好像想起了 之前在庄园门口 白玉生和宋允说的那番话 他敢拖我为什么不敢看 沈默 沈之言扯了扯嘴角 把刚刚没说完的话 咽回了肚子里 电视放完了一集 客厅里重新归于安静 白玉生轻忽了一口气 把头重新埋进靠枕里边 拍了拍自己有些发热的脸颊 虽然沈之言话说到一半就跑没了影 但白玉生倒是听得很清楚 过了过了 与此同时 沈之言回到自己的房间 室内没有开灯 阳台处的砂质窗帘微微浮动 月光从没有拉紧的窗帘缝隙中溜了进来 勾勒出一圈朦朦胧胧的影子 他顿了顿 打开阳台的一栋门 山间清新的空气掠过他的脸颊 沈之言抿了抿唇 单手圈起 只在嘴前 轻轻咳了一声 月光下 一切都显得有些虚幻飘渺 他耳间的一抹飞色 引入暗处 显得有些不太真实 第二天一早 白玉生依旧缓了好一会儿 才想起来自己身处什么地方 他不挑床 属于是随便找个嘎啦 也能安然睡一整晚的类型 他迷迷糊糊洗漱完 顺着楼梯往下走 早上的阳光照进别墅 与昨天傍晚的不太一样 光下微尘飞扬 好像有人精心打扫了一番 然后又默然离去 整栋别墅有些空落落的 沈之言 他点着脚 在楼下转了一圈 没有人 还没起床吗 他回到二楼 在主卧面前站了一会儿 刚抬手准备敲门的时候 楼下传来几声大门关门的动静 白玉生促然被吓了一跳 转身拖着一双不太灵活的腿 就往下跑 你怎么那么早就出门了 刚刚吓我一跳 他立在楼梯口 看见一位身着旗袍的拼婷女子 自门口款款来 白小姐 来人微微欠身 将手上提着的便当饭盒 摆在了餐桌上 白玉生不知道该怎么描述 自己在这一瞬间的情绪 好像是有一点莫名的小失落 可能是这几天 和沈志言相处的时间太久了 他已经习惯了沈志言这张脸 每天在他身边晃悠 他撵了撵脚底 梅老板 你怎么来了 梅淑瑶把餐盒打开 里面是几道极其精致的早点 小沈总吩咐我来给您送早点 您看看这些合不合你口味 白玉生拉开一把凳子 坐在座位上 支着脑袋 看着梅淑瑶不餐 只要是梅老板做的 我都喜欢 梅淑瑶轻轻笑了两声 没有搭话 他极其符合所有人印象中的 江南水乡女子的形象 身材窈窍 柔如春水 说话的调子 也是轻声细语的 如水箱门前的潺潺流水 对了 梅老板 你知道沈志言在哪吗 白玉生把玩着自己的指尖 无意识地搅着手 又补了一句 要是你不方便的话也没事 我就是好奇问问 你不用太在意 梅淑瑶准备好了早点 将餐具递给白玉生 他半垂着眸 眼睫纤细 根根分明 沉默地吸动着小神总 在湖心岛庄园会见客人 这么早就有客人吗 白玉生嚼着水晶虾嚼 嘴里含糊不清 你知道是谁吗 这个树淑瑶不能告诉你 白玉生点了点头 表示理解 那白小姐吃完早饭 可以同我一起下山回庄园 白玉生顿住了动作 咬到一半的虾脚汤汁 顺着筷子流了下来 嗯 可以吗 沈志言那边会不会不太方便 如果是您的话 没有什么不方便的 这就是小神总吩咐的 一阵无法言喻的感觉 混着悄然的心跳声 悄然漫上心头 所以 这算什么 算是特权吗 还是算是他骨子里的良好教养吗 将温柔均分 充分考虑到每一个人 甚至是一只猫 他沉默下来 一口一口将梅树瑶带来的早点 吃了得干净 出了门他才知道 别墅门口的大路 直通湖心岛庄园 昨天他一路披荆斩棘 累得半死不活 在这条路上 都好像成了一个笑话 他抱着手臂 余光瞄到了 因为早上爬楼梯迁到的伤口 有些肾险 早上一门心思都放在沈志炎身上 甚至没来得及换药 车辆在庄园门口 缓缓停下 白小姐 小沈总在二楼会客室 您可以在隔壁稍坐等待 白玉生抿着唇 动了动膝盖 还能忍 梅老板 能辛苦你 给我拿个医药箱吗 白玉生 上来 熟悉的嗓音 熟悉的波澜不惊的语调 他抬头 往楼梯上看 沈志炎双手抄兜 下巴微抬 又是那副 闭逆众生的清冷金贵 压迫感 骤然而生 身边还站着一位 身着唇黑钻炼 吊带裙的女人 长发微卷 明眸好齿 降唇映日 裴翼凑过身 在沈志炎身边说着什么 两个人看上去 姿态极其自然且亲密 白玉生有些不想承认 但也不可否认 郎才女貌 确实般配 她垂着头 脚尖无意识地点了点地板 打算硬着头皮往前走 膝盖微躯 露出了已经干涸的伤口 沈志炎 错开裴翼凑过来的身子 注意到了楼梯下女孩 腿上的伤口 同色加身 轻责了一声 不好意思啊 裴小姐 我家小狗昨天摊完 把腿给摔伤了 我得去给她上个药 是裴 白玉生埋着头 才往上走了一两阶楼梯 突然身子一倾 她惊呼了一声 双手下意识 还住了沈志炎的后颈 原本清零零的毛子 染上了一层遮掩不住的惊恐 沈志炎凌厉的下颌线 猝然出现在 距离自己 只有半壁距离的地方 白玉生呼吸一致 沈志炎低头盯着她 看了一会儿 凑近她的耳朵 帮个忙 白玉生不动声色地 放清了呼吸 她勾着沈志炎的后颈 全身紧绷 什么忙 沈志炎抱着她 稳步往另一侧楼梯上二楼 我呢 有手好闲惯了 家里人看不过去 给我相看联姻对象呢 说吧 往后方挪了挪嘴 她直视正前方 走得四平八稳的 脸部红心不跳 倒像真有这么一回事似的 白玉生扯了扯嘴角 要不是这几天相处下来 多少知道了一点 沈志炎私底下是什么样的人 没准 现在还真有可能被骗了 不过 她手上稍微用了点力气 微微拱起身子 凑了上去 所以 裴翼就是你的相亲 不是 联姻对象吗 沈志炎猴杰轻动 恩了一声 可是 俗话说得好 宁毁十座庙 不拆一桩婚啊 你这是明晃晃 让我当恶人呢 白玉生在她怀里 调整了一个舒舒服服的姿势 窝了起来 沈志炎闷闷笑出了声 好的姻缘不能拆 其他的随意 她走上最后一层台阶 转过身 对着裴翼汗了汗手 裴小姐 今日多有得罪 庄园的菜点不错 要是您愿意的话 可以吃一顿饭再走 白玉生把头埋在 沈志炎的胸膛里 不太好意思露脸 不过不用看都知道 这会儿裴翼是个什么反应 沈志炎对裴翼没意思 不代表裴翼就对沈志炎没意思啊 自己喜欢的人 当着自己的面 抱了另一个女人 还留自己下来吃顿饭再走 咦 光是想想 白玉生几倍就开始发凉 沈志炎 你真的不考虑考虑吗 嗯 室内沉默了一阵 身后传来一阵下楼的脚步声 优雅不识风度 白玉生巧声叹了口气 不愧是女明星啊 要是换做其他脾气不太好的骄纵贵女 这会儿就应该冲上来扯头花了 没书摇 等高跟鞋碰地板的声音完全消失 沈志炎这才再次开口 我在 把医药箱拿上来 左翼房间 好的 白玉生窝在沈志炎的臂弯里 睁开眼偷偷瞄了她一眼 没忍住痴痴笑出了声 沈志炎带着她往会客厅旁边的小房间走 最后稳稳当当将她放在沙发上 笑什么 没 她蹲在地上 卷起白玉生的裤管 衣服是提前在客房里准备好给她换洗的 云满女款 但是穿在白玉生身上 有些不太合身 宽落落的 好像一阵风就能把人给吹跑了似的 昨晚贴的窗口贴已经有了松动的迹象 夏季气温高 也不能长时间捂着伤口 她一手固定住女孩的小腿 另一只手小心撕下 粘在女孩膝盖上的窗口贴 触感有些酥麻 随着她手上的动作 像走了火的草原 燃了一大片 里面的伤口没了遮盖 明晃晃地露了出来 伤口不算太深 但毕竟是时打时刻在地上 昨天清创的时候 没见着的小伤口 这会儿全显了出来 印在白嫩的膝盖上 看着有些唬人 房门被人扣了两声 梅书瑶提着一个医药箱走了进来 白玉生这才回过神 下意识收回腿 在沙发上正惊微坐起来 小沈总 您要的东西 沈志妍的注意力 完全在白玉生的膝盖上 她重新勾起白玉生的腿 目不斜视 点了点头 行 你放这把 梅书瑶顺从地将医药箱放在一旁的茶几上 微微欠身 转身欲走 等等 白玉生挣扎着 试图将自己的腿 从沈志妍的禁锢中抽出来 你干什么 男人抬眼望了过来 清澈如琉璃般的毛子中 染着一层不耐烦 我觉得这种小事 不用麻烦你了 让梅老板来就行 她歪着脑袋 对着梅书瑶 使劲眨着眼 沈志妍停顿了一会儿 重新低下头 捞起白玉生的小腿 另一手极其熟练的 网衣药箱里 掏了一盒点拂棉球出来 碎发落在前额 阴影坠了下来 遮盖住了她的眉眼 她不会包扎伤口 白玉生 没事的吧 就是清理一下窗口 没有多难呢 沈志妍动作熟练且迅速 说话间 已经用点拂棉球将一条腿的伤口 给清理干净了 不行 她晕血 见不得这个 白玉生 梅书瑶勾了勾唇脚 眼尾上扬 忽略了白玉生求助的眼神 稍稍欠身 不好意思白小姐 书瑶帮不了你 说吧退到了门外 顺手带上了门 不是 她好不容易从昨天晚上 暧昧至极的氛围中剥离出来 这会儿又把她和沈志妍关到一块 点拂的味道弥漫 淡黄色的药液在膝盖上蕴染开来 顺着小腿的曲线往下滑落 沈志妍从边上拿了温毛巾 把滚落的药液给擦拭干净 白皙的小腿皮肤上 留下一小道浅色的点拂印子 白玉生 感觉自己这会儿有点供养不足 脑袋嗡嗡的眩晕 她今天的体温比往常偏低 指尖沁着凉意 顺着白玉生的皮肤 丝丝密密地渗了进来 有些磨人 白玉生咬着下唇 下意识平住了呼吸 等到她眩晕感不断加强 肺部一阵生疼 沈志妍才结束了手上的动作 将干净的防水窗口贴给她贴了上去 新鲜的空气余贯而入 她没忍住呼出了声音 粗重的喘息声把她自己给吓了一跳 沈志妍直起身 对上了白玉生一张憋红了的脸 怎么了 她十分自然地抬起手 想去搭白玉生的脸颊 却在半道的时候突然顿住 重新垂放到身体两侧 白玉生原本想偏开脑袋 可沈志妍突然转变的动作 让她的脖子也梗在了半道 白玉生 我动作都摆好了 结果你不摸了是吧 这和弹幕里说的裤子 都脱了 结果就给她看这个有什么区别 她睫毛忽闪 收敛了脸上不太自在的神色 没什么没什么 可能天气太热了 她做事举起手 对着自己的脸颊 扇了扇风 对了 刚刚裴一和你说的 让你考虑考虑 考虑什么 沈志妍给她上下打量了一番 将茶几上的东西 都收拾干净了 一手提香 一手抄斗 今天下午我有些事 晚上回来的晚 想住在哪随你选择 你要是一个人在别墅害怕的话 和梅书瑶说一声 让她在庄园给你收拾一个房间 这又算什么 算是主动报备行踪吗 还有一种 好像她已经完全把自己 当成自己人的错觉 这种似乎已经越过 正常社交距离的举动 她却能表现得十分坦然 若急若离 惹得人扎耳挠腮 十分像网上大家都嗤之以鼻的渣男行为 好好养伤 要是无聊了 找朋友来庄园也行 消费全免吗 沈志妍一叶 转身给她脑袋上来了个暴力 想得美 寄你账上 应 盛夏走过七月中旬 五间的雨开始盛行 闷雷滚滚 龙姬云堆积在天角 原本晴朗的艳阳被遮盖 视线暗淡了下来 院中有杂花吹落 庄园外汽车引擎声轰鸣 白玉生缓缓掀开眼皮 往窗外看了一眼 暴风雨将至 一辆纯黑法拉利688Pistatia Mate 破风而来 引擎轰鸣 如山间嘶吼的野兽 白玉生扶着自己的额头 颇有些头疼地扯了扯嘴角 她撑着自己的膝盖 走到庄园门廊下 十分不乐意地 碾了碾脚尖的碎石 两边玻璃 没有贴防窥黑膜 站在外面的人 一眼就能看见车内的景象 车的内饰也选得纯黑 透不出一丝光来 只有仪表盘上 亮着星星点点的红蓝光 来人身着纯黑真丝衬衫 扭扣扣到了最上面那格 皮肤透着略微有些病态的白 额前 落着几点碎发 那道刻薄的唇 却是红得鲜明 疙瘩 车门解锁 白玉生不太情愿地 往前走了两步 拉开了车门 男人目不斜视 单手搁在方向盘上 手背的骨骼存在感极强 混着青紫色的血管 让人无端想象到 欧洲中世纪传说中的吸血鬼 哥 白硕行微微点头 指尖在方向盘上 有节奏的敲动 上车 白玉生吸了吸鼻子 抬脚往车上迈了上去 梅老板 不好意思啊 晚上可能不回来了 你到时候 帮我和沈志颜说一声 梅书瑶站在大门口 欠了欠身 车门关闭 法拉利扬长而去 白玉生其实和他这位哥哥 没太多的交集 没有什么其他原因 只是因为 整个人看上去 实在太过于阴沉 和沈志颜的清冷淡漠不同 白硕行的气质 更偏向孤冷 更多的是山羽 遇来的压迫与窒息感光是 被他看上一眼 自己就能冒一宿的冷汗 亲兄妹相处成这样 也算够失败的 他扯了扯安全带 给自己空出一个 勉强能透过气的空间 哥 咱们 咱们商量的事情行不行 嗯 你说 就是 以后有什么活动 你找不着女伴 要我去顶包 提前通知行吗 白玉生搅着自己的头发 又看了看一身沈志颜 给准备的宽松款运动套装 脚上还为了不牵扯到伤口 特地换的休闲款拖鞋 他一阵无语 每次蓬头垢面地被拉去 让别人见了 还以为白家虐待女儿了 临下是典型的江南气候 下午刚下过雨 空气里蔓延着潮湿的水汽 还夹杂着些许海风的咸色 白玉生坐在商务保姆车内 支着下巴往窗外探 视线透过警戒线外面的新闻媒体 聚焦在红毯终点的会场门口 我还是不太明白 一场慈善拍卖会 为什么也要走红毯 他轻叹了一声 摩缩着指尖的小巧戒指 白硕行翘着二郎腿 坐在另一侧看金融圈 近日走向 文言瞟了白玉生一眼 这几年在家里 除了多长几两肉 看上去倒是一点长进都没有 白玉生 他将脑袋搁在窗上 将视线拉回 放到了红毯的起点 一道修长的人影 从车上下来 那人眉眼清冷 一袭塔式多礼服 腰间收紧 内搭一件纯白衬衫 与身灰马甲 经典的英伦绅士扮相 搭在其他人身上 可能不胜出彩 但也不会出错 但那人是沈志颜 白玉生坐直了身子 微眯着双眼 仔仔细细将不远处的沈志颜 上下描摸了一番 他和沈志颜相处了 那么半个月 极少见沈志颜 穿正装的样子 少有的两次 还是透过一方 小小的手机屏幕见着的 他纯现清明 鼻梁上的一副金属细矿眼镜 恰到好处地 修饰了他坚毅的面部轮廓 在原本清冷金贵的气质上 增添了一丝斯文禁欲 最近沈志颜的话题不断 每出面 一次就能引起社交媒体上 不小的轰动 故而最近娱乐板块的媒体记者 见着沈志颜 就和见着宝市的 闪光灯不断 恨不得能给他全方位 无死角都拍上一遍 隔得有点远 白玉生并不能将 那边的景象看得很清楚 人潮涌动 刚好将他的视线完全阻拦 别看了 准备一下下车 白硕行将二郎腿放了下来 将袖扣扣上 把万表往手腕处扯了扯 指针走向了傍晚6点25 距离红毯开始 已经过去了小半个钟 商务保姆车 缓缓开向了红毯的起点 自动门开启 媒体的长 枪短炮齐刷刷聚集了过来 人还没下车 闪光灯已经迫不及待亮了起来 白硕行极其不爽地皱了皱眉 丝毫不掩饰自己 对那帮没什么原则的记者的厌烦 他理了理西装扭扣 站立在车门旁 向白玉生伸出了首审之言 刚好走到红毯的折角处 正在接受采访 他唇角勾着一抹礼貌的笑 笑意却不达眼底 听闻国画业内的老师都身居简出 不怎么参加这种红毯活动 可是看上去 您似乎完全不在意这些 他漫不经心地 看了红毯主持人一眼 轻轻奔了一声 楼梯下放的千道区 又亮起一阵齐刷刷的闪光灯 他下意识往千名板处看了过去 白玉生今晚挑了一条 墨胸黑天鹅长款礼裙 一驱天鹅井井线优越 连着身后的脊背 一路下滑 后背镂空 直直没入妖际的衣服布料中 前侧胸口点缀着一圈白色绒毛 妖魅中增添了一点俏皮 看得人有些眼热 沈志言半搭拉着眼皮 重新将视线集中在主持人的声音上 思绪翻飞 他有些牵扯不住自己的注意力 我认为 从事艺术行业的人 没有必要都遵循他人的刻板印象 艺术家完全可以通过参加正常的社交活动 一方面能够提高艺术家本人的知名度 另一方面也能帮助到大众 去尝试认识与接触我们国画 国画离普通人的生活并不遥远 也不高高在上 那您也是在为自己积攒知名度吗 问题有些刁钻了 沈志言勾勒勾唇脚 毫无忌惮地望进主持人的眼睛里 深褐色的眸子 如童话世界中的魔咒 蛊惑着人心 只听见他轻轻哼笑一声 我妈 我并不需要 红毯采访的时间有限 下面的白玉生与白硕行 已经在千道百面前完成流程 主持人只得尴尬一笑 结束了采访话题 引着沈志言往会场镜 白玉生走过红毯折角 沈志言的身影刚好消失在红毯尽头 也不知道他有没有看见自己 他突然觉得自己膝盖上的伤口 有些隐隐作痛 下午沈志言还让自己在庄园乖乖待着 晚上又在拍卖会现场 被当场撞见 怎么有种被捉 尖的既是感 白玉生对这种慈善拍卖会 没什么兴趣 比起展台上他欣赏不怎么来的藏品 他还是更愿意去朝晚店端一套 自己喜欢的盲盒来的开心 他跟在白硕行的身后 进了一间VIP包厢 试者将今天的拍卖品名册 与电子竞价器端了上来 摆在茶几的中间 你挑几个看吧 这话是白硕行对白玉生说的 价格呢 随你开心 白玉生挑眉 有些意外 白硕行自小就阴沉孤傲 不怎么乐意展露自己的情感 就算是白鸿鸣 也摸不透自己这个大儿子到底是个什么性子 白玉生也不例外 前几年 他在美国进修金融风控 毕业之后 主要在护士发展 明明前途大好 也不知道为什么选择投资了一家海外的小作坊游戏公司 里里外外大事小事 都得经他手处理 能不能撑到上市都是个问题 忙起来一年 难得回一次零下 在这种情况下 白玉生并不觉得 白硕行有多少闲钱供他挥霍 真的吗 你哪来的钱 白硕行靠在沙发上 闭言小气 闻言喉结微微滚动 从你账户里扣 白玉生 白玉生 那还是算了吧 我们走个过场就行 白硕行微微偏头 从逝者端着的餐盘上拿了一杯清水 他的手骨偏大 明明玻璃水杯的 大小白玉生的用两只手才能圈起来 放在他手上 像是平白无故小了一号 看吧 今晚的展品 还没到要你掏钱的地步 他说的也没错 这场拍卖会 以慈善活动为主 众星不过是把众多企业家们叫到一处 打造慈善企业家这个名头 展会上的展品都不是顶奢 但也绝对不是个小数目 白玉生捧着平板 这儿八经地坐在沙发上看了起来 有白硕行在 他不敢像在其他人面前那样放肆 再者 今天穿的礼裙露出的皮肤面积比较大 他也不敢懒懒散散地坐着 拍卖品种类倒是很丰富 从钻石珠宝到名家书画 再到古董珍宝 算是近期拍卖会比较齐全的一次 楼下现场的声音小了下来 拍卖会正式走入了流程 前面几件拍品是钻石珠宝类 白玉生象征性地摁了几次近拍器 等到价格逐渐抬高 他觉得这件拍品并不值得这个价格之后 便没了兴致 一连过了四五件 等到最后一件粉钻端上来的时候 白玉生才有些坐不住了 刻在他骨子里的眼狗属性 蠢蠢欲动 整形切割紫粉钻 达到Fancy Vivid Purple Pink色级和IF进度级别 进度出色 色彩归丽 周边镶嵌着一圈裸色钻石 在会场的灯光下 闪着纯粹的碎光 他微微坐直了身子 一副叙事待发的样子 白硕行举起水杯 轻敏了一口 继续处理公司邮件 9号 400万 8号 450 65号 550万 电话镜拍 580万 镜拍试比了笔手势 一手握锤 另一手捏笔 And more 500 OK 8号670万 9号700万 35号710万 白玉生捏着手上的镜拍器 站在落地窗前往隔壁探了探 隔壁的窗帘半喇着 看不见里面的景象 他轻轻舔了舔虎牙 摁下了一串数字 8号900万 More 谁要加到1000万 镜拍试比对着一手中的数据 9号1500万 8号2000万 谢谢您的出嫁 还有吗 会场安静了一瞬 9号8000万 白玉生瞪圆了眼睛 5000万就已经有些超过他的心理预期了 原本只是小数目往上拉 隔壁一次性在自己的出嫁上翻了四倍 他叹了口气 重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贪了贪手 唉 强扭的瓜不甜 有些东西不能强求 白硕行注意到他那边的动静 摘下耳机 叫停了平板上的视频会议 镜拍器给我 白玉生奇怪地瞄了他一眼 到这个价格了 没必要吧 嘴上这么说着 动作倒是很实诚 乖乖地把镜拍器递了过去 8000万一次 8号还出嫁吗 全场寂静 8000万两次 8号一亿6000万 白玉生猛然转头 黑人问号脸 直接翻倍 没必要吧 白摄行挥了挥手中的静拍器 哦 不小心摁错了 白玉生 地铁老人手机 一亿6000万一次 一亿6000万两次 底下已经有了不小的骚动 白玉生这会儿有些别扭 他确实很喜欢这个粉钻 要是能落锤也不错 可又觉得 这个价实在不太值 就算是以慈善为目的 也没什么必要 隔壁要不要加个价 好在隔壁并没有让他失望 9号 两个亿 白玉生松了一口气 隔壁要么是不差钱的阔太太 要么就是无脑土豪 还是给家里省点钱比较好 他抿了一口柠檬水 转头去看他那败家哥哥 只见他打了个哈欠 又极其漫不经心地在近拍器上摁下了一个数字 8号 三个亿 白玉生 不是 你那苟延残喘的海外游戏小作坊呢 把你整个人卖了都凑不起三个亿吧 高中没学过攀比心理 不可取吗 事情走向逐渐变得不太可控了起来 白玉生干脆抱着自己的脑袋 躺在沙发上装死 没救了 没救了 天凉了 临下白氏今晚可能要亡了 白硕行和隔壁究竟竞争了多久 白玉生已经不太敢看了 他找了借口 离开了VIP包厢 找到了走廊深处的卫生间 轻烈的清水从感应水龙头里流出 温度适中 他稍微占了占水珠 往脸上搭着 镜子中的少女身材曲线玲珑 容貌娇好 妆容恰到好处 没有过分浓重 保留了这个年纪的纯真气 胸前的绒毛 顺着细柔的风微微浮动 老的人有些痒 主会场传来一阵掌声 这场在他看来 有些荒谬的拍卖 正式落下了帷幕 也不知道 最后这件拍品 花落谁家 希望不要是自己的败家傻大哥 拍卖会会场的卫生间有些隐蔽 进门首先是带有一整面落地近的洗漱台 左边是彪蓝色小人的男士卫生间 右边则是彪粉的女士卫生间 洗漱台的空间属于是混用的 他擦干净了手 正打算出洗漱间 门外落下一道阴影 轮廓利落 看上去离门口很近 白玉生下意识低着头后退了一步 给人让位置 直到那人走了几步 在自己面前站定 阴影盖过他整个人 光线瞬间暗淡 他这才感到有些奇怪 抬头看了过去 沈志颜脸着眸子 铜色深深 碎发的阴影落到他的额前 显得眼窝更加深邃 如一汪窥探不得的深泉 面中的一点红痣 添了几分精致 又无端多了一层暧昧 白玉生张了张嘴 没能发出任何一声阴姐 视线下意 他这才注意到 沈志颜脱了外面那件塔 十多礼服 领带也有些松垮 马甲紧绷 完美地衬了他一身 练得恰到好处的肌肉 但明明平时看上去的时候 是偏瘦的料 那个 白玉生退无可退 两只手下意识往后撑 勉强支柱了自己的身体 出门前换药了吗 嗯 他抬头 有些摸不着头脑 他以为沈志颜第一句话 总要谴责一下自己 为什么不听话偷跑出来 倒是没想到 他动了动自己的膝盖 有些疼 为了搭配这身礼服 他特地选了一双黑色尖头细高跟 刚刚一直坐在沙发上 没什么感觉 这会儿才后知后觉 小腿肌肉长时间没能放松 有些扯到伤口了 没换过 沈志颜点了点头 看上去并不意外 他的视线越过白玉生 落在了洗漱台上 拍卖回开始时间并不长 没有人来过这边的卫生间 洗漱台上还算干净 没有多余的水渍 他微微轻声 唉 白玉生双脚悬空 双手下意识搭到了沈志颜的肩上 原本熨烫平整的衬衫 瞬间被抓出一道痕迹 沈志颜摁着他的腰 将人抱到了洗漱台上固定住 继而单手探入他的裙摆 将裙子掀了起来 哄 他脑中嗡嗡作响 白玉生 你 你干什么 沈志颜将他的裙子撩到了膝盖处 露出了女孩膝盖上的两个防水窗口贴 内部渗了血 从早上到现在 也有大半天没换窗口贴了 边角已经失去粘性 翘起了边 自己扯着裙子 等等等等 这是什么地方啊 你就乱来 他试图挣扎了一会儿 却发现根本逃不出他的束缚 反而越挣扎 就离他更近一寸 不想自己扯裙子 倒也不必投怀送抱 白玉生 他瞬间停下所有动作 任命地摁住了自己的裙摆 沈志颜拱着身子 小心翼翼地撕开了白玉生膝盖上旧的窗口贴 从口袋里摸出了一包点浮棉棒 沿着指示线折断 等中间的药液 完全浸润了棉签头 这才往白玉生的腿上粘了上去 嗡嗡 嗡 放在洗漱台上的手机突然震动了几下 惊得白玉生瞬间僵直了几倍 顺着声音来源看了过去 来电显示 白硕行 沈志颜没抬头 自顾自帮白玉生 清理着腿上的伤口 不接电话 白玉生这才如梦方醒 他着急忙慌地捞起自己的手机 顺便对着沈志颜 比了个近年的手势 绿色的接听键被划开 白硕行低沉硬朗的声音传来 加了一点电话扬声器的电磁感 人呢 啊 在上厕所呢 已经过去十分钟了 沈志颜又折断了一根面前 他看上去 倒是心无旁骛得很 不过另一侧的伤口 似乎比较重 棉签也没有完全浸润 粗糙的棉签头与伤口相互摩擦 惹得白玉生轻抽了一口气 他下意识捂住了扬声器话筒 马上回马上回 等我一下 啊对了 哥 那颗粉钻 静默了一瞬 白硕行才缓缓开口 这回比刚刚的声音更冷了几分 没拍到 白玉生噎了一下 成交价式 有点事 不说了 嘟嘟嘟 白硕行直接挂断了电话 沈志颜也恰好结束了换药 将新的窗口贴贴了回去 从白玉生的掌心扯过裙摆 重新盖了回去 成交价是八亿三千万 正在打理自己裙摆褶皱的白玉生 我拍的 白玉生 疯了 这个世界可能真的疯了 你花那么大价钱 抢一颗粉钻做什么 我乐意呢 白玉生 沈志颜盯着白玉生看了一会儿 抬手将他从洗漱台上抱了下来 又十分自然地在他脑袋上揉了揉 走吧 别让你哥等急了 白玉生 原来你还会说这种话 沈志颜 怎么了 白玉生打了个手势 就你刚当那个架势 我以为你巴不得能让我哥撞见呢 等等 白玉生闭了嘴 小心翼翼地往沈志颜的脸上看了过去 依旧是淡淡的 没什么情绪波动的脸 心底好像有什么东西 在挠痒 又让人触碰不着 有些不爽 他怎么能一点反应都没有 好歹自己长得不错 身材也过关啊 这几天 明里暗里是在干什么 明明屡次跨过那条社交安全警戒线 却什么表示都没有 逗自己玩吗 沈志颜折起袖口 将作废的棉签与窗口贴包装纸 丢进一旁的垃圾桶里 俯身在洗手台上冲着手 撞见也不会怎么样 水声混着他轻烈的声线 悦耳 又有些刺耳 我们这样算偷情吗 可嗨嗨 什么东西 他或许严重低估了沈志颜的骚包程度 阿基米德是给他一个支点 他能翘起整个地球 放在沈志颜身上的画 这一句话应该叫 给他一个点 他能骚出一片幻想天地 如果不算的话 你怕什么 他洗干净了手 扯了几张墙上背着的抽纸 擦拭着自己湿漉漉的双手 你和宋云一块的时候 你会害怕遇见你哥吗 白玉生摇了摇头 那倒不会 那不就 一般是宋云见着我哥就跑 我哥看上去就 不太好相处的样子 沈志颜 两个人并肩走到VIP包厢门口 白玉生这才注意到 蹲坐在走廊上的小三花 几天没见 他好像又长大了一点 毛色柔顺光滑 前面原本结成一柳一柳的微薄毛 也疏了开来 他注意到了白玉生与沈志颜两个人 喵呜了一声 踩着轻盈的猫布走了过来 你带他去洗过澡了 白玉生蹲在地上 冲小猫招了招手 嗯 你别蹲太久 对伤口不好 白玉生忙不迭地点了两下头 但实际上对沈志颜的话 那是左耳进右耳出 几天没吸到猫了 甚是想念 他举着董事长两条前腿 将他全身都撸了一遍 他一身礼裙 是下午借到的高定 拍卖会结束了 还得给店里还回去 不能出一丝差错 所以 也不能把董事长抱在自己怀里录 小猫爪子没有分寸 随便画一爪子 就意味着 他就得掏钱将这身礼服给买下了 白硕行败家 他总得省点花 他蹲在地上与小猫玩耍 沈志颜则懒懒散散地 斜靠在包厢门框边上 有一搭没一搭地把玩着银制小铃铛 铃铛声清脆悦耳 白玉生有一段时间没听到了 乍一听见 还有些小怀念 他仰起脑袋 盯住了沈志颜手上的小铃铛 一人一猫 居然保持了同频的动作 齐刷刷地盯着他手中的铃铛看 沈志颜往他的方向去了一眼 没忍住 胸膛微微震动 笑出了声 你属狗啊 则 怎么还骂人呢 白玉生重新低下脑袋 并不打算和他掰扯 主会场那边再次响起了轰鸣的掌声 又一件拍卖品成交 白玉生走了一会儿神 一心想到 这会儿应该是拍到书画藏品了 两人边上的VIP包厢门被打开 木门开合的翠响 将白玉生的思绪拉扯了回来 白硕行从屋内走了出来 一身黑的威压不容小觑 他光是这么站在那 就能吓得白玉生双腿打颤 上厕所 白硕行双手抄兜 下巴微抬 孤筋的毛子隐藏在眉骨的阴影中 唇色红的妖艳 恍然间像是审判罪恶的主宰 白玉生也不顾自己膝盖上的伤口 是否会被扯到了 他蹭的从地上站了起来 连连白手 不了吧 刚刚去过了 就不一起了 白硕行 沈志颜 还想在外面待多久 还是得我请你回去 白硕行的视线 在沈志颜与白玉生之间 群寻了几圈 最后落到了白玉生的脸上 唉 白玉生不动声色地叹了口气 磨磨蹭蹭地挪到了白硕行的身后 在进门之前 最后看了一眼 只在墙边的沈志颜 他不知道什么时候 收起了那枚铃铛 转换了一个双手暴毙的姿势 漠不关心地像个 站在场外等着看好戏的局外者 回去吧 他似乎不嫌是大事的 唇角一勾 仰着眉眼温声叮嘱了一句 白硕行与沈志颜周身的气场不分上下 不过今天白硕行搭了一身黑 并没有在穿搭和配饰上下功夫 讲究极简主意 看上去更多的是不尽人情的冰冷坚硬 他听到了沈志颜的话 脸色又浓重了几分 他偏头腻了白玉生一眼 似乎是注意到了白玉生的目光所在 薄唇抿成一条线 往外面挪了一步 彻底遮住了他的视线 关门 守在他们身边的侍者应了一声 等白玉生与白硕行都进了VIP包厢后 给他们带上的屋门 哥 我觉得这个你得听我解释 白硕行完全忽略了白玉生的声音 他朝着侍者招了招手 示意他将拍卖手册交给白玉生看 拍了几样东西 你看看喜不喜欢 嗯 他一脸莫名其妙 从适者手上接过拍屏手册 今天书画藏品一共也就二十来件 传统血液山水画片多 五件书法作品 没有特别名贵的藏品 现场大多数只追求名家之作 却并不在意 画作本身的富豪便少了许多性质 但单看确实都是不错的画作 白硕行大手一挥将其中的几件血液山水画 与公笔花鸟画全拍了下来 你不是国画专业吗 我寻思着这些应该对你有帮助 他无意识地转着小纸上的迎戒 并没有去看白玉生 故而也没有看见白玉生 有些一言难尽的表情 是挺有帮助的 白玉生看着拍品介绍里面明晃晃的作者大名 沈志言 四季山水图 嗯 然后你继续和我解释解释门外那个人 是什么情况 白玉生 他要怎么说 是说门外那个就是刚刚和你抢粉钻 把价格加到八个亿的 还是说靠着几幅画 狠狠宰了他一笔的作者本人 感觉说哪一个都能把他气得半死 嘿嘿 就是 这几天你们不是都不在家吗 爸拜托他照顾我一下 嗯 遇到困难找爸爸 白玉生盯着他看了好一会儿 确定他没有再撒谎之后 这才微微收敛了神色 正好 这几个月我留在零下 没什么事 我留在家里照顾你 拍卖会议结束 白玉生只留下一个负责人 跟进后续拍品交付 自己拎着白玉生 直接离开了拍卖会场 白玉生也有小半个月 没有回自己家了 虽然当时带去梧桐院的东西不多 但基本都是他用得着 而且短时间 还真没办法找到替代的东西 比如保存有他专业资料的笔记本 以及他作画用得到的定制毛笔 现在这些东西都不在自己身边 纵使这间屋子 是自己从小睡到大的 这会儿也显得有些空落落 他觉得有些憋屈 这天下还有谁待在自己家 法相都外人的 他跺了跺脚 往走廊处探出了半个脑袋 确定隔壁白朔型的房间 没什么动静 他再小心翼翼地缩了回去 拨通了舒一池的电话 对面接得很快 看上去就好像 是蹲着点守着他电话似的 我说你终于想起我了呀 这大半个月 腻在沈志颜的温柔箱里 今天怎么有空想起我了 还先不说这些 晚上有没有局 白玉生抱着膝盖 坐在自己房间的飘窗上 漫无目的地往窗外望去 南西庭院的 绿化在整个林下都很出名 整个住宅区一山傍水 住宅以独栋别墅为单位 每栋别墅都完全隐没在密林当中 甚至一年四季的植物变化 都被开发商纳入了考量范畴里 挑不出一丝差错 他盯着不远处树影下的 盈盈鹿灯灯光发呆 怎么了 和沈志颜吵架了 待不下去 想找解完了 舒逸池那边的环境有些嘈杂 听上去这会儿 他应该又在哪个酒吧还玩 没 我被我哥给抓回来了 这会儿 家里就我和我哥两个人 卧槽 你哥回来了 白硕行 舒逸池抱着电话扬声器 和周围人打了个手势 走到了酒吧外边 稍微安静一点的地方 嗯 被他撞见你和沈志颜一块了 差不过吧 虽然给我糊弄过去了 但是我也遭不住和他单独待在一块啊 舒逸池那边笑了两声 这个姐妹我真帮不了你啊 你都遭不住白硕行 我们就算了 谁敢给你个正面纲啊 你自求多福吧 白玉生将脑袋埋到膝盖中 装模作样的阴阴乌叶了起来 你说 我都二十多了 我爹都不管我了 每次他回来 都和凶神恶煞式的守着我 带着我身边的一个异性 恨不得能把他祖宗十八代的消息都扒出来 他好不容易找到了宣泄口 一连串抱怨的画炮猪式的往外貌 前几年出国 搞得我现在身边的男生朋友 全是高中之后才认识的 就连宋允都不能和他同时出现 你说 这叫什么事啊 你还真别说 就你之前看男人的眼光 你哥这样做 情有可原 七 要我说 这就是我哥之前对我约束的太紧导致的 扣扣 白玉生手中的手机硬声落凳 炸了一声闷响 他着急忙慌地从飘窗上跳了下来 捡起地上还在通话中的手机 还没挂断电话 就直接抄进了兜里 等等 马上来 他连拖鞋都没来得及穿 亮呛着给白硕行开了门 哥 怎么 白硕行估计是刚洗漱完 头发间还沾着水滴 白T恤的一圈领口 泛着潮气 他把手上的马克杯递了出去热牛奶 喝完睡觉 白玉生盯着起了一层奶皮的甜牛奶 一时间 有些不知道怎么描述自己当下的心情 他接过白硕行手上的牛奶 沉默地看着 他像完成一件使命似的 往自己的房间走了回去 哈哈哈哈 现在已经九点半了 小屁还该睡觉了 口袋里的手机 传来舒逸池的几声暴笑 他看上去忍了挺久 一句话都被拆成七零八岁的才能说完整 要我说啊 你哥不会 还把你当小屁孩看吧 我是没见过 谁二十多岁了 睡前还得哄着喝甜牛奶的 白玉生依旧有些沉默 白硕行甚至还精心控了温 手上的热牛奶 温度刚刚好 拖在掌心温温热热 可惜温热的甜牛奶 似乎与白硕行这个人完全不搭边 实在想象不到 他一个人在楼下给自己泡牛奶的样子 光是想想 他搓了搓自己的手臂 落了一地的鸡皮疙瘩 行了 我这边的有事 你就乖乖听你哥的话 少想不切实际的出逃计划了呀 挂了 爱你宝贝 嘟嘟嘟 第二天 白玉生迷迷糊糊地起身 发觉自己嗓子干涩得很 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了发炎的症状 他半闭着眼睛洗漱完 往楼下摸了过去 想找白硕行要点消炎要吃 可当他摸遍了整个屋子 都没找到白硕行的身影的时候 才意识到 白硕行说的有空 好像也只是吓吓他罢了 一大清早就没了人影 早餐机里还盯着两片面包 三明治的材料 被分门别类装在餐盘中 就连牛奶都已经在微波炉里放好 调好了时间 微波炉前面 明晃晃摆着一个隔热手套 一旁的插头半插在插口上 白玉生只要动手把电给通上就行 与准备的事无巨细的厨房不同 他只给白玉生的微信 发了一条极其简短的消息 白硕行 起床 早饭吃了 今天有事 晚归 好呗 这就是他口中说的 没什么事 能照顾自己吗 白玉生抽了抽鼻子 将微波炉的插头给摁了上去 机器声嗡嗡作响 牛奶杯缓慢地旋转了起来 他一般很少生病 再加上上大学了 在家的次数也少 孤儿也并不清楚 家里药箱的位置 让他在这么大的屋子里 找一颗消炎药 还真有点为难他 趁着丁牛奶的功夫 他上外卖平台 看了看对症的药 附近的药房 大多数都迎合高档住宅区富豪的需求 主营的是名贵保健品 寻常的消炎药 没有医生开的处方 也不会轻易出售 白玉生找了大半天 最后以失败告终 他目着脸 将热好的牛奶端出来 再把三明治的料理给组合好 直接坐在中导台上 就吃了起来 没吃东西 倒还感受不到 面包的粗糙颗粒感 与发炎红肿处摩擦 惹得他微微皱眉 白玉生对自己的身体清楚得很 一旦喉咙出现发炎症状 不出几个小时 他必定得发烧 吃药没准 还能压一压 他这边正想着 手机屏幕悄然亮了起来 自从上次真心化大冒险之后 他便再也没有换过手机屏保 一来觉得麻烦 二来这张图片 确实从取景到构图 到两个人的样貌都极其不错 这第三点嘛 白玉生抿了抿自己干涩的唇 划开了锁屏页面 有些情感难以宣知于口 以这种形式存在 算是他藏在心底的小窃喜 微信的最顶上 出现一个小猫的头像 边上亮着一个红点 白玉生没给备注 对方依旧保持着 他最原始的微信名 S.C.Y. 你的东西帮你收拾好了 下午给你送来 促然看到这个 有些陌生的头像和微信名 白玉生愣争了一会儿 这才回想起 这就是之前在胡兴岛庄园 向沈志炎要的微信号 因为挂着的可爱小猫头像 他当时还不相信 这就是沈志炎本人的账号来着 白玉生手上拿着三明治 他习惯拼音全剑打字 单手实在有些困难 他哽着手指 摁了个 行 突然 他像想着什么似的 干脆把手机凑到嘴边 发了一条语音消息过去 余生 你家有寻常的消炎药吗 他的声音本来就偏软糯 上学那会儿 总被人误以为讲话的时候 含着一块糖 音调偏尖 等到大学那会儿 才终于退去了青涩的志气 这会儿 因为扁桃体发炎的缘故 原本脆声声的嗓音 带上了些许沙哑 对面回得很快 而且每条消息都极其简短 S.C.Y. 好 现在有点事 下午两点送到你家 S.C.Y. 有 S.C.Y. 你怎么了 白玉生喉咙难受 连带着没什么胃口 三明治吃到一半就撂了下来 一口闷完牛奶 在中导台上抽了张纸巾 随意地擦了擦嘴 空出了双手 大字回了过去 余生 喉咙发炎了 家里找不到药 余生 哇哇大哭 Chief 表情包中的卡通小猫 两脚直立 十分委屈地抹着流成瀑布的眼泪 他抱着抱着在客厅的沙发上坐了下来 扯了扯自己喉咙那块的皮肤 尝试性地咽了口口水 依旧生疼 余生 对了 我好像青霉素过敏 有青霉素成分的就算了 别一不小心给我吃死了 SXY 嗯 我知道 白玉生指尖微顿 他知道 他知道什么 知道他青霉素过敏吗 他怎么知道 他扯了扯嘴角 找不到缘由 只好将他这句话 归功于自己那嘴碎的老父亲 SZY 现在来给你送 从我这到你家 大概得过一个半小时 等我一会儿 白玉生抬头看了看客厅边上的大摆钟 上午九点还差一刻钟 就算过一个半小时 也不过十点左右 和他刚刚说的下午两点之间 差了足足 快四个小时 余生 不是说有事吗 你可以先忙 我可以等你的 对面这次消息回得有些慢 等了有将近十几分钟 沈之言才发过来一条语音消息 SZY 不是大事 刚好顺路 腿上的伤有没有按时换样 轻烈的温润音质 混着电流磁感 通过扬声器 从一方小小的手机中传了出来 仔细听 还能听见汽车引擎声 SZY 没有也没事 等我过去 语音条好像成了缓缓流淌的水流 沿着白玉生的掌心 顺着血管一路往上 最后润物无声般 陷入了他的心脏深处 咚 咚 大摆中发出沉厚悠长的钟声 一下又一下震荡着他的心 猛然间 他好像悬于半空 触碰不到实感 分不清到底是钟声比较响 还是自己胸膛中那颗心的震动比较响 也许是生病依然有了征兆 他的脑袋有些昏沉 整个人就好像泡在一汪深不见底的幽泉中浮沉 浪潮袭来 他半搭拉着眼皮 还能云出精力来想其他事情 男人的话可能真的只能听听就好 白硕行说自己有空会照顾自己 结果大清早没了人影 沈志言说自己没空晚点过来 结果又说顺路马上倒 则 都是骗人的家伙 他微微仰头 盯着自家的低奢流苏吊灯发呆 光线汇聚成为一个个清晰的点 像坠落人间的心芒 感觉如果是这种程度的话 他甘愿被骗 白玉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睡着的 只知道浑浑噩噩噩间做了一个不太好的梦 有关自己的母亲 门铃声在耳边乍响 白玉生促然睁眼 视线还没有完全聚焦 整个人看上去有些木 梦境消散 甚至他还没来得及想起 刚刚在梦境里到底梦到了什么 他仰着脑袋往门口看了过去 室内空调温度有些低 他眨了眨眼睛 这才发现自己居然在梦里掉眼泪了 整个屋子空落落的 一个人都没有 生病的时候 似乎连带着整个人都脆弱了下来 有些烦人 他揉了揉眼睛 抽了张诗巾 将脸上的泪痕轻轻拭去 直到他觉得差不多了 才跑去门口的可是门铃处 打开门外的视频 沈志言一手搁在行李箱的拉杆上 另一只手搭在墙边的门铃处 轻轻奔了 室内的门铃硬声响起 门给你开开了 别摁了 想得我脑瓜子疼 他远程打开别墅外大门 接着拉开了别墅的主门 又像想到什么似的 跑到储物间 拆了一双男士拖鞋 塞进了一旁有些空落落的鞋柜里 沈志言的声音游远极近 缓缓地出现在了他的视线当中 长生鹤唳 见眉心目 一如不识人间烟火的谦谦公子 来了 白玉生打起精神 嘴角咧出一个笑意 往后让出一步 让沈志言进门 嗯 他站在门口 将白玉生的行李箱 交还给他别墅里很安静 隔断屏风背后的客厅方向 传来极弱的电视剧声音 颇有种缠名山更优的意思 家里没有其他人吗 白玉生点了点头 刚刚楼上楼下一顿跑 这会儿头有些沉重 眼前雾蒙蒙的一片 他扶着门框缓了缓 有些没听清沈志言的声音 嗯 他仰着脑袋 眼眶因为刚刚哭过的原因湿漉漉的 还犯着点红 看上去委屈巴巴的 像一只轻柔的羽毛 惹得人心底泛起一阵痒溢 只想将其隆在自己的羽翼之下 好好保护起来 我说 家里没有其他人吗 他又重复了一遍 声线柔和了几分 又掺杂着蛊惑人心的慵懒 嗯 我哥有事不在家 他也不喜欢家里有其他人 阿姨也被叫回去了 沈志言了然地点了点头 又拿出一盒药片与感冒冲剂 递了过去 里面有头包 还有几颗退烧药 先吃感冒药 退烧药等 烧得实在难受了再吃 单字用量都给你标清楚了 白玉生越听 越觉得喉间一阵发紧 他下意识吞了一口唾沫 被疼得微微皱眉 他实在有些寂寞与委屈了 沈志言 沈志言微微一顿 掀起眼皮 看向了自己面前的女孩 他刚到门口的时候 就注意到了 白玉生现在的状态并不太好 病态还未显露 只是整个人都蔫巴拉的 眼尾泛红 显然是刚刚偷偷掉过眼泪了 嗯 我在呢 白玉生接过他手里的药 指尖不自觉下了力气 塑料药盒被轻轻捏进去一个凹角 我提不动行李箱 你能不能帮我搬到楼上去 闷热的夏季造诣 越过叶片缝隙 卷携着林木的清香 混着沈志言身上淡淡的青色橘皮箱 游走在白玉生的鼻腔下 颇有几分挑逗意味 沈志言站在远处 视线自上往下 从女孩光滑圆润的额头 越过他小翘精致的鼻尖 最后落在他略微有些干燥的嘴唇处 浅浅了一会儿 才重新调转方向 盯住了他一双清零零的眼睛 好 白玉生松了口气 折指边上的鞋柜 拖鞋在鞋柜第二层的中间 你自己拿一下吧 然后换下来的鞋子 可以直接塞到空档里 他微微侧身 从门外走了进来 顺着白玉生指的方向 打开了鞋柜 拾木鞋柜的正中央 摆着一双与周围 极简主义格格不入的棕色拖鞋 拖鞋的最上面 还画着个可爱的小猫脑袋 他刚攻下去的身子 硬生生停在半岛 他扯了扯嘴角 这双吗 白玉生没忍住哥哥笑出了声 嗯 不然你还想要哪双 四 这对话 怎么那么耳熟呢 白玉生带的东西 本来就不多 加上一个箱子重量也没多少 就算是白玉生 自己其实也能很轻松 单手扛上楼 他 蹬在沈志炎的身后 看着男人拎着他的行李 稳步前行 丝至衬衫紧绷着 勾勒出其分张的肌肉曲线 在清冷境遇的基调上 添了一分红尘的诱惑 像伊甸园中的智慧之果 令人望而生畏 又忍不住为其吸引 以至于一早便忘记了自己的手机 还在楼下客厅的沙发上摆着 手机屏幕闪动了两下 嗡嗡的震动声 埋没在电视机的背景音乐中 被人忽略 沈志炎将行李拎到了二楼的走廊处 发现女孩自顾自盯着他的腰间 看得出神 完全没有要带路的意思 不由地挑了挑眉 穴了一声 你的房间在哪 白玉生猛然回神 啊 左转 走廊最里面那间 你放在门口就行 咔哒 他话还没说完 楼下大门口传来了一声门把手开启的声音 入户的隔断屏风处 倒映出一道利落修长的人影 门还没完全合上 只听见一声冷峻漠然 又带着极抹怒意的声音 穿墙而来 白玉生 给你打几个电话了 一个都不接 又给我静音 想造反吗 白硕行一边撩着衬衫袖子 一边绕过别墅的隔断屏风 客厅没有任何人的影子 电视机里无聊至极的偶像剧播到一半 空调声嗡嗡作响 客厅的落地窗却大敞着 白色的沙帘飘扬 中道台上丢着吃到一半的三明治 装三明治的碟子 与牛奶杯离得十万八千里远 台上还胡乱丢着一团皱疤的纸巾 这么大个姑娘了 一点都不像话 她颇有些不耐烦地拧了拧眉 走到落地窗前 将玻璃窗给关上 又绕到茶几处拿着遥控器关了电视 嗡嗡 沙发上传来一声沉闷的手机震动 白硕行身子一顿 转头看了过去 白玉生的手机被随意丢在沙发上 平保的照片明晃晃地亮着 白硕行莫同微脸 鼻腔里带出一抹掺着冰渣子的哼笑声 她顺手抄上白玉生的手机 抬脚往楼梯上走 白玉生 别睡了 白玉生的反应速度极快 在白硕行刚进门的瞬间 就推扫着沈志言 连人带香一起关进了自己的房间 她这会儿 后背抵着门 胸脯微微起伏 小口喘着气 沈志言几乎是被小姑娘半扯着拉进门的 这会儿腰间的衣服皱成一团 甚至刚刚白玉生的动作实在有些迅猛 她差不多是被直接摔着丢进房间内 她稳了稳身行 忍者笑意盯着自己面前的女孩 你 白玉生急忙做了一个虚声的手势 耳朵贴着门 注意了一番门外的动静 确定白硕行还没往楼上走 她摒弃宁神 小心翼翼地带上了门锁 别说话 你先躲到那个 她左右看了一番自己的房间 这个房间放在整个别墅来说 空间不算大 唯一出彩的地方 应该是那个别致的圆形小飘窗 和连接二楼小花园的小阳台 正是空间不大 所以只站在门口 就能将房间里的每个角落都收于眼底 白玉生在家 属于不太爱整理的杏子 什么时候兴致上来了 才会抽出大半天的空闲时间 给房间来个大扫除 之前乱糟糟的时候 东西摆在什么位置 她至少都有印象 一打扫干净了 她便什么都找不着了 因而 她也不太喜欢阿姨进门打扫卫生 这会儿 她的房间里实在乱得有些离谱 床上的被褥被团成一团 玩偶歪七扭八地四散开来 房间的地上架着一个小木鸡 上面丢满了刚放暑假 那会儿买的散装零售零食 她完全顾不上 自己不太雅观的私人空间 被沈志言给看了一干二净 指了指房间自带的毒味 把人给撵了进去 你先委屈一下 在浴室里躲一下 沈志言还没来得及喘一口气 又被白玉生连拖带拽地往浴室藏 等等 沈志言感到十分好笑 她单手撑着卫生间的门框 试图阻止白玉生 把自己给抓进浴室 等什么 等我搁上来 万一看见你了 我到时候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也不知道 一个生着病的小姑娘 哪来得那么大力气 直接扯着她的领口 给丢进了浴室里头 沈志言脚下没稳住 被摁在洗漱台的边角 腰际抵着陶瓷边缘 隐隐作痛 沈志言两手撑在身后 脖梗顺着白玉生的动作微微厚仰 像一只引颈受禄的赎罪羔羊 从白玉生的视线角度 刚好能看见她 白得有些刺眼的皮肤 凸起的喉结 微微滚动了一下 指尖传来她温热的体温 隔着衬衫 她似乎能够直接触碰到 那片薄薄肌里下蓬勃跳动的心脏 砰 砰砰 砰 骨膜轰鸣 白玉生盯着她 稍稍透光的针丝衬衫 恍然走了神 你 你怎么心脏那么快啊 她吞了口唾沫 喉间一阵锐利的疼 沈志言没忍住 雾字滴滴地笑出声来 她直起身子 捏住了白玉生 搭在自己胸前的手腕 两指并齐 捏住了她的动脉 女孩顺滑细腻的皮肤底下 跳动的脉搏却异常鲜明 如滚落的玻璃珠子 在她的指尖跃动 温度有些高 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的烧 你确定是我的心跳 不是你自己的 还有 我到底是 为什么要躲在你家的厕所 你不觉得 刚刚那样 我们还有正当理由 要是现在被发现了 那岂不是坐实了 白玉生一顿 将自己的手腕 从男人手中抽出 白皙的手腕处 落着两眉淡淡的指印红痕 你说的好像确实有点道理 她一边揉搓着自己的手腕 一边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不过劲都进来了 沈志言盯着女孩 薄唇抿成一条线 收敛了嘴角的笑意 做出一副 好像被白玉生辜负了的样子 双手一摊行吧 那就只能委屈我当你情夫了 打算什么时候放我出去 情夫 白玉生微微瞪圆了眼睛 这家伙怎么还角色扮演上了 咚咚咚 二楼的走廊处传来一阵沉闷的脚步声 白硕形的声音在门口响起 白玉生 人呐 女孩瞬间有些慌乱 她随意扯过摆在毛巾架上的玉巾 将自己一裹 继而随意在脸上拍了点水 伪装成一副刚刚洗完澡的样子 带上门的瞬间 对着沈志言比了个抱歉的手势 我哥工作忙 估计只是回家拿东西 不会太久的 白玉生站在自己卧室门口 做了几个深呼吸 等到心跳渐渐平息 他才拉开了门把手 哥 怎么 门外的男人两手抄兜 掀起眼皮看了他一眼 继而视线越过他身后 在房间中勋循 白玉生之所以有把握 将沈志言藏在自己的浴室里 主要还是因为白家这对父子的默契 白鸿鸣与白硕行给了他绝对的隐私权 自从他有性别观念之后 这对父子便再也没有踏入过他的房间 对此他们的说法是 小姑娘的闺房怎么能让男生随意进入 就算是你爹你哥也不行 室内窗帘扮演着 光线只落进来一半 没有照到光的地方显得有些昏暗 女孩的房间里飘着一股淡淡的橘皮香 不像是白玉生惯用的香调 在干什么 白玉生扯了扯自己的浴巾 洗澡呢 哥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刚刚 你的手机落楼下了 白硕行从口袋里摸出白玉生的手机 他的手掌比白玉生的宽一倍 白玉生单手很难操控的手机 摆在他的掌心 倒像是个模拟机玩具 他手指一翻 将手机调转了个方向 递到了白玉生的面前 他刚想抬手接 白硕行指尖轻动 将屏幕给摁了开来 白玉生 给你一个机会 向我重新解释一下 白玉生裹紧了自己的浴巾 清了清嗓子 这 这个我真的可以解释 白硕行抬手 捏着他的手机 做了一个非纸牌的动作 直接将白玉生的手机 丢到了他的床上 收拾干净了 下来吃饭 然后慢 慢解释 雨掉冰冷 自家哥哥真的好恐怖啊 等到确定 白硕行走到楼下了 白玉生 这才重新回到了浴室 沈志颜 依旧保持刚刚的样子 双手抱毙 松松垮垮地 靠着背后的洗漱台瓷砖 单手支着手机 指尖轻动 完事了 白玉生 搭拉着脑袋 把浴巾叠好 摆回了原来的位置 你在干什么 男人抬头看了他一眼 估计是正在发烧的原因 小姑娘的脸颊 扶着一层淡粉色 看上去有些憨傻可爱 她将自己手机倒着翻了的面 完全没有要保护自己隐私的意思 手机界面上 是一个画风 有些偏可爱的经营类小游戏 小猫服务员各司其职 有条不稳地经营着餐厅 是去年停火的小游戏 白玉生 作为一个资深猫奴 因为里面小猫的形象过于可爱 也断断续续玩了一整年的时间 白玉生完全没有想到 沈志言也会玩这种卡通风格的 毕竟这个看上去与他的形象完全不符 不过他对此保持理解 我哥让我下去吃饭 嗯 去呗 白玉生搅了搅手指 可能短时间他走不了了 不过我哥 不会进我的屋子 你要不然再委屈一下 在我房间里待一会儿 沈志言收了手机 这才站直了身子 两个人的距离骤然拉近 彼此之间能够清晰地闻到对方身上独有的香味 混杂着浴室中白玉生常用的沐浴露香 熏得白玉生整个人有些发猛 男人微微抬手 手被触碰到了他的额角 轻轻贴了上去 白玉生一愣整 不自觉地偏头 视线兜兜转转 落到了他浴室中间的梳妆镜上 镜子中的自己只露出了半个脑袋 额头还被沈志言宽厚的手掌给盖住了 两个人的身影镶嵌在镜子中 从他的视角看过去 就好像他们两个彼此紧密相拥 他觉得自己的感冒 好像加重了几分 脸颊烧得滚烫 脑袋也昏昏沉沉 而沈志言搭在自己脸上的手背 则是温温凉凉的 吸引着他不住地往上凑 沈志言收回手 盯着小姑娘有些湿漉漉的眼 心下像被一只毛茸茸的雪白小狗 给挠了一下 他轻轻哼笑一声 胸膛微微震动 发着烧呢 倒是能把偷心的坏家伙 演得活灵活现的 白玉生下楼的时候 脸颊依然有些热得发慌 体温还不算太高 应付一会儿白硕行还不成问题 要是让白硕行知道自己 发烧这件事 那估计今天沈志言就留在这栋别墅里别走了 白硕行将带回来的午饭处理好 放进微波炉里 简单加热了一番 刚装好盘 摆好碗筷 余光就瞄见了偷偷往餐厅钻的白玉生 站住 先去洗手 女孩脚步一顿 灰溜溜地往树里抬跑 简单开了凉水铃了几秒 甩着手上的水珠 回到了自己的位置上 打算速战速决 早点把这尊大佛给送走 白硕行吃饭的时候 不喜欢讲话 也不喜欢有人和他一起吃饭的时候聊天 这也是为什么 白玉生不太喜欢与自己这位哥哥相处的一大原因 他在吃饭的时候 恨不得能把世界上所有八卦都给掰扯一遍 白硕行单是没什么情绪地看他一眼 他就只得乖乖闭嘴 但是今天白硕行破天荒的没有与之前一样 严格管束白玉生的行为规范 他苍白修长的手指 点了点桌上的三菜一汤 继而抵着自己的下巴 缓缓开口 望春山的北京烤鸭与牛骨汤 话亭楼的糖醋排骨与脆皮玉奶 白玉生跟着他报菜名的节奏 轻点着脑袋 很好 都是自己最喜欢吃的 看来白硕行心里 还是有他这个妹妹的 早上没什么胃口 只吃了一两口三明治 完全不够甜肚子的 现在确实是有些饿了 一句话必 白硕行将桌上的所有餐碗都往自己的方向挪了过来 把话解释清楚了再吃 白玉生刚伸出去的筷子悬在了半空 什么东西 他有些僵硬地扯了扯嘴角 打算蒙混过关 白硕行目光悠悠 盯着他看了一会儿 然后 抬手加了一大块北京烤鸭 加着葱白与黄瓜 包进卷冰里 一口咬了下去 白玉生 见他没什么反应 白硕行继续加了其他几道菜 自顾自吃起了午饭 行行行 你别吃了 你吃完了 我吃什么呀 白玉生憋着嘴 捏着筷子 拍开了他的手 那张照片 就是秦贤山生日那天 玩游戏输了之后的惩罚 就这么简单 不信你可以打电话 给秦家问清楚 白硕行虽然有一段时间 没有回家了 但毕竟 自己带着白玉生一块长大 对他的一些小动作 了如指掌 比如半撒谎 半实话的时候 眼睛里底气是足的 手指会不由自主地 搅在一起把玩 半点都藏不住是 他把脆皮玉 奶往白玉生的方向 推了一把 嗯 游戏完说了 惩罚是多久 白玉生刚美滋滋地 插起一块脆皮玉奶 还没嚼上几下 闻言直接噎在了半岛 嗨 嗨嗨 你怎么 不是 红肿疼痛的扁桃体 瞬间犹如刀割 生生给他呛出了眼泪 咳了好一会儿 他才勉强缓了过来 想问我怎么知道的 白硕行起身 给他倒了一杯温水 帮他顺了顺背 音调偏冷 还带着几分细血 我猜的 白玉生 他没辙了 起身把白硕行面前的菜品 全部往自己这边挪 哥 我觉得 你这样不太行 我都二十多岁了 谈个恋爱怎么了 白硕行冷哼一声 二十多岁 大学都还没毕业呢 就想着谈恋爱 羽毛硬了是吧 老爸都说了 上了大学都随我 你怎么管得比老爸还宽 你以为我乐意管你 那臭小子 看上去就是个浪荡公子哥 玩得比谁都花 你一个乳羞未干的小毛 还懂个屁的谈恋爱 白玉生待在原地 张了张嘴巴 在他印象中 白硕行平时就难得说一句 稍微长一点的话 更别说乌言会语了 这倒是有点新奇 楼下两兄妹在餐桌上 吵得不可开交 浪荡公子哥本人 站在楼梯的暗角 指尖捏着小铃铛 眼瞼半锤 一抹笑意 隐没在光芒未及的暗处 这件事的最终结果便是 白玉生当着白硕行的面 将瓶薄给 换成了系统自带的商务图 并且将那张合照 从自己的手机上彻底消除 等到好不容易熬完一顿饭 白硕行还没将桌子上的残羹剩饭 给收拾干净 一个紧急电话打了过来 将人给叫了过去 白玉生满脑子都是自己房间里 这会儿还藏着个人 恨不得白硕行能马上离开家里 他极其贴心地给白硕行递上西装外套 亲自把他给送到了门口 对了 白硕行启动法拉利的时候 突然想到了什么 将车窗降了下来 嗯 跟您说 男人淡淡地去了他一眼 那个男的 叫什么名字 啊 白玉生挠了挠自己的脸颊 白硕行看上去极其不耐烦地扯了扯嘴角 将挡位挂了下来 算了 查个人而已 你在家给我安分点 说吧便摇上了车窗 唇黑法拉利轰鸣着 消失在别墅拐角 白玉生盯着不远处摇晃的花草 搭拉着脑袋 长叹了一口气 不报沈志颜的名字 这不是为了他着想吗 实在很难想象 等白硕行真的知道了沈志颜的名字 以及自己在沈志颜面前吃了多少亏之后 他会做出什么 哎 该不会气出三高吧 这年纪轻轻的 白玉生回到二楼自己屋子门口的时候 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自己的病似乎又加重了一点 虽然刚刚喝了一大碗牛骨头汤 但这会儿嗓子还是干燥的像是在撒哈拉沙漠里滚了一圈 从别墅外直接跑到二楼 这会儿骤然安静下来 原本就昏昏沉沉的脑袋 现在更是难受 眼前阵阵发黑 室内的空调风从四处包裹过来 激起了他一身鸡皮疙瘩 他单手搭上了自己房门的门把手 尽力稳住了自己的身形 咔哒 门把手被人从里面拉开 白玉生慢了半拍 整个人顺着门打开的方向 直直地往前倒了过去 清爽酸色的橘皮箱 裹挟着卧室中的少女甜香 极其强势地侵入白玉生的鼻腔中 又如玉水春风 柔和地拂去了他的那股难受劲 沈志言听到门外脚步声响起 最后停在房门前 久久没有动静 似乎没有意料到 白玉生会朝着自己猛扎过来 他下意识抬手 卡着女孩的双手 将人拥了过来 眼前一阵天旋地转 白玉生下意识闭上了眼 等到他整个人都埋到了 沈志言的怀里 这才敢睁开眼睛 小心翼翼地瞄了一眼 凑得近了 他才发现 在沈志言后颈的正中间 也生着一颗与面中相似的红质 小巧 却也红得惊艳 趁得他周围的皮肤白得发亮 要不然 白玉生下巴搁在沈志言的肩上 悄然闭上了眼 不动神色地埋在沈志言的怀里 深吸了一口气 要不然 就放肆这么一回吧 就借着自己这场不痛不痒的病 偷得浮生这几分钟的瘫痪吧 甚至再恶劣一点 管他有没有什么暗恋对象 毕竟是他冒犯在先 下巴处传来 酥酥麻麻的几下震动 沈志言轻笑了两声 抬手在女孩的背后顺了两下 晕过去了 还不起来 白玉生额头贴着他的颈侧 灼热地呼吸喷洒 那一寸的皮肤像是被烈火烧着了 酥麻麻的 头晕 让我缓缓 女孩哼哼唧唧地 像一头刚出生不久的小兽 乌夜哀鸣 看上去可怜的打紧 沈志言放轻了声音 拖着尾吊 哄孩子睡觉似的 音质低沉暗雅 带着些许金属的质感 到床上去睡一会儿 嗯 白玉生依旧像个树袋熊一样 挂在沈志言身上 不知道是稍糊涂了 还是其他原因使然 他仰着脑袋 在他的颈侧轻轻蹭了蹭 缓得差不多了 小便也站得差不多了 白玉生刚要从沈志言身上撑起来 整个人却猝然腾空而起 被人拖着臀部给举了起来 啊 你干什么 白玉生瞪大了双眼 语调因为沈志言这粗然的举动 显得有些着急与慌乱 两只手被迫搭在男人肩上 捶着脑袋 看他 沈志言倒是没有那么大的反应 他仰着头 落进室内的光韵 点缀在他刀削般凌厉的下颌线上 额前碎发的阴影落下 显得眼眶轮廓深邃了几分 走不动路了 帮你一把 说吧 他勾着嘴角 扬起一抹计谋得逞的坏笑 十足时的少年气 琥珀般成澈的眸子 颤着星光点点 白玉生小小的身影 成了他满眼 心跳好像漏了一拍 就好像他们从来就是如此亲密一般 白玉生攥紧了手下的布料 沈志言进门之前 明明干净起整的衬衫 之前被他连拉带推 这会儿又被他攥着 早就皱得不成了样子 他抱着白玉生 将小姑娘稳稳当当地放到床上 扯了一边团成一团的被子 给他盖了上去 夏季宝贝本来就不长 白玉生一般只在自己的肚子上盖一层就完事 至于被子能不能把他整个人给盖住 还不在他的考虑范围内 沈志言将被子噎到他的下巴处 才发现小腿露出了一大半 白嫩的小脚露在外面 莫名好笑 他忍者笑意 将被子往下扯了扯 乖乖睡觉 等我一会儿 你去哪 做戏就要做全套 偷心的情夫呢 就要去干他该干的事 白玉生觉得 这会儿自己的体温似乎又升高了一些 他舔了舔自己干燥开裂的嘴唇 什么事 沈志言直起身 将自己被揉皱的衣服给抚平 还能有什么事 把你给照顾妥当了 白玉生干瞪着眼睛 躺在床上大半天 才后知后觉 沈志言口中偷心情夫 该做的事 只是帮他倒水冲药 这实在是不怪他 想到其他什么地方去 哪有情夫偷情的时候 什么都不做的 是不是不行 他裹紧了被子 沈志言行不行他不知道 但是他可能确实不太行 脑子里幻想是一回事 现实那是另外一回事 光是刚刚放纵自己 掉在沈志言身上 那几秒钟的时间 就已经花光了 他所有的勇气 沈志言将每种药的使用时间 以及单次剂量 都给他讲解得清清楚楚 最后将温水 摆在了他的床头柜上 你不是还有其他事吗 白玉生歪着脑袋 有气无力地捧起水杯 喝了一口 水温被控制得恰到好处 润过干燥的喉间 稍稍缓解了沙哑疼痛的嗓子 沈志言直起身 抬起手腕对了小腕表 经过刚刚这么一番折腾 时间已经接近了下午一点 嗯 确实有点事 那你不走吗 男人傍晚着袖子 将现在能吃的药 一颗颗拆开 递给了白玉生 不是什么急事 他盯着白玉生 将药片都吞了下去 悠悠道 现在才发现 你这个人还挺没良心的 怎么说 白玉生养着脑袋喝水 声音模模糊糊的 有事情了 一条微信就能把我给喊来 接着把我一个人 晾在房间里一个多小时 现在用不着了 就赶着我走了 白玉生 想怎样 那我得跪下来 给你磕三个响头 给你磕磕气气地送出去嘛 不逗你了 下午好好睡一觉 难受了 记得打你个电话 沈志言收拾完药和包装 又叮嘱了一句 转身走出房门 给他把门给带了上去 白玉生盯着床头柜上摆着的那杯 喝到一半的温水 折射着剩下正午的阳光 显得有些虚幻 所以 沈志言到底对自己是什么意思 单纯只是因为 自己是白鸿鸣的女儿 所以帮衬着照顾一会儿吗 我真的服了你 说好的 我到临下和你说一声 你就是这样招待我的 沈志言刚回到湖心岛庄园 抬脚还没迈进庄园大门 就听见里面传来不小的嚷嚷声 云一白翘着二郎腿 像个大爷似的 瘫倒在客厅正中央的沙发中 随手抄起身边的一个抱枕 就往沈志言的方向砸了过去 说好的早上九点钟 你要不要看看现在几点了 庄园本身空间就大 正门距离客厅 还隔着一段距离 抱枕在空中 跃出一道不太完美的抛物线 最后落在了距离沈志言 一步之遥的脚边 这不是在招待你了 湖心岛庄园的顶配 你出去问问 谁有你这个待遇 沈志言微微轻声 将地上的抱枕捡了起来 朝着客厅走了几步 确保两个人之间的距离足够了 拎着抱枕 就往云一白的脸上丢了过去 云一白没有意料到 沈志言还能还手回来 被砸得措手不及 整个人往沙发后扬倒过去 他手忙脚乱地把抱枕给挥开 下一秒 沈志言便走到了他跟前 在一旁的单人沙发处坐了下来 云一白是沈志言在佛伦罗萨进修的时候认识的 北城云氏集团的公子哥 由于实在扶不起来 直接被家里人打包送到国外 防止给云家丢脸 家里确实有钱 人也确实好骗 好在他的性格确实不错 没有因为自己出身不错就眼高于顶 仗势欺人 顶多也就是行为上面有些中二 让人摸不着头脑 是个能玩到一起的朋友 只是有点拿不出手罢了 他转手把抱枕抱在自己膝盖上 往沈志言那边看了过去 之前刚认识那会儿 云一白只觉得沈志言这人实在有点装 明明私底下烟酒都沾 顽固公子哥玩的那些 他基本都能信手拈来 但偏偏做了一副正人君子的样子 明面上包装的那叫一个光风纪月 哄骗着不少新入学的学弟学妹 讲他是做什么狗屁人生偶像 除了个别几位和他玩得来的 基本上都被他表面那套 给骗得晕头转向的 哦对了 除了有一点 他做的是真干净 云一白上次在电话里 骂他 见着女人跟跑毒似的 不是没有依据 认识的那么五六年 就没见过他身边出现过哪个女人 只是这会儿 卧槽 兄弟 你有情况啊 云一白的眼神 直勾勾地定在沈志言 那满身褶皱的衬衫上 沈志言作为一个极端精致主义的麻烦精 特别注重自己的外在形象 穿出门的衣服以及配饰 都是按照个人审美习惯来的 如果不是特殊设计的褶皱材质 他根本不允许 自己身上 会出现一处不和谐的披露 可以说 压根没有见过他 哪天穿的衣服 有这么多褶皱过 我说呢 把我一个人丢在这里晾那么久 你小子也有沉浸在温柔箱里的一天啊 他兴奋地搓着双手 屁股往他那边挪了过去 像考究什么传世名画似的 整张脸都快贴了上去 不得不说 你们挺open啊 沈志言捶着毛子 腻了他一眼 抬手将他的脑袋给推了回去 被猫挠的 得了吧 你 别人不知道你 难道我还不知道吗 就你今天这花孔雀似的 恨不得让所有人都能看见你身上这点烟杂东西 这能是猫挠的 这猫是什么故宫里偷出来的吗 值得你这么炫耀 室内安静了一瞬 梅书瑶端着一套茶具上来 将两盏刚冲泡好的清茶 摆在了他们面前的茶几上 一株茶叶浮在正中央 顺着水波微微晃荡 就你上次在电话里和我说的那位姑娘 指的是沈志言离开北城那晚和他说的 他端起茶几上的杯盏 轻轻抿了一口 嗯 卧槽 真有女朋友 那孩子 云一百也没想过 沈志言真会硬 他瞪圆了眼睛 半个身子离开了沙发 须须悬空着 还不是女朋友 孩子确实是真的 云一百 好啊 你小子背着我们玩未婚先孕啊 果然看上去越正经的人 玩起来反而越刺激嘛 沈志言光是看着他的反应 就知道这个呆子 这会儿在想些什么 他从口袋中摸出那枚银质的铃铛 对着趴在猫窝里的淡奶摇了摇 淡奶纹声抬头 趁着两只前爪 在自己的下鸡猫窝里 伸了个懒腰 晃着自己鸡毛胆子似的尾巴 温温吞吞走了过来 习惯性地 跳上沈志言的膝盖 在他小腹处团成一团 继续眯着眼睛睡觉 是的 我有一个孩子 云一百 沈志言抱着猫 整个人往沙发后靠了上去 一双长腿微微岔开 明晃晃地敞着 高冷金贵 与慵懒闲适的气质相互碰撞 却又意外地贴合 像中世纪油画中的纳西索斯 你这样真的显得我像个傻逼 哦 原来你不是吗 云一百沉默了一会儿 选择把手上的抱枕给砸了过去 不过 你说还不是女朋友 什么情况 别和我说 这天底下 还有你沈志言搞不定的女生 从佛罗伦萨 再到北城再到林下 我就没见过一个女生 能招架住你的 沙发对面的男人 双目微垂 肢骨分明的手搭在小猫的背上 陷入柔软的花色长毛中 手背的骨骼与经脉 若隐若现 酝酿着一股说不出的预感 第一次追人 总有点生疏 扑痴 云一百一口茶没含住 喷了出来 这话放在别人身上 云一百可能没这么大的反应 但是现在在他面前说 这话的人可是不管在什么领域 都能无师自通 混得风生水起的沈志言啊 试问这么多年来有什么东西能拦住这个呀 不知道怎么把握一个度 总感觉自己会吓到他 沈志言轻轻抚摸着小猫的后背 但乃眯着眼睛 慢悠悠地打着呼噜 看上去十分舒服 你干什么了 能吓着他 云一百被吓得次数多了 这下也平静了下来 他收起了之前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 在沙发上正经微坐起来 重新捧着茶盏 一口闷了干净 梅书瑶见状 默不作声地提着茶壶过来 给他续上了一杯 人家姑娘家里教养好 但是我没有经过他的允许 就抱了他 嗯 也就这样 他端起茶盏 还真有一副指点江山的意味 还在爬山的时候 故意让他亲了一口 嗯 那是人姑娘转了 沈志言拍了拍董事长的尾巴根部 小猫拱着身子 尾巴高耸 在他腿上就开始采起了奶 只听见他轻轻笑了一声 像是直接从鼻腔中带出来的 气息微弱 饥不可闻 还想送他一份礼物 沈志言慢慢抬起头 偏浅的铜色 纯粹地像一颗被打磨光滑的琉璃珠子 他将董事长从自己的腿上丢了下去 继而悠悠吐出三个字 八个亿 刚想摆摆手说 不就送姑娘礼物吗 这多正常 不久纯情小男生的正常追妻套路 得云一白 瞬间闭了嘴 将肚子里那呼之欲出的话 给咽了回去 然后缓缓丢出了一个 就算是北城豪门的公子哥 这会儿也被沈志言 这么一句轻飘飘的话 打击到怀疑人生 别说人家姑娘了 就连她都能被吓到 她突然想到了 昨天来临下之前看到的新闻 说是临下某个富豪 在慈善拍卖会上砸了八个亿 拍下一枚粉钻 一直到拍卖会结束 也没有见到这位富豪背后的真面目 所以 不会就是坐在他对面的这个大院中吧 最后沈志言站起身 理了理自己 被压得有些杂乱的衣角 给自己刚刚那番话 做了个总结 关键是做了这么多 我还不知道 人家姑娘心里是怎么想我的 纵使云一白 对沈志言的个人情感生活 再怎么感兴趣 这会儿 也实在不想听她在这骚话连篇了 她一手撑着膝盖 躬身将茶盏放回了茶几上 行了 你这事儿呢 小悠我帮不了你 讲点其他正经事 你上次来北城 让我留意的事情有进展了 港市那边近期有一卷 万鹤松烟图 大概是下周五 沈志言随意把完卓手上的铃铛 略有些困倦地打了个哈欠 行 到时候 我亲自去一趟港市 怎么要亲自去 直接叫个中间委托人帮你带拍不就行 林下那姑娘这边你不管了 人现在被他哥哥给管着呢 也不差这么一会儿 云一白实在有些服气 早知道这个开窍起来是这个样子 他当初怎么也不会在外界乱吹他的什么境遇人设 你还没告诉我呢 这次怎么想起来去说话了 放在以前 你那是看都不看一眼 没什么 这不是再过不久 就是沈老爷子大受了吗 他舍不得花钱 我这个做孙子的 总得一丝一丝 云一白亲戚了一声 少来吧 你有什么能瞒得住我的 沈志言也没有半点要掩饰的意思 滴滴应了一声 去北城的时候趁老爷子不在家 偷偷顺了一副他刚领好的西山无尽图 这会儿估计还在气头上呢 打算带万和松烟回去赎罪 云一白完全没想到 这背后还有这档事 他在沙发上盘起双腿 一副坐在村口大张树下 闲扯的七大姑八大一样 脸上写满了好奇 你好端端的 拿沈老爷子的话做什么 要单单说 灵徒 你也不比老爷子差 沈志言淡然地瞟了过来 继而拖着调子 慢悠悠地吐出一串子 老爷子的笔法深厚 结构缜密 适合道横不怎么深 还没有形成自己固定画风的人学习 所以 所以我给他拿去练手了 云一白 呵呵 妈的恋爱脑 白玉生这场病来势汹汹 好在走得也迅速 也不知道是沈志言带来的药效果太好 还是自身抵抗力太过于强大的 闷着睡了一下午 汗出的差不多了 烧也退的差不多了 只是整个人还有点恍惚 他皱了皱鼻子 确定浮在自己 撑起身子 去浴室简单擦洗了一番 勉强把那股黏腻的感觉给擦了个干净 时间还早 白硕行估计还在忙他公司的事情 没那么早回来 左右闲着没事干 他干脆坐在桌游店上 开始收拾起了沈志言给他送回来的行李 他依稀记得 当初自己为了不让沈志言 发现自己的真实目的 而把带去的那几本与他相关的话题与杂志 胡乱塞在了自己那间屋子的书架上 现在就连他自己对着那面书架 找估计也得费上好一会儿的时间 所以当他打开行李箱 发现自己的参考资料 完完整整地被收拾整齐 放在行李箱一角的时候 还是愣着了一会儿 一方便是震惊 没想到沈志言还能这么细心 连书架上面的东西都能给他翻出来 另一方面是 白玉生沉默着将参考资料搬回自己的书房 耳间微微泛了红 好 你 妈 干 尬 他在心里咆哮了几声 将所有的参考资料 一股脑地丢进书房边角上的抽屉里 他也没空去想 沈志言 他到底是一开始就发现了 还是帮他收拾行李的时候才发现的 不管哪一种 他都觉得无比尴尬 试问 这样和他在他面前当场脱裤子 有什么区别 所以 自己现在 在沈志言心里到底是个什么形象 他那手无腹肌之力故人之女居然还是他的狂热粉 顶着帮忙养猫的名义故意接近他 那五岁之前他那点不可告人的小心思在他眼中岂不是色象胆边声吗 啪哒 白玉生 突然回神 他只觉得一阵眩晕 似乎刚退下去的烧又严重了些许 脸颊处像是有烈火烧灼 滚烫发麻 他缓了缓 这才注意到 刚刚放参考资料的时候 没有收拾整齐 一本精选画集从抽屉上掉了下来 是那本他一直很喜欢的亭吾绿罗几线状画集 画集正面朝上敞开了摔在地上 白玉生也不顾自己这会儿脑袋还昏沉着 急忙蹲在地上把画集给捡了起来 万幸的是 内液采用了特殊工艺的纸张 并没有折坏的地方 画作复刻液也没有磨损 只是 白玉生用手小心翼翼擦了擦内液沾了灰的夹角 却骤然发现了一处极其隐蔽的一行小字 小字的位置极其刁钻 基本隐没在线装的出血线背后 如果不是刚刚这么一摔 摔松了书籍上的线绳 估计永远都见不了光 白玉生小心翼翼地捏着画集的两脚 将内液微微拉开 看清楚了藏在里面的字迹内容 你什么时候才能想起 那个困住我的廖翘春 他微微愣住 不自觉地伸手抚向那一串之前 从来没有见过的字迹 与封面那三个笔封灵力 却工整方正的字体 出自同一个人 确实是沈志言的笔迹没有错 不知道是因为位置太过于隐蔽 还是其他什么原因 在此之前 他好像从来没有见到过 总不至于是自己 放在梧桐院那会儿 沈志言特地写上去的 他将画集重新盖上 封面烫金的 沈志言三个大字 有些谎言 白玉生捧着画集 打开了自己的笔记本电脑 在购物网站上输入了 沈志言画集五个关键字 滚动鼠标的动作 骤然慢了下来 其他几本参考资料 在市面上都有 就算是绝版的 也有个别盗版店铺在售卖 唯独他手上的这一本 封底没有出版号 内页也没有印刷出版 读物的条形码 没有任何出版公司的信息 有什么尘封许久的记忆 渐渐破土而出 在荒极的土壤里扎根 渐渐发芽 他突然记起了 这本画集的来历 那会儿 还是他上大学的第一个学期 白玉生的生日 刚好撞上圣诞节前夕的平安夜 高中被压抑许久 上了大学之后的每个节日 都显得弥足珍贵 无论是中国的传统节日 还是西方的外来节日 那年刚好是他18岁生日 他性子本来就讨喜 再加上维也大方 短短三个月 就在学校攒了不少人品 生日当天 光是在学校就收到了不少礼物 再加上家里送来的 硬是塞满了大半的寝室 这本画集 好像就是当时那堆礼物中的一份子 毕竟他本身就是国画专业的 有人送一本国画方面的画集 那是再正常不过 再加上当时 他对国画并没有多大的兴趣 故而 这本画集在拆出来之后的十分钟 就再一次埋没在茫茫礼品堆里 直到后来 随着专业课的越发深入 他这才把这本画集 从机会的角落给收拾出来 并且在之后的不断接触中 成为他目前最喜欢的一本画集 喜欢的 如今听到沈志言三个字 都会不可抑制地心动 当初他根本没有什么礼尚往来的概念 压根不知道 礼物都是谁送的 反正每个认识的人过生日了 他都会安排妥当寄礼物过去 所以 到现在 再重新记起这本画集 究竟是谁送的 对他来说 简直比登天还苦难 可他当时与沈志言 根本没有任何交集 就算真如白鸿鸣说的 在他小时候 真认识沈志言 但这都过去多久了 他根本不太相信 沈志言能体贴到 将他的生日 一直寄到现在身边的同学看上去 也完全没有这个本事 那么 也只有白鸿鸣这一个可能性了 实在有些好奇 他回到自己的房间 从床头柜上摸到自己的手机 给白鸿鸣给打了过去 等到电话拨通之后 他才意识到 这会儿白鸿鸣那边刚好倒时差 说不准刚睡着 他犹豫了一会儿 手指摸到了挂断键 声声 有事吗 白鸿鸣先踏一步 接起了电话 白鸿鸣轻了轻嗓子 也不知道白鸿鸣听了 会不会觉得自己的问题 没头没脑的 不是什么大事 我就想问问 我成人礼那会儿 您给我送什么礼物了 成人礼 嗯 就我刚上大学那会儿 对面安静了一会儿 白鸿鸣放轻了呼吸 只听到话筒里传来一阵 稀稀素素地翻找东西的声音 过了好一会儿 白鸿鸣的声音再次响起 一只腕表 啊 白鸿鸣那边 已经是深夜两点了 女儿一生有些意外的尾音 在室内显得有些突兀 成人礼怎么了 白鸿鸣扯着嘴角 笑了笑 没事 就是确认一件事情 您那也不早了 早点休息吧 嘟嘟嘟 挂了电话 白鸿鸣再次低头看向了 自己手中的话筋 平使声之橙色 称为亭无虑 是东风转暖时 亭愿青草之色 取自白鸠翼 春日仙鸠三首 中逝时三月半 花落亭无虑 也是 他在日常作画中 最喜欢调的颜色 三月半 撂翘春 嗡嗡 嗡 被丢在床上的手机 嗡声作响 白鸣声寻声望了过去 来电显示 宋云 那头像是身后着火似的 一刻也等不得 白鸣声刚按开通话键 宋云的声音就窜了出来 声声宝 我威胁公司给我多放了一个月的假期 下周陪你允哥出门玩 玩他一个半月 开学前回来 怎样 他捧着那本话题 直直地栽进自己的床铺上 下周 按照白硕行往年的状况 估计撑到这周末 就得回护士 行啊 去哪 港市 如白玉声响得没差 白硕行的公司那边缺了主心骨 许多要紧事 被堆在一起 无人定夺 他在家里待了没有几天 就被连番轰炸的邮件与电话 给喊了回去 他双手抄兜 立在别墅门口 冷眼看着自己的助理 将自己的行李清点完毕 抬上了商务车后备箱 白玉声搬了把小木椅 坐在大门口抱着半个西瓜 一边拿勺子咬着吃西瓜 一边看着白硕行那张冷刀略显声音的脸 有点想笑 他也确实笑出了声 白硕行听到身后的动静 转过头 瞥了他一眼感冒好了吗 就抱着西瓜看 白玉声刚产下去的勺子一顿 没有冰过也不行吗 白先生 都已经准备好了 我们该出发了 助理在别墅门口 将一切都准备妥当 小跑过来 在白硕行身边提醒了一句 白硕行焊了焊手 示意助理先去车上等他 别墅门口再次安静了下来 白硕行走到白玉声边上 躬身搭了搭西瓜外皮的温度 确实步冰 甚至捧在手上 还有点暖乎乎 他掀起眼皮 看了一眼坐在面前的妹妹 他确实许久没有回家了 也许久没有见过白玉声了 印象中的白玉声 还是那个在小学初中里 皮猴似的招惹别人 完了还要自己跑去收拾残局 给他擦屁股的小姑娘 一方确实长大了 也漂亮了许多 到底是便宜那小子了 一想起沈志妍 他就有些气氛 不自觉咬紧了后操牙 上次在白玉声手机里 看到那张合照之后 他就给情嫌删通了电话 顺便把沈志妍 从头到脚都彻查了一遍 毕竟自己也生在 零下有头有脸的白家 豪门世家 那也是从小见识到大 人外有人 比沈志妍身份高贵 身价高的 那是多了去了 只是 砸八个亿 从自己手上抢走一颗粉钻 又从自己手上捞了上千万 结果还在自己不知道的时候 和自己的妹妹走得这么近 他闭了闭眼 将眼中不满的情绪 尽数退去 王叔下午会带人回别墅 你不去人照顾 给我好好待在别墅 白玉声长长 唏了一声 管了我那么几天管上瘾了是吧 我出门和我朋友 玩不行吗 白硕行理了理 自己的衬衫扣子 他今天穿了一身脏蓝的衬衫 依旧是上等的裁剪工艺 将他整个人修饰得恰到好处 身段修长 宽肩窄腰 呈现倒三角的优越身材 衬衫空挡处 透着从外面溜进来的光 隐隐勾勒出他的肌肉轮廓 就这外在条件 多好啊 白玉声咬了一勺西瓜 十分郁闷地想着 也不到究竟什么时候才能来的嫂嫂给他收了 让他少管自己 算了 也不知道谁能受得了他这个性格 咱们家是不够大吗 把你所有朋友叫来开趴 都绰绰有余 白玉声胡乱点着脑袋 好嘞 哥 你别光顾着说我了 现在还不走 到时候能赶上飞机吗 白硕行踏下阶梯 站在别墅门廊下 最后看了白玉声一眼 其他人都随你 沈志言不行 你好自为之吧 说吧 起身坐上了自己的商务车里 汽车启动 留下一地尾气 混着剩下灼热的温度 白玉声只觉得自己 露在外面的小腿 已经可以烘烤出炉了 什么叫其他人都随自己 就沈志言不行 就因为沈志言 抢了宝石 又卖话吗 白玉声气鼓鼓地 将别墅大门给关上 回到室内的空调风底下 一边吹凉 一边大骂白硕行 这是仇富 这绝对是仇富心理 剩下的港市 气温直逼35度 空气在艳阳下 被炙烤得开始变形 周围的景物 在晃动的空气中跃动 光是在太阳底下多站一会儿 整个人都会被晒得昏昏沉沉的 港市的高楼 零次至比 与零下不同 港市市区的道路两旁 没有那么多参天剧目 光线被高楼切成一块一块 排列在柏油马路上 像是钢琴上 黑白分明的琴剑 街上许多赶着上班的路人 形色匆匆匆匆 也不乏许多撑着遮阳伞 慢悠悠逛街的游客 沈志颜一身正式的西装外套 显得与周围休闲娱乐的路人装扮 格格不入 从头到脚收拾的一丝不苟 就连头发丝 都翘着精致的弧度 优越的骨相与外貌 惹得周围的年轻小姑娘 不住地往她这个方向偷瞄着 真不是我说啊 这大热天的 你还穿得这么人母狗样的 知道的 你是来这边买画 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来这招风影蝶 拈花惹草呢 云一白穿着一身 经典沙滩游客款式的 花色衬衫 与配套花色沙滩裤 脑门上 还别着一个爱心形状的墨镜 要说招风影蝶 你这身并不比我逊色 甚至还是你略胜一筹 他眼睁睁看着沈志颜 用着一种看弱智的表情 看了一眼自己 继而十分不忍地扭过了头 云一白 想怎样 亮仔呀 亮仔 他一边说着 一边晃了晃自己脖子上的 那条小金链子 谁和你说 亮仔必须就是这个样子了 你去街上走一圈 看人坐不坐你就完事了 沈志颜抬脚跨上了 在路口停稳的商务保姆车 还没等云一白反应过来 就摁下了关门的电动按钮 杨叔 直接走吧 不用管他 云一白 他没想到 沈志颜还来睁当 他眼睁睁看着商务车的车门 渐渐在自己眼前合上 最后扬长而去 靠 沈志颜 你别太荒谬 商务保姆车 在港市街道绕了几圈 最后一头扎进了一条小巷子里 停在了一家极其不显眼的店铺门前 小巷子对面就是居民区 在这片寸土寸金的地方 小市民的生存空间被不断挤压 看上去一排平平无奇的公寓楼里 可能住了不下百来户人家 藏匿在一街相隔的高楼大厦中间 极其微不足道 沈志颜抿着薄唇 视线掠过搭设在居民楼外面的杂乱电线 往深厚的建筑里走了进去 建筑外面看上去确实有点老破晓 屋子内部却别有洞天 屋里冷气开得很足 乍一进来感觉十分舒服 再多待一会儿就感到有些动人 店铺的主人直接打通了一整洞屋子 陈设了不少精致的旗袍面料 按照花色与布料工艺品级 一层层排列妥当 前台坐着一个枕着手臂睡觉的小姑娘 听到门口几声清脆的风铃响 这才慌乱地起身招待您好先生 请问有预约吗 沈志颜从西装外套的内侧胸袋里 摸出了一张烫金工艺的名片 递给了前台的小女孩 名片上指印了梅西南三个烫金毛笔字 我来拿梅老师傅的定制成衣 前台的小姑娘接过她手中的名片 小心翼翼地抬头瞄了一眼男人的脸 找不出任何一处可以挑剔的地方 就连面中那点看似是瑕疵的红质 点缀在她的脸上 却也好像锦上添花 更不用说她额上的那束美人肩 古相伶俐却不刻薄 眼形明明是略微细长的寒情眼 可眼中却好似一汪幽静的全眼 没有夹杂任何多余的情感 小姑娘骤然于沈志颜 但如琥珀的毛子对上视线 有些慌乱地将脑袋垂了下来 将明天递了回去 沈先生是吗 嗯 美老先生已经在楼上恭候多时 请随我来 二楼远没有一楼布置得那么精致 裁下来的布匹边角料 用几个箱子随意地装着 两衣皮尺杂乱地从墙架子上垂落 人从边上走过 带起的微风 烧着这些皮尺轻微晃动 朝北方向摆着几具红木人形模特 旗袍成衣依旧按照花色与工艺品级排列 还未上身就足见这些旗袍恶挪款款的曲线 沈先生 没师傅在那个 您直接进去就行 小姑娘帮沈志言把门给推开 欠了欠身 转身下了楼 朝南的屋子里只开了半边的帘子 午后的太阳毒辣 纵使开了冷气 屋内的阳光依旧灼人 屋内的收音机里 一一压压放着月区木柜阴朝青 飘窗边上坐着的白发绝朔的老人 单手支着一只石南木烟斗 半合着眼 晃着脑袋跟着收音机里哼哼 听到门外的动静 他扎了口烟 抬头看了过来 哟 能让你亲自跑一趟可不简单啊 老人从摇椅上站起身 背着手往里肩走了进去 出来的时候 手上多了一个木雕箱子 表面刻着几朵栩栩如生的白山茶 箱子里齐齐整整 码着一件做工精良的双元晶 无心绿气袍 山河松涛点缀 中间浮以流经云彩暗纹 细节处用特殊刺绣工艺 绣着几片竹叶样式 在光彩下浮光跃动 你订的东西 确实有点 难住我这个小老头了 沈志言接过白山茶木香 向老人鞠了一躬 麻烦老先生了 老人乐呵呵笑了两声 麻烦算不上 能以你画入我衣裳 也是我的荣幸 他捋了捋自己的胡子 走回飘窗旁的木头摇椅 继续哼唱起小曲来 这还是你头一次向我定制旗袍 还是这样的特殊制式 这时定下来 就是那个姑娘了 沈志言勾了勾唇脚 早就定下来了 这不是之前见不着面 所以也定不了旗袍吗 梅西南吃笑了一声 抄起边上的烟斗敲了过去 把我闺女喊去临下 就为了给那姑娘做两尺寸这档子时 你算盘敲得我隔着大半个中国都听见了呀 沈志言将白山茶木雕箱子合上 旗袍绚丽的文采消失在木匣子下 这还真不是我敲的算盘 就算梅书瑶不在临下 我也总有一天能给人带到您面前 来让您亲自亮亮 从梅西南的旗袍定制店铺里出来的时候 天色尚早 时钟也不过堪堪走过五点整 居民区的老巷子不管什么时候都热闹地打紧 锅碗瓢盆碰撞的声音自前面的住宅区传响 屋后弥漫着裹挟着饭菜鲜香的烟火味 沈志言刚提着白山茶木香坐进商务车 转眼便看见了从巷子口气喘吁吁跑过来的云一白 他一把摁住了即将关闭的电动门撑在了门边上 也不知道他穿着这个样子在港式的大街小巷上跑了多久 脖子前后全是湿答答的汗珠 鹅脚的汗水顺着面部轮廓曲线 一路向下悬挂到睫毛上 惹得他连连眨眼 丝毫没有所谓北城豪门世家公子哥的样子 也失去了靓仔的风度 整个人狼狈地活像一只在倾盆大雨中无缘的流浪狗 他单手插腰 支着自己跑叉气的部位深呼吸坐着缓冲 估计是在大太阳底下跑了太久 云一白舔了舔自己干裂的嘴唇 连一句骂人的骚话都说不出口 但就算这样了 他依旧身残至尖 扯着嗓子也得把沈志言从头到脚都骂上一遍 沈 沈志言 小爷我的嗓子都快冒烟了 小爷我第一次来港式 你就给我丢大马路上 得亏你丢的人是我 要是换做别人 你就别想要这个朋友了 云一白一边喘着气 一边斜斜地往车上铐 还没等他整个人都靠上去 先沾上车门的肩膀处 就传来一阵剧烈的灼烧感 他扭曲着身子 结结实实地栽到了沈志言的跟前 就差磕个脑袋拜个年了 在太阳底下 挨了大半天直射阳光的金属钢板 此刻温度滚烫 云一白那件极薄的花衬衫 根本没有办法起到缓冲的作用 肩膀上那片细皮嫩肉 直直地贴到铁板上 实打实地挨了一下烫 沈志言 不知道打个车或者坐个地铁吗 就这还少爷呢 这不傻逼吗 云一白 杨叔 直接 你闭嘴沈志言 再不再小爷小心 我和你翻脸 最后 沈志言依旧选择了妥协 让云一白上了车 杨叔之前一直跟着沈行之 做了十几年的司机 车技自然是没话说 不管是转弯还是掉头 都操作得四平八稳 就算沈志言在后排端着一杯咖啡 他都能保证 那杯子中不滴出一滴咖啡液 更别说那些急杀或者猛然加速的情况 云一白跑了一下午 这会儿在平稳的车厢里 坐得正舒服 困倦倾袭着大脑 他支着下巴 搭拉着眼皮 漫不经心地往车窗外看去 正好遇上路口红绿灯 车辆稳稳当当 在路中央停下 云一白打了个哈欠 正准备睡上一觉 突然 他瞪大了眼睛 头还没有扭过去 手已经挥舞着 往沈志言身上拍 沈志言 有美女啊 泽泽 这张脸 纯纯的小爷心中的初恋脸天花板啊 他一边胡乱挥着手 嘴里泽泽有声 沈志言实在有些烦他那只不太安分的手 顺着他的方向看了过去 云一白说的女孩 确实很漂亮 甚至在人潮拥挤的街上 也能让人一眼就注意到他 女孩穿着一件淡粉色露漆短上衣 还是时下流行的荷叶边修身款式 下身搭着一条浅色系阔腿牛仔裤 修饰着他纤细的腰身 仿佛一掐就能折断似的 他不知道什么时候重新烫了一次头发 显得原本就巴掌大小的脸蛋 现在更是小了一圈 手上的冰淇淋 还没吃上几口就化了 冰淇淋液顺着弹桶流了下来 女孩一边侧过脑袋 着急舔去化了大半的冰淇淋 落日渐渐西沉 绚烂的余晖洋洋洒洒落了满地 却仍抵挡不住女孩明媚开怀地笑 看上去有男朋友了啊 不过他身边的男生 怎么打扮得奇奇怪怪的 整张脸都遮得严严实实 见不得人吗 这是 杨叔 云一白噎了一下 转过头瞪大了眼睛 沈之言 坐你车上连美女都不让我看了 你连这点都受不了 要赶我下车 沈之言漠然瞥了他一眼 幽静的瞳孔中渗着几分无语 接着把刚刚没说完的话给说了下去 前面找个地方停一下车吧 你们直接去拍行 不用管我 好的小沈总 什么情况 沈之言你干嘛去 不是 你就让我穿成这样 去拍行 说好我去捏脚你去干活的呢 把你座位前面的那条披肩递给我 云一白虽然不知道这哥要干嘛 但还是乖乖照他说的做了 商务车在临时停车点停了下来 沈之言完全没有在意 车厢里云一白吵吵嚷嚷的声音 直接让杨叔按下了关闭电动门的按钮 车门缓缓闭合 沈之言脱掉了外面那件西装外套 朝着云一白丢了过去 男人手臂经受有力 薄衬衫勾勒出旗下奋章的肌肉曲线 斯文的举止中暗含着一丝野性 这样不是挺好的 今晚拍行的热点亮仔 云一白 虽然但是 你说的好像确实没什么问题 但是说到底丢人的还是我啊 沈之言像是听到了什么极其好玩的笑话 薄唇微微扬起 视线却穿过汹涌车潮 扎根在街对面鸡蛋仔店铺面前的女孩身上 白玉生一直认为既怕热又怕冷的自己 就适合生活在四季如春的云南 压根不适合在大热天听宋云的连篇鬼话 跑到外面来报晒 他捏着从鸡蛋仔店铺老板那要来的报纸 一边嚼着抹茶口味的鸡蛋仔 一边有一下没一下地朝着自己脸上扇风 宋云 好好的商圈你不去逛 里边还有空调吹 一定要顶着大太阳在外面跑 要是晒黑了看 我回去打不打你就完事了 宋云嘴上叼着一个菠萝包 脸上戴着神似章鱼哥的遮阳面罩 眼眶处挂着一副墨镜 头上还戴着一顶遮阳草帽 都已经出门完了你还纠结黑不黑的 再说了 商圈在哪都是一个样 没什么好玩的 按我说 就得钻这些小巷子玩才得尽 那你倒是把你的章鱼哥面罩给摘下来啊 不行 你也不看看 我现在在圈里是什么咖位 这是我的本体 是我的遮羞布 白玉生被朝着他翻了个白眼 嘴里嘟嘟浓浓浓的 全是对他的不满与控诉 两个人沿着街角 走了不知道多久 白玉生最后一点耐心 也彻底耗尽 他沿着商铺 找了个没什么人的空当 直接蹲了下来 两手拖着腮 说什么也不愿意走了 走不动了 就算太阳下山了 我也走不动了 要走你自己走 老娘不奉陪了 他一边扯着鸡蛋仔 一边撅着嘴巴 极其熟练地耍着脾气 宋云笔对着自己导航 与自己手机备忘录里 提前做好的攻略 距离完成今天一天的观赏任务 就差最后一个太平山夜景 按照白玉生的性子 这座山看上去逝去不成了 他叹了口气 打算调整一下备忘录 把后面的行程 往前面调整一下 之间刚刚还蹲在原地的白玉生 突然站起身 往下一个路口地 转脚折了过去 连一分钟都没到 他又重新出现在转脚口 双臂大弧度地朝自己挥舞着 宋云 这有个老剧场 今天晚上的片单室 胭脂扣 哎 白玉生朝着宋云跑了两步 余光掠过其身后喧道的人群 突然顿住 视线中 好像闪过一抹杏白身影 他眨了眨眼 身影随之消失不见 就好像刚刚那一瞬间 只是风沙迷了眼出现的幻觉 老剧场怎么了 宋云依旧低垂着脑袋 摆弄着自己的备忘录 他刚刚才发现自己的攻略手册里边 晚上的项目都得徒步走上不远的距离 根本没法换 他有些苦恼 再配合上他的那个沙雕面罩 简直就是海绵宝宝里的颓丧章鱼个 白玉生回了神 晃了晃脑袋 就是呢 待会儿你玩你的 我玩我的 结束了 咱们就在剧场门口会合 怎么样 宋云调整备忘录的手指一顿 倒是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行 白玉生找到的只是一个老式影院 就连卖票方式都保持着最原始的手写票 凭票据入场 没有所做的机制 位置随自己挑 只要有空位 喜欢坐哪就坐 整个影院只有一个大影厅 甚至放映室依旧采取的是老式的电影放映机 入口处用厚重的红帘遮着 场内只有他一个人 趁着偌大的放映厅 这会儿显得有些空落落 时代在快速发展 人们的生活节奏也在被推着逐渐加快 所有人都凝固着一张脸 形色匆匆 很少有愿意在老影院面前停住 买一张手写影票坐下来 安安静静看一部老电影的人 老剧院依旧停留在原地 就好像支着拐杖 静默地看着自己那些孩子 逐渐走远地垂垂老者 电影还没开始 场内灯光大亮 白玉生找了一个靠后排的中间位置 坐了下来 整个放映厅都能够被他收纳在眼底 颇有种君临天下 闭腻众生的感觉 约莫等了十几分钟 荧幕开始闪烁起电影画面 场内的灯光尽数熄灭 白玉生翘起二郎腿 正打算全身心投入影片当中 影厅门口的红莲却被人掀起 他有些小不满 偏头往那边看了过去 红莲外是灯光明亮的影院售票大厅 那人逆光而来 只有部分侧脸镀上了一层柔和的白光 连带着发丝都染上了银白 衬衫被折起 晚到小臂处 衬衫背后透着光 勾勒出引人身陷的身材曲线 白玉生呼吸一致 那人摸着黑 抬脚沿着影厅的楼梯往上走 最后 找到了白玉生那一排 阔步走了过来 微微轻身 一双琥珀般成澈的毛子 直直地撞了过来 请问这位小姐 我可以坐在这里吗 白玉生愣证了好一瞬 这才把注意力从沈志颜脸上抽回 视线下移 擦过他那高耸的鼻梁 最后停留在那片略显刻薄的唇上 不知道是影厅内部的灯光问题 还是什么其他原因 白玉生觉得 这会儿沈志颜的唇色 似乎比以往更加红了几分 就像暗夜中绽放的曼珠沙花 又像是寂静深夜中的一轮血月 借着老式放映机的暗光 他隐约还看到了 沈志颜唇上的一抹水色 那一抹水光点缀得恰到好处 将预念不断扩大 吸引着无知懵懂的右手 深入险境去尝试碰碰他 小姐 沈志颜似乎注意到了白玉生的魂不守舍 他温温吞吞拖着尾调 嗓音里掺杂了几分不易察觉的笑意 白玉生促然回神 思绪尽数收拢 视线慌乱地从沈志颜脸上抽离 极其心虚地点了两下头 嗯 你说什么 沈志颜再一次指了指他边上的位置 我可以坐这里吗 可是影厅有这么多位置 他捏如着余光瞄到荧幕 影片已经开始了有几分钟了 他不是第一次看 胭脂扣 故事情节记得还算深刻 但是这会儿也不知道怎么了 硬是一点情节都看不进去 白玉生张了张嘴 挤出了几个机不可闻的阴结 换了个措辞 没关系 可以坐 沈志颜得到了应许 这才小声地翻下椅子 两手交叉 和在自己的小腹上 一副松松垮垮的样子 就好像真的只是路过这家影厅 来看场老电影的普通人似的 影厅内的音响应该是后来升级过 没有沿用老式电影院的那一套 在音质与感染力上都有了提升 纵然如此 白玉生还是觉得 今天的音响是不是坏了 怎么声音这么小 小道连身边人的一呼一吸 都能清晰地感受到 他努力将自己的注意力 钉死在荧幕上 不过没过多久 他就感到了不对劲 自己在家里看的时候 电影下方会配上字幕 就算自己听不懂粤语 配着字幕总是能看懂得大半 但是这家影院 似乎要把怀旧复古还原到极致 再加上港市这边的市民 大多也都精通粤语 因此播放的是直接的电影原生片子 没有经过字幕加工处理 这对于从小在江这一带长大 对粤语的认识 只有黑凤梨与雷猴啊的白玉生来说 就像让上了三年大学的他在重新去解高中的函数大体一样 看上去眼熟得很 但实际眼前一黑 玩 拳 听 不 懂 他双手微微全躯 即使影厅里的冷气开得十足 他也莫名其妙渗了一掌心的薄汗 视线从大荧幕上偷偷溜走 余光静悄悄地攀爬到坐在旁边的男人身上 沈志颜神色认真目不转睛地盯着大荧幕 就好像真的就是来这里认真看一场电影似的 他甚至到现在都还没有反应过来 沈志颜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中国这么大的地方 14亿人口 两个人在没有事先商量过的情况下 同时同地点相遇的概率 渺茫到他 根本不敢相信 这就是一个巧合 白玉生不动声色地挪动了一下自己的位置 让自己离沈志颜又近了一分 荧幕里的十二少 荧幕仰卧在原木罗汉床上 两手交叉搭在腹部 眼尾寒情与刚进门的如花调笑着 怎么了 耳边传来一声雌性清响 那道声音似乎独立于影听音响之外 明明是极其细微的声音 听在白玉生耳中却格外清晰 且充满了蛊惑意味 白玉生转过头 朝着沈志颜看了过去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他半个身子已经挪到了自己位置的最边角上 距离旁边的沈志颜 最宽也就一圈的距离 他促然转身 从后面看 整个人就好像完全栽进了沈志颜的怀中 属服酒香肆无忌惮 存在感极强地侵占了他的鼻腔 将影厅中若有若无的消毒水味道 尽数吞袭 他呆愣在原处 屁股下意识往另一个方向挪 拉开了两个人之间的距离没怎么 就是有点听不懂他们说的粤语是什么意思 不过不是大问题 大概的剧情我应该都记得 他哈哈善笑了两声 打算坐正身子 继续将自己的注意力 集中在影片中 凭借着自己的记忆 去回想这部影片每个场景的人物对话 沈志颜收起了自己翘着的二郎腿 老是影厅前后座位安排的有些拥挤 他一双修长的腿无处摆放 连着调整了好几个姿势都不太雅观 没办法 沈志颜只好又将左腿架了回去 闻言 沈志颜舒然嘀嘀笑出了声 他微垂着眸子 细细地打亮了身边的小姑娘一眼 哪一句 白玉生刚刚调整好位置 在椅子上正经微坐起来 听到沈志颜的问话 还有些不在状况呢 啊 沈志颜极起好脾气地又重复了一次 我说 你哪一句没有听懂 女孩噎了一声 她能说从头到尾 除了人名和认识的粤语词汇与短句 她几乎都没怎么听懂吗 那当然 不能 她扬了扬下巴 指着荧幕 捏如着声音说道 诺 就刚刚这一句 只见荧幕中的十二少两手抱在耳边 抽搐着身子 开着玩笑 颇有些焦躁地在罗汉床上左右翻起身来 耳边再一次传来 沈志颜极其具有标志性的笑声 接着 她轻烈低沉的嗓音再一次传来 干肩石斑 白玉生倒是没有预料到 沈志颜还会粤语 并且从她口中说出来 带上她独特的清冷调子 别有一番韵味 她支着耳朵 往沈志颜那边靠了过去 是什么意思来着 她距离上一次看这部电影 已经过去太久 除了主要的故事情节 其他的基本都忘得差不多了 干肩石斑 你们这些姑娘 最喜欢叫客人苦等 等一肚子火 又不能发出来 美名其约 干肩石斑 沈志颜差不多是把电影里的台词 给圆圆本本用普通话翻译了过来 她单手支着脑袋 嘴角含笑 煞有介事地盯着白玉生 一句好端端的话 被她说的 好像是自己在干肩踏 这条石斑似的 一股电流酥酥麻麻 穿过心底 影厅内的冷气开得十足 白玉生的防晒外套 因为太碍事的缘故 被她团巴团巴 塞进凤云的包里了 没有东西遮一遮 不知道是被动的 还是因为其他什么原因 冒了一身鸡皮疙瘩 她抱着自己的手臂 打了个寒颤 抬头朝沈志颜给看了 她身上也只穿了一件薄衬衫 第一颗扣子 没有想之前一样 整整齐齐地扣着 而是松松垮垮地敞开 露出一段漂亮的肩颈线 禁欲感被打破 更添上了几分不正经的预感 算了 先不说身边有没有坐着沈志颜 光是这个冻死人不长命的冷气 与听不大懂的粤语原声 她在这也坐不久 正当她在蠢夺 该怎么向沈志颜说明 自己得提前离场的时候 沈志颜那边先有了动静 她不知道从哪里 变出来一条布料细腻的 纯白小羊绒披肩 视线依旧没有离开电影屏幕 手却极其自然 且熟练地展开披肩 盖在了白玉生的肩上 混着藏红花与酒香而来的 不仅有那一条温热的羊绒披肩 还有她不咸不淡的嗓音 你有好多种样子 浓妆 淡妆 男妆 不化妆 还有现在如梦如幻月 若即若离花 念的是普通话版的电影原台词 白玉生没忍住 用自己冻得有些冰凉的手 搭上了自己微微发烫的耳间 有了这一层披肩 身上的寒意被驱除了一些 羊肉披肩的暖意 丝丝缕缕 渗入白玉生露在外面的皮肤 总算不那么冷了 她听见电影里的女主角 如花顺着十二少的话 问了回去 你最重义哪种 沈志言转过头 不再看向大荧幕 都重义 分开 夹在一块 都重义 哪一种才是真的 莫名其妙的 白玉生记起了后面的台词 这么快就想知道 会吓着你的 真的东西最不好看 她念出来的台词 与电影中的如花重叠 还真有如梦如幻月的意思 两个人的视线 在黑暗的影厅内碰撞 赤 罗罗 又坦坦荡荡 之间 沈志言扬着眼尾 从鼻腔中 带出一抹极其细微的笑意 顺着把后面的台词 也念了下去 不好看也要看 谁叫我终一年 扑通 扑通 是谁的心跳如此张扬 还有一种样子 我现在想看 白玉生咽了咽唾沫 手心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 又重新冒起了薄汗 她直直地盯着沈志言 一双澄澈的琥珀眼 恍然间失了神 她的音调有些颤抖 声音也弱了下来 曖昧像摔在地上碎开的香水瓶 相调迅速扩散 哪一种啊 电影依旧在继续播放 沈志言却停顿了好一会儿 只听见电影中的 陈十二少低着嗓子 待会儿再告诉你 电影里 电影外四个人都安静了下来 耳边只有二胡调的背景音乐 继续响着 等等 白玉生突然意识到 这后面是一段怎么样的戏份 突然脑子荡了鸡 有好长一段剧情 男女主都没有台词 原始的欲望与冲动 在电影导演的处理下 也盖上了一层迷迷的艺术 沈志言的那张脸 在她的视线中 逐渐变得清晰起来 一只干燥温暖的宽厚大掌 盖住了她的双眼 视觉被剥夺 听觉与嗅觉被无限放大 酒香四溢 有什么东西凑了上来 接下来的东西 小朋友就别看了 白玉生是第一次 如此直观地感受到 原来男人的嘴唇 也能那么柔软 明明看上去是刻薄无情的 就连有时候 从中吐出的话 也是如此 真正触碰到的时候 就好像是一片 温热湿润的蒟蒻果冻 带着一点 被剩下艳阳 烘烤出来的咸色汗味 完全不像自己印象中的 那个粗利的触感 白玉生制住了呼吸 眼睛不住吸动 眼睫毛挠在沈志言的掌心 像有什么羽毛浮过 惹得人心底泛起一丝 酥酥麻麻的氧溢 即使自己的眼睛 被沈志言给遮住了 但耳朵依旧能听到声音 影厅的音响里 传来电影里 暧昧的接吻声 与角色的轻轻喘息 每一声都在刺激着 白玉生的神经 时间好像被无限拉长 电影好像被开了铃 五倍速 连背景音乐都拖拉着 沈志言似乎只是贴了贴 他的嘴唇 并没有要进一步深入的样子 两人鼻息相互纠缠着 喷洒在对方的脸颊处 又被影厅内的冷气吹散开 白玉生放弃了眨眼 干脆将眼睛给闭上 小心翼翼地舔了一下 他的唇角 继而迅速缩回 淡淡的咸色味 在口腔中韵染 白玉生突然觉得 一直为自己喜欢上一个 心里藏着别人的男人 而苦恼不已的自己 有些好笑 心里藏着有人的是他 不打声招呼 先凑上来的也是他 你看人家在意吗 光是这样想着 白玉生就觉得自己憋屈得很 嘴上下了力气 一口咬了过去 随机正开他遮住自己眼睛的手 蹭地往座位上面站了起来 电影中暧昧的情节 已经播放完毕 角度一转 来到了五十年后的报社 视线重获光明 他下意识地瞇了瞇眼 后来才意识到 自己这会儿身处光线 昏暗的电影院 就算重新恢复了视觉 也没有刺眼的强光 需要他去示意 由于动作太大 他胸膛微微起伏 嘴角还闪着几次晶莹的水光 像一颗刚从水里 捞出来熟透了的樱桃 沈志言依旧端坐在自己的位置上 下唇似乎被咬破了皮 血丝从伤口处涌了出来 渐渐化开 他用食指沾了沾自己的下唇 瞥见了指尖一点星红 继而挑了挑眉 手臂像是眉骨头似的搭在了座位的手托处 抱歉 白玉生站在原地 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也不明白 沈志言到底在为哪件事道歉 披肩顺着他的动作滑落 挂腊在他的臂弯处 就好像传统神话故事中 仙女身后飘扬的批驳 他完全没有理会 身后荧幕中的电影 才只放了个开头 扭头直接离开了影厅 虽说这家影院从设备到装修 都保持着上个世纪末的风格 但卫生间依旧保持着洁净与清爽 洗手台的角落里 摆着某个老牌的固体清醒剂 柠檬味的清香 在匣子的空间里散开 白玉生对着洗手池 深呼了一口气 打开了水龙头 虽然天色已晚 但余温仍旧不容小觑 从外面接近来的水管里 流淌的依旧是温热的水白玉生 两只手都浸在水中 刚刚被影厅中的冷气吹凉的体温 渐渐回暖 她这才看见 挂在自己手臂上的披肩 刚刚走得太着急 完全忘了沈志颜的东西 还披在自己身上 她抬头看了一眼 自己面前的梳妆镜 难得出门玩一趟 白玉生特地化了一次全妆 为了与港市这个地方相呼应 她还特地提早几天 跟着网上的美妆博主 学习了港风氛围感的妆容 小姑娘原本的脸型 就极其流畅自然 没有什么需要修饰的地方 比平时中了几分的眉毛与唇彩 给这张清纯的脸 添了一丝阴气与妩媚 港市的复古妆容 并不强调饱和度比较高的腮红 作为修饰脸型的工具 腮红打的位置 也与现在不太相同 从颧骨连着头发下来 取用饱和度较低的颜色 轻轻浅浅地打上一层 白玉生偏了偏脑袋 看向了镜子里自己的颧骨 回忆了一下 今天出门之前 确实将腮红打对了地方 而不是现在镜子里 苹果鸡那里浮着的一片粉 他不可制止地 又回想起 刚刚昏暗影厅里发生的荒唐事 唇角一热 水流冲了一会儿 水温这才渐渐变凉 稍微将白玉生的思绪拉了回来 啪哒 白玉生关停了水龙头 将自己还躺着水的手 搭到了自己的脸颊两侧 试图让自己烧得有些发慌的脸蛋 赶紧降下温来 他有些小后悔 自己刚刚就应该刚一些 直接把人摁在凳子上 质问这个吻究竟是什么意思 让他亲口讲清楚 总比他这会儿 把自己关在卫生间里 胡乱猜想来得轻松多 唉 他搭拉着脑袋 长叹了一声气 他好像从来就是这样 就算只是小时候与别人吵架 也得等到事后才回想起来 当初应该放更狠的话 把对方堵到哑口无言 他最后看了一眼镜子里的自己 水珠顺着面部轮廓滚落 最后汇聚在下巴上 显得整个女孩精致的 就像一只做工精细的瓷娃娃 白玉生面无表情地勾了勾唇脚 开门朝外面走去 他在影厅门口的红帘子处 迟出了好一会儿 也没敢伸出手去拉那块有些厚重的红帘 一方面他不确定 沈志炎是不是还在里面 另一方面 自己好像也没有完全做好面对他的准备 哗啦 红帘从里面被人掀开 露出沈志炎一张精致的有些过分的脸 沈志炎似乎也没有意料到白玉生会站在帘子后面 他微微后撤一步 给白玉生留出了一小步的安全社交 距离空间 红帘挂在他半边的肩膀上 好像意气风发的凯旋将军 两个人沉默地对峙了一会儿 沈志炎依旧是保持着后撤一步后的姿势 白玉生憋了憋嘴巴 往前凑了一步 影厅外的光线明亮 他面对的不再是刚开始背着光的沈志炎 白赤灯的光撒在他的脸上 趁着他原本就冷白的皮肤又白了几分 白玉生突然注意到 他那薄唇上擦着一抹橘调的红痕 与之前那点血迹不同 更像是 他抿了抿刚刚补好的唇彩 更像是刚刚从自己嘴上沾去的 哄 脑子里好像又断了一根弦 耳内嗡嗡作响 我有话想问你 沈志炎了然地点了两下头 手上用了点力气 将红脸整个掀开 给白玉生让出一个位置来 在里面 还是在什么地方 随你 白玉生探着脑袋 往大屏幕上瞄了一眼 如花依旧在五十年后 大海捞针一般地寻找着他的十二手 这部片子的结局并不美满 光是他第一遍看的时候 情绪也没收住 低落了好一会儿 他心里的算盘已经敲起来了 要是待会儿和沈志炎谈崩了 总不至于还得有一部苦情片 在上面给自己删情 去外面吧 隔壁就有一家港式茶餐厅 男人汗了汗手 依旧将帘子掀高 确保白玉生离开红帘的范围了 这才将帘子放了下来 跟在女孩身后一步的距离 王颖院外面走了出去 虽然已经过了饭点 但茶餐厅里的生意依旧不错 只有靠近墙角的地方 架着一张无人问津的小桌子 桌子上面铺着一方粉白相间的格子桌布 只有一把椅子 估计只是一张单人桌 白玉生的视线在茶餐厅里周游了一圈 确定没有其他快吃完的客人 只得跟着沈志炎往那张小桌子里走 由于只有一把带配套椅子 沈志炎只能向店家要了一把蓝色的塑料凳 在桌子的侧面坐得十分憋屈 这里的点单形式也是最原始的手写菜单 点菜阿姨脸上堆着热情的笑意 从围裙的兜里摸出了白纸与圆珠笔 操着一口粤语 极其亲切地向他们两个询问 想来点什么 沈志炎抬头看了眼挂在墙壁上端的菜单 先询问了白玉生的意思 虾脚黄和鲜虾肠粉先给你点上 还有什么想吃的吗 白玉生有些意外 他确实对吃的没什么太高的追求 倒是特别喜欢吃虾蟹 从小到大都是如此 开鱼的那几个月光是他一个人 估计都能吃光一家族的虾蟹 但是这件事 除了他爸妈与白硕行 估计连从小一块长大的宋允都不能完全记得住 但沈志炎这句话 显然是对白玉生的这点小癖好 了解得十分清楚 在结合之前 他给自己送药的时候 连自己对青霉素过敏这种极其隐私的事情 都了如指掌 这已经不太可能是 自己那便宜老爹 会随便对外人说的事情了 他直勾勾地盯着沈志炎锋利的眉骨 与微微翘起的鼻尖 沈志炎的脸形与五官确实周正 之前被碎刘海遮住了额头 像是从夏季梧桐林里肆意奔跑的少年 现在把前面的头发撩了上去 露出了他光洁饱满的额头 额前的一束美人间点缀了一丝精致 就算是在当今的娱乐圈里也很难找到 和他差不多类型的倒有点像上个世纪的港星 他转过头用粤语对着点单阿姨抱了一遍菜品 继而极其礼貌地朝着阿姨点了两下头 哟 他还没想到沈志炎居然在外面还会装乖呢 菜品上的很快 除了那两道带虾的 还有两只菠萝包与一道五股鸡爪 秉持着有什么事可以晚点再说 但是饭必须得先吃这条仙境里面 白玉生率先拿了双筷子 加了一只虾脚黄就往嘴里塞 整颗饱满的虾仁在嘴中淡开 鲜甜的汤汁入喉 满足感油然而生 等他一只饺子入腹 这才想起来自己来这里的正事 他割下筷子 这儿扒筋地坐直了身子 沈志炎 我们再来一次真心话行不行 男人的目光灼灼 远比餐厅里的任何一盏灯都要绚烂 好 我输了 你问吧 白玉生也没有意料到 他能那么直接 虽然现在 这张桌子上根本腾不出位置 来给他们两个咬酒瓶 再不计 也得来一次石头剪刀布吧 不然搞得我欺负你似的 沈志炎眉眼舒展开来 滴滴笑了一声 说了 我已经输了 你问就是 他垂着眼瞼 从盘子里夹起一块诺鸡爪 再说了 要论欺负 还是我欺负你 来得过分一些 话题怎么 似乎又被带到刚刚那个吻上了 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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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玉生感觉脸上又有一些发烫 他倾咳了两声 捞过一旁的水杯 闷了一口 那我直接问了 沈志炎一边嚼着诺鸡爪 一边点了点头 含含糊糊地 恩了一声 腮帮子一股一股 让人无端想象到在梧桐院里 守着自己的猫碗吃饭的小三花 可能是沈志炎养他的时间长了 主人和猫的习性都相近了起来 既是感强的白玉生 差点没忍住 伸手去撸了沈志炎的脑袋一把 还是上次在游艇上问的问题 请回答到现在未知的感情史 白玉生丢出一个问题 似乎又觉得 从自己口中问出 实在有些别扭 于是着急忙慌地 又加了一只虾脚黄 只听见头顶上慢悠悠 响起一声不咸不淡的声音 和上次的答案一样 白玉生心下一沉 递到自己嘴边的虾脚黄 也顿在嘴角 他张了张嘴 恍然回神 这才一口 将虾脚黄给塞进了嘴里 抬起来的脸上 依旧挂着他一如既往的笑意 只是看上去 莫名有些勉强 这样吗 也没说暗恋是否结束 也没说有没有展开一段新的恋情 就好像他满心期待丢下一个钩子 想着总能捞上来一些与众不同的疑惑 结果在一阵忐忑的收线之后 发现挂在钩子上的 不过只是 一层杂乱的水草 虽说他在朋友面前 好像永远都是骄傲自信的 但是也没有自信到 相信一个在众多领域 斩露锋芒的男人 能把可以说是素未谋面的自己 藏在心里偷偷喜欢着 巨大的落差感 悄然无声地席卷而来 像是要将他整个人吞没一般 不过呢 我想 白小姐似乎对我有些误解了 白玉生这会儿 像一株双打的茄子似的 蔫儿巴拉的 完全没有在意 沈志言对他说了什么话 他胡乱嚼着自己嘴里的虾脚黄 胡乱点着脑袋 胡乱应着声 嗯对的 是误解 白玉生发现 沈志言似乎在忍着笑 因为他清楚地听到了 他藏在有些夸张的叹气声背后 那点为不可闻的颤抖笑意 男人嘴角擒着笑 举起筷子 去夹那一笼里 仅剩的最后一个虾脚黄 筷子间还没碰到蒸屉 就被白玉生的筷子 给打了回去 笑什么笑 你不能吃这个 沈志言眉骨微扬 似乎是再也忍不住了 直接笑出了声 他收回筷子 单手支着自己的下巴 好征以侠地看着 坐在自己对面的女孩 单人桌本来就小 光是他们点的这几道菜 就基本占满了所有的位置 更别说 再加上沈志言的一个手肘 菜是我点的 钱是我付的 我为什么不能吃这个 这说的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所以 白玉生打算耍无赖 就像刚刚在影院里的沈志言一样 把无赖耍到极致 别管了 你就是不能吃这个 沈志言十分听话地收回了筷子 不动声色地 将只在自己下巴处的手 往嘴巴处挪了挪 手指自然地搭到了他的鼻尖处 白玉生一直都知道他的手声的漂亮 指骨修长 骨节也不像很多男生一样凸起 只有中指的指腹边上 生着一块小小的茧子 应该是长期作画练出来的 但瑕不掩瑜 肌肉与骨骼融合得恰到好处 指甲盖永远是修理其整的 上面泛着一层淡淡的浅粉色 不只是手 整个人都精致地完全不像是能轻易 在人间见到的样子 透过指节的间隙 能够看到 他彻底没能收起来的笑意 清零零的眼睛里 点缀着茶餐厅 用来装饰店面的小灯泡串的倒影 像是将一整条银河 都彻底灌了进去 足以让白玉生那颗失弱的心 重新碰撞起来 行 我不吃 真心话还想玩吗 白玉生见自己终于保住了 最后一个虾脚黄 就怕沈志言到时候 又给自己抢走了 也不管自己上一个饺子 有没有吃完 忙不迭地又塞了一个 不想玩了 宋允估计快回来了 我得早点吃完 早点与他会合 他的注意力 一直放在自己的碗里 压根没有注意到 对面的男人压低的眼角声声 我们最后玩一次吧 想问什么都可以 啪大 白玉生一时间没抓牢自己的筷子 吊在了桌子上 木头与木头碰撞 发出一声脆响 这好像是他第一次听沈志言 叫自己的小名 温柔 浅浅 尾音拖着调子 像踩着延音踏板的琴音 退去了他自有的散漫调性 越发的勾人 想问什么都可以 嗯 那我能知道 白玉生溜原的眼珠子转了一圈 最后还是决定 把即将问出口的话 给验了回去 换了一个问题 那我能知道 你为什么不去尝试 去见一见天光呢 只见沈志言 将自己支在下巴上的手 收了回来 五官里沁着的笑意 全然退去 又回到了之前 那不冷不热的样子 看上去 整个人都有些泄气 连肩膀都搭了了下来 他漫不经心地 捏着自己的筷子 开始把玩 视线却直勾勾地 定在女孩的身上 声声 问错了 你应该要问我 那某天光到底是谁 白玉生有些受不了他 热烈如炬的视线 强势的攻城掠地 撕开他给自己 包裹起来的保护壳 将他小心翼翼藏起来的心思 全然暴露了出来 于是他开始闪躲 是谁 声音小到他自己 都有些听不清 他一直到现在才注意到 这家茶餐厅 还在使用挂臂的摇头风扇 开到三档挡位的电风扇 嗡嗡吹着风 却如风暴轰鸣 他站在暴风眼中 听到了被风烧来的准信 是你 一直是你 宋允刚爬到太平山山顶的时候 便收到了白玉生发来的消息 余生 宋允哥 我先打车回酒店了 你逛完了 直接回来就行 他回了个 行 接着把手机摁灭 坐在山顶的观景台上 欣赏其港式的夜景 山上的风比闹市来得凉爽一些 混着被烘烤一整天的草木清香 让人不自觉地就全然放松了下来 山底城市不同于山间的沁凉 办公楼长夜不息的灯永远炽热 承载着每一个平凡人的喜怒哀乐 最终隐匿在如皱的灯裙中 成为山顶游客心底的由衷感动 感动了一会儿 宋允突然感到有些不太对劲 他打小和白玉生玩到大 除了小时候 他被家长摁着脑袋这些特殊情况 其他什么时候 这儿巴金叫过自己宋允哥 不会是看完电影 给小姑娘整EMP了吧 他晃了晃脑袋 就白玉生 这从小乐呵到大的傻憨样 倒还真想象不出来 有什么是能让他伤感 从太平山顶望过去的两条街后 木棉树枝叶茂盛 缠名过躁 白玉生站在路灯底下 有一搭没一搭地踩着自己的影子玩 路口的转角处亮起一道车灯 有些谎言 他下意识遮住了自己的眼睛 车体正式回正 车前大灯的光线掠过他的身侧 直直地往前方照去一辆明黄的Euras 在他跟前停下 车窗降落 沈志颜一只手随意散漫地搭在车窗上 另一只手搁在大腿处 紧指尖搭在方向盘上 又回到了从前那副玩世不恭的浪荡样子 上车 送你回去 居然是他亲自开车 白玉生有些意外 他拉开了副驾驶的车门 抬脚迈了进去 沈志颜似乎格外钟情 SUV或ORF的越野车型 不管是之前在梧桐院 经常见他开的卡宴 还是湖心岛的木马人 亦或是这会儿的Euras 不像其他纹固子弟 对于汽车引擎高燃音浪的极高追求 白玉生瞄了一眼驾驶座的空间 就算是沈志颜这种腿长比例逆天的身材也能被很好地包容下来 沈志颜似乎更追求汽车的空间舒适度 他把自己的鞋垮包转到身前 放到自己的大腿上 从里面摸出了自己的手机 把自己酒店地址的定位发给沈志颜 怎么是你开车 没叫到司机 沈志颜挂了挡位 方向盘转了一圈 像是注意到什么似的 又重新挂上了停车档 白玉生轻气一声 换做别人 我倒是能相信一下 你就算了 他双手抱毙 嘴上说的话 看起来确实轻松得很 还有心情插磕打混 但身体却有些不自在 他盯着前路 却发现 车子没有一点要启动的意思 白玉生转过头 刚想询问沈志颜 却发现 原本坐在身边的男人 解开了安全带 促然凑了上来 心脏骤停 呼吸陡然加重 沈志颜掀起眼皮看了他一眼 抬手将他身边的安全带给拉了下来 在卡扣上扣好 莫名的情绪在车厢内渐渐发酵 夜色已深 小巷子口没有什么灯光 昏暗的车厢里 只有盈盈几道氛围灯 思绪光怪陆离了起来 就像坐在温泉里抛酒了 熏得人开始飘飘然 不知道是谁先咽了一下唾沫 声音清晰可闻 沈志颜微凉的手搭上女孩的后颈 安抚性地轻轻捏了捏 继而抬头凑了上去 这家店的港式菠萝包 还是甜蜜的有些过分了 白玉生觉得 自己再和沈志颜这么待下去 迟早整出心脏病来 他半脸着毛子 盯着沈志颜鲜长浓密的眼睫毛 开始数了起来 他很少见到 有男生有这样的眼睫毛 甚至能和他精心贴上的假睫毛 有得一拼 似乎是察觉到女孩的心不在焉 沈志颜缓缓睁开了眼睛 与正在专心 数睫毛的白玉生 对上了视线 他单手撑在中央扶手箱上 稍微拉开了一些距离 稍一抬头 半垂着眼瞼 微翘的鼻尖 蹭了两下白玉生的鼻梁 落在额前的一小束碎发 刮过白玉生的额角 温热的呼吸 喷洒在女孩的脸侧 像是一只浅犬缠绵球摸摸的小猫 惹得白玉生止不住 连连眨着眼睛 确定将白玉生的注意力 给拉了回来之后 他再一次吻了上去 和上一次的温柔不同 这次的吻 带了些不容辩驳的强势 坚硬的牙齿相互磕碰 像是燃起一把烈火 将所有的空气全都燃烧殆尽似的 白玉生说不上来 接吻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好像这三次沈志言给他的感觉 都是截然不同的 无法给他下一个定义 女孩的手 不自觉抓上了自己的安全带 全然没有在意 刚刚摇下来的车窗没有关回去 也不在意这条小路 会不会有人经过 经过的行人 会不会注意到 这辆车里亲密的两个人 他彻底闭上了眼睛 声色却又尽力去回应 沈志言的动作 任凭他带着自己一起沉沦 滴滴 白玉生促然睁开眼 视线对上驾驶座那边的后视镜 巷子后面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进来一辆车 这条路本来就窄小 中间画着一条长时线 虽然沈志言尽力把车往路边上靠了 但要同时通过两辆车 还是有些困难 他推了沈志言的肩膀一把 整个人往副驾驶座后面 扑倒 像是要把自己完全隐藏起来 继而欲盖迷彰的轻壳了一声 后面有车等着 我们该走了 真是 有些色令致昏了 沈志言逆了后面的车辆一眼 十分不耐烦地轻责了一声 重新挂挡打方向 往前面的路口开了出去 窗外的景色不断后退 色彩绚丽的霓虹灯 汇聚成为一条流动的荧光盒 铺设在贴了防溃膜的车窗上 恍若被加速后的星空流转图 叮咚 前方路段限速50公里每小时 当前车速68 宁已超速 车在导航不带任何情绪的声音 在静默的车厢里响起 白玉生偏着脑袋 用余光看了一眼坐在边上 开车的男人 只见他依旧单手架在车窗上 只见有些烦躁地扣了扣车窗框架 抬脚松开了油门 让车速慢了下来 港市与大陆的交通习惯不同 没有高速公路 但是城区主干到限速都抬得非常高 一般情况下 70才是限速标准 好在行人也非常守交规 城区虽然路窄车多 但交通效率依然保持得很高 没想到这会儿 他们能碰上限速50的路 他感受着渐渐慢下来的车速 心下有些好笑 似乎自从他认识沈志言以来 他就是一副 对任何事都云淡风轻的样子 甚至可以说 他压根没有见过 能让沈志言失态的场景 没想到自己成为了这个例外 他急忙低下脑袋 吞了一口空气 舌尖顶着上颚 努力克制住了自己呼之欲出的笑意 Euras驶过一个十字路口 距离目的地 只有最后的800米 宋允定的酒店 处在闹市区 与他旅游攻略手册里的景区 都隔得不远 唯一的缺点就是 周边实在有些热闹 你笑什么 又是一个红灯 沈志言将车四平八稳停了下来 挂上了屁挡 抬手捏着白玉生的下巴 迫使他抬起头来 于是还没有完全隐藏起来的笑意 完全暴露在了空气中 无处顿头 没什么 就是好奇 你怎么还有港市这边的驾照 大陆驾照在港市不通用吗 女孩的唇角 泛着一层盈盈的水光 应该是刚刚轻的有些过分了 原本脏橘色的唇彩被蹭掉了不少 露出了他原本偏粉的裸唇色 都说亚热带季风气候 夏季高温多雨 但此刻从海港吹过来的风 却令人燥热难安 也许是沈志言也意识到 这边的行人实在有点多 再加上不知道什么时候 就会变色的信号灯 他凸起的喉结 上下滚动了一圈 松开了对女孩的稚骨 在弗罗伦萨读书的时候 闲着无聊 跑去英国考的 都是幼堕车 驾照可以直接换 信号灯转变 十字路口的人流量消失 沈志言重新将注意力 放到道路前方 遮过一个转角 在白玉生的酒店门口停了下来 白玉生解开了自己的安全带 正要抬手去拉门把守 却发现沈志言根本没有 要开门的意思 他直接摸到锁扣 十分自觉地 自己扒拉开门锁 却听啪哒一声 沈志言一手只在门锁总开关上 又给人锁了回去 白玉生 我说差不多够了吧 他捂着自己的嘴 瞪大了眼睛 五官里塞得满满当当的 全是控诉 沈志言看着他一副受惊小狗的样子 嘴角含笑 什么够了 轻够了吧 今天都三次了 扑哧 沈志言实在是被白玉生逗乐了 他趴在方向盘上滴滴 笑出了声 白玉生 嗯 我觉得我谈个恋爱 还挺憋屈的 啊 白玉生收回了 尝试把门锁再一次扣开的手 安安分分在副驾驶的位置上坐好 不知道是刚刚沈志言话里的哪个词言惹到他了 他搅着自己的手指 原本放松下来的身子 再一次紧绷了起来 所以 现在他们是已经开始谈恋爱了吗 和他以往的情感经历都不相同 不是从一束玫瑰 或是一句苏麻的情话开始 而是从一个直白 却又热烈的吻 拉开序幕 这次开锁的人 变成了沈志言 就连亲吻次数你也 每天都给我算好了是吧 将白玉生送回酒店之后 沈志言重新驱车前往拍刑 在此之前 他给云一白设置了消息免打扰 再一次点进去的时候 才发现 这人给自己发了不少消息 都不用一条条仔细看下来 沈志言都知道 他会给自己发点什么 无非是没什么意义的骂骂咧咧 他连上蓝牙耳机 直接飞了个电话过去 嘟嘟 您好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通 请稍后再拨 没有任何情绪起伏的机械女声响起 沈志言掐断了电话 右手支在车窗上 直接轻摁自己的太阳穴 约摸过了几分钟 蓝牙耳机中 响起手机固定来电铃声 沈志言似乎早已经习以为常 都懒得去看自己手机一眼 直接接通了电话 沈志言 你真就一点情分都不给你兄弟留啊 多打一个电话 会死是吧 沈志言用手掌贴着方向盘 极其熟练地打了半圈 转入下一条道路 声音极其吊铃铛 还夹杂着一些 在云一白听起来 十分莫名其妙的嘚瑟感 会死啊 这不是被你及时救回来了吗 东西把我拍到手了吗 就像沈志言早就习惯了 云一白不定时的不着调 云一白也见惯了沈志言的响 一出是一出 故而将沈志言话中藏不住的眼足感 给完全忽略了过去 他刚签完了成交确定书 这会儿正坐在拍行的VIP休息室 等着拍行将万鹤松烟图的提货单给签下来 云一白一边翘着二郎腿 捏着逝者送过来的清茶 小抿了一口 反正是你出钱 价格岂不是随我喊 再说了 也不看看我是谁 你什么时候见过我失手的 哦 是吗 我好像记得你前面几个女朋友 倒是把你给绿得有够惨的呀 她轻撕了一声 是不是你啊 可能是我记错了 对方静默了一瞬 云一白 我怎么感觉 你小子今晚这么得瑟呢 沈志言瞟了一眼后视镜 唇角微弯 将车在导航关了 重新输了一个地址进去 被你听出来了 真是不好意思 云一白 你不好意思的头啊 你看你有半分不好意思的样子吗 她没忍住 手指挪向了挂断键 只听到话筒对面又响起沈志言的声音 行了 东西已经拿到了 明天你就差不多可以收拾收拾回去了 云一白 那你呢 我妈 给自己放个假 陪女朋友屡个游 她特地将女朋友三个字 咬得极重 但好像云一白 就是天生少一根筋 对沈志言这句话里夹带的私货 那是完全视而不见 不是 咱在港市呢 你哪冒出来的女朋友 上次在北城也是一样的话说 你少来了沈志言 路边的街道名称 再次眼熟了起来 前面的人行道 依旧人潮汹涌 白玉生入住的那家酒店 屹立在路口转角 十分引人注目 沈志言将车停在酒店门口 将要是丢给了驳车逝者 自己整理了一番被压着的衣角 抬脚往酒店里面走了进去 上次确实是话术 这次是真的 白玉生沉默地 一个人搭电梯上楼 昏昏沉沉打开自己的房间门 扣上门锁 插上房卡 室内灯光大亮 她整个人没了骨头似的 往自己的床上扑到 像又受欣喜的鸣叫她 捂着自己的脸蛋 像刚被捕捞上岸的鱼 在床上蹦弹了几下 继而将头完全埋进了被子里 室内安静了一会儿 铺在身下的被子 被她搅得不成样子 客房内的窗帘 从早上出门的时候就被拉开 到现在还没有关上 虽然听不到外面喧嚣的尘湿烟火 但窗外星星点点的灯光 依旧闪耀得十分热烈 就像此刻白玉生的心跳一样 她偏过脑袋 盯着自己的手机屏保页面发呆 白玉生从来没有庆幸自己 有定时备份手机信息的习惯 虽然白硕行要求自己 当着她的面 将那张贴脸合照给删干净 但依旧能在云盘上找回来 兜兜转转 这张命途多船的照片 最后还是回到了她的手机屏幕上 在此之前 她只当这张照片 只是供她暂时安放她那隐晦爱意的避风港 但现下看来 也许早就是沈志言故意为之 很难说当时的沈志言 究竟是怀着怎么样的心情 接下这个任务的 总感觉有点便宜她了 白玉生抱着手机 在床上滚了一圈 将原本扑的平平整整的床铺 给糟蹋得一塌糊涂 这会儿 那阵激动静过去 刚刚在车上混乱的思绪 与狂跳的心 在静谧的空间里 渐渐冷却 白玉生才意识到 自己在距离零下一千多公里的港市大街上 偶遇沈志言这件事 从一开始就极其荒谬 她在联系人列表滑了一会儿 找到了那个有些陌生的小猫头像 备注依旧是对方默认的微信名字 SZY 港市室内的冷气 就好像不要钱似的 不管在哪里 都冷得有些过分 白玉生抓起被子 给自己围了一圈 点进沈志言微信的聊天框 琢磨着给对方发消息 刚刚在车里忘记问了 你怎么也在港市 指尖微顿 她轻责了一声 将打在输入框里的字 全数删去 话说你怎么知道 我在港市 闪 你 白玉生盯着打字框上 不断闪动的光标 颇有些恼怒地 挠了挠自己的头发 不管发什么都不顺眼 不得不说 和沈志言谈恋爱 直接将她以往的恋爱经验 全然推翻 整得她就好像一个 出出茅庐的愣头青 与此同时 另一个确确实实是 出出茅庐的愣头青 拿着自己刚开的房卡 刷开了房门 在关门之前 瞄了一眼对面的房间 房门关上 室内的窗帘被拉得严严实实 房卡没有插到 玄关边上的卡槽上 手机界面在一片黑暗的环境中 浮着盈盈亮光 沈志言背靠门板 抬起手机 点开了白玉生的微信聊天框 却发现 中间不停跳着 对方正在输入中 他急剧耐心地 在黑暗中站了五六分钟 却发现对方 就好像吊着自己胃口玩似的 打了字又删 删了又打 实在有些无奈 房卡插入卡槽 室内所有灯瞬间打开 适应了黑暗环境的沈志言 有些不太适应 瞇了瞇眼 他在聊天框上打了个 中央空调开始嗡嗡作响 出风口设置在玄关顶上 冷风对着他呼呼直吹 吹散了不少燥热的闷意 他半垂着眼瞼 将聊天框上的标点符号给删去 在自己的表情包库里 找了一个之前给董事长做的表情包 给白玉生发了过去 董事长 你在干嘛 酒店走廊铺设了隔音地毯 周围静悄悄 此刻两个人不过隔了不超过十米的距离 白玉生也没有想到 沈志言会主动和他发消息 还是以一个极其不符合他形象的小猫 表情包打头 他再一次将自己打字框里的字 完全删了得干净 最后只简单地打了几个字 发了出去 玉生 刚准备睡觉 对面安静了一会儿 似乎刚刚那个表情包 只是他手务点错了似的 白玉生盯着没有任何回应的聊天框 长叹了一口气 跑到自己行李箱那边 拿了换洗的衣物 干脆进去冲个澡 让自己冷静下来 酒店浴室的隔音效果十分不错 再加上水流的声音 白玉生完全没有听到 落在外面孤零零响着来电音的手机铃声 直到他洗漱完 最后调高了一些空调的温度 舒舒服服地把自己丢进被窝之后 这才发现自己与沈志颜的聊天界面里 多出了几个没有被自己接到的手机铃声 他愣了一下 抿着微润的唇 愁出了一会儿 给沈志颜打了回去 对面接得很快 拨通的铃声刚刚响起 沈志颜那边就接通了电话 刚刚在洗澡 没有听到铃声 不好意思呀 似乎是玩了一整天 这会儿彻底卸了力气 女孩原本脆声声的声音变得温温软软 像刚刚出炉的懦唧唧 听得人完全没了脾气 只听见对面一阵稀稀诉诉 继而沈志颜极具识别度的轻烈声线 从话筒扬声器中传出 他这会儿应该是在浴室 原本就低沉磁性的声音 加上浴室 自带的混音效果 透着一股说不出的酥麻感 小狗宝宝 你永远不需要向我道歉 光是听着声音 白玉生就能想象到 他现在应该是懒懒散散半支在洗漱台上 发尾 躺着湿漉漉的水珠 腰上的运动裤抽绳永远没有记号 松松垮垮地坠在他的两腿之间 但事实上 沈志颜也确实是这个样子 他肩上搭着酒店的白毛巾 随便擦了两把头发 连上衣都还没来得及穿 在房间的小茶几上 捞过一罐矿泉水 灌了几口 冰凉的液体入腹 消除了不少剩下的余热 白玉生实在不太理解 为什么沈志颜那么喜欢叫自己小狗 之前在胡心亭那会儿也是这样 总不能是沈志颜 还有什么福瑞空的癖好吧 他吐了吐舌头 将自己的头往被子里面埋 什么小狗宝宝 你才是沈猫猫 沈志颜轻笑了两声 时间不早了 准备睡觉了吗 嗯 十分应景地 他抱着手机 打了个哈欠 话筒对面的声音越发柔和 嗶嗶仔 准备好位啊 又是粤语 从刚刚在电影院开始 他就感到十分惊奇 似乎真的没有什么是沈志颜学不会做不到的 他轻轻应了一声 对面又是一阵嬉嬉素素 好像是人钻进被子里的声音 贴在耳边响起 就好像他们真的在此时此刻 彼此相拥而眠 人人常欢笑 不要眼泪掉 时时怀希望 不必心里跳 在那人世间 相助共解 因之人间小得翘 世界真细小小小 小得真奇妙妙妙 实在真细细世界 娇小而妙翘 白玉生放缓了呼吸 他实在没有想到 沈志颜还会唱歌哄自己睡觉 低沉的声线放轻之后 就好像被常年播放的音乐磁带 虽然断断续续 却有着无限的韵味 逼逼仔 绝绝珠了 电话双方都静默了一小话 最后还是白玉生没憋住 率先开了口 声调有些颤抖 像是带上了笑意 这又是什么 一首歌 他轻咳了一声 声音有些不自然 还会唱悦悦歌呢 唱得挺不错呀 沈志颜 他怎么感觉 白玉生这句话 说的就好像是 混迹于风月场的浪荡公子哥 调戏歌女似的 沈志颜 刚刚新学的 睡不睡 不睡我挂了 行行行 我睡 白玉生实在忍不住 痴痴地笑出了声 白玉生早上 是被自己手机里的动静给吵醒的 扬声器里 传来一阵水流的哗哗声 他半眯着眼睛 伸手去摸 不知道跑到哪里去的手机 好不容易在枕头边上摸索到了 屏幕亮起 入眼依旧是自己与沈志颜的通话界面 时长 九 五十六 二十八 一晚上没挂 他轻轻扣了扣手机屏幕 早上起床还没有缓过神来 嗓音有些嘶哑 他常是喊了一声沈志颜的名字 对面的水流声停止 我在 白玉生打开床头灯 起身迷迷蒙蒙地朝浴室走去 怎么连了一个晚上 你昨晚没关吗 沈志颜似乎已经洗漱完毕 话筒里的声音从哗哗的水流声 变成了换衣服的吸塑清响 哦 睡着忘记关了 语气轻飘飘的 好像彻夜连迈并不是一件值得在意的事情 那我现在关了 对面懒洋洋地摁了一声 慢慢来 半小时后出门 带你下楼吃早饭 白玉生的脑袋还没有转过弯 迷迷糊糊就映了下来 等到手机吸屏 薄荷味的牙膏在口腔中化开 他这才反应过来 下楼吃早饭 什么意思 他也在这家酒店吗 他灌了一口清水 将口中的泡沫给洗漱干净 虽然白玉生已经有了沈志颜 这会儿正在这家酒店的猜想 但等到他推开门的时候 看见沈志颜从对面房间出来的时候 他还是十分意外 你怎么也住在这里 沈志颜倒是没有扯一些其他理由 承认得大大方方 坦坦荡荡 故意的 他关好房门 走到白玉生身边 极其顺手地 将他后面翘起的领子给翻了回来 接着手掌顺着他的手臂下滑 最开始是小拇指的碰撞 就像小孩玩拉钩似的 两个人的小拇指 轻轻勾在了一起 在意识到白玉生 没有进一步的动作的时候 沈志颜手上用了力气 手指从他的指尖穿梭而入 紧紧扣住了他的手掌 变成完全食指相扣的样子 全程没有给白玉生任何反应的机会 顺滑又令人猝不及防 两个人在一楼的餐厅 照了个地方坐下 酒店的早餐供应 采取的是自助行事 白玉生只拿了一个面包 与一份不加酱的沙拉 再配上一杯甜牛奶 他一边插着蔬菜沙拉 一边没话找话 还没问你 怎么在港市呢 沈志颜敲开了一个白煮蛋 漫条丝里的包着蛋壳 来这边有点事情 不过已经结束了 你呢 两个人客气的 就好像小学英语课本里面 麦克和艾米的对话 啊 原来是这样 我来这里玩几天 和宋云一起吗 啊 他看到了吗 嗯 我们打小就这样 经常一块旅游 他感觉有些别扭 怎么说 好像是自己 和其他男人单独出游 被抓包似的 谈个恋爱 还反倒小心翼翼起来了 沈志颜见他吃着吃着 又开始不自觉 开始搅着手指把玩了起来 估计是小姑娘误会他乱吃飞醋 却又不知道怎么解释了 明明看上去是性格跳脱鲜明的女孩 心思却极其细腻 无时不刻都在考虑别人的感受 小时候是这样 长大之后依旧没怎么变过 他轻笑了一声 把包好的白煮蛋递给了坐在对面 安安静静吃着面包的小姑娘 那你这回要不要试试看 和我私奔 宋允深知白玉生的尿性 非必要不早起 起床气也不是一般的严重 他敢瞪着眼 在自己的房间里 一直躺倒上午十点半 这才起身跑去隔壁敲白玉生的门 但是没有人应声 宋允抱着自己的手臂 脸上支着一副墨镜 斜靠在白玉生房间门口 脚上套着一双人字拖 脚拇指不自觉地扣着地 他打开自己手机备忘录里的旅游攻略手册 每天的行程安排 其实并不满 但是宋允见不得自己的计划被打乱 他看了一眼今天的安排 退出了手机备忘录界面 打开微信 给白玉生打了个电话过去 叮咚 走廊正中间的电梯硬声打开 令宋允有些头疼的马卡巴卡语音 通话铃声 游远极近 从背后响起 他愣了一下 转身往身后看去 找我呢 白玉生捏着自己的手机 从走廊那头 慢悠悠地走了过来 身后跟着个沈之言 他了然 重新举起自己的手机 沉默地将自己手机备忘录里的原定计划给删除 将另一个备用的单人游玩攻略 给翻了出来 你不用说了 我都了解 我自己也能玩得很好 他一边叙叙叨叨着 一边埋着头往自己的房间走 白玉生仰着脑袋看了一眼沈之言 视线顺着他高挺的鼻梁下滑 落在他的唇上流连 最后震了正神色 小拇指偷偷从身后溜过去 牵住了他的小指 最后整个人凑了上去 勾下他的脑袋 用着气声在他耳边说着小话 对不起啊 先答应宋允陪他一起玩呢 还在像刚刚沈之言在餐厅里面 粗然提出的私奔 而感到抱歉 小姑娘温热湿润的呼吸 尽数喷洒在自己的耳侧 沈之言微微偏过头 嘴角挂了笑 他抬手揉了揉白玉生的脑袋 声调温柔 如冰泉消融 都说了 小狗宝宝永远不需要向我道歉 你可以是自由肆意的 和我谈恋爱 用不着那么拘束 他只起身 用没有被白玉生牵住的那只手 搭到他的脑后 防止他因为长时间仰头 而感到脊柱不适 再说了 这件事是我唐突了 就算要道歉 也不应该是你 白玉生舔了舔嘴角 尝到了粘在嘴上 没有被完全擦干净的牛奶香 糖似乎放太多了 尝上去有点过甜了 宋宇原本想直接回自己的房间 可那两个破碍事的人 好巧不巧就挡在自己的房间门前 你浓我浓 那是一点余地都不给他留 实在没有办法 他从自己的休闲酷酷袋里 摸出蓝牙耳机 开了降噪模式 头之灼边上的墙壁 闭眼打盹 眼不见为净 也不知道是有段时间没充电了 还是怎么样 这次耳机里的声音格外小 小到旁边 那俩在说些什么 他都能听得一清二楚 走廊里的空调 明明没有打太冷 但平白无故地 他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他实在忍不住了 举起一只手 搭在自己的肩膀上 学着综艺节目里的嘉宾一样 搅了搅自己并不存在的马尾 充分发挥了一次演员的基本功底 做作得要命 You know 我有时候常觉得说 我好像就是个隐形人 白玉生瞄了他一眼 吐了吐舌头 从宋允房间门口让开 给他留了一条进门的空间 行了呀 戏别这要多 你先收拾一下 等我五六分钟 行 算你还有点良心 虽说白玉生放出的话是五六分钟 但最后 宋允还是把自己关在房间中 整整一个小时之后 才收到白玉生的准信 他半垂着脑袋 显然是刚刚从浅眠的状态中挣扎出来 手机界面亮着白玉生的来电提示 宋允头一次不太想遵循自己精心规划的旅游攻略 把手机往远处的沙发上砸电话铃 坚持不懈想到了第十遍 他有些狂躁地挠了挠自己的发顶 滴滴骂了一声 颇有些无奈地往沙发前走了两步 将电话接通 和宋允同样境遇的 还有倒霉淡云一白 只不过这会儿 他比宋允爽一点 他两脚刚在客厅的茶几上 一脸细血地看着 莫名其妙消失一整晚 结果这会儿 灰溜溜跑回来的沈志妍 哟 这不是昨晚得瑟的要命的沈志妍吗 是那个说 要给自己放假 陪女朋友旅游 提前把兄弟 遣返的沈志妍吗 沈志妍额前碎发凌乱 像是被他胡乱抓过一把 又没有完全抓成形 他附身在茶几上 拿起一罐没有开封的啤酒 戳了一小口 突然想起来 林夏那边还有点要事 得提前回去处理 云一白算是知道了 这货确实撒起晃来 脸部红星不跳 再配上他那一副正气凌燃的样子 好像真有那么一回事实的 行了 在我面前 还要挣你那点面子吗 不就是任姑娘拒绝了你的邀请吗 多大点事 他双手暴毙 上下打量了沈志妍一番 不过你还真别说 就你这外在条件 硬网上凑的姑娘 我见过不少 这拒绝你的 到现在 也就他一个了 云一白青 择了一声 收起自己明晃晃架在中间的腿 做了一个盘腿的姿势 一只手摸了摸自己的下巴 唉 沈志妍 回国这一个多月不见 你便拉了呀 沈志妍掀起眼皮 冷冷地看了他一眼 继而慢条思理地喝了一口 自己手中的淡皮 云一白想 如果沈志妍的眼神可以说话的话 那么意思就很明显了 妈的傻逼 距离沈志妍离开港市回林夏 已经有三天了 宋云两手拳起 在自己的休闲裤上抓了几下 脸上满是咬牙切齿的意味 要说之前和白玉生一块旅游 只需要忍受他走几步就喊泪的麻烦劲 那么现在 宋云就得忍受白玉生走几步就喊泪 并且当场找个干净的地方坐下 就抱着手机给屏幕对面的沈志妍 轰炸消息的肉麻镜 这已经是今天地不知道多少次了 白玉生哀忧了一声 直接掠过他的身影 跑到不远处的游客休息区坐了下来 动作极其熟练地摸出手机 手指在屏幕上打得飞快 白玉生 你要不然直接回林夏去见你的亲亲宝贝吧 别在这碍手碍脚的 我看着你也烦 白玉生编辑好了照片 先给沈志妍发了一份 又打开微博 在自己那个日常 Puog博主的微博大号里 发了一份 你以为我想了 现在在我哥眼里 我身边可以出现任何异性 唯独不能 是沈志妍 鬼知道 我哥又收买了 我哪些狐朋狗友 回去指不定一抓一个准 宋云翻了个白眼 这几天的港市 持续高温不退 他前几天戴着的章鱼哥防晒面罩 昨晚拿出来洗了 这会儿还没干 宋云只好捂着脸 在路边摊 随便买了一条丝巾 绑在自己脑袋上 看上去膝感十足 用白玉生的话来说 就是各大景区里 常见的游客大妈造型 得了吧 这么爱的话 怎么之前不把人留在港市一块丸 把人赶回去了 现在开始念念叨叨了 实在搞不懂你们谈恋爱的人 在想点什么 白玉生张了张嘴 突然没话说了 宋云其实说的没错 要是真有那么舍不得 之前完全可以 让沈志妍留下来 反正天高皇帝远的 白硕行也找不到港市来 他好像还没有完全接受自己 和沈志妍之间的关系转变 即使两个人在前几天亲密无间 但一直到现在 白玉生对于自己突然之间变成沈志妍的暗恋对象这件事 依旧没有什么实感 整个人飘飘然像悬浮于半空 宋云哥 问你个问题 他抬起脑袋 冲着两手插腰 一脚踩在路边时 墩子上的宋云 喊了一声 哎 有话好说 别叫宋云哥 肉麻的要命 白玉生轻吃了一声 之前从湖心岛回来的时候 你不是觉得沈志妍耳熟吗 我听我爸说他小时候那会儿 也住在南西 还说我和他小时候认识 你有什么印象吗 南西庭院有多大 你又不是不知道 除非他当时 就住你家隔壁那栋别墅 要不然少说都隔着十万八千里远 说到这 宋云棱了一下 抬脚往白玉生的方向走了两步 要这么说 我好像有点想起来了 那得是咱俩很小那会儿了 你家隔壁确实住着一户人家 但那户人家也不姓沈啊 我记得 我妈让我喊楚阿姨来着 白玉生颇有些无语地看了他一眼 你还记得沈志妍他母亲叫什么吗 不是青之科技的总裁吗 楚青烟 卧槽 所以他小时候 就住你家隔壁啊 白玉生沉默了 如果说之前 他还觉得沈志妍口中的暗恋 来得眉头末尾 那么这会儿 就好像拨开了重重迷雾 他窥见了一丝 沈志妍埋藏起来的秘密 不过 要是你说的是真的 沈志妍这会儿 还愿意和你谈恋爱 那一定是因为他压根没记起来 就是他的隔壁邻居 怎么说 你还记得 咱俩小时候 零下不经烟火那几年吗 你一天到晚拉着我去玩擦泡 点燃了之后 往你隔壁那屋子丢 我当时就觉得 隔壁没把你抓走 吊起来打真的就是世界第八大奇迹 白玉生 一个月的时间 说长不长 说短也不短 白玉生偏着脑袋 看向飞机窗外熟悉的城市布局 云层再逐渐抬高 不远处的零下标志性建筑 清晰可见 飞机还没降落 他这会儿就有点静相情窃的意思 倒不是说 这个城市有多让他挂念 毕竟这段时间 白鸿鸣一直在海外分公司处理要事 白硕行也一直留在护士 忙得不可开交 他长叹一口气 看向坐在自己边上的宋云 这人眼睛上挂着一副蒸汽眼罩 两手摆在脑后 睡得正上瘾 没有半分当红小声的样子 唯一能让他挂念的 他垂下脑袋 看向自己捏在手里的手机 早在买好飞机票的时候 白玉生就给沈志言 发了他们这趟航班的信息 两个人的消息 停留在提示关闭电子设备 信号的最后一秒钟 SZY 待会儿过来接你 一路平安 也许是文字并不能表达说话时的语气 光是这样 看上去似乎只是一句不咸不淡的平常话 微信聊天矿里的沈志言 不像他平时那副吊铃铛的样子 反而有点人前那份这儿八经的味道 确定关系之后 一个多月没见 说不紧张是假的 见到面之后 他应该说些什么 做些什么 是不是应该先报一下 什么时候报比较合适 白玉生咬着下嘴唇 撕扯着唇上的死皮 一步留神用了劲 撕撕点点的血迹 从伤口处涌了出来 算了 顺其自然吧 但白玉生跟在宋永后面 走到到达厅门口的时候 他依然控制不住自己的心跳 骨膜大噪 沈志炎的身形很好辨认 就算是在人头攒动的机场大厅 也能让人一眼就认出他来 男人今天穿了一身休闲运动套装 长身鹤唳 单手捧花 另一只手自然下锤 指尖捏着一个闪着荧光的小铃铛 半锤着脑袋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随性散漫 就好像是刚刚从篮球场打完篮球之后 被叫过来接人的少年 他确实做到了 不管在哪都能成为焦点 就算是这么一副生人无尽的样子站着 也能惹得身边不少女孩 连连往他的方向瞟 那个 帅哥 能加个微信吗 三个女孩互相推嗓着 靠近了沈志炎 为首的女孩 双手捧着自己的手机 一脸羞涩 听到身边的动静 他原本低垂直的脑袋 这才缓缓抬了起来 视线上移 正好对上了白玉生的一脸戏血 他勾起唇角 眉目舒展了开来 从自己的裤袋里 摸出自己的手机 腻了身边的女孩一眼 哦 这手机刚刚偷来的 还不怎么会用呢 你说的微信是什么 女孩 白玉生刚好从出口通道走出来 就听见了沈志炎 一脸正义凛然的胡说八道 没忍住扑斥笑出了声来 他转头看了一眼 宋云要不然怎么说是 从小一块长大的呢 宋云依旧是一副 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的样子 脑袋上扣着一顶余服帽 遮住了他的大半张脸 也不知道有没有看见 白玉生的眼神暗示 就十分自觉地点了点头 早知道你的德行 我已经叫好车了 没你的份 白玉生乐乐开来 那我哥那边 啊 我们这会儿 不是还在岗市玩吗 还没回灵下呢 宋云掏了掏自己的耳朵 你看我这样说你满意吗 白玉生没忍住 弯腰笑出了声 手掌在宋云的背后拍了两下 不愧是好兄弟 到时候 请你去湖心岛吃饭 行了吧 你 搞得好像你是湖心岛老板似的 他顿了顿 看到站在不远处的沈志颜 扯了扯嘴角 眼皮子瞬间搭拉了下来 得 不是老板 摇身一变成更高级的老板娘了 两个人继续打闹了一会儿 在出口通道的镜头分别 他这才抬脚 往沈志颜的方向走 等在外面街机的人潮散去 沈志颜的面容 不再被路人所遮挡 白玉生抓紧了自己斜胯包的包链 加快了脚步 两个人的距离渐渐拉近 他清晰地听到了 自己逐渐加重的呼吸声 最后 他几乎是小跑着 一头扎进沈志颜的怀中 像是许久没有见到自己 蚕食官的小狗 热烈又毫无保留 熟悉的酒香 混着玫瑰花香涌入鼻尖 令人心安 男人宽厚温暖的大掌斧上 他的脑袋 在他发顶上随意揉了两下 怎么这么着急 沈志颜低头 在白玉生的额前印了一吻 继而将自己手里的玫瑰花束 对了出去 啊 我不着急 那还得了 那么帅气的男朋友 指不定什么时候被人拐走了 白玉生两手勾着沈志颜的脖梗 脑袋在他下巴处 轻轻蹭了蹭 像个树袋熊一样 整个人往沈志颜身上挂 什么时候到的 沈志颜倒也不嫌丢人 一手吻着手中的玫瑰花束 另一只手调整了一下位置 还到了他的后腰 撑着女孩的重量 让他站得稳一点 刚到没多久 那这花年 什么时候准备的 哦 刚刚偷手机的时候 路边捡的 白玉生 他收回手 稍稍拉开了自己与沈志颜的距离 两手抱毙 没想到啊 也就一个多月不见 胡说八道的功力 倒是长进不少 还是我对你了解太少了呀 沈志颜轻笑了一声 牵起了他的手 带着他往行李运输带的地方走 我们一共也才认识两个月不到的时间 以后你有的是机会了解我 一共也才两个月不到的时间 白玉生顿住脚步 只认识了两个月吗 走在前面的男人 注意到了他的停顿 转过身来 同色淡淡 似乎没有感觉到 有任何异常 怎么了 那怎么能算暗恋 从我们在 KTV第一次 见面到游艇排队 也没隔多长时间呀 嗯 就不能是我对你 沈志颜向前凑了一步 将白玉生落在脸颊边上凌乱的碎发 给挽到耳后 继而笑了一声 接着刚刚没说完的话说了下去 一见钟情嘛 毕竟谁能拒绝一个第一次见面 就被踹门版的爱情保镖小姐呢 靠 光是想到这个 白玉生就没忍住 开始脚趾抠地 早至今日 何必当初啊 白玉生很少见到 沈志颜张嘴笑的样子 好像一直都是冷冰冰的 就算是笑 也只是扯着嘴角扬起一个弧度 笑意只浮于表面 不达眼底 总给人一种说不出的疏离感 但是这次不一样 这回的他 就像一个刚搞完恶作剧的少年 笑得狡黠且带着几丝捉弄人的恶劣 像是圣洁的天使坠落人间 从此染上了红尘烟火 行了 不捉弄你了 离开学还有几天时间 住吴童院 还是自己家 要是放在以前 可能白玉生 只会觉得他又开始盘算着 怎么压榨自己的剩余价值 去伺候他的董事长了 但是放到现在 这句话 就显得居心叵测了起来 要不然 还是回我自己家吧 这不合规矩吧 沈志言帮白玉生取了行李 闻言颇有些无奈 你想什么呢 这有些事 你想做我还不让你做呢 沉默 白玉生还是想不明白 自己怎么总是会被沈志言 莫名其妙带进坑里 两个人在湖心岛用完了饭 沈志言在开车 将白玉生送回了南西庭院 白朔行走的时候 将家里的佣人给叫了回来 所以即使是偌大的房子 倒也不像发烧那次看上去那样空落落 点亮的灯火 添了不少人情味 沈志言的车牌 没有去物业那登记 只能将车子停放在小区门口 两个人并着肩 从南西庭院的门口 慢慢悠悠地往白玉生家里走 南西庭院的 绿化在整个林下的高档小区中 也排得上名号 道路两旁的路灯 也被后勤保洁人员擦拭得干干净净 明镜透亮的灯光落在路上 勾勒出物体的形状 像小孩最喜欢玩的粘贴画 在柏油路上肆意创作 白玉生依旧是踩着自己的影子玩 随着两个人与路灯之间的距离不断变化 影子的长短大小也在不断变化 他踩了一会儿 觉得实在不太得劲 清零零的眼珠子一转 撒开沈志言的手 小跑几步 往沈志言的影子上踩了过去 还刚好踩在脑袋的位置 踩你脑袋 你就长不高了 沈志言捶着眼瞼 在原地跳了两下跳一跳 还能长 白玉生仰头看过去 他有一段时间没有量自己的身高了 但好像从上大学开始 身高就停在了263 也没拔高 也没缩水 但是这乍一看 一个月不见 好像沈志言又比自己高了一点 现在两个人贴着对视 他都得仰头 仰得后颈酸痛 男生的发育周期就这么长的吗 两个人像所有热恋中的少年少女一样 坐着以往光是看到 就觉得无比幼稚的事情 一边跳一边打闹着 一个月不见的疏离感 在这一刻完全瓦解 他们又回到了亲密无间的那一瞬间 不知不觉 已经走到了白玉生家门口 晚风骤然归于平静 树梢的叶片摩擦发出的吸塑清响 也凝吸下来 有什么东西在生长 继而开始躁动 夏夜潮湿了起来 白玉生立在自己家门口 转身盯着沈志言琥珀般清透的双眼 欲望从生 他轻轻咳了一声 偏过脑袋去 避开了沈志言灼灼的目光 我到家了 声如文睿 听得人心底好像被小猫轻轻挠了一下 不痛 淡痒 嗯 那 白玉生无意识地搅着自己的手指把玩 也丝毫没有注意到 自己出了一层薄薄的细汗 下巴被人牵住 对方手上的力道刚刚好 掰过了白玉生的脸 温暖潮湿的唇就贴了上来 有什么东西长驱直入 沈志言一只手捏着他的下巴 另一只手摁着他的后腰 将人朝自己的方向扯了一把 年轻人热烈的躯体相互贴合 热出了一层汗 白玉生觉得自己前面几段恋爱 真就白谈了 他一直觉得 接吻看上去并不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 也许看电视的时候 他会因此激动 但一到他自己身上了 就完全不是那个感觉 但是与沈志言接吻的感觉 并没有之前那种难以言喻的感觉 甚至他开始学会享受与他接吻 感受到了怀中女孩的回应 沈志言温温吞吞睁睁开眼 看到了女孩不断吸动的眼睫毛 他松开了对女孩的稚骨 将两人的距离拉开 再一次把落在他脸颊边上的碎发 给挽到脑后 小时候过得不怎么样 所以不太喜欢将自己的情感外露 但是如果是你的话 我还是想让你知道 我呢 藏不住太多的喜欢 董事长是一个 你是一个 董事长是心血来潮 但是你不是 你曾是我的白日清梦 而如今 我竟也敢妄想 还有 下学期记得认真上课 夏季转瞬即逝 日历再一次翻了页 从缠名喧嚣的八月盛夏 转到了晚风微凉九月 临下美院 基本是整个临下最晚开学的高校 等到最热的那一阵子过去 美院的学生才稀稀拉拉的 拖着自己的行李箱 往宿舍楼杆 虽然白玉生家就住在临下 但南西庭院与临下美院 位于临下两个极端 反正家里长年也没几个人 他也懒得来回跑 不如直接住在寝室国画专业的 毕业学分要求是120个 白玉生前三年堪堪 修满了110 还差最后几个专业拓展学分 大四的课本来排的就宽松 给学生留足了 准备毕业论文和实习的时间 只是唯一一个缺点就是 选的专业选修课 无一例外 全是早八 所以当他抱着书包 顶着一头乱糟糟的头发 冲到教室后门 却促然看见沈志言 站在讲台桌上 调试电子设备的时候 总以为自己美梦还没醒 声声 这儿 舒逸池在靠近过道的第三排位置 潮棱在教室后门门口的白玉生 招了招手 怎么回事 沈志言怎么来 我们学校上课了 白玉生抓着自己的书包 拱着身子 往舒逸池给他留的位置上钻 接着从书包里拿出课程教材 挡住了自己的脸 你没看班群的通知吗 这门客的教授生病住院治疗 这段时间 沈志言待客 白玉生 班群每天信息999加 哪个正经人还在班群里看消息通知啊 那个专门用来通知的消息群呢 舒逸池摸了摸自己的脑袋 之前向班伟提议过了 班伟说 那个群里面老师太多 艾特全员的话 可能会烦到老师 不是 那穿那么多群干什么 大学四年群都快比我通讯路好有多了 白玉生一边抱怨着 一边小心翼翼地探出头 去看站在上面的沈志言 他终于明白了 为什么沈志言在前几天送他回家的时候 莫名其妙让他下学期上课认真一些 明明当时氛围那么好 偏偏说些晦气的东西 破坏氛围 原来在这等着他呢 还有 他转头看向 坐在自己身边 捧着脑袋 一脸花痴的楚奇 你说我命怎么就那么好啊 在校的最后一年 还能赶上沈志言给咱们上课 这可是真正的行业大佬啊 白玉生轻吃了一声 听到白玉生这边的动静 楚奇转过头 讨好的笑了一声 这说起来 我还得感谢你啊 白玉生 还好当初听你扯皮选了这门课 你放心 以后有什么困难 都可以和我说 得了吧你 生生还能有什么困难 需要你帮忙的 舒一池咬着豆浆吸管 把最上面扶着的那层泡沫 给吸了个干净 同学们 白玉生心下一颤 想必你们都已经收到通知了 原本这门课程的刘教授 应并住院修养 这段时间呢 就由我来带课 白玉生自以为自己见过沈志言 各种不同的样子 但沈志言 好像不管在什么场景下 都能给他不一样的惊喜 讲台上的沈志言 又是另外一种样子 他重新穿起了之前在微博上 见过的心中是糖妆 性白的领口 盘扣处绣着一朵白霉 清冷金贵 全然化作了温文尔雅的书香气质 疏离感 骤然消失 不像飘然的折仙 像腊月点缀在枝头的一朵白霉 人人都可以观赏 这门课程最终的考核 依旧按照刘教授的教学方案来 我会按照课程大纲 将该讲的东西给讲清楚 当然我的授课方式与刘教授也许大相径庭 最终你们还得以刘教授为准 这话怎么听着那么奇怪呢 就好像是一篇免责声明似的 我只是一个代课老师 我把该教的都教了 剩下的就与我无关了 你们各自看病吧 没事沈老师 您尽管教 我们都爱听 楚齐第一个举手 屁股都快离开椅子了 整个人扒着桌子往上抬 动作之间是藏不住的激动 沈志妍的视线 顺着楚齐的声音 往这边飘 白玉生下意识 把头埋进了自己的教材后面 避免与沈志妍对视 今天我们主要讲解场景速写 场景速写 是各类速写的集成 它包括了人物速写 风景速写等诸多速写的表现形式 白玉生从来没有觉得 大学一节课能过得那么漫长 就算是大一大二那会儿 全校必修的通识课也不像这样 他甚至不敢把自己的手机 给明晃晃地拿出来 脑袋一直耿着一个姿势 半节课过去 整个后颈都酸得要命 接下来 我随便点一个同学 到上面来示范一下 说吧 沈志妍就从讲台上 拿起了他们般的花名册 装模作样地 在上面扫着名单 白玉生 坐在边上的楚齐 早就高高举起了手 甚至双手并用 不是 你干什么呀 棒的头都塞进桌洞里边了 舒逸池原本在下边 偷偷玩着欢乐斗地主 却突然觉得身边一空 转头就发现了 缩在座位下面 当鸵鸟的白玉生 白玉生 教室内安静了一会儿 偶尔有几下坐在后排 幸灾乐祸的 嗤嗤笑声 白玉生是哪位 虽然 沈志妍嘴上是这么问着 但实际上 视线早就定在了 缩在桌板底下的女孩身上 她早上没来得及梳理头发 但她原本就是细软的发质 就算不怎么梳理 每条发丝都服服贴贴地铺在脑后 修饰出她饱满圆润的后脑勺 像个瘦惊了的兔子 只会猛地往自己的洞穴里钻 白玉生深吸了一口气 慢慢抬起了头 是我 沈志妍抬了抬眉骨 敏唇 将脸上不怀好意的表情 给引了下去 哦 是你啊 那就请白玉生 旁边这位同学上来示范一下 白玉生 全班同学 原本已经泄气 楚气也没想到 这点人还能有这样的反转 刚搭搭下去的尾巴 瞬间又翘了起来 甩着尾巴 就跑到了讲台上 一节课上的胆战心惊 好在沈志妍并没有脱膛的习惯 时间把控得刚刚好 一节课把PPT上的所有内容讲完 下课林也恰好响起声声 今天没课了你打算去哪吗 白玉生收拾着自己的斜胯包 没打算呢 回寝室躺着吧 也行 对了 昨天群里还发了蛮多通知的 我们得在11月30号之前 完成毕业论文的开题报告 然后12月中旬 应该就是开题答辩了 你自己注意一下时间 说到毕业论文 白玉生整理好了自己的东西 抬头看了一眼 还在讲台上面应付储奇的沈志妍 行 那什么 我这边还有一点事情 你先走吧 不用等我了 舒逸迟点了点头 也没问具体是什么事情 背上自己的包 就离开了教室 学生逐渐散去 整个教室里就剩下了三个人 屋子里的老师空调 嗡嗡作响 摇头风扇听上去 也有好一段时间没有修理了 旋转的关节处 咔咔 声不断 朝北那一侧的窗户 开了一条缝隙 窗外艳阳依旧热烈 张树的影子落在建筑墙体上 缠名锅造 白玉生抱着自己的脑袋 定定地看着讲台上耐心 给楚七解疑答获的沈之言 他给旁人讲题 和之前在梧桐院 给他示范画额 也是不一样的态度 嘴巴倒是没有那么刻薄了 也不会动不动就损人 端着一副粮食亦有的学术尾 不疾不徐 如沐春风 听得站在一旁的楚七脸上 堆满了褶子 临下美院小课间五分钟 大课间也就十五分钟 好在这间教室下一节课 并没有班级要上课 白玉生就拖着下巴 坐在位置上 看楚七粘在沈之言边上 粘了近半个小时 沈老师 我能问问您身边还需要助手吗 您觉得我怎么样 沈之言收拾完自己的资料 抽出教室多媒体的信息卡 文言往教室下面看了一眼 女孩从一开始脱下巴的姿势 变成了两只手 把一张脸给捂了个严严实实 露在指缝外的眼睛 眯成一条线 看上去困得打紧 不好意思 我身边已经有人了呢 她收回视线 挂着一副彬彬有礼的样子 温和地拒绝了楚七的自荐 楚七同学 我这里还有一些事 我们下次课再聊好吗 楚七张了张嘴 太温柔了 实在是太温柔了 她当时看沈之言各项访谈的时候 第一印象是 意气风发的天子娇子 高不可攀 望尘莫及 实在没有想到 有朝一日能蹭上沈之言的课 更没有想到 沈之言还会如此耐心温和 对自己更是有问必答 她止住即将溢出眼眶的热泪 抱着自己的教材 对着沈之言狠狠拘了一躬 讲台部分采用的是木制结构 就算是在小心翼翼的人 站在上面有所动作 脚步声音都会被放大 更别说处于激动亢奋状态下的楚琪 只听见东的一声白玉声 吓得差点没直接从座位上摔下来 靠 什么壁动静 她没忍住 骂出了声 楚琪这才注意到 一直坐在下面没走的白玉声 她对着沈之言憨憨一笑 不好意思啊 沈老师 她是我的朋友 估计是等我一起下课呢 我这就把她叫走 说吧 还没等沈之言有所反应 她窜了两下 跑到下面去 拎起白玉声 就往外跑 你怎么还在教室里面啊 我不是和小吃说了 让你们先走了吗 咱们快走吧 沈老师有事情 别打扰他了 刚睡得半梦半醒的白玉声 这会儿突然被人拽了出来 脑子还没绕过弯 听了楚琪这话 实在没忍住 闭了闭眼 将甩他一巴掌的冲动 给平息了下去 要不然 你猜猜我为什么一直待在教室里面呢 好不容易糊弄走了楚琪 白玉声饶了 教学楼另外一边的楼梯 重新回到了上课的教室 沈之言却已经不在教室了 他轻则一声掏出包里的手机 点开熟悉的小猫头像 发了一条消息过去 余声 你在哪 叮咚 手机提示音从背后响起 沈之言单手抱着叫按 另一只手绕到白玉声的下巴处 给人带了过来 白玉声同学 这会儿了 怎么还不回去呢 白玉声心下一颤 也不知道是沈之言故意的 还是他说话的调调就是如此 感觉从他口里说出来的同学 格外浅全 还带着一丝不可言说的韵味 好像是在捉弄人似的 不过也确实是在捉弄人 白玉声从他的壁弯里挣扎出来 朝着教学楼走廊左右扫视了一番 下一节课已然开始 走廊上没什么人 最近的几间教室也没有班级在上课 倒是没有人会看见他们两个在走廊上的动静 但正是由于学校教学楼这种 随时都有可能会冒出人影的环境下 这样的亲密举动 更是让白玉声胆战心惊 这么明目张胆 你就不怕被其他人看到吗 沈之言松开了自己的手 让白玉声在自己面前站稳 继而将手上的校案往自己的背包里面塞 挂在鼻梁上的金属细矿眼镜也被他摘下 仔仔细细地包在了眼镜盒里 塞进背包的侧面夹层中 如果不是今天 他穿了一身有被大学生日常穿搭的心中式堂装 倒还真有几分大学生的样子 首先 我又不是四五十岁的老教授 其次 我只是被拉来代课的 并不算你真正的老师 最后 他朝着面前的女孩微微凑近 我们是正常恋爱关系 怎么被你说的 好像我们是见不得人的地下情势的 这不是怕我们的关系 被我们班的人知道了 你以后上课不就麻烦了吗 沈志言知道 白玉声在担心什么 小姑娘不像自己一样 是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她看上去大大咧咧 但实际上心思细腻 在考虑自己的近况 之前会把别人可能会遇到的情况 给考虑一遍 这会儿 指不定在担心他们的恋爱关系 会不会对他造成什么不好的影响 从这个角度看 自己还挺自私的 谣言的威力不容小觑 白玉声毕业在即 一旦深陷谣言的漩涡 不管是未来直接参加工作 或是读研考编 无中生有的流言蜚语 都会是他路上的一道绊脚石 他不希望自己珍惜的姑娘 最后落得一身污点 但就算这样了 白玉声第一时间考虑的还是他 这叫他怎么能不喜欢这个女孩 那你呢 万一我们被发现了 别人诟病你怎么办 白玉声晃了晃脑袋 无所谓 他们只会同情你 被我糟蹋了 沈之言 所以 你在学校就是一副色皮的形象吗 白玉声黑黑笑了两下 绕过沈之言的身子 往教学楼的楼梯口迈了几步 对了 你怎么突然来临下美院帮忙带课了 之前也不和我说 沈之言特地落了 他两三步的距离 两个人不远不近 步调也不一致 看上去就像两个穿梭在校园中不相识的陌生人 刚好你们教授生病 刚好我有空 就算我们教授 生病了 替补的 也应该是我们学校的老师 有你什么事 沈之言漫不经心地恩了一声 那就是 刚好我的女朋友在这上学呢 所以投了点机取了点巧 就当是我在贵校义务开讲座了 两个人绕过一路流动的树影 上课期间 学校的主干道也没几个人 除了操场那边传来几声学生激动的呐喊 碎在风中 吹遍了整个校园 那你打算讲座开到什么时候 白玉生捏着自己的斜胯包包带 不可抑制地去盯着沈之言落在自己身边的影子 脑袋上还立着一束呆毛 估计是下楼的时候 被风吹起来的 他心里像被小猫毛茸茸的长毛蹭了一身 痒痒的忍不住回头去看 不知道这得取决于刘教授什么时候能养好身体 白玉生沉默了一会儿 他怎么总感觉刘教授可能这个学期都没办法养好身体了呢 沈之言来临下美院代课这件事 对白玉生来说也就惊讶了一个早上 毕竟沈之言这人还真没什么做不到的 他就算下一秒突然变成了自己寝室楼的宿管阿姨 他也不会感到多荒谬 再者书一迟早上的话倒是提醒他了 他也该开始准备毕业论文了 暑假原本是想提前开始收集相关资料 可谁知道他光是盯着沈之言的脸看了 正儿八经的东西一点都没有收集到 送上门来的研究对象 不要白不要 就是白玉生一手捏着自己的饼干棒 白了站在自己身边问个不停的楚琪 沈老师 素墨真的不适合用来画江南水井吗 既然您中西都能融会贯通 我觉得只要方法用对 一样也是可以使用的吧 没不让你用啊 之前张老头也说了这个没有强制性要求 你能画得好随便你用什么墨 白玉生胳膊支在讲台桌上 手腕抵着自己的下巴 脚尖极其不耐烦地 轻轻点着讲台上的木地板 发出沉闷的几声响 不是 你怎么还在这里啊 之前不都和你说了我请教问题 你们不用等我了吗 谁等你了 你能请教问题我就不能了 再说了 这些问题 你换任何一个老师都能回答你 一定要站着沈之 沈老师干什么 楚琪亲戚一声 还说我呢 搞得好像你的问题有多高级似的 你怎么不去找其他老师答疑 白玉生噎了一下 目光下意识往沈之言的方向瞟 沈之言似笑非笑地看着自己 他一手执笔 另一手压在宣纸上 笔尖刚画完几笔 尚未舔墨 半干的墨迹凝固在毛间 宣纸上落了半座宏伟浩大的枯石山 他还没有将自己打算 把沈之言当成自己论文主体的事情 告诉沈之言 毕竟放在之前他可以以一位客观的学术研究者的身份 去接近沈之言 去了解他的作画习惯 去解析他的个人品行与画作之间的关联 但是 这会儿他突然发现自己似乎并不能做到 像之前一样保持客观理智 站在沈氏的角度去观察沈之言 他敲下的每一个字 似乎都带上了几分个人情感 就像沈之言的狂热粉丝似的 距离论文开题报告撰写阶段 还有小半个月 换个主题也还来得及 白玉生晃了晃脑袋 行行行 你先问 你问个爽快 再轮到我 他没有把自己与沈之言的恋情告诉任何人 在学校里 就连楚琦都比他更有正当理由 粘在沈之言身边 白玉生盯着楚琦得意洋洋的背影 以及他敲的老高的尾巴 颇有些咬牙切齿的意味 学校与沈之言的梧桐院 相隔距离倒是不远 白玉生在外面玩都晚了 或是不想住学校了 抽空还能蹭沈之言的车一块回去 刚在学校和楚琦掰扯了一上午的时间 他这会儿 坐在自己房间门口的小路台上 越想越气不过 甚至连董事长软乎乎的身子 都没有办法平息他的造诣 沈之言 他单手捞着小三花 直接闯进了外书房 沈之言刚调好了墨 挤好了颜料 刚打算在纸上落下第一笔 就被大大咧咧闯进来的女孩 给吓愣了一会儿 姬莫宁在毛间 落在了宣纸上 不一会儿晕了开来 求成了一大滩墨迹 过来 他放下手中的印王好笔 朝着白玉生勾了勾手 怀中的董事长 最先听到了沈之言的呼召 蹬腿窜了出去 跑到沈之言脚下 绕着他的腿转着圈 一边转着 一边养着脑袋 蹭着他的腿 暗灰的裤脚上 沾满了小三花掉下来的猫毛 沈之言感到一阵好笑 没叫你呢 该积极的时候 对人爱答不理 不该积极的时候 就粘上来了 董事长细细地喵呜了一声 乖乖跳到椅子上趴好 意思是 互不干扰了 他这才抬头 重新将白玉生 叫到了自己跟前 沈之言抽走 被墨水浸透的宣纸 重新压了一张 毛笔也重新舔了墨 将笔交到了白玉生的手中 画什么 画竹 沈之言探过身 手扶上了白玉生的纸节 半个身子都贴了上去 带着他的手 起笔运势 以中锋为主 注意匀速缓行 留意肢节走势 轻烈温润的嗓音 在他耳边缓缓流淌 就如笔下脱拽 而出的竹叶 又如深山西拳 卷携着沁凉的冷意 缓缓行过他的心底 放轻松 台笔 细线勾勒边缘 流出水线 排布枝叶因错落有致 营造异景 笔下竹节长青 生动得好像马上就能从叶片上滴下水来 枝叶错落 似有阵风破竹林而来 摇曳生姿 虽然国画有所谓的固定笔法与末法 但根据每个人的落笔习惯与空笔力度的不同 同一套笔法 同一支笔画出来的东西 也有可能截然不同 直接拿沈志颜的画作来琢磨笔触与内在灵魂 远没有他带着自己清零意境来得直观 且令人沉沦 还生气吗 白玉生偏过脑袋 入目便是沈志颜微翘的鼻尖 两个人距离靠得太近 近到能够清晰看到他面部细小的绒毛 他凭着呼吸 点了下脑袋 还生气 沈志颜抓着他的手放下毛笔 侧着脑袋对着白玉生轻轻啄吻了一下 现在呢 白玉生咽了咽口水 嗨 嗯 沈志颜左手撑在书桌上 中间空出的距离刚好构占一个白玉生 他没有将白玉生身子转过来 就着这个姿势下巴搁在他的肩膀上 探过头去倾他 外书房三面都开了窗户 南北通透 南面靠近四合院的围墙 围墙外之夜繁茂的梧桐树 折盖住了大片的阳光 光线从夜戏之前穿越进来 落在外书房的地板上 光影交织 像一团琐碎的拼图 耿着脖子 实在有些累人 他扒着沈志颜的胳膊 在有限的小空间里转了个人 两只手极其自然地环上沈志颜的后颈 哼哼唧唧地便凑了上去 沈志颜没忍住 轻笑了一声 右手轻轻抚上女孩的后颈 安抚性地在他细腻的皮肤上抹撒着 现在还在生气吗 声线都变了 原本轻润的嗓音 这会儿有点沙哑 掺杂着些许不可道明的情 寓意味 白玉生的身子瞬间僵在了原地 他微微平复着 刚刚接吻过后的喘息 搭在沈志颜肩上的手 这个时候也不知道该往哪放步 不生气了 沈志颜松开了撑在桌子上的左手 搭在白玉生的后腰 额头轻轻抵住白玉生的脑袋 以后下课 我尽量找理由早点离开教室 白玉生憋了憋嘴 将脑袋凑了上去 搭在沈志颜的肩膀上 慢慢蹭着 那倒也不用 你现在怎么说 也是我们班的代课老师 解一答货 本来就是应该的 那我继续留在教室里 那也是不行的 你现在怎么说 也是我的男朋友 陪我也是应该的 他可以咬中了男朋友三个字的发音 听上去颇有咬牙切齿的意味 又好像一个没有得到玩具的小孩 委屈巴巴的 这样不行 那也不行 沈志颜捏了捏他的后颈 那你要我怎么样 白玉生拖着吊吊肠 恩了一声 像这样就挺好 在学校 你还是那个风度翩翩 人人尊敬的沈老师 在家里呢 就是我白玉生一个人的 喵 董事长在椅子上伸了的拦腰 白玉生睁开眼睛 与董事长对视了一眼 哦对 还有董事长那一份 沈志颜抬了抬眉骨 倒是把他分得明明白白的 他松开手 放白玉生在书桌前站好 接着从笔架上取了笔 递到了白玉生的手中 按照我刚刚说的 感受空笔力度与行笔走势 再练几遍 下个季度 北城那边有个艺术展 你要是有空的话 可以和我一起去 顺便以你的个人名义参展 白玉生瞪大了眼睛 沈志颜在圈内的地位 就注定了不是什么艺术展 都能邀请到他的 既然连他都如此重视的展会 定然不是什么小打小闹 伴着玩玩的 甚至 还能以个人名义参加展会 这是直接帮他把门砍 也给砍了吗 白玉生下意识 搅着自己的手指 会不会不太好 我怎么说 只是一个国画专业 都没憋的小喽啰 我的画作拿去众神云集的展会 这不是拉低档次吗 沈志颜垂着头腻了他一眼 所以这只是一个通知 并不是最终结果 后面这几个月我慢慢待你 看你感悟能力 如果没有达标的话 我也不会同意让你参展 不过 画风一转 门槛还在 白玉生刚落下的一颗心 又重新悬了起来 沈志颜好像就喜欢这样 经常在转折的地方停顿一下 制造个让人抓心脑肺的悬念 不过什么 不过以我的水平 交道让你去参个展会 应该完全不是问题 白玉生 这一时间也不知道 他是在夸他自己呢 还是在高估他 怎么国画这么一门 历史悠久的传统美学 在他口中 就好像路边贴着的 三个月速成小广告牌 我还有一个问题 白玉生乖乖接过沈志颜 递给他的画笔 举起了另外一只手 沈志颜往后撤了一步 抱起蜷缩在椅子上的董事长 松松垮垮地站在书桌一边 你说 北城那个艺术展 是谁主办的啊 虽说沈志颜有把握 能把自己给交好 但白玉生心里 其实还是有些没底 这参展机会 说不准还是沈志颜 消费自己人情 给他换来的呢 只见沈志颜 有一搭没一搭地梳理着董事长 背部柔顺光滑的毛 连头都没有抬 漫不经心地丢出一个字 我 白玉生 所以这段时间呢 就麻烦你好好练习 别到时候随便丢一张草稿纸上去丢丢人 沈志颜说的 画展在下一季度 估计也就是12月份年末那会儿的事情了 对于白玉生来说 在画展之前 更重要的 还是要完成自己论文的开题报告 与开题答辩 好在两者并不冲突 甚至跟着 沈志颜学画 对他即将进行的学术研究 也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甚至参加展会的画作 也十分贴合 他以解析 沈志颜画作风格为主题的 毕业设计 一举三得的事情 不过是把原来在大半年内完成的事情 给压缩到了两三个月完成 因此 时间也显得越发宝贵了起来 早上得早起上课 下课后得跟着沈志颜回梧桐院练习 晚上还得找与沈志颜相关的文献资料参考 撰写自己论文的开题报告 好不容易有那么一点时间空闲下来了 他看着自己手上抱着的小猫 以及坐在自己边上看电子文档的沈志颜 有对象又有猫 唯一的烦恼 就是让人秃头的论文 白玉生舒舒服服地在沙发上 找了个舒服的位置窝了起来 开始漫无目的地刷手机 他忙起来的时候 便顾不上手机里的消息 每次都是等到一天快结束了 这才打开各个社交软件 捡一些感兴趣的人回复消息 至于另外一些无关紧要 甚至纯属朋友之间的发疯日常就亮一亮 先解决主要矛盾 他抱着手机 先点进了最上面挂着的 舒逸池的聊天界面 舒逸池 最近除了上课能见到你人 其他时候搞得好像 你从这世界上消失了似的 哪去了 舒逸池 哎 我还跑去问你室友了 说你这段时间 根本没怎么回学校 好啊 一个人 在外面潇洒不带我是吧 白玉生连着刷了小半分钟 才把他一条接一条的控诉给看完 说起来 他和沈志颜恋爱这件事 身边居然只有宋女一个人知道 他掀起眼皮 看了一眼坐在边上挂着一副金属细矿眼镜 正聚精会神看电子文档的沈志颜 虽然说他看上去丝毫不在意这些事情 但是在白玉生看来这好像也是对他的一种不公平 思及此 他抬脚 用脚尖点了点沈志颜的膝盖 沈志颜 怎么了 看上去这份电子文档 确实是比较重要的东西了 沈志颜的眼神 依旧黏着在平板上 只是抽出一只控鱼的手 捏住了白玉生为非作胎的脚 你介意我把我俩的事情与别人说吗 沈志颜这才肯将自己的目光从平板上抽离 撇了一眼窝在边上的小姑娘 随你开心 我都行 你觉得合适的就可以 得了准信 白玉生憨笑一声 重新将自己丢到沙发里 举着手机给舒逸迟回消息 余生 最近没空呢 在沈志颜画室打工 舒逸迟 什么情况 之前楚琪和我们都说了 沈志颜现在身边不缺人了不是 余生 确实不缺啊 就是我啊 白玉生憋着笑 看着对面发来的一连串问号 舒逸迟 不是 什么时候的事情啊 你怎么都不和我们说一声 余生 你看楚琪那架势 我敢说吗 我说了他还不得给我撕了 舒逸迟 你这说的 真的只是单纯的打工吗 余生 哦 不是 顺便谈了个恋爱 屏幕那边有一会儿没有声音了 白玉生刚切到微博大号 屏幕一跳转 对面直接打来一个视频通话邀请 幼稚的马卡巴卡铃声 在安静的室内响起 白玉生下意识捏住了自己的话筒 抬头看向沈之言 接吧 没事 沈之言甚至都不用往那边看 就知道 女孩这会儿在想些什么 视频通话也可以吗 沈之言微微点了点头 指尖在屏幕中滑了一下 有需要我出镜的地方 随时可以叫我 叮 接通了画面 舒逸池整张脸都扑到了画面上 他仔仔细细 将白玉生身后的建筑装潢 给打亮了个遍 声宝 你不在家吗 嗯 都说了在沈之言这 舒逸池的大头 终于从屏幕上面挪开 这都几点了 怎么还在他家里 这孤男寡女的 多不好啊 白玉生两手抱起董事长 捏着他的小爪子 朝着舒逸池招了招手 这不还有小猫咪吗 不算孤男寡女 还有啊 这话从任何人口中说 我都不觉得奇怪 你一个三天换一批 男朋友的怎么好意思说的 屏幕对面的人一叶 这不是 这不是 只会满嘴跑火车吗 你倒是好 之前秦贤山生日那会儿 还得我出马帮你探探 裴易那事儿 你还和我扯谁是白月光呢 这下倒好 直接跑人家屋子里去了 白玉生意识到 舒逸池说的东西 逐渐变得不对劲 下意识捏住了扬声器话筒 可收效甚微 舒逸池的声音 依旧传遍了整个室内空间 他抱着手机 小心翼翼地往沈志言那边撇 还好对面没什么反应 啊对了 那沈志言那个白月光呢 总不会心里藏着个白月光 结果 还把你带回家吧 这也太扎了 叮 白玉生挂断了电话 沈志言这会儿 也把平板给合上了 他并拢刚刚敞开的长腿 将挂在自己鼻梁上的眼镜给摘了下来 继而揉了揉自己的鼻梁 白月光 舒逸池他乱说的 秦贤山生日那会儿 真的 你不要听别人乱说的话啊 沈志言言尾带笑 直着下巴 觅了他一眼 这看来 一见钟情的人 不止我一个啊 白玉生安静了下来 他回想到了 在港市与宋允的对话 自己当时也没多大 一时不记得什么事也正常 但沈志言 那会儿再不记 也小学高年级了吧 他要是还记忆缺失 那才是大问题 况且 经过宋允这么一提醒 他也想起了个七七八八 他总不能是一点都不记得的 他在沙发上盘起腿 把沈志言老老实实 摁在自己面前 沈猫猫 我想问你个问题 沈猫猫 记得第一次使用 还是和沈志言打闹那会儿 随便想到的绰号 后来这小狗小猫的 反而逐渐变成了 两个人私底下的称呼 不管有没有正事 都喜欢这样叫对方 哦对了 对于白玉生来说 由于他之前住在梧桐院的时候 给自己房间的智能家具 还改了名字 所以 这个称呼 还会在他懒得去开关窗帘的时候 叫上几声 问吧 就是 你真的不记得 你小时候住在南西庭院那段时间的事情了 沈志言静默了一会儿 才缓缓开口 记得 就是之前把鞭炮 往我家丢的那个坏小孩 白玉生 他抱着董事长起身 一时气不过 又举起放在一旁的沙发靠垫 朝着沈志言砸了过去 他就不该对沈志言口中的暗恋 保有什么太大的期待 当时他们俩的年纪加起来 也不过如今他的年岁 如果说沈志言的暗恋 从那个时候就出现端倪 那显然是有点 不太正常 两个人打闹了一阵 白玉生似乎全然忘记了 自己打开手机的初衷 玩累了 便直接抱着董事长 往自己房间溜 微信界面 在打闹的动作中被误触 白鸿鸣发来的消息一闪而过 消失在众多的消息红点当中 白鸿鸣 圣圣 我明天到林夏 手上还有点东西 先去一趟沈志言家里 然后再回家 等到白玉生的身影 彻底消失在客厅之后 沈志言这才再一次 将屏幕朝下的平板给拿了起来 屏幕正中间 依旧是他刚刚看的文档 坐在沙发上看了一晚上 笔记却只记录了一小部分 文章高亮画线 也不过只标注了几页 他从后台 拉出小平的微信聊天界面 放大 云一白 沈志言有快十几二十分钟没聊天了 估摸着是被嫂子叫走了 终于给我逮到机会吐槽了 云一白 小爷 我真的服了兄弟们 你们谁能管管沈志言 自从上一次 我和他一起去了一趟港市 沈志言这货 每天就和发颠了似的 在我面前炫耀 哎 就刚刚上面那些聊天记录 你看看 这是人能说出来的话吗 就逮着我们群里 都是单身狗 看着就踢一脚啊 徐家言 别说是你了 这几天 我压根就没和他见过面 每天有事没事 都得来敲我微信 给我撒狗粮 徐家言 还有啊 之前忘记和你们吐槽了 之前沈志言从国外回来 那会儿是和我们一块在KTV坐了一会儿 结果这货还在KTV点人陪自己的猫玩 我真的不理解 总感觉沈志言出国进修一段时间回来 骚了不少啊 彭霄 哎 你说到这个我也想起来了 之前去古早酒吧的时候 莫名其妙消失一段时间 回来之后 和我说遛狗去了 谁去酒吧遛狗啊 我记得他出国之前酒量还蛮好啊 徐家言 谁说不是呢 出国之前 我记得他回临下南西庭院那边收拾东西 到晚把我拉出来给自己灌了不少酒 彭霄 哎 徐家言 咱不说这个话说你们有谁见过嫂子的样子吗 还挺好奇的 云一白 没见过 徐家言 我也没 彭霄 沈志言 随便刷了一会儿他们的聊天记录 吃笑了一声 他起身 从客厅的茶几上端起了自己的那杯水 一路往客厅边上的茶室走去 顺便开了语音输入 沈志言 谢谢你们的关心呢 刚刚呢 我和你们嫂子玩了一会儿 给兄弟们忽略了 不好意思啊 马上回来 云一白 别 徐家言 那什么 我妈喊我睡觉了呀 彭霄 徐家言 你都几岁了 我爸也喊我去睡觉了呀 兄弟们 我们有空再聊啊 第二天正好是周末 住在梧桐院的最大好处 就是 不用担心宿舍里的室友 早起会把自己吵醒 一个人一间屋子 没有人会来打扰自己 随便睡到多晚 忙碌了一整周 好不容易空出时间 白玉生 把自己裹在被窝里 一觉睡到了正午 才肯迷迷糊糊地 从床上爬起来 他抓了抓自己 乱糟糟的脑袋 眯着眼 对智能窗帘发号施令 沈猫猫 开窗 好的主人 卧室朝阳这边的窗户 被缓缓拉开 原本被不透光窗帘 遮住的阳光 洒了进来 照亮了原本昏暗的屋子 在梧桐院住久了 他也摸清楚了 这套四合院中原著名的生活习惯 沈志言有晨练的习惯 六点出门 得到八点半左右才会回来 然后要么就是在客厅的阳台边上 看电子画集 要么就是在外书房作画写字 齐拙就更简单了 在第三境院落 身居简出 自娱自乐 要么就是根据沈志言的吩咐 简单处理一下 梧桐院的闲杂琐事 这个点 一般院子里没有人 白玉生眼睛还没睁开 对着屋子里的落地窗户 就伸了个十分满足的懒腰 窗帘满满拉开 等他伸得爽了 这才深深吐出一口浊气 重新抬头 往阳光正好的窗外望去 院子依旧是那个院子 自从上次改造过后 原本院中容易滋生蚊虫的树种 全都换成了能够驱赶蚊虫的植物 高低错落也有些变化 但毕竟是沈志妍亲自设计的风格 不过是从一种美 转变成为另一种美罢了 就是站在院子里的人 白玉生呆愣在原地 连刚刚举起的手 都忘记放下了 白鸿鸣手上提着一个长方形墓盒 身上的西装看上去有些褶皱 应该是一到零下 都还没来得及休整 就直接来了梧桐院 但依旧挡不住 他与生俱来的肃穆威严 他与白玉生 就隔着一道玻璃门摇向对望 一边光鲜亮丽 一边拉里拉踏 就好像动物园里面的游客 与被观赏的猴 白鸿鸣就是那个游客 白玉生就是那只猴 白玉生极其难得地 在白鸿鸣脸上 看到了有些崩裂的表情 似乎嘴角都有些无语地抽了一抽 当然 他也好不到哪去 他放下自己僵直的手臂 两手不自然地搭在自己身子两侧 甚至在刚刚放下手的瞬间 还清晰地听到了手肘关节 咔咔两声 沈志言刚好从会客厅走出来 看见站在路中间 往白玉生的房间看过去的白鸿鸣 便知道了个大概 落地窗被打理得干干净净 一旁的窗帘开始慢慢往回收 白玉生有些慌乱的身影 消失在遮光窗帘后面 他深吸一口气 将差点浮出表面的笑意 给收了回去 白说 我们进去聊 白鸿鸣轻哼一声 整理了一会儿 自己并没有乱的袖口 抬脚掠过沈志言的身影 直接进了会客厅 等到白玉生换好衣服洗漱完毕 这才悄悄地往会客厅的方向挪着步子 他绕到会客厅后面的窗户 将耳朵贴在玻璃上 平住呼吸 尝试去听里边的动静 然而依旧是什么都听不见 嗡嗡 手上握着的手机震动了几声 S-C-Y 进来吧 早就看见你在窗外的影子了 白玉生 沈志言甚至还极其贴心地补了一句话 S-C-Y 你爸背对窗户 没看见 怎么呢 这还得感谢他坐了的好位置是吗 白玉生往脑门上吹了一口气 刘海微微上翻 还有几束头发卡在发顶 立了几根呆毛 他站在原地做了几个深呼吸 之前白鸿鸣出国前 确确实实是把自己给短暂的托付给沈志言帮忙照顾 可他也没说照顾到什么时候啊 所以 他完全没有什么必要那么紧张 巫童院风景好他多来几天 有错吗 没有 只要白硕行不在白鸿鸣面前乱告状 他一边想着 一边抬脚往会客厅正门口走去 白玉生 进来 白玉生亮呛了一下 他说呢 这个场景怎么那么熟悉 上一次 他们妇女在梧桐院的时候 好像也是这个样子 他眼睛一闭 从一旁的门廊后面走了出来 直接往会客厅迈了进去 室内不知道然找什么相训 大概是木制调的 一如密林中助力万载的老木 深沉静谧 颇有一种低奢古朴的质感 白鸿鸣还是坐在他上回来的那个位置上 手边放着一盏清茶 杯盖微轻 这都快三个月了 你怎么还在这赖着不走呢 什么叫赖着不走啊 白玉生捏着自己的衣角 捏如了两下 这不是 白玉生支支吾吾的 余光瞄向沈之言 他压根不知道 一直在海外的老爹 还能玩突击这一套 事先也没有和沈之言串通过呀 沈之言回避了他的时间 拿起一旁的茶盏 轻轻吹开了浮在最上面的茶叶 抿了一口 就 正好我是国画专业的 然后沈之言 这里有些事情需要我帮忙 我就多留了一盏 白鸿鸣看了他一眼 又转过头去看沈之言 哦 这样也不错 也不算在这边混吃等死 白玉生刚 暗自松了一口气 只见白鸿鸣顿了顿 又补了一句 还有你呀 一口一个沈之言 没大没小 你俩怎么的 也差四五岁 你得叫哥哥啊 哎 对着小沈 你重新喊一遍 白玉生 室内安静了一瞬 白玉生耿着脑袋 一时间不太想抬头 去看坐在主位的沈之言 沈之言倒是乐得自在 听到白鸿鸣的话之后 挑了挑眉 右手推了推杯盏的盖子 将微微勾起的唇角 引没在白玉杯盏后 他戳了一口清茶 继而将茶盏放下 整理了一下 因为坐姿而有些压折的衣服 支着下巴好整以挟地 看着站在中间的白玉生 甚至还不闲事 大地穴了一句 来 叫声哥哥听听 这三个月以来我还没听过呢 白玉生抬头 在白鸿鸣看不到的地方 瞪了他一眼 我家这姑娘啊 就窝里横 在外人就容易害羞 沈之言硬喝了一声 确实是窝里横 不过都三个月了 总不能还一直是外人吧 白鸿鸣乐呵呵地 拍了一下自己的膝盖 说的也是 白玉生 三个月大名叫习惯了 这会儿改不了口了 不是 家里不还有一个哥哥吗 我这样随便叫 哥哥不会生气吧 这有什么好不开心的 沈之言又不是你对象 你哥有什么不开心的 窗外 鸟鸣喧嚣了一瞬 白鸿鸣这边还在乐呵呢 两个小辈的视线 在空中相碰 一触几分 两脸的不自在 这个 你还真说准了呢 白玉生搅着手指 暗自轻笑了一声 不就是一声哥哥吗 他叫得起 他应得起吗 那个 白玉生 白鸿鸣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叫了他一声 不过管不着了 白玉生往沈之言的方向 凑了一步 抿了抿唇 脸上扬起一个灿烂的笑 脆生生的沈哥哥 下一秒便从他口中跳出 砸到了沈之言的身上 坐在上座的男人 微微垂眸 额前碎发的阴影 落在他的眼窝处 叫人看不出 他这会儿在想什么 突起的猴杰 微微滚动 下一秒就听沈之言滴滴 应了一声 他重新拿起茶盏 却破天荒地失误了一下 浅色的茶字在衬衫上 蕴染开来 好在绿茶颜色并不显眼 只有距离比较近的 白玉生能看见 女孩单手握拳 支在了嘴边 挡住自己脚匣的笑意 坐在一旁的白鸿鸣 并没有看见 他们俩之间的小动作 只是淡淡地笑了一下 白玉生 你先去别的地方坐一会儿 爸爸这边还有点事情 要和小沈聊 啊 就 就这样吗 白玉生有些混乱 他一开始 一位白鸿鸣 总会抓着他 厚着脸皮 在别的男人家里 待了那么长时间 这个把柄 臭骂他一顿 结果就这么 就把自己叫进来 当着沈之言的面 叫上一声 哥哥就完事了吗 虽说这声 哥哥叫的他这会儿 心情也有些微妙 嗯 不是 你俩聊天 我有啥不能听的呀 白鸿鸣一改刚刚的松弛 重新回到之前 不苟言笑的样子 风霜在他的前额 与眼尾刻下时间的烙印 有那么几个月没有见 白鸿鸣身上 属于精英人士特有的沉稳 却暗藏锋利的气质 越发厚重 他拢了拢自己的西装外套 须须瞥了一眼白玉生 并且丢出了一具万金油 大人说话 没小孩子什么事 白玉生 刚刚还说 沈志炎只比他大四五岁要他喊哥哥呢 这会儿自己就变成小孩子了 白玉生不理解 却还是乖乖点着脑袋 往会客厅门外退去 等白玉生 陪着董事长 将整个院子都巡视了一圈 白鸿鸣和沈志炎 这才从会客厅里面走出来 两个人神态放松 就好像一对好哥们似的 白玉生远远看着 总感觉白鸿鸣这表情 总有一种下一秒就把他给逮过去 叫他当着两个人的面对沈志炎改口教书的济世感 他把董事长往他的猫窝里塞 打理好了 粘在自己身上的猫毛 确保不会被白鸿鸣看出什么猫腻了 这才起身往白鸿鸣的方向走 那今天就这样了 我也得回家调一下作息 南西庭院那边的房子 你妈妈还给你留着 我也叫了人经常去打理 你想什么时候回来都可以 好 谢谢白说 白玉生斜靠在一旁的树干边上 等着他俩问候完 白玉生 和我出去一下 白鸿鸣与沈志炎道别 站在垂花门处 将站在不远处 懒洋洋打着哈欠的女儿 给喊了过来 您说 四合院的大门 在妇女两个人身后关上 白玉生跟在自己父亲后面 小跑了几步 两个人最后在四合院边上 圈起来保护的百年老张树下停住 你和沈志炎 开篇切入主体 不愧是自己的生意人老爹 没有一句废话 嗯 我们再谈 四下安静了一瞬 白鸿鸣张了张嘴 手指拳起又张开 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我知道你们在谈 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吗 白玉生瞪大了眼睛 那您刚刚还摁头 让我喊他哥哥 白鸿鸣责了一声 我那不是 刚开始不知道吗 你喊人家之前 我都开口想拦你了 谁知道没拦住 您什么时候拦我了 白玉生拧着眉 重新回忆了一会儿刚刚的场景 好像确实 是喊过自己 不过被自己直接忽略了 当时满脑子都在想着 怎么捉弄沈志炎 谁还管白鸿鸣有没有叫他 白玉生不自觉地抓着自己的衣摆 灭如了一句 这喊都喊了 什么时候的事 什么 我说 你们两个什么时候的事 女孩挠了挠自己的下巴 看见白鸿鸣依旧紧绷着的脸 心吓一出 就 一两个月前 和宋允去港市那会儿 白鸿鸣静默了一会儿 原本紧绷着的表情有些松懈 甚至可以说是不太自然 他抬了抬手 胡乱笔画了一个手势 声音卡在喉咙里 一时间不知道怎么表示自己的意思 白玉生看不下去了 你想说什么 白鸿鸣重新整理了一下说辞 这才有些别扭的开口 就是 你们俩一起住了那么久 有没有那什么 这个保护措施 有风拂过树梢 叶片摩擦清响 这条巷子和白玉生初次拜访那会 又有了不同 梧桐绿边角泛黄 甚至有不少叶子已经落在了路上 修理梧桐枝的时候快到了 金鸟掠过梧桐林 巷子不远处跑来两只田园犬 是第一次来也见过的黑毛小土狗 眉间映着两点白 身边只跟着一只小白狗 不知道上次见的另一只跑哪去了 小狗逐渐跑近 也不知道小黑狗突然受了什么刺激 也不管路上是不是站着人 直接抱着小白狗的腰就往上骑 白玉生 白鸿鸣 苏惠走得早 白鸿鸣那么多年专注工作 也没有再取的想法 再加上白玉生家里 也没有第二个类似母亲角色的女性长辈 这就意味着在 只有父亲与哥哥的成长环境中 没有人能给白玉生灌输正确的性教育 而身为白玉生父亲的白鸿鸣 一直以来也只将白玉生当成小女孩 从来没有意识到 这方面教育的缺漏 导致了这会儿 父女两个人双双站在四合院围墙下 看着不远处当街胡闹的两只狗 脸色青红交加 一时间都呆愣在了原地 这是不是有点荒谬过头了 不用说白玉生了 就连见多识广的白鸿鸣 这五十多年来也没有经历过 这样让人尴尬的场面 他头一次极其直观地感受到 当代年轻人经常在网上发的脚趾抠地 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他率先转过头 顺便帮白玉生的脑袋也转了过去 王司机出来把狗解决一下 白鸿鸣网手机里发了一条语音消息 语气听上去不同于往常的冷静自持 夹杂了一些恼羞成怒的意味 不远处的麦巴赫商务车的驾驶位下来一个人 将一旁的两只狗往巷子外面赶 小巷里重新恢复宁静 更显得白玉生父女两个人有些局促 不是 我们连白玉生卡了一下 连手都还没牵过呢 再说了 这段时间是真的有正经事 我得跟着沈志炎学话 还要忙着毕业 哪有时间去想这些 这些事情的对吧 白鸿鸣看上去还是有些怀疑 生怕白玉生吃了什么亏 这样最好 不过我还是不赞同 你们这么早就住在一起 之前还想着我和你哥都不在零下 沈志炎能帮着照顾一下你 既然你们两个在谈恋 同居这事儿 叔爸爸不能同意 女孩别了别嘴 用脚蹭了蹭四合院的围墙 那我跟着沈志炎学话这事呢 最晚晚上九点 要么让沈志炎送你回家 要么送回寝室 其他免谈 不愧是生意人啊 杀法果断 他还没讨价还价呢 那您能不能别和我哥说这件事 沈志炎和他结了点粮粉 这就胳膊肘往外拐了 你总不可能一直瞒着他 那不是能瞒多久是多久吗 再说了 您今天让我当着沈志炎的面 喊哥哥这事儿让我哥知道了 我更得吃不了兜着走 白鸿鸣有点恍神 这样闹了一场 父女俩的关系倒是极其 罕见地缓和了下来 甚至清静了几分 不再是之前 客客气气的疏离感 好像回到了白玉生小时候 小姑娘买不到自己喜欢的甜点 就抱着他撒娇的样子 他抬起手腕 看了一眼腕表 在梧桐院花了太长时间 这会儿还得赶回家 处理林夏这边的事务 实在没什么经历 与自家姑娘掰着大半天 他只得挥挥手 行 他不问我就不说 只是只包不住火 再说了 他是你哥 防自家人和防狼似的 好嘞 那我现在 不远处的麦巴赫商务车 绕着老梧桐树绕了一圈 停在白鸿鸣的身边 白鸿鸣打开车门坐了进去 依旧是一副冷峻威严的样子 门进九点 你好自为之 等到白鸿鸣的车 消失在梧桐院的巷子转脚口 白玉生这才抬脚迈步 重新回到梧桐院里 四合院的大门刚被打开 他甚至还没来得及走进垂花门 就被站在一旁的沈之言 给扣了下来 董事长顺着一旁的猫爬架 爬到了屋顶上 踩着猫布蹲坐在两个人身后的垂花门上 在明亮的环境下 猫童威树 碧绿色的童子在光照下 像一颗流光溢彩的清浅泉水 哎 沈之言 我爸才刚走呢 白玉生两手抵着沈之言的胳膊 试图挣开沈之言对自己的稚骨 怎么你爸刚走 这会儿又开始交大名了 刚刚你爸怎么交得来着 沈之言单手卡在他的腰间 凑上去锁了一个一触即分的吻 白玉生 接吻真的很上瘾 他有点对不起自己的老爹 不过 你别得了便宜还卖官 小心我哥知道了 沈之言笑了两声 你怕你哥 怎么还连带着 我也要怕 这不是担心 你到时候被我哥一个麻袋套走了吗 沈之言抬了抬下巴 能和白硕行抢一个称呼 倒也不亏 他垂着眼瞼腻了白玉生一眼 女孩刚从外面回来 鼻尖带着一层细细密密的薄汗 在阳光下泛着星星点点的光 哥哥呢 也不和你计较了 这个称呼 咱们来日方长 他特地将哥哥两个字咬得极重 又把来日方长四个字 拖得以你弯转 白玉生捂住了自己的耳朵 从指尖缝隙里露出来的耳尖皮肤 血滴 他打算赶紧把这个话题给盖过去 对了 我爸知道我们谈恋爱这件事了 沈志言看着怀里女孩 连后颈都浮起一层浅白 不经玩耳 往后撤了一步 拉开两个人的距离 松开了对他的禁锢 嗯 我知道 你怎么知道 白玉生一惊 刚刚白叔叫你出去的时候 就和我谈了这件事情 我爸和你说了什么 比起自己被叫出去单独谈话 还是沈志言被单独约谈 比较让他紧张 毕竟两个人完全没有意料到白鸿鸣会搞突击这一套 刚刚还在白鸿鸣面前撒了谎 说自己和沈志言 那是纯洁到连小手都没拉过 哦 也没说什么 就是威胁 我得对你负责 白玉生 虽然但是 自己作为白家唯一的小姑娘 白鸿鸣虽然总是绷着一张脸 但从来没有对白玉生发过火 甚至没有在白玉生面前展露他的负面情绪 尽管白玉生明确知道自己的父亲在外 也是个杀法果断的冷血商人 但他还真想象不出来 白鸿鸣威胁人是一副什么样子怎么被威胁的 说威胁 似乎也不算威胁 毕竟白鸿鸣日常与其他奸诈的商人打交道惯了 不管是谁他都是 一副严肃谨慎的态度 原本只把沈志颜 当成是自己王妻叮嘱过要时常关照的小贝 自然收敛了生疏的冷蔭面孔 尽量让自己 看上去像得和蔼可亲的长辈 但这会儿不一样了 一直关照着的小贝 突然钻了自己的空子 把自家姑娘给挖走了 白鸿鸣一时间气不过 看上去是凶了一点 白鸿鸣这会儿 只觉得有些他与沈志颜 颇有几分东郭先生与郎的济世感 但是话也不能这么说 毕竟沈志颜也算是自己看着长大的 比起其他半分都不了解的男人 成为自己女儿的男朋友 面前这个温文尔雅的男人 显然是最优解 白鸿鸣坐在椅子上 借此宽慰了一下自己 继而抬眼去看坐在主位的沈志颜 不当未来女婿看的时候 就觉得沈志颜一表人才 天生的好苗子 典型的别人家的孩子类型 突然得当未来女婿来看了 这怎么觉得 这小伙子确实好 前途风光无量 看上去稳重有担当 一点都不像她那个 不着调的爹似的 在外面浪得飞起 她轻咳了一声 小沈啊 我家姑娘这几个月 在你这没麻烦你吧 白玉生机灵能干 悟性也很好 帮了我不少忙 哪来的麻烦呢 沈志颜喝了一口清茶 淡淡开口 这不瞎扯淡吗 你和白叔说实话 你们俩是不是有情况 丁框 白玉杯盏 与木枝的桌台轻轻碰撞 发出一声脆响 沈志颜同色浅浅 五尖的太阳从窗后流泻进来 在她的毛子中碎裂 显得她一双毛子 更虚幻莫测 她定定地盯着白红鸣 嗯 什么时候的事情 沈志颜收起了刚刚面对白玉生 那会儿吊廊当的样子 在主位上正惊威坐起来 如果是按白玉生算的话 应该是上个月在港市的时候 那你算呢 沈志颜垂下眼瞼 她在家里的时候 不会经常去拨弄自己的头发 额前的碎发随意地散乱着 落下一片细碎的阴影 如果按我算的话 也许是小时候过年那会儿 也有可能是高中毕业那天 甚至也有可能是从佛罗伦萨回来的那天 说不准 白红鸣沉默了一会儿 只能说和文人交流 还真有一种隔着臂的感觉 悬之又悬 所以在自己 还把沈志颜当小孩看的时候 人家早就把自己 当作未来岳父看了是吗 其实我也不反对 你们恋爱 毕竟你们都长大了 有些事情没有必要束缚得太紧 只是我家那姑娘 从小就被我和他哥哥捧在手心里 我希望 其实以后 他注定要离开家 与另外一个男人结恋里 对方也得像我与他哥哥一样爱护他 白红鸣确实是一个不擅长展露自己内心情感的人 这倒是头一次在外人面前坦诚 所以呢 你小子给我注意好了 他还是个小姑娘 什么该做什么 不该做你自己心里有数 您放心 白红鸣从座位上站起身 将之前拿进来的盒子 放在了自己座位边的桌台上 白玉生就是这么个性子 真正喜欢什么东西 招招手就能被骗走 我不是对你不放心 是对我家姑娘不放心 还有 这是我在国外机缘巧合下得到的一幅画 我也不怎么需要这些东西 看到觉得合适 本来就打算送你的 白玉生学书画方面有什么问题 你也多上点心 他顿了顿 想起了刚刚在庭院处 见到白玉生毫无防备起床的样子 多补了一句 现在我也回国了 家里有人 晚上记得把我闺女送回来 你也 你也记得尝回来 白玉生总觉得 自己这场恋爱有些命途多喘了 确认关系之后 连着一个多月没见着 这会儿好不容易有时间空下来 能腻歪在一起了 还被老爹给抓包 直接卡了个门禁 从沈志言口中 他也是第一次了解到 自己的父亲 也不是想表面上看起来 对自己漠不关心 一时间 内心有些复杂 他卡着九点钟 还差一刻的时间到了家门口 沈志言依旧开着他那辆白云石卡燕 骨节分明地 左手随意搭在方向盘上 右手握着挡位 随意散漫的气质 浑着他一身迷迷酒香 活脱脱像刚从会所出来的浪荡公子哥 白玉生偏偏拒绝不了 这样子的沈志言 他调转身子 面朝着沈志言 车在电子屏上显示的时间距离九点 还有最后十分钟 别墅门口只亮着两盏路灯 在花叶的遮盖下 光线稀碎黯淡 车内开着一档的冷空调 加装的蓝紫色的氛围灯 随着音响的震动 缓慢跳跃着 环境实在有些暗 他看不怎么清楚 沈志言的脸 车在蓝牙连的是白玉生的手机 放着他音乐软件中的 每日推荐30首 风格以RB为主 歌手的轻柔缓和 经过特殊技巧处理的嗓音 暧昧以你 白玉生深深叹了一口气 还是个小屁孩呢 叹什么气 沈志言将车稳稳当当停好 也转过头来看白玉生 没什么 沈志言 你这车贴了防窥膜吗 沈志言抬了抬眉骨 见眉微微上扬 一脸笑意 应该贴着吧 但是没有做过底盘加重 动作幅度不能太大 不然有防窥膜都不管用 白玉生皱起五官 缓缓打了个问号 加重底盘干什么 沈志言意味深长地 看了白玉生一眼 今天刚答应你爸不做别的 你别乱勾我了 我禁欲呢 白玉生眯了眯眼 皱着鼻子 缓缓打了一排问号 我勾你什么了 没勾我 你问防窥膜做什么 沈志言没忍住笑出了声 原本搭在档位上的手 缓缓上移 肢骨曲起 轻轻蹭了蹭白玉生的脸颊 想要什么 都可以跟你沈哥哥说 声音低沉暗哑 像汪洋大海中 盘曲在礁石之上 吟唱的塞人海妖 吸引着白玉生 不自觉地向他靠近 咔 白玉生扬起脑袋 却发现自己 已经扯到了安全带的极限 再往前一步 就勒得肩膀升腾 沈志言丝毫没有要凑上来的意思 端坐在自己的驾驶座上 只是偏了偏脑袋 施舍似的 想要什么 声音哑到不成样子 甚至完全变成了一句气声 算了 不要了 白玉生有些气愤 直接抬手 想要去解开自己的安全带 可手还没有伸出去 就被沈志言扣了上来 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解开的安全带 白玉生被他的力道 带着往身后的车门上砸去 单手手腕 被他一只手完全握住 抵到了车门上边的车顶前扶手 碰 车窗发出一声闷响 沈志言最后丢下一句话 俯身凑了上来 车身随之一震 抓紧了 白玉生实在想不明白 按照沈志言的说法 他是第一次谈恋爱 但显然 要么是沈志言说谎了 要么就是 上帝对他 真是没有丝毫的偏心 把所有天赋点都给拉满了 他后背抵着车子门框 初秋的昼夜温差骤然拉大 尽管白玉生穿着薄外套 也没忍住被车窗的温度冻了一下 冰凉的感觉 顺着他后背细腻的皮肤 往前传递 激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白玉生这会儿 才十分真切地感受到 冰火两重天 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他一只手被钳制住 另外一只手下意识抵在胸前 扯着沈志言的衣领 脑袋微微抬起 被迫承受沈志言可以说有些粗暴的吻 迷迷糊糊的 顺着沈志言的话 被扣在车顶的手拉上了车顶前扶手 手腕上温热的触感下滑 顺着他的手臂 一路游走到了他的腰间 有点过火了 白玉生迷蒙地睁开眼 扫过车在电子屏上的时间 20 52 文静时间还有8分钟 沈志言扣住女孩的后腰 上半身微轻 将白玉生往自己的方向压 另外一只手扶着他的背脊 尽量不让女孩接触到 犯着凉意的车窗玻璃 从外面看上去 只是一辆卡燕轻微震动了一下 继而恢复平静 车窗上的防窥黑膜 隐没在黑暗之中 以你在暗处生根发芽 不知道过了多久 沈志言才松手 将白玉生放了下来 女孩的下巴 搁在她的肩上 微微喘着气 眼前一片朦胧 她下意识 去看电子屏上的时间距离9点 还剩最后的两分钟 她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服 下意识去摸自己的后腰 确定没有留下什么可疑的痕迹 这才松了一口气 沈志言有一搭没一搭地 抚摸着白玉生的后背 就好像母亲安抚自己受惊的孩子似的 无声却温柔 后视镜里的女孩 双眼蓄着一汪泉水 嘴唇微微泛红 上面还点缀着些许晶莹的水光 看上去像是刚从水中捞上来的樱头 都怪你 白玉生小声捏如着 没什么力气地 捶了沈志言一拳 你这样待会儿 被我爸看出来了怎么办 沈志言胸腔微微震动 从胸口处传来的磁阵感 轰得白玉生一阵燥热 现在几点了 58分 那还有两分钟 白玉生 好啊 你才是真正的时间管理大师吧 好在白鸿鸣似乎只在意 白玉生有没有按时回家 并没有将注意力放在白玉生的脸上 他依旧坐在别墅的客厅里 看着公司这段时间没有处理干净的杂物 茶几上放着一杯的咖啡 已经没有再冒热气了 也不知道白鸿鸣坐在客厅等了多久 回来了 白玉生抿着自己的嘴唇 回应的声音有些闷 嗯 爸 我先回房间休息了 等等 白玉生的身影在楼梯口定住 怎么了 白鸿鸣的视线依旧没有从平板上挪开 他只是朝着白玉生的方向摆了摆手 无疑 无疑进了厨房 从微波炉里取出白玉生专属的陶瓷杯 绕过客厅 递给了白玉生 是一杯温牛奶 白玉生沉默了一会儿 有一段时间没在家住了 他早就没有了睡前喝牛奶的习惯 倒是没想到 不管是白鸿鸣还是白硕行都给他记着 他心下意暖 喝完牛奶安心睡觉 不要熬夜 熬夜对女孩子皮肤不好 白玉生回到自己房间 简单收拾了一下 拿了自己的换洗衣物 去了浴室 白玉生的房间 虽然比起整个别墅来说算小 但是浴室却修建得极其阔气 梳妆竟占了一整面墙壁 大理石梳妆台上 淋淋散散放着白玉生 日常会用到的化妆品与护肤品 圆形的浴缸 修在整个浴室的正中间 每一块瓷砖都被擦拾得干干净净 地面上找不到一点水垢的踪迹 这是白玉生房间里 唯一允许家政阿姨来打扫的地方 看上去与外面乱糟糟的房间格格不入 她将换洗衣物挂在毛巾架上 先将自己的薄外套脱了下来 锁骨上方一点红痕 随着她的动作慢慢露了出来 这会儿还没有到需要打暖气的时候 室内温度刚刚好 不显得过于燥热 也不动人 可偏偏白玉生觉得 那一块地方像是被火烧着了似的 隐隐发烫 这是刚刚沈志言在她身上落下的杰作 就在她说出那还有两分钟这句话之后 白玉生很难描绘 自己现在是一种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她两手撑在洗漱台上 拱着身子 捧了把清水给自己洗了个脸 除了白鸿鸣给自己订的九点门禁以外 其他时候依旧与原来无异 日子依旧按部就班地过着 沈志言似乎只将中心放在帮白玉生巩固提高画剂上面 对她同期准备的毕业论文看上去半点兴趣都没有 好在沈志言作为近些年冉冉升起的国画界星星 在这个本来就不大的圈子里掀起的水花不容小觑 一时间把沈志言本人以及作画风格作为研究主体的人不在少数 沈志言专有风格的国画参考资料来源倒是不愁了 只是自己在沈志言身边待了这么几个月 也没见过有什么人专门来拜访沈志言 圈内人只知道沈志言自己办了个画室 但是具体办在什么地方似乎从来没有对外透露过 就算湖心岛庄园在林下的知名度极高 但压根没几个人知道背后的老板其实是沈志言 除了个别重量级的晚会与应酬 基本没有人能叫得动沈志言 这一方面导致了网上对沈志言以往经历 以及性格品行对画作影响的研究文献几乎可以说是寥寥无几 就算有 大代律也是想着反正沈志言不会特地去搜有关自己的论文 所以胡乱白扯一通写出来的无脑吹捧文献 参考意义不大 这就意味着白玉生如果要继续这个研究主体的话 至少关于沈志言个人部分的研究素材 都得从零开始自己慢慢摸索与收集 直接加大了自己的工作量 沈志言是自己男朋友也不好使 除非他能识相一点出一本自传供自己参考 另一方面也导致了沈志言回国当天的照片 以及后面几次参加晚会的新闻照 被挂在微博抄画上 被言狗迷妹们都给盘包僵了 白玉生每上一次微博 都能看到沈志言抄画里万人血书 求沈大画家开通微博日常营业的话题 但其实白玉生自己也是把那几张照片给盘包僵的狂热迷妹之一 不过还好 他还有一张因为大冒险惩罚误打误撞得到的双人自拍 还有几张趁沈志言不注意偷偷拍的照片 白玉生抽了抽鼻子 点亮自己手机的锁屏界面 又把那张合照给看了一遍 叮 沈志言的脸被一条弹出来的消息给挡住 at Nassau 最近怎么没有看到小猫的照片了 白玉生一愣 自己确实有好一会儿没有上微博分享plug 之前偶尔更新的几次也是在港式旅游的存货 算起来 董事长是有好几个月没有出现了 他握着手机 往讲台上瞄了一眼 沈志言这节课没有实操 只是在视频网站上 找了几个干货比较足的视频 供大家参考学习 他坐在最前排没有学生的位置上 微微低着脑袋 从白玉生的角度看不到 他这会儿在干什么 视频的进度条 只播放了一小半 短时间之内 沈志言估计也没有要上课的意思 他解开手机锁屏 在屏幕里敲了一行字过去 余生 最近忙着学业上面的事情 忘记拍照片了 不过小猫是我男朋友养的 被照顾得很好 你放心 指尖在发送键停顿了一下 考虑了几秒钟 才把消息发了过去 男朋友三个字 也不知道哪里戳到他了 心口微微发热 他又瞄了沈志言的背影一眼 在教室这样的环境里 将沈志言称呼为男朋友 总给他一种莫名的贝德感 对面这会儿应该不忙 回复的速度也快 NASO 男朋友 怎么从来没有在微博上 看你提起过 啊 余生 今年暑假才刚在一起 我男朋友 他可能不太适合 在社交平台露面 他和NASO演熟了那么久 但其实真正有密切的消息来往 还是因为之前 对方给自己提供了一主页的 养猫小贴士之后的事情 白玉生本来就活泼 再加上对方也与自己投缘 白玉生下意识 就把对方当成自己的半个朋友 NASO 那你这段时间过得开心吗 白玉生冷了一瞬 倒是从来没有人与他谈论这个问题 也许是因为白玉生有一段时间没有回复他 对面误会自己的问题可能有点越界 又补充了一句 NASO 抱歉 问的问题是不是涉及到你隐私了 你要是不想回答也没有关系 白玉生玩耳 余生 只是问我这段时间开不开心呀 这有什么涉及到隐私的 余生 我不会做让自己感到不开心的事情 屏幕上视频的声音不知道什么时候消失了 沈志言收了手上的手机 往讲台上走了几步 视频呢 我们这杰克就看到这了 他再一次拿起了花名册 白玉生收起手机 心里咯噔了一下 不好的预感蔓延上心头 果不其然 下一秒 沈志言轻润的声音 通过话筒音箱的扩大作用 在面积并不大的教室里响起 白玉生 你来回答一下 看完刚刚这段视频 你有什么感想 白玉生卡了半赏 颤颤巍巍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左手背在身后 拍了拍舒逸池的后背 另一只手照着样子 去拍楚琪的后背 他动了动嘴唇 拱着身子 向俩人求助 怎么又搞突击这一套 你俩刚刚看了视频里面讲了什么吗 舒逸池 显然也摸了大半杰克的鱼 直到这会儿 沈志言突然开始叫人 他才回过神 听到白玉生求助声 他在脑袋里过了一遍 一片空白 他挺着脑袋往讲台上看 脸上一副求知若渴的表情 实际上凑过身子 和白玉生打着腹语 我也没看 你自己好自为之吧 再说了 站上面的是沈志言 你怕毛 楚琪你呢 你总不会也开小差吧 楚琪目不转睛地盯着沈志言 眼里的狂热半分未减 我没有开小差 那你倒是说啊 刚刚讲了啥 不能帮忙作弊 白玉生 他想了想 要不然还是有劲吧 沈志言两手抱毙 看着白玉生 在下面明晃晃地 和自己两个同桌 交头接耳着 白玉生 他又叫了一遍 嗯 我 我没看 全班骚动了一会儿 几声没忍住的笑声 传到白玉生的耳边 他扭过头 冲着笑声来源 瞪了一眼 哦 那你坐下吧 下课来一趟学办 把视频重新再看一遍 沈志言将花明册放下 视线透过鼻梁上的平光镜 在教室里寻视了一圈 还有其他没看过视频的人吗 鸦雀无声 那行 你坐下吧 我们继续 沈老师 白玉生刚在自己的位置上坐下 身边的楚琪 再一次高举起了自己的手 你说 我下课之后 能不能也来看视频 沈志言骨节分明的手 在教案上妈撒了一阵 道 刚刚的视频讲了什么 楚琪不会放过任何一个 在沈志言面前表现自己的机会 他捧起自己的笔记本 将刚刚视频里的主体 与作画者的每一句话 都讲得明明白白 舒逸池一边听着 一边抽了抽嘴角 他凑到白玉生边上 扯了扯他的衣角 虽然这个设想有点奇怪 但是怎么感觉楚琪这个样子 颇有点绿茶的意味 事先声明啊 我绝对没有恶意 没事 白玉生挪着屁股 往舒逸池的方向靠近了一些 我有恶意 还好楚琪是个男生哈 对沈志言没有别的想法 不然我多多少少重拳出击 此外还提到了速写四药 及熟悉比例 理解结构 楚琪依旧抱着自己的本子 念得深情 嗯 不错 沈志言抬头看了一眼 挂在教室门框上面的石中 脱楚琪的符 这节课还剩下最后的十几分钟 看来 你看得很认真啊 还有自己读到的见解 很不错 在座各位 都要和楚琪同学学习 楚琪不太好意思地摸了摸脑袋 那下课之后 沈志言故作考虑了一会儿 抬手挥了挥 嘴角挂着礼帽又疏离地笑 让他坐了下来 既然你对这个视频已经有了这么深的见解 就没有必要花另外的时间再看一遍了 舒逸池见了楚琪 一副垂头丧气 又带着些不甘的样子 没忍住痴痴笑了出来 你别说啊 你家沈志言的见察能力倒是一句啊 只是不知道在男生面前一眼就能鉴别出来 碰上女生行不行 舒逸池对沈志言也没有多少像其他人一样的敬畏 毕竟其他人是真情实感的将沈志言看作是自己的老师 但是舒逸池压根没有办法把沈志言当作是自己的老师 毕竟暑假那会儿沈志言还混入了情仙山的圈子 大家坐成一圈玩着真心话大冒险 就算没有这层关系 怎么说现在沈志言还是白玉生的男朋友 尊敬不起来 他甚至还很想冲上去与沈志言干一家 别说会不会碰上其他滤茶了 我认识沈志言那么久了 那是一个异性都没见着 白玉生掰着手指 哦 忘了 湖心岛的梅老板算一个 裴毅算一个 裴毅 我看微博他这段时间挺忙的 好像新剧快拍完了吧 两个人的脑袋凑在一块 警惕着随时有可能再次发问的沈志言 不知道 没有关注过他 上次碰面已经是七月份的事情了 叮铃铃 那么我们这节课就上到这里 大家回去之后 记得多多练习水墨人物小品 下一节课 随机抽一位同学的作品上来展示 白玉生这会儿 是一听到沈志言说随机两个字 就吓得够呛 甚至可以说是PTSD的程度 他骤然坐直了身子 往讲台上看了过去 沈志言的视线 也正好落到了他的身上 两个人的目光短暂交接了一下 沈志言率先低下头 开始整理自己的教案 敢在储其抓住他之前 先赶回了学院楼的办公室 沈志言的课室上午最后两节 争执大批学生返回宿舍楼 与食堂吃午饭的高峰期 白玉生避开人群 往学校的西边休闲区抄小路 从学院楼的后门钻了进去 轻车熟路地找到了沈志言的办公室 轻轻扣了扣幕门 门没锁 直接进来吧 里面传来了一阵稀稀素素的声响 白玉生推门进去 依旧没有注意到 没门口的书架半了一跤 我说你把家里倒是整得干干净净的 怎么办公室搞得一团糟 白玉生嘟嘟浓浓的 跨过一地的废纸 往办公室里边走过去 沈志言名头大 学校给的待遇也是最好的 从单人独立的办公室 就能看得出来校方的重视 只是学院楼的办公室 都是当初统一规划的 再加上沈志言 只是空降的临时讲座兴致待课 这间办公室 还是慌忙腾出来的 以前的杂物统统没有收拾 但沈志言 也不是经常在办公室里带着 因此也不太注重办公室的打扫 顶多就是让学校聘请的保洁阿姨进来 例行简单收拾一下 在家里不是还有奇拙吗 不然我白白让她住在梧桐院吗 沈志言将茶几上的东西 简单推到一旁 把刚刚拿到的外卖 在茶几上面摆好 拆开了外卖自带的一次性筷子 掰开 将上面的毛刺给刮了个干净 这才递给白玉生 白玉生接过筷子 气了一声 表面上看起来光风即月 谁知道私底下是这副样子 沈志言点的外卖 完全按照白玉生的口味来 一桌子全是白玉生喜欢吃的菜 白玉生偏甜口 偶尔也喜欢吃点辣的过过瘾 但是综合白玉生那么久地观察下来 发现沈志言似乎没有什么特定喜好 自己吃什么菜 沈志言都会吃上几口 甚至每一道菜加菜次数 都精准到相差不过两三筷子 对于吃饭这件事情 他也没什么特别大的欲望 似乎只是将吃饭 作为一件勉强维持生命体征的事情似的 白玉生捏着筷子的手一顿 其实他 从来都没有与沈志言提起过自己的喜好 之前觉得没什么必要 毕竟每次和沈志言吃饭的时候 餐桌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自己不喜欢吃的东西过 可线下仔细品来 总感觉有些不太对劲 说起来 之前生病那会儿 你怎么知道 我青梅素过敏的 还有在港市吃饭那次 你怎么知道 我喜欢吃虾的 他咬着筷子 抬头往沈志言的方向看过去 男人头都没有抬 专注着给自己的筷子 踢着毛刺 梅淑瑶知道你的喜好 啊 倒是忘了梅老板了 按照沈志言的骚包作风 梅老板还确实有可能是 沈志言派过来的卧底 那青梅素呢 沈志言这才肯抬起他高贵的脑袋 琥珀色的毛子 闪着令人捉摸不透的光 直直地盯了他好一会儿 以前误打误撞之道的 你话准备得怎么样了 明晃晃地转移话题 白玉生有些不悦地抿了抿唇角 刚刚吃的那片酸菜鱼的汤汁 还留在唇角 沈志言点了中辣的口味 里边加了花椒 辣得他舌尖有些发麻 还剩一点 沈志言点了点头 下周12月15开题答辩 结束之后 12月20飞北城 前面几天不展 你可以在北城玩一会儿 24号准备开展 价条已经帮你开好了 白玉生动作冷了一会儿 24号 平安夜吗 嗯 怎么 女孩晃了晃脑袋 埋头扒拉着自己碗里的饭 没怎么 没怎么 只不过那一天 是自己的生日 沈志言了解了他那么多喜好 但好像唯独把生日给落下了 但是说到底也不能怪他 毕竟自己什么都没有提 沈志言吃着饭 就看着小姑娘的脑袋越来越低 不用猜都知道 他又把自己给绕进去了 等到展会结束呢 你再陪我去一个地方 嗯 什么地方 白玉生一有什么情绪都会写在自己的脸上 这会儿连声音都有点闷闷的 陪我去一趟北江别院 这是什么地方 听上去是住宅区吗 去干嘛 见我爷爷 嗨 嗨 嗨 白玉生着实没有想到 沈志言还有这一手打算 他一不小心呛出了声 怎么那么突然 沈志言动了几筷子 大概是今天没什么胃口 干脆不吃了 单手随意地搭在办公室的休息沙发上 看着白玉生像个小仓鼠一样捧着饭盒吃饭 不突然了 对你来说 只是你的导师带你去见一位行业大腕 紧张什么 学校统一配套的办公室沙发 只是当年最廉价的款式 虽然表面看上去用的是红木 但谁都知道 这只是用木头边角料堆砌起来的流水线产品 表面涂了一层红漆 就算完事了 甚至沙发靠背的曲线也极其不符合人体工学 沈志言怎么躺都不舒服 干脆坐起身来 手上抱着一个抱枕 半个身子压在上面 像一个玩累了的慵懒猫咪 这能一样吗 怎么不一样了 白玉生一噎 就好比你带楚气去见沈老先生 和带我去见沈老先生 这完全是不一样的呀 沈志言翘着二郎腿 痴痴笑了一声 脸上有些无奈 我没事带他去见我爷爷干什么 我和他结婚吗 哄 白玉生觉得自己这会儿可能又耳鸣了 就连筷子都有些拿不稳 结 结什么婚 想什么呢 他从桌子上重新捡起自己的筷子 机械地扒着碗里的饭 坐在对面的男人叹了口气 脑袋还是趴在抱枕上面 长手一捞 将白玉生刚刚掉下去的筷子给抢了过来 接着在包装扒拉了一会儿 找到一双新的筷子 又按照刚刚那套流程 掰开 清理干净 递给了白玉生 脏了不知道吗 白玉生依旧低着脑袋 像上次在课堂上一样 遇到什么事情 就把自己的头埋起来 不干不净 吃了没病 沈之言 但其实白玉生一直以来都是大大咧咧的性子 外人面前没心没肺 甚至自己吃瘪了 也知道牙子必报 唯独在不断向自己释放好意的人面前 卸下一身的防备 像一只小刺猬 露出自己柔软肚皮的时候 还会害羞地抱住自己的脑袋 那 去见爷爷的话 我需要带什么吗 这会儿 是不是该开始准备了 沈之言完全被他的反应逗乐了 他把抱枕丢到了一边 急急顺手地 就将小姑娘扯了过来 把自己的脑袋 搁在他的肩窝处 小心地蹭着不需要 你先好好准备开题答辩 然后好好准备参展画作 等到展会结束了 把你的画送给爷爷爷就行 白玉生探着脑袋 把整间办公室的脚脚落落 都观察了一圈 确定教室办公室里 不存在摄像头 这才松了一口气 这不是官公面前耍大刀吗 爷爷看得上眼吗 没事 我能带人回去 他高兴都来不及 再说了 都和你说了 我交出来的人 再插也不会插到哪里去 也许是看出白玉生这会儿 还是有些惩慌惩恐 沈之言为不可闻地叹了口气 手掌在小姑娘的脑袋上揉了一把 这件事参展结束后再考虑也不迟 要是你还是觉得害怕的话 我们到时候直接回临下 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 语气柔和低沉 就像被阳光晒暖和的平静海浪 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吗 怎么可能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 临下一年中 最冷的时候 除了寒冬腊月 就是十一月份的那会儿 下了几场秋雨 气温骤降 迎面挂来的风都刺的人脸颊生疼 可惜后面几天天气晴好 没能等到今年的第一场雪 过了十一月 气温开始暂时性地回暖 单穿一件毛衣 都热得发慌 梧桐院外面的梧桐林 被整整齐齐修建掉了枝叶 只留了一根根光秃秃地 刷着白漆的树干 反倒是沈志言这间四合院里面 依旧是一片绿意盎然 看上去像是误入了哪里的世外桃源 白玉生开题答辩的时间 安排在第二天下午 虽然只是一个开题答辩 但毕竟这是毕业论文 没有哪个学生不紧张的 就算没心没肺如白玉生也不例外 他挂在沈志言身上 哼哼唧唧了大半天 紧张什么 你得确定你 不会出现在答辩现场 沈志言只是笑 你慌什么 只是个答辩而已 有什么见不得人的 你最好连那层教学楼都不要靠近 沈志言 你要不然连学校都不要进去吧 沈志言 行 那我走 话虽如此 但沈志言确实从来都没有答应过 白玉生不出席答辩现场 所以当白玉生抱着自己的资料 迈进答辩教室 第一眼就看见 在左侧前排正经危坐的沈志言的时候 不仅想到 这个大学文凭他真的很需要吗 白玉生同学 准备一下 我们开始吧 最前排打着西装的教授最先开口 其实不是什么大场面 甚至比白玉生预想的还要随意 下面作者的教授讲师们也是或多或少见过几面的 但是要在沈志言面前打开自己的研究论题 这就有点拿不出手了 他刻意避开沈志言的视线 将自己U盘里的资料拷贝到教室电脑上嗨嗨 大家好 我是中国话一般的学生白玉生 他挪着鼠标将自己的PPT打开 算了 反正最多也就十几分钟的事情 咬咬牙熬过去就行 我的论文题目是 沈志言山水写意的视觉审美创新 讲台下的教授与讲师也都是经过大风大浪的人 无非是一篇有关沈志言的论文罢了 他们互相对视了一眼 余光小心瞄着坐在旁边气定神闲的那尊大神 白玉生这是头一次知道之前老师讲的 我站在讲台桌上 你们下面有一点小动作 我都看得一清二楚的 这句话是个什么意思了 他也没忍住 瞄了一眼沈志言 没有意料之中的戏血与玩味 反而一反常态 一本正经地在位置上坐好 两手拖着下巴 神色认真严肃 还夹杂了一些隐晦的鼓舞 确确实实是把白玉生当作一个学术研究者来看待了 首先 我想谈谈我写这篇论文的目的以及意义 其实关于沈志言作画风格 已经有很多人做了研究 但是我依然选择了这个 作为自己的论文题目 是因为 他顿了顿 忽略了沈志言投过来的目光 沈志言的山水写意 曾经在我最迷茫的时候 给我指明了未来道路 对旁人而言 沈志言只是近些年来小有名气的新锐传统中国画家 但其实我接触沈志言 要比诗人早许多年 如白玉生说的没错 一场答辩也就十几分钟 一旦进入状态 白玉生应对起答辩老师的提问 便游刃有余 甚至压根用不到自己的导师出马 笑话 这可是自己男朋友 在座的谁还能比自己了解 就是答辩老师那边蒙混过关了 沈志言这里就成了一大难题 白玉生抱着自己的资料回了寝室 简单收拾了一下自己的工具 绕到学校人烟比较稀少的小北门 等着沈志言来接自己 依旧是那辆白云石卡燕 车库里这么多车 偏偏就喜欢这辆 开不腻似的 环市四周 确认没什么人 上车 系好安全带 一气呵成 车轮开始缓缓滚动 朝着梧桐院的方向开了出去 车厢内一片寂静 白玉生习惯性地连上蓝牙 挑出了每日三十首量身定做的歌单 慵懒舒缓的节奏蓝调 在车厢内缓缓流淌 是什么时候知道我的 如果你说认识的话 我们打小就认识吧 如果你指的是今天答辩现场我说的话 大概是在五六年前吧 算日子 应该是在你刚出国那段时间 白玉生没有等沈志言有所反应 自顾自地说了下去 其实白玉生什么都记得 包括之前宋云与白鸿鸣 与他讲的事情 沈志言以前一直住在白家隔壁的别墅里 一直到他被沈灵声 接去北城的那一年 只是他不理解 为什么再次见面的时候 沈志言不愿意承认 之前与自己认识 他固执地去向自己的父亲 向宋云求证 当年隔壁哪个男孩 确实就是沈志言 谁都给了一个确切的答案 唯独沈志言白玉生看上去没心没肺的 但心思比谁都细腻 在家人面前一副乖巧懂事的样子 不想因为自己 而耽误父亲与哥哥的誓言 白鸿鸣年年都是如此 生意上面一忙起来就是几个国家到处飞 没有一刻闲下来的时候 白硕行飞往美国进修 后定居护士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偌大的别墅里 只亮着白玉生房间的那一盏灯 他不喜欢自己的房间过大 因为房间小了 他才有安全感 就像小孩固执地相信一切鬼怪都不会伤害被窝里的人一样 他相信只有在小屋子里才不会被伤害 虽然宋云偶尔也会跑到白玉生家里玩 但是热闹了一天 总归有散场的时候 那段时间的夜晚 唯一能给他慰藉的只有屋子飘窗的正对面 同样孤零零亮着灯的屋子 以及他坐在飘窗上就能一眼看到对面邻居家的沈志言 他每天的行踪似乎被他自己给固定了下来 不用上课的时候 便是房间与室外的石桌两点一线 早上抱过来的一打宣纸 到了晚上一定会被耗光 两个孤独的灵魂从来没有正面相遇 白玉生也失去了小时候那样攀爬上树干 对着邻居大哥哥调笑的勇气 甚至在失去母亲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 他都将自己完全封闭起来 困在检房里 他就掐着每天的时间坐在飘窗上 陪着隔壁男孩创作 甚至他也开始学习创作 在与沈志言后花园石桌相对的地方 也架了一张书桌 学着沈志言的样子 在宣纸上画了一幅又一幅的画 也开始重新学着小时候那个样子 把自己画完的作品揉成一团 从墙后面丢过去 对此 宋云总是持不解态度 我说你小时候丢一丢就差不多了 你就真不怕隔壁追过来 给你臭骂一顿啊 白玉生抬头看了他一眼 咬着下嘴唇 又画完了一幅画 往墙后丢了过去 一开始只是他的单向行为 对过去的作品 就好像石沉大海 没有任何回应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他总能在自家别墅门口 捡到几张画技高超的 中国画成品图 连带着几张 显然是柔皱之后 又被人小心翼翼地斩平 最后用朱砂笔 点出每一处需要改进的地方 那些成品图 则是最终范例 白玉生依旧不喜欢与外人说话 他还是被困在自己制造出来的检房里 只是这一次 检房久违地出现了裂隙 他们会在纸上进行交流 就好像校园里同桌之间 互相传递的纸条 乐此不疲 成长总是有个过程的 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但离开总是一个晚上 甚至一瞬间的事情 他花了好久 才终于跨出了那一步 他甚至让无疑精心准备了花 打开家里所有的窗帘 将客厅大清扫了一遍 等到沈志妍下午放学回来 也许他还没有邀请 他进来做做的勇气 但是守在他回家的路上 送出去一朵花的勇气 还是绰绰有余 只是谁也没有想到 当天下午比沈志妍更早回来的 会是他许久没有见过的父亲与哥哥 好吧 反正沈志妍也不会跑到那里去 花下次送 还是一样的 白玉生如此安慰着自己 但是那天之后 白玉生便再也没有 等到隔壁那盏灯亮起的时候 从学校回到梧桐院的距离 开车最多也不过半个小时 白玉生搅着自己的手指 抽了抽鼻子 我还是觉得好后悔 如果当时我要是在路上拦住你了 并且把花给送出去了 我们现在又会是什么样子 看上去 确实是委屈得很了 声声 沈志妍沉默了一路 这还是他第一次开口 想不想听听我的故事 沈志妍的故事和白玉生的差不多 但是与白玉生不同 白玉生那段时间不爱说话 只是因为没有从母亲离世这份创伤中走出来 沈志妍从小就不是在爱中长大的小孩 单纯只是少言寡语惯了 他见过白玉生自艺的样子 总觉得他的生命力就像攀岩在墙上的月季花 明媚热烈 迎风招展 不应该是这样子的 孤僻 少言 竟和他一样 没什么生机 所以 在他再一次发现落在自己石桌上画的歪七扭八的画作的时候 他这才有了帮他指点改画的念头 要是小姑娘不想说话的话 用这种方式 好像也不错 毕竟自己没有几样擅长的东西 如果画画能让他开心的话 那就画吧 如果小姑娘的家人暂时不在的话 自己陪陪他吧 沈凌生已经不止一次向他这个孙子发出了邀请 要是待在林夏那边没有人照料 可以搬去北城 他也才不过十几岁的年纪拒绝了沈凌生的好意 执拗地待在这间屋子里 继续陪着隔壁小姑娘改画练习 沈志妍想着 要是他也走了 白玉生怎么办呢 那么大的屋子 小姑娘会不会害怕呢 他也准备了一束花 只是走到半路的时候 就见到了站在别墅门口的沈凌生 老爷子一把年纪了 依旧精神绝朔 手边拄着一根拐杖 走起路来 却如脚下生风一般 这回 他再也没有容许自己的孙子 把自己关在一方小院子里 埋没自己的天赋 爷爷 求您了 再等一会儿 沈志妍抱着怀里的太阳花束 头一次向人弯了腰 只是他也没有意料到 白鸿鸣与白硕行 会在这个时候回来 这也就意味着 至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白玉生再也不会感到孤单了 他的父亲与哥哥会宠爱他 就算无聊的时候 也有 宋允愿意千方百计逗他笑 就连一束花都 不敢送出去的自己 是不是就可有可无了 沈凌生依旧在旁边看着 他从徒弟手上 接过长柄烟斗 就着周围 完转鸟鸣时间差不多了 爷爷 我们走吧 卡燕安静地停放在 梧桐院的车库里 董事长不知道 今天从哪个地方跳了进来 一早就蹲在车库门口 晃着自己那条优越的大尾巴 隔着远了 小猫嗅不到人类情绪的变化 只知道自己的两个蝉屎官 即将从车上下来了 他嘴里小声打着呼噜 往刚刚停稳的卡燕方向 小跑了两步 不对劲 董事长在距离他们两个人 仅半米远的地方停了下来 蹲在地上 开始疏离自己爪子上的毛 沈志言先从驾驶座上下来 绕过车的尾部 停在副驾驶座边上 打开了门 小猫喵呜了一声 往副驾驶的方向小心挪着 自从白玉生名正言顺 占领副驾驶之后 车上出现了不少女孩子喜欢的装饰品 副驾驶车顶的前折板上 绑着一个毛线支撑的餐巾纸盒 表面还挂着一朵太阳花 男人弯腰凑进了副驾驶里边 抽了两张餐巾纸 温柔的是去女孩脸上挂着的泪水 泪痕从眼眶处挂到下巴 睫毛上湿漉漉的 看上去好不可怜 沈志言叹了口气 摁着女孩的后脑勺 将人拥到了自己的怀里 生我的气吗 白玉生一边一一呜呜呜着 一边点了点头 他抽了抽鼻子 试图让自己的声音 听上去凶狠一点 是有一点 可他的声音原本就凶不起来 属于清脆那一挂的 这会儿哭的鼻子有些堵塞 听上去懦懦的 沈志言 我想了一路 还是觉得你好过分 嗯 确实有些过分 沈志言轻轻抚摸着白玉生的脑袋 感到有些好笑 因此 语调听上去 也是带着几分笑意的 你怎么就认定 我把我搁回来了 我就不需要你了 你混蛋 嗯 我混蛋 沈志言捶着眼瞼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我呢 从小就被父母亲丢到南西庭院一个人生活 小时候缺少社会化训练 性子也孤僻 没什么朋友 白玉生停止了抽气 只是将脑袋埋在沈志言的胸前 听他絮絮叨叨讲着话 感受着他温热胸腔的震动 对别人的感情这件事 我向来领得很清楚 从来没有袭击过 有谁能将我放在心上 更别说基本没见过几面只靠每天传递纸条交往的邻居 你有疼爱你的父亲与哥哥 也有愿意陪你玩乐的宋宇 我总觉得 当时就算我真的离开了 你也不会记得我 白玉生有些恼怒 他解开了自己的安全带 整个人往沈志言身上挂 也许是力度太大了 压得沈志言倒抽了一口气 女孩慌忙撒开手 有些窘迫 但也要成嘴上一时之快 你是不是不行啊 沈志言 我也没有多少重啊 沈志言 你要不要数数看我站了多久 本来就是弯着腰凑过来和你讲话 这会儿翻脸不认人了是吗 白玉生吐着舌头 弯下身 像一条小鱼一样 从他臂弯下边窜了出去 看到不远处蹲坐着看好戏的董事长 一把给小猫捞了起来抱在身上 哦 那就是腰不行 他说完 抹了一把脸上的泪水 抱着小猫就往梧桐院里面跑 还有 我白玉生喜欢的人 从来都不是什么一无是处的笨蛋 你不要污蔑我 也不要看不起 你自己 十二月的天依然晴朗 四合院门口的梧桐树被捡去了枝头 取而代之的是一群落在书上小气的麻雀 白玉生将董事长放在猫耙架 上的猫窝里 摸着他的脑袋 小猫舒服的呼噜声一阵一阵的双眼眯成一条缝 冬天的阳光似乎失去了取暖的功效 手掌在空气中露久了 动得指尖都开始发麻 他朝着自己的手掌喝了一口气 下一秒 双手就被沈志颜拉过去 揣进了捂在了他温热的掌心里 过去怎么样 就让他过去吧 解释来得晚一点 就晚一点吧 至少在现在 他们两个终于打破了那一面墙 将自己精心准备的花 送到了对方的手中 过了论文开题答辩 白玉生就将自己的心思 完全投入到参加展会上面 好在白玉生小时候 那会儿的画技 就是沈志颜 手把手教的 虽然这些年 沈志颜经过沈老先生的培养 以及自己融会贯通了中西方绘画艺术 再加上成年之后 心性也有所改变 连带着画风也有些变化 但基础的技巧方法都是那一套 经过三个月的针对性练习 不能说完全追得上沈志颜的技术 但比起同期的同学来说 算是有了很大的进步 白玉生按着沈志颜的要求 画完了一幅水墨人物小品 他长舒一口气 将毛笔洗干净 挂到了一边的笔架子上 抬眼 网坐在床边贵妃踏上的沈志颜 看了过去 自从沈志颜答应 完全带着他学画以来 外书房里边 原本沈志颜的地方 基本被白玉生给霸占了 笔墨也是两个人共享 白玉生偷懒的时候 就连墨都是沈志颜帮忙研磨好的 师父帮着徒儿干活 哪还能让他碰上那么好的事呢 他小跑了几步 蹲到了沈志颜的贵妃踏边上 又怎么了 白玉生一空下来 就喜欢盯着自己看 沈志颜对此 早就见惯不惯了 就连视线都没有从平板上转移 这段时间 你是不是都没有再保持练习 沈志颜单手枕在脑后 他抬起脚 往贵妃踏里面挪了几步 给白玉生让出一点空间 让他好坐着 顺便有些高傲的扬起脑袋 从鼻腔里带出一个阴结 慵懒随性 嗯 那你以后不会受伤吗 展会上面的展品 怎么办 全都用旧的吗 白玉生也完全不客气 直接侧坐在沈志颜的边上 捏着沈志颜腰上的一百万 你以为我是谁 你在猜猜 在此之前 我都在书房里干些什么 好啊 语气狂妄 光是两个反问剧就把白玉生的问题给糊弄了过去 光是看看图片就能进步吗 沈志颜看了白玉生一眼 勾着手卡着小姑娘的脑袋给人捞到了怀里 平板上面是一幅被放大了的 曾言从数图 虽然被放大了很多倍 但并没有失真 也没有满是马赛克 估计是用了高分辨率的复原技术 甚至可以媲美许多博物馆开发的书画展品详细介绍 沈志颜拉远了镜头 曾言从数图的样貌完全展露了出来 这幅图的山峰分为三层 镜 中井二层是主题所在 双峰相叠 增强主峰气势 白玉生一边听着 一边注意 沈志颜捏着平板的手指 他的指甲一直都修建得很干净 至少在白玉生认识他的那么几个月里边 就从来没有见过他什么时候留过指甲 甲床微微泛粉 顶端圆润规整 顺着甲床往下 就是他一双骨感有力的手 经脉与骨骼 折服在表皮之下 混着沾染的墨字 明暗起伏 不是那种营养跟不上的脆弱感 而是呼之欲出的张力 白玉生为不可闻地叹了一口气 再一次感慨到 沈志颜这双手不去当手磨 实在是世人的损失 这幅图很好地体现了巨然的点墨形式 主要表现在点台与点液两个方面 在弹幕的基础上 有意识无意识地点缀大小不一 浓淡疏密有间的台点 洒脱不羁又极肤韵律感 沈志颜用中指与大拇指 将屏幕上的图片放大 拖拽到画着苔显的局部 却发现 小姑娘的脑袋 跟着自己的动作 上下微微摆动 虽然从她的角度 看不见这会儿白玉生的神态 但多半能猜出来 小姑娘并没有再认真听她讲话 也许是自己的手 也有可能是自己袖子上的袖口 还有可能是无意中粘到的墨字 反正什么都比她讲的话诱人 沈志颜抬起脚 对着她的膝盖顶了一下 嗯 怎么了 白玉生收起了自己 打量沈志颜这双手的神情 抬头看了过去 眼中还挂着几分迷茫 要不是沈志颜已经发现 她在开小差了 还真没准能被她蒙混过去 刚刚绕到嘴边的话 给咽了回去 换了个话题 你东西准备好了吗 什么东西 去北城的东西 啊 你是说话吗 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 不是给你看过了吗 沈志颜放下平板 单手还过女孩的脑袋 直接捏着她的头发 慢慢把玩 不是 你真当我们 就是去玩玩的吗 白玉生转过脑袋 啊 难道还不止一个话展吗 不是我把话挂上去就好了吗 沈志颜 能问问 你答应参加我这个展会的目的是什么吗 白玉生倒也实诚 心里想的什么 全都说得明明白白 她掰着自己的手指 一边说一边数着 一方面呢 给自己的简历 锦上添花 还有呢 就是在你这转一转实习证明 到时候就省了 我到处找实习单位了 最后就是 呃 名正言顺的逃课 沈志颜彻底沉默了 女孩也意识到 自己身边的人 这会儿情绪有些不太对劲 她收起自己举起来的三根手指 摸着贵妃她的边角 就打算开逃 脚还没有从贵妃踏上放下来 整个人就被沈志颜给带了过去 目光短浅 你要知道 现在有多少人排着队挤破脑袋 都想踏进梧桐院 更有多少人 想要争取美术展上的一个位置 白玉生知道 沈志颜想说的是什么 无非就是让她好好把握这个机会 借着她积攒下来的话谈地位 在众人面前混个眼熟 这确实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甚至对于其他臣服于 毕业及失业这个怪圈中的 阴界生来说 更是从此翻身的机遇 可遇而不可求 可是梧桐院门口 冷清的都能用来抓麻雀了 她扯了个话题 开了个没头没脑的玩笑 算是变相拒绝了沈志颜的暗示 我还只是一个忙着毕业的大学生呢 你已经是业内小有建树的大佬了 你要是不嫌弃我呢 每次开展在角落里 给我留个位置就行 在这方面 沈志颜确实有些失算了 她没有想到 白玉生看上去 只是在意自己能不能毕业 未来的简历能不能再漂亮一点 但实际上想到 却比任何人都远 她聊起白玉生的头发 凑到自己嘴边亲了亲 没有人会说你 确实不会有人当着我的面说我 那你能确保 别人私底下不乱嚼舌根吗 沈志颜做不到 应该说 没有人能做到 白玉生钻出沈志颜的桎骨 跑到书桌那边 在小跑着 将刚刚画完晾干的水墨人物小品 摆到沈志颜面前 看 最近我是不是进步了很多 是不是很快就能超过你了 十二月也走过了中旬 临下的天气是越来越冷了 就算在太阳底下坐上大半天 刺骨的寒意依旧占上风 但是女孩的笑容却依然热烈 如萌生在万千荒芜中的右牙 不知不觉之慢丛生 驱散了一片严寒 沈哥 之前从港市带回来的那个木箱子 这次需要带上吗 沈志颜结束了一天的工作 回自己房间的路上 被齐卓给拦了下来 齐卓依旧负责帮沈志颜 处理一些繁杂琐事 毕竟不愁吃穿 他也不喜欢出门社交 留在梧桐院帮忙干活 对他来说 是一件极其不错的差事 毕竟与死物打交道 比与活人推脱来往 来得舒心多了 见沈志颜站在原地思索了一会儿 齐卓以为是沈志颜在回想 港市带回来的木箱子 是什么东西 他用手比划了一下 就是那件旗袍 沈志颜自然没有忘记这件旗袍 只是他原本 将自己与白玉生之间 设想得太过简单 总觉得 只要他们在一起了 许多事情都能理所当然地发生 他迫不及待 将白玉生存在的事情 分享给自己少有的几个朋友们 又迫不及待 想把这件事告知众人 让众人都知道他夙愿得偿 确实有些莽撞了 甚至有点像刚出社会的愣头青 将什么都设想得极其美好 没想到 在这件事情上 倒是被白玉生教育了 他脸着上眼皮 敏唇沉默了小半天 再说 你先让他放着吧 哦还有 沈志颜转过身 继续等 你抽空去一趟湖心岛 让韩清燕 别守着那一块菜园子忙活了 这次画展带上他一起去 嗯 七桌挠了挠自己的后脑勺 有些支支吾吾的 怎么了 韩哥说他这段时间忙不开 沈志颜抬了抬眉骨 他忙什么了 我给他任务了 韩清燕与七桌不同 七桌主修书法 走的是正规的系统性学习路线 这些年一直在国内发展 是沈志颜被沈灵声 接去北城生活 那段时间结交的朋友 沈志颜沉默寡言 七桌完全不想与别人讲话 可偏偏两个人能玩到一起 但是韩清燕不一样 他性子就随意狂放 完全不按系统固定的那一套来 属于是凭借着一身天赋 为所欲为的 当初他一个人跑到国外 在大街上提着个画板就说 要给行人画画 结果由于成果太过抽象 被不少人追着打 就算后来跟着沈志颜回了国内 他也安分不下来 沈志颜还没想好 怎么设计半山别墅 他便毛遂自荐搬了进去 并且将所有空地 都开辟成了一行行的菜棋 也许是骨子里的种田基因 突然觉醒 却还要给自己找一个合理的理由 美名其约 修身养性 韩哥说 半山别墅里边的大白菜快成熟了 这几天 他得守着收菜 不能随便离开半山别墅 沈志颜 十二月的北城 温度比凌晨要低十几度 但是不同于江南那边潮湿的冷意 北城这边的冷是喧嚣无情的 迎面挂来的风都刀子式的往脸上割 白玉生紧了紧自己的衣服 顺便从背包里 掏出了自己在零下压根用不着的毛绒厚帽子 戴在脑袋上 用肿肥大的帽子 衬得他一张巴掌大的脸 更是小了几分 雪白毛绒点缀在他额头上 像一只刚从森林里窜出来的小雪雕 大雪 路旁的行道树多为落叶品种 早在降雪之前 枝干上的绿叶已然凋落殆尽 白雪与冰霜挂上枝头 这个季节的北城被纯白覆盖 好在人潮依旧汹涌 中和了几分萧条 对于一个从小在南方长绿树中包围众长大的白玉生 不管是第几次看到这样的场景 依旧会感到惊奇 道路上的雪被清理得差不多了 路边花坛上倒是还有不少积雪 他从口袋里抽出自己的手 冷风一沾 冻得他一阵色缩 他隆起一小团雪 刚落下的雪花松松软软 如果不压紧了完 捏在手上没一会儿就重新散成了一团 沈之言 斜靠在路边红绿灯杆子上 戴着手套 漫不经心刷着手机的男人 文言看了一眼一旁玩的 正起近的小姑娘 原本被他拉得好好的衣服领口 这会儿敞着风 脖梗上戴着的围巾也有些松散 女孩露在外面的双手与鼻尖被动得通红 但是 她本身却好像丝毫感受不到冷似的 依旧捏着雪团 笑得灿烂 嗯 她滴滴地应了一声 声音从口罩后面 传出来 闷得有些失真 路边走得麻木的上班族 路过这边的花坛 只听声音就知道 面前这位蹲在花坛边上的女孩 估计是从南方过来的 没怎么见过那么大的雪 她似乎已经对这种现象见怪不怪了 只是这一男一女 实在漂亮地 让人挪不开目光 那人拉了一把自己的口罩 多看了两人一眼 你说这么大的雪 真的有人会来看你的展吗 玩得有点久了 白玉生感到自己的双手已经完全不是自己的了 指尖动得有些发紫 血色集中到骨结处 她本来就白 红白一对比 显得这双手格外可怜 她哆嗦着手 也不管上面是不是还沾着雪水 直接往沈志颜的衣服口袋里塞 依旧好冷 沈志颜从袖子里面伸出手 也塞进了自己的口袋里 包裹住了白玉生 冻得跟冰块似的 还沾着水的手 她低垂着脑袋 打了个哈欠 看上去有些兴致缺缺 不知道 没人来就关门 打道回府 白玉生 这么随意的骂 她发现 沈志颜这个人 在各种程度上都很像猫 比如 她其实并不喜欢那么冷的天气 气温一降低 她就对任何事都提不起镜头来 整个人蔫巴拉的 和盘在自己猫窝里的董事长一个德性 就算在长三角一带的林夏 她也固执地 在梧桐院的每个房间 都安装上了地暖系统 必须得就算光脚踩在地上 都不会感到一丝 冷了她才能满意 原本展会的相关项目 书画排列顺序 以及当天的安排 都需要她本人亲自去监督讨论 但沈志颜实在懒得动身 直接将自己的权力让渡出去 让齐卓全程跟进 这样的沈志颜 愿意大冬天来北城开画展 本来就在白玉生意料之外 愿意陪她出来 玩雪 更是让她有些受宠若惊 过几天就是圣诞节了 白玉生看了一眼路边的店铺 虽说大家都喊着不过杨洁 但商铺的玻璃橱窗上 依旧贴了不少圣诞老人的张贴画 边上用着喷漆 花了不少花里胡哨的圣诞装饰 这还是头一次 在外面过圣诞节 白玉生塞在她口袋里的大拇指 微微动了一下 也许是感知到 沈志颜握着自己手的那一面 温度正在慢慢下降 她把自己的手翻了个面 去蹭沈志颜手背的温度 这么一折腾 衣服口袋漏了风 最后 两个人的手都凉了下来 沈志颜有些无奈地看着她 直接握紧了她的手 给人拽进了酒店里面 风雪被完全阻拦在外 暖气扑面而来 逐渐融化了粘在白玉生身上的散血 纯白的雪花变成了小水珠 渗入衣服布料里边 这会儿 正值办理入住与退房的高峰期 电梯那边人有点多 两个人在酒店大堂的休息区等了一会儿 沈志颜一只手握着白玉生的双手 另一只手抽出来 帮女孩胆掉了身上 还没有完全渗透的水珠 沈志颜 一道拖着调子的娇媚声线 自身后响起 白玉生冷了一下 抬头望了过去 来人裹得严严实实 却不像从衣柜里随便扯来就穿的敷衍 反而精致地连每一根头发丝 都翘着刻意的弧度 女人头上压着一顶鸭舌帽 纯黑口罩盖住了她大半张脸 长款的羽绒服搭在她身上 也不显得臃肿 下面是一双笔直纤细的小腿 虽然看上去只是一套随意的搭配 但仔细看了就能发现 她这一身都不便宜 就连口罩都是某个奢侈品牌 上个季度发售的新品 纵使是白玉生都叹为观止 毕竟沈志言之前就在北城生活过一段时间 有什么熟人并不让她觉得奇怪 看这身打扮 无非就是某个北城小公主 或者是哪位娱乐圈的当红女明星之类的 白玉生看了看对方的穿着 又看了看自己 有些幼稚的毛绒厚帽子 与一身小熊元素的羽绒服 她扯了扯嘴角 养着脑袋去看沈志言 没事 怎么说自己还是大学生呢 幼稚一点无可厚非 只见沈志言顺着声音来源看了过去 思索了一秒 对着来人焊了焊下巴 算是打了声招呼 接着继续帮白玉生拍掉 粘在她背后的水珠 裴小姐 白玉生愣张了一下 裴小姐 裴义 好久不见啊 沈志言 嗯 好久不见 没有一句多余的废话 白玉生一边被她拍着 一边觉得有些尴尬 所以呢 她应该要说话嘛 如果要说的话 她应该说些什么呢 完全不知道 她只好稳着自己的身子 对着裴义 养了一个不太好意思的笑容 你 裴义抬手 在沈志言与白玉生之间 来回群寻了一会儿 你带着徒弟来北城参加画展吗 徒弟 白玉生差点没做好自己的表情管理 给裴义翻了个白眼 您见过哪门的师父那么贴心 还能给徒弟拍雪的 不让徒弟帮自己拍雪都 已经算是好师父了 还不如说自己是沈志言 隐婚生的女儿呢 是女朋友 沈志言再一次检查了一遍白玉生身上 有没有其他被忽略掉的水滴 确定没有了之后 这才只起身 抱着自己的手臂 一开口就是纠正裴义的称呼 爽 不知道裴小姐这个时候 在这里干什么 看来女朋友三个字 并没有让裴义太过于惊讶 也许她早就意识到 白玉生与沈志言之间的关系不一般 刚刚那句徒弟 纯属只是为了隔音人罢了 新剧刚杀青 知道你要在北城办画展 我家住宅区 距离美术馆有点距离 所以找了个近的地方碰碰运气 还没想到真能碰到你 唉 唉 干什么呢 当着她的面 明晃晃对着自己男朋友示好 这么大一个人 站在这看不见是吗 叮 电梯门缓缓打开 等在门外的人 比起刚刚已经少了很多 但是前台那边办理入住的 依旧有不少人 如果错过了这一趟电梯 估计还得等上好一会儿 沈志言拉上白玉生的手 往前迈了两步 不好意思裴小姐 感谢您万忙之中 抽空参加我的画展 到时候在美术馆的迎宾处 招呼一声 我们给您准备了精美的礼品 声线平稳 没有任何波澜起伏 就好像是没有什么感情 公事公办的机械音 说的话也是如此 标准的就好像 是从百度上随便一搜得来的 沈志言 我觉得我们没有必要这样 裴翼抬起头来看她 虽然口罩挡住了她下半张脸 但露出的眼睛 依旧能够窥见 她独有一份的名念动人 她当初出道的时候 主打方向就是冷艳女神 一双微微上扬的桃花眼 由于保养得当的缘故 并没有普通人明显的红血丝 清透明亮 精致的眼妆 更在她原本就优越的底子上 放大了优势 别说是男人了 就连白玉生剑了 也不自主地被她吸引 即使说的话 听上去并不沾上风 但她说话的时候 依旧是高昂着脑袋 像一只高傲的白天鹅 很遗憾 在我们得回房间休息了 希望几天后的展会 不会让你感到失望 失陪 还没等陪役有所反应 趁着电梯门还没关 白玉生就被沈志炎 拽进了电梯里 前后一共也就一分钟不到 白玉生到这会儿 都没转过弯来 电梯里人有点多 白玉生最后一个上电梯 整个人快贴到电梯门处 静止倚靠的标签 就贴在她的脑袋后边 沈志炎一只手 须须地勾住她 将她往自己的方向 带了过来 她抬头看了一眼 静在咫尺的沈志炎的下巴 她会把自己打理得很干净 下巴上干干净净 没有胡茶 只有一层淡淡的青色痕迹 离得远了 根本看不到白玉生 没忍住 伸手去摸了一把 手感有些粗糙 指尖有点痒 这倒是与小猫不同 小猫的下巴毛也是柔软的 丁 四楼 到了 白玉生瞬间收回手 电梯门重新被打开 不是他们要去的楼层 后面骚动了一会儿 沈志炎白玉生 先往外面走出去了一些 让后面的人掀下去 电梯里少了不少人 在重新回到电梯中的时候 白玉生余光 瞄到了嵌在电梯后面的镜子 沈志炎微微低着脑袋 似笑非笑地看着她 白玉生 越往上 电梯里的乘客越来越少 他们住在酒店顶楼的套房 上了十几层楼之后 电梯里只有他们两个人 摸爽了 怎么不继续了 神探吧 你要不要听听看你在讲什么呀 白玉生指了指电梯顶上的监控 别 你是个公众人物 万一我们这一段传出去了怎么办 又不是明星 还不准自由恋爱了 说起明星 白玉生推了把沈志炎的肩 将两个人的距离拉开 话说 你为什么看上去对裴义敌意那么大 虽然沈志炎身边没有什么女人的身影 并不是对谁都是与对待裴义一样的 表面上看上去两个人来往还算密切 但实际上 沈志炎仅仅对他保持了最基本的社交礼貌 甚至可以说 有些不近人情了 要不是沈志炎之前明确说了 自己的感情状态 只有一段暗恋 白玉生真的会以为 他们也许是分手 并不太体面的前任关系 沈志炎垂着眼瞼 盯着女孩的脸看了一会儿 继而叹了口气 斟酌着开了口 我和他是高中同学关系 沈志炎被沈铃声接到北城去之后 也不是一天到晚放在老爷子跟前养着 还是得正常按照国内升学流程走 不过走的是艺术生方向 艺术生单独凑成一个班 这所学校本来就是国际合作高中 在里面读书的学生家庭也都非富即贵 甚至在北城不怎么流动的阶层环境下 他们彼此之间基本从小就互相认识 与他们之间的熟人相比 沈志炎就是一个突然闯入的外来者 沈铃声隐退十几二十年 国画画坛并不是一个平凡出现在大众面前的圈子 这帮小辈只偶尔从自己父母口中提到沈铃声这个名字 压根没有见过面 也没有了解过沈铃声的真正地位 沈行之纹繃荡荡之名在外 就算楚清烟执掌亲之科技大权 但毕竟不是北城圈子里面的人 再加上沈志炎本身就沉默寡言 没有什么主动与别人社交的意思 大家都是在自己家里捧着长大的公主少爷 并没有谁比谁珍贵这一说 因而也没有什么人愿意与沈志炎来往 除了云一白他们几个没心没肺的顽固小少爷之外 陪一也算一个 陪一原本走的是古典舞方向 因为其不俗的样貌与清冷的气质 早在初中那会儿就被经纪人挖去进了娱乐圈 凭借几部作品积攒了不少人气 算是半个童心 就算是在学校里也不缺乏同龄人对他的仰慕与喜欢 他确实有高傲的资本 沈志炎 你文宗比较好 你帮我看一下 这题怎么写吧 他特地饶了大半个教室 把试卷丢在了沈志炎的手边 上面是一道政治大题 没什么技术含量 找到关键词 直接将背过的知识点往上套就行 男生眼睛都没有抬 自顾自写着自己的题目 只丢出两个不咸不淡的字 背书 眼看着裴义跺着脚 气鼓鼓地回到了他自己的位置上 坐在前排的云翼白折了两声 两脚一翘 脑袋痒到了沈志炎的桌子上 哎沈哥 那可是裴义啊 当红小明星 换作是别人 每天都抢着 要和给他辅导题目 我看我们学校除了你以外 就没有第二个男生会选择拒绝他的 你是真沉得住气啊 你以为谁都像你似的 眼里只有美女 对于沈哥来说 最美的女朋友就是她藏在抽屉里的那几只宝贝毛笔 不要试图和事业批聊感情啊 彭霄两只手塞在桌板里面 跟着屏幕对面的人打情骂靠 抽空对了云翼白一句 你一个一天到晚只知道网恋的人懂什么 云翼白转了个身 趴在沈志炎的桌子上 沈哥 你真对裴义那姑娘没意思吗 多漂亮啊 人家之前可是高傲白天鹅 都不带搭地我们这群人的 咱们学校压根不必会早恋这件事 你不打算试试吗 沈志炎掀起眼皮 看了她一眼 抬手将她的脑袋 往自己桌子外面推了出去 没打算 你行李上 云翼白 沈志炎确实拒绝得很干脆 班里的众人都对他们两个 保持观望的态度 沈志炎性子孤僻 赌盘最高 也只压了三个月 大家都以为 最多三个月 要么裴义受不了沈志炎冷漠的态度 要么就是沈志炎招架不住裴义高调无畏的嗜好 败倒在她的石榴裙下 但所有人都低估了裴义的执着 所有人同时也低估了沈志炎的坚决 裴义甚至开始频繁出现在 沈志炎在北城的所有生活轨道上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 甚至与沈灵生老爷子打好了关系 一口一个爷爷换得亲密 但其实沈志炎自己也没有叫过沈灵生几次爷爷 他坐在北江别院的小花园里 一遍又一遍地画着一只神啾啾气昂昂的胖鹅 他不只是沈灵生的孙子 更是沈灵生最得意的弟子 18岁的沈志炎 已经拥有了自己独特的中国画风格 山河在他笔下浩荡 波涛踏江而来 松烟云矮一气呵成 但是总感觉这幅再简单不过的胖额图 缺了点什么 缺了点什么呢 爷爷 我最近新学了一段舞蹈 您要不要看看 哟 好啊 让我看看 意义最近练得怎么样了 前院传来女孩与老人的交流声 其乐融融 沈志炎突然觉得 自己真的挺寂寞的 就算比起临下的南西庭院 这边有细心教导自己的爷爷 也有了更好的创作环境 但他就是挺想念 每个在南西庭院那边 收拾着一地纸团的夜晚 虽然一强之隔的两个人 并没有说上话 但沈志炎并不觉得孤寂 自由的心跳热烈又肆意 就像夏季涨潮的夜晚 海浪喧嚣 冲刷着他这一座无名的孤岛 也不知道那么久不见了 以后自己再回去的时候 小姑娘还肯不肯记得自己 沈志炎 别话了 吃不吃瓜 我妈托人当天空运过来的 你尝尝看 陪意将一小份果盘摆在他的面前 打断了他的思绪 胖额兔的一个角落被果盘压住 他有些不满地抬头去看面前的女孩 作为一个修习艺术的人 沈志炎不得不承认陪意确实很美 很像是从敦煌壁画中飞跃而来的舞女 桃花眼永远是微微上扬的 眉目寒情 他盯着陪意的眼睛看了一会儿 再一次觉得世人确实要接受自己拥有不一样的审美 他还是喜欢躲在零下湿漉漉咽雨中的那双灵动俏皮的狗狗眼 事情发酵好像只是一瞬间的事情 国际合作高中并不强制性要求学生不能带手机 只要不打扰学生的正常学习 可余时间允许学生使用手机 沈志炎没什么需要联系的人 虽然他也会随身带着自己的手机 但是没什么正式基本不拿出来用 卧槽 沈志炎 你小子深藏不落啊 云一白原本坐在前面 蹬着脚翘着瞪脚当摇摇已玩 突然看到了手机里的什么消息 一时间脚没有踩牢 结结实实地在地上摔了一跤 你又搞什么 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 沈志炎对待自己这两个 前桌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 从原来懒得打理到现在 也能日常扮上几句嘴 云一白扶着沈志炎的桌子 先把自己护在怀里的手机递给沈志炎 然后自己再慢慢从地上爬起来 学校校园墙上面 发了你和裴依的事情 已经快进到建家长了 这是 沈志炎原本没打算看他的手机 文言笔尖一顿 抬头看了过去 一连九张糊的 够可以的照片 唯独放在正中间的那张照片 像是被人刻意修复过似的 十分清晰 照片里面的自己坐在庭院的石桌后 下巴微抬 裴依站在桌前 上身朝着自己微微倾斜 两手撑在石桌上 从拍照者的这个角度看 就好像两个人在望我亲吻文案 你们还在压他俩 谁拿得住谁呢 人家早就悄悄展开地下情了 底下的评论 在以不可思议的速度不断增加 卧槽 我的女神 我刚刚还在骂沈之言 有眼不识珠呢 冷落我女神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啊 该说不说 他们两个的言真的配我一脸 啊 我的高领之花男神 班里也有不少人发现了这条动态 不由自主地看向班里两个主角 裴依原本还在与别人聊天 注意到班里都安静了下来 他眨了眨眼睛 率先看向了沈之言 要是放在之前 这一言可能不会被过度解读出什么含义 但是这个时候 就完全不一样了 被信息误导的看客 下意识就会认为这是在突发情况下 女孩下意识寻求的保护 这是垂死他们 正在恋爱的罪证 沈之言抿了抿唇 眼里的神色冷了下来 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情了 裴依还没完全站起身来 班里就有人打起了 裴依沈之言 你俩这样子 可就没什么意思了呀 谈恋爱这件事 怎么不和我们说呢 你知道我们 亏了多少钱吗 是啊 不后道 我们可记住了呀 周末请吃饭 沈之言直接忽略了众人的声音 起身绕过大半个教室 站到了裴依的身前 哟 这就开始呼气了 他将云一白的手机屏幕 对着裴依 用着只有对方能听到的声音 轻声问了一句 你做的 虽然音量是柔和的 但说出口 却同冰渣子似的 刺得人生疼 裴依冷了一下 显然是对这样子的沈之言 有些不可置信 不过 他马上调整好自己的神态 弯着嘴角笑了一下 什么意思 他们都没几个人知道 沈灵声住在什么地方 更别说从这么近的距离 拍到这张照片 你觉得我什么意思 裴依沉默了一会儿 是不是误会了 这样做的对我也没有什么好处 甚至可能成为我未来职业道路上的不稳定因素 唉 我说你们这对小情侣 别说悄悄话啊 让我们也听听 这群人倒是看热闹不嫌失大 又开始瞎起哄 行了 我去和他们说 沈之言收起从云一白那边顺过来的手机 抬脚做事就要往讲台上走 沈之言 裴依拽住了他的衣袖 他站在了原地 等着裴依说下去 我下个月要进组拍戏 所以呢 导演是圈内的大腕 我是一番 如果能顺利拍完的话 我能有大好的前途 我人生中不能有污点 沈之言捶着脑袋 懒懒散散地靠着一边的桌子 站着所以澄清这件事情 不能你出面 让我来 男生直起身 抬着下巴 看向挂在教室门框上的时钟 大课间的时间即将过去 秒针走到了最后几秒 教室两边的窗户大敞着 穿堂而过的风 撩起他落在额前的碎发 显得脸部轮廓更加锋利 像一把不尽人情的刀 行 一天时间 给我处理干净 虽说沈之言给了陪毅整整一天的时间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 剧组提前开机了 陪毅连课都没有上完就被叫了出去 整个学期再也没有回来过 临出发之前 他隔着学校走廊窗口 与沈之言对视了一眼 一双明念的桃花眼中 此刻蓄满恳求 沈之言知道他的意思 是想让他再等一等 等他有空了 再去处理校园墙上 关于他们两个人的绯闻 他其实并不是一个 能够同情别人与别人共情的人 原本完全可以不用理会陪毅的请求 用自己的方式去解决这件事情 别人的人生和他有什么关系 又或者是自己完全不搭理这件事 将自己从这个泥潭中摘出去 只要后面他与陪毅保持疏离的社交距离 谣言自然不攻而破 完全没有必要将自己的精力 花在这些鸡毛蒜皮的琐事上 只是谣言而已 自己清清白白就行 陪毅进了剧组之后 阴性全无 切断了一切与外界的联络 他所谓的处理方式 不过是在还能拿到手机的时候 私信了校园墙的管理员 将上午发布的那条动态给删除了 除此之外 并没有额外的声明 两个当事人都没有出面 对这件事表态 所有人都默认了 他们正在谈恋爱这件事情 这段时间主动凑上来 与沈志言交好的人 也逐渐多了起来 大多数都是为了满足自己吃八卦的好奇心 哟 沈志言 女朋友有好长一段时间不在 你不会感到寂寞吧 他淡淡地扫了一眼对方 不是女朋友 对方摇头晃脑地转了一圈 撅着嘴巴 学着他的话重复了一边 啊是是是 不是女朋友 沈志言 就连沈铃声 也不知道从哪里得到了沈志言 正在与陪毅谈恋爱的消息 特地将自己的这位小辈 叫到了自己跟前 沈志言啊 听说你和小艺 点到极致 沈志言卷起自己的袖子 在书架上挑了一本自己没有研究过的古画轴 一手抱着卷轴 另一手卡着一打宣纸 从沈老爷子身边走了过去 我俩没关系 沈老爷子乐呵呵的 我看小艺这姑娘确实不错 你爷爷我这把年纪了 愿意来看 我的姑娘可不多 人家分明就是 冲着你来的 沈志言从笔架上选好了 这次要用的毛笔 那您可以让他以后别来了 态度已经很明确了 自己这宝贝孙子 是真的对人家姑娘没有意思 我寻思着 你这个年纪 也应该对小姑娘有点好感了 你爷爷 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 同村的玩伴早就抱孩子了 老爷子捏着自己的长柄烟斗 在摇椅上哼起了小曲 不知道是想到了什么 叫住了即将出门的男生 你从临下带来的东西 帮你整理到书架上边了 还有一箱子的废宣纸 这儿巴拉的 那些不是你画的吧 沈志颜脚步一顿 不是 沈铃声眯着眼睛 扎了一口烟 怪不得 你这是背着我收徒弟呢 是住在你隔壁那姑娘吗 老爷子这是头一次 见到自己的孙子 卸下了一身的刺 就连眼神都舒缓柔和了下来 嗯 沈志颜轻轻应了一声 他不确定老爷子能不能听到 但至少风听见了 他有些荒谬的希望风 能跨过千山万水 告诉林夏的那个小姑娘 他确实是有点想她了 从沈铃声的书房出来之后 他决定亲自去一趟陪艺的剧组 这是沈志颜给他最后的机会 要找到封闭式的剧组 确实需要花不少心思 但好在云一白的父母 在娱乐行业有不小的话语权 兜兜转转 倒也被他拿到了确切地址 好在近期整个剧组 还没有出发去影视城 依旧在北城为独剧本 拍摄场景内部进不去 两个人约在剧组外面的一家 小咖啡馆 陪艺没有想到 沈志颜会亲自找上门来 他看到沈志颜的时候 甚至有些恍惚 你怎么有空过来找我了 学校不用上课吗 沈志颜将彩蛋递给陪艺 自己什么都没有点 打算速战速决 请假了 我想和你谈谈 上次校园墙的事 笑容凝固在脸上 陪艺觉得自己的脸颊 有点发僵 我已经让他删了 这样也还不行吗 只是删了而已 你不能当这件事没有发生过 你也不能让所有看到 那条消息的人失忆 那你想让我怎么样 发声明 不想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发的话 你可以发给校园墙 毕竟是在学校里面发生的事情 我猜你也不想让这件事 让其他人知道 这已经算是沈志颜 对他说过最长的一段话了 但内容并不怎么友好 他抓着自己的衣角 觉得有些难堪 他可是陪艺 从小到大 被鲜花包围长大的陪艺 什么时候受过这种委屈 我现在 我现在没有手机 你要不然再等等 等我这部电影杀青 我一定 陪小姐 陪艺一愣 猛然抬头 朝沈志颜看去 拖久了对我们两个都不好 这一点你 也很清楚 我不想等了 我的手机可以借给你 今天 这件事必须解决干净 然后呢 白玉生去浴室里 拿了条白毛巾 轻轻擦拭着自己 被血水沾湿的发尾 房间里面的暖气 开得很足 他刚刚玩完雪的两只手 这会儿开始滚烫发热 连带着耳锤的温度 都有些失控 整个人像 刚从水里捞上来似的 粉白相见 沈志颜接过他手中的毛巾 帮着他慢慢擦着头发 没有然后了 他发了声明 这件事到此结束 白玉生垂着脑袋 沉默着捏着自己 发红发烫的指尖 无意识地把玩着 只有沈志颜知道 其实当时这件事情 远没有结束 裴翼接过沈志颜 递过来的手机 切换上自己的社交账号 我能用一下你的备忘录吗 随意 沈志颜端着自己面前的白开水 往咖啡馆的橱窗外面看了过去 这是沈志颜从临下离开在北城的第二年 冬去春来 行道树上挂着几株嫩牙 气温开始缓慢回升 原本待在家中取暖的人们 这会儿也愿意走出家门 在街上踩着松散的人行道石砖溜达 这边并不处于北城的商业中心 只能算是一个比较偏僻 并且正在逐渐被飞速发展时代 所遗忘的老式商业街 路上的行人 也没有如同市中心那样拥堵 在来往人群中间 他突然捕捉到了一个 不可能出现在这里的身影 沈志颜 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他有些不悦地拧起眉头 没有去看坐在自己对面的陪意 而是有些固执地 在人群中寻找刚刚看到的那幅身影 有点像白家那个小姑娘 你为什么就是不肯看我一眼呢 陪意抱着他的手机 屏幕上面显示着他的默认备忘录 内容却与他的声明没有任何关系 是沈志颜原先就存在里面的 备忘录里面还放着几张图片 内容只是他小时候随手写的日记 2007年12月24号 天气 情 今天是平安夜 妈妈依旧要忙公司里的事情 爸爸也没有回来 说是礼物都已经叫人放在客厅圣诞树下了 小胡阿姨说 今天有很多人给他送平安果 这几天的果盘 估计都是苹果 隔壁白叔叔家好热闹 他们说 今天是隔壁家小妹妹的生日 居然我也能分到一块蛋糕 我把圣诞树下的礼物分了一半 叫小胡阿姨送去隔壁 隔着一道墙 我都能听见他甜丝丝的嗓音 我想这个小孩今晚一定偷吃了很多糖 明天就该蛀牙了 2008年12月24号 天气 小雪 没有想到 今年的平安夜会下雪 虽然只是小雪 在地上积不起来 反而整个院子都是湿漉漉的 天气很冷 白玉生又过生日了 白叔叔与他的哥哥给他精心准备了生日派对 但是今年他看上去好悲伤 我依旧把自己圣诞树下的一半礼物给收拾了出来 想了想 又从自己那一堆里面选了几个适合女孩子的东西 还将爷爷送给我的那套毛笔一起打包进去 让小胡阿姨送了过去 但是我 没有听到他 喊着唐氏的一声 谢谢 隔壁的灯早早熄了 是因为苏阿姨不在了的缘故吗 下雪天真的好冷啊 2009年12月24日 天气 晴 今年是个暖冬 平安夜没有下雪 天气不错 院子里的梅花终于开了 小胡阿姨捡了几只画 插在了石桌上的花瓶里 白玉生又给我丢了乱七八糟的纸团 小时候就这样 长大了还是这样 这画的是什么呆头胖鸟 都快赶得上桌了 笨蛋 圣诞树底下的礼物越来越多了 我实在不明白 他们都不回来看我一眼 送那么多东西 又有什么意义 我看都没看 全部打包送给了白玉生 只是他还是不太愿意说话 啊 糟糕了 忘记里面还有一整套的五三了 挨明年 我再好好检查一遍圣诞礼物吧 2014年12月24日 天气 晴 不喜欢北城的冬天 太干净 太寂寞 不知道白玉生愿不愿意开口讲话 前几天路过一家店铺 看见了一只浑身雪白的毛绒小狗玩偶 这会儿 应该已经送到他家了 也不知道他喜不喜欢 好想回林夏 最近一条 还是前几个月 去年的平安夜记下的 整整七年的光阴 笔记从稚嫩 逐渐走向成熟 从原本的纸质笔记本 变成后来的手机被忘录 原本热烈的情感 也被逐渐收敛 从原本一个什么都会关心的男孩 变成了一心只有林夏 那个小姑娘的沈志妍 沈志妍收回视线 她并没有在橱窗外 找到自己想念的那个身影 也许实在是太累了 刚刚只是她出现的幻觉 她捏着自己的鼻梁 颇有些疲惫地揉了揉 眼中一片眷色 抱歉 我做不到 裴翼的指尖有些颤抖 关掉了沈志妍的那篇备忘录 重新开了一个文档 开始在屏幕上敲字 她毕竟从小就在娱乐圈的环境下长大 一份声明而已 怎么样写能将自己 干干净净地摘出去 不再有后顾之忧 怎么样写 表面上看起来语气诚恳 却暗藏玄机 在没有躺过娱乐圈浑水的沈志妍看来 不过就是一份普普通通 能让这个事情完美解决的声明罢了 她突然觉得自己 还挺好笑的 一个将自己封闭起来的小姑娘 能让沈志妍放在心中七年 但是自己 却要玩这种把戏 裴翼在屏幕上 输入了最后一个字 将手机还给了沈志妍 你看看 我这样写行吗 我是第一次写这样的声明 有要改的地方 我们现在说清楚吧 大家好 我是裴翼 前段时间在校园墙上 广泛传播的照片 是有人恶意借位拍摄 这件事与沈同学没有关系 请大家不要再随意揣测 我们之间的关系了 本来就不是一个多正经的东西 而且传播范围 也只限制在学校里面 沈志妍只要拿到一个结果 其他的并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 他的心本来就被刚刚纳到人影 搅得七上八下的 这会儿也没有心思与裴翼再耗下去了 行 你发吧 这件事就算结束了 这件事就算结束了 裴翼从他手中接过手机 将自己编辑好的内容 转发给校园墙 拜托校园墙以不匿名的形式 将这则建议的声明发到平台上 剧组不允许我在外面担得太久 我先回去了 他压根没有动手边的这杯咖啡 站起身勾了勾唇角 礼貌地向沈志妍告别 等这部戏拍完 高二也该结束了 我们该准备高考了吧 嗯 沈志妍站起身 秉着基本的礼貌 将裴翼送到咖啡馆门口 高考结束你打算去了 以你的能力 就算去国外的顶尖美术院校 也不成问题吧 临下美院 意料之中 临下美院啊 他仰起头 看见了挂在不远处枝干上的鸟窝 一个冬天过去 原本生活在上面的一家子小鸟 已经没有了踪影 但总该会回来的 裴翼叹了口气 那就祝你 得偿所愿 谁都知道 其实最后沈志妍并没有去呈临下美院 那则声明买下的恶果 最终在高考之前完全爆发 裴翼作为一番的那部剧大爆 他也确定了自己最终选择走的路线 不再按照他之前的规划 走古典舞的道路 而是打算考取影视演艺类院校 不说演技 光是这张精致的脸 就帮助他一夜之间涨分百万 几个月后 更是成为了千万粉丝级别的二线演员 网上对他的关注度不断提升 裴翼这两个字似乎就成为了众人的流量密码 原本只在校园墙中传播的东西 也被人扒了出来 挂到了微博上 惊 当红小花早恋曝光 有了第一个导火索 其他如狼似虎的营销后 闻着味道就赶了过来 舆情不断发酵 愈演愈烈 最后到了极难收拾的地步 2L 靠 该说不说 那男生光是看测脸 就一定是个绝世大帅哥呀 2L 热评你别什么垃圾都吃啊 你也不看看 后来裴翼发的声明 妥妥扎男一个呀 3L 没太听懂楼上的话 怎么看出来的 6L 还用看吗 虽然上面写着 与沈同学无关 只不定是被威胁着写的声明 5L 没必要这样过度解读吧 这不就是一份很正常的声明吗 裴翼也算是公众人物了 小心谨慎一点没什么的吧 6L 楼上你太天真了 你怎么不去看看 其他明星被造谣恋情的时候 是怎么发声明公关的 沈志言不怎么上网 等到余晴燃到他身上的时候 为时已晚 错过了最好的公关时期 高考推散着所有人往前看 距离6月 只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只要两个月 他就能回到林夏 回到南西庭院 回到白玉生的身边 就算那个时候 也许物是人非 但他会走出院子 重新捧着盛开的太阳花 走到他的面前 他还没有去找裴翼 倒是裴翼先找上了门 裴翼看上去精神状态不太好 几天没见 古兽行销 裴家是来谈联姻的 清知科技 已经在南方逐渐强盛 相反 裴家没有抓住当前的机遇 在北城的地位遗落千丈 裴家需要这个机会 沈老先生 隔着会客室的屏风 看了一眼 正在院子里 习化的沈之言 两个孩子都还小 这么早就商量联姻的事情 对两个孩子不公平吧 沈凌生一直在话谈深耕 退休之前 在国家美术协会任职 人老了走不动了 干脆就在北城定居 他并不是 不懂北城豪门家族圈子的那些破事 放在哪个圈子中都是如此 人总是要谋取更高利益的 而孙辈的幸福 也能成为一个 能够被度量的误解 他们马上高中毕业 已经不小了 大学毕业 也是一眨眼的事情 这次舆论闹得比较大 裴一只孩子整天 把自己关在家里不吃不喝 都觉得是他自己对不起沈之言 而且您之前 也不是挺喜欢这孩子的吗 这孩子哪都好 就是容易干傻事 我们都很担心他 裴一母亲说着说着 没忍住落下泪来 终究不是我能干涉的 你们得去问问孩子 要是他同意 我就没话说 您毕竟是他的爷爷 只要您应一声 沈铃声拄着拐杖 从木椅上站起身来 七十多的老人了 虽然精神依旧绝朔 但身体功能上的衰退 无可避免 我那不成器的儿子与儿媳 当年也是联姻 你觉得他们得到了什么 我这把老骨头 这会儿倒还算康健 再等个二十年 你觉得沈行之能像我一样 接纳他那无处可归的晚辈吗 你现在连自己的女儿 这些事情都处理不好了 我难不成指望你吗 他轻轻咳嗽了两声 转身看向了在一旁 紧灭着自己一摆的女孩 这姑娘的事情 拖太久 对我们都不好 现在我那孙子 成了重视之地 他现在尚且没有与外界 对抗的能力 我的打算是送他出国 等到他回来了 我们再谈这件事 不 不要这样 爷爷 裴一小跑了几步 拉住了沈灵声的衣摆 裴一 你怎么能那么莽撞 回来 裴父刚刚被沈灵声扶了面子 这会儿见着自己女儿这副样子 气不打一处 来你要是当时不整这些幺蛾子 至于闹到这个地步吗 还要我拉下脸过来 给你摆平事情 你 行了行了 孩子也不是故意的 在外面呢 你少说两句 裴一母亲拉着裴父 慢慢给他顺着气 最后这场闹剧 到底怎么收场 沈志言已经无暇顾及 等到所有人都散尽之后 他才抱着刚刚练好的画作 沉默地回到书房 按照以往任何一个平凡夜晚的样子 收拾着自己的书架 沈志言啊 一考已经过去了 没有必要花那么多时间在练习作画上 什么时间该干什么事情 你得拎清 沈老爷子依旧倚靠在自己的木椅上 瞇着眼睛抽着自己的长柄烟豆 沈志言将书架整理干净 走过去给老爷子倒了一杯茶 爷爷 我不会出国的 不是不想 而是不会 态度坚决 沈灵声瞎了一口茶 招呼着沈志言在自己面前坐下 你不怕 不怕 你是不怕 淋下白家那姑娘呢 沈志言顿了一下 有些不解 这些年 你都是一个人 没有人叫你遇到了这种事情 你该怎么做 也没有人叫你 怎么样顾全大局 连人家陪一这样的姑娘 都能摆你一道 你不知道 这样的事情 会带来怎么样的连锁效应 你确实不怕这件事情 发酵到如今以后 别人会怎么看你 那和你在一起的白家姑娘怎么办 人家清清白白 没有理由要和你一起 共同面对 这平白无故的脏水 沈灵声摸着自己座椅的把手 仔仔细细端向了一番 自己的这位孙子 时光荏苒 当初就这么点大的孩子 这会儿也抽条张开了 长身鹤立 眉眼周正 棱角锐利 不像沈行之 也不像楚青烟 他叫沈志言啊 你先回房间休息吧 这件事不着急 高考之后再说 等你想清楚了 如果你执意留在国内 我也尊重你的想法 沈灵声慢悠悠地 从座位上站起身 哼唱着小曲儿 往书房门外走去 完了一整天 白玉生多少也有点累了 他整个人缩在被窝里 懒洋洋地打了个哈欠 后面这些事情 沈志言没有与他说 两个人只是坐在床上 聊了其他一些有的没的 眼看白玉生眯着眼睛 下一秒就要睡着 沈志言从床上起来 闷灭了房间顶上的那盏大灯 只留了墙壁上的两盏 亮着微光的床头小灯 睡吧 他俯身 在败鱼神额头上 印下一枚轻柔的吻 可是我还没 还没洗澡 白玉生困得连话都说不清楚了 但还是得保持 自己爱干净的小仙女形象 沈志言只觉得有几分好笑 那怎么办 小姑娘揉了揉自己的眼睛 强迫自己重新启动 开始在床上撒泼 沈志言你混蛋 男人靠着墙脚松松垮垮地站着 嘴角挂着一个吊儿郎当的笑 语气颇有些无奈 我怎么了 白玉生的气势弱了下来 把脑袋埋在被窝里面 小声嘀咕着 凭什么开两间房 你是不是嫌弃我 沈志言将改在女孩脸蛋上的被子 给扒拉了下来 捞着她的脑袋凑上去啄吻了一口 是 确实嫌弃 你这支连澡都不洗的小猪 白玉生 你起开 我要起床 干什么 洗澡 大雪飘扬了一整天 在凌晨悄悄退场 第二天是个大晴天 温度依然很冷 背光的阴影处 积雪依然厚重 美术馆那边已经进入了收尾工作 这么大冷天 再加上道路湿滑 不确定因素较多 沈志言决定一切从简 原本在展馆外进行的活动 全都搬到了展馆的一楼 她本来就不怎么按照标准流程来办展览 按照其他美术画展的流程来的话 还需要向各大报社媒体 递发邀请函 展馆外面 还需要陈设红毯 但沈志言 原本就简化了不少流程 再加上所有活动 都被搬到展会内举办 就意味着 完全没有文风而来的媒体记者的席位 虽然已经过去了几年 甚至记者媒体都已经换了不止一批 但互联网依旧有记忆 沈志言回国这件事情 闹得沸沸扬扬 头上顶着天才国画家的名号 在国内的第一场画展 本来就已经足够引人注目 再加上他 这张惊为天人的脸 就自带话题热度 一些陈年往事被重新翻起 虽然目前在网上并没有掀起多大的波澜 但他这块肉 实在已经足够吸引人 就算能拍到一个侧脸 都能拿回去当头条用 显然沈志言这个举措 让许多蹲守在美术馆门外的记者 都有些不满 但又似乎完全不能 将这种行为定性为百大老架子 毕竟没有谁不希望自己的热度 能再高一点 他这样做 反而能挣得一个淡泊名利的好名声 白玉生脑袋上 依旧戴着他之前 那顶厚毛绒帽子 宽大的羽绒服外套 将他整个人都包裹在其中 就像一个笨拙的吉地202 他余光瞄到了早早停在边上的 报社外警专用车 将自己的口罩往上面拉了拉 遮住了自己的大半张脸 沈志言 我的话你打算挂 他小跑了几步 追上阔步 走在自己前面的男人 虽然已经避开了外面那群扛着掌 枪短炮的记者 但他还是下意识 与沈志言保持了一小段的距离 尽量让自己看上去 就像沈志言身边平平无奇的助理一样 沈志言偏了偏脑袋 将展会的路线图与宣传册 丢到了他的手中 自己看 美术展馆分为四层 最上面一层 是美术馆办公区域 平时不对外开放 能够租赁给外界举办展会的 只有楼下三层 再加上因为天气的原因 一楼的部分原定展区 也往上折叠 真正能放话的 其实也就只有二三两层宣传册 是今天紧赶漫赶印刷出来 重新摆放到宣传架上的 二三层各有一个开放区域 二楼那一部分 开设了一个趣味国画体验区 笔墨指宴准备妥当 开展的这三天时间 每天有两个时间段 沈志言会在那个地方 开一小时的兴趣入门客 三楼的开放区域是休息区 甚至休息区的所有食用产品 都是沈志言自掏腰包采购的 怎么说呢 作为一个没有门槛的画展来说 实在有些精致了 这都不能用淡泊名利 来夸耀沈志言了 这简直就是明晃晃的 老子不在乎 白玉生在路线图手册上 找了一会儿 沿着每个墙壁 走向把角落里的几个位置 给找了不下三遍 依旧没有找到自己的画作 沈志言 你把我藏胆了 走在前面的男人脚步一顿 对他问的这个问题 表示颇有些奇怪 这不是在这儿吗 不是 我是说我的话 哦 二楼正中间 沈志言即将要去与美术馆的工作人员 洽谈展会当天的相关事宜 偏了偏脑袋 大概确认了他手中的路线图 伸出手在路线图的正中间点了一下 白玉生愣证了一会儿 他想过沈志言 最多也就把他的画摆在侧边墙体的显眼位置 但是压根没想到 会是这么中心 基本上每个走上二楼的人第一眼都能看到 这幅笔触上显拙劣的西山图 不是 你怎么把我挂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印错了 这不是砸你招牌吗 两个人一路拉扯着 他倒是没有注意到 他们面前站着的那几个人 这会儿抬头看见前面几个脸上 挂着如同复制粘贴出来的职业性假笑脸的时候 他瞬间待在了原地 沈先生 这位是 为首的那个人斟酌了一会儿 他们在来之前就商量好了 这次在外面 绝对不能暴露他们两个人的关系 陪一那边实在是个意外 这会儿怎么都不能出错了 白玉生扯了扯他的衣角 我是沈先生的助理 她是我的妹妹 白玉生 沈志言 他们俩互相对视了一眼 眼中颇有些无语 她是我隔壁家的妹妹 刚好也是学国化专业的 现在在我身边担任助理 小孩嘛 混个实习证明 毕竟 能到国家级别的美术馆就任 自然是职场人精 为首的男人了然地笑了两声 将沈志言与白玉生 请入了会客室 在进门之前 沈志言拿过白玉生手上的那份路线图 看了一眼 没有搞错 就是在这 我这次画的真的有那么好吗 哦 那倒不是这个原因 好像是怕白玉生理解不了似的 沈志言又在后面补了一句 这不是对着体验区吗 方便拿来做错误示范 白玉生 好啊 就单纯把我当作反面教材是吧 白玉生气鼓鼓的 也不想在会客室待下去了 趁着这会儿 展馆还没有对外开放 他先跑出去 把整个展子逛了一圈 反正他来这边的本来目的 就不是配沈志言谈话展相关事宜的 专业的事情 还是得交给专业的人来干 会客室的门被慢慢关上 等到确定 白玉生不在会客室附近了 刚刚走去倒水的展会负责人 端着水杯走了过来 沈先生 您这个小助手 倒还挺活泼的呀 我还是头一次 见到有人的助理 把老板给丢下谈事情 自己溜出去玩的 这年头在外面这样活泼 纯粹的小姑娘 倒是不多见了 我家那闺女 叫她来美术馆帮着干活 张口闭口就是弹条件 就算真的来了 也一副半死不活的样子 看着人就来气 沈志言两手在桌上交叠 捏着水笔 在指尖转了一圈 文言勾了勾唇角 神色柔和了不少 确实 这样纯粹的小姑娘 已经不多见了 啊 不说其他的了 我们先来讨论一下 后面几天的安排 也不是什么要紧事 之前都已经与 齐桌先生对接好了 就只有个别需要 您亲自过目的 您看看 美术馆没有开灯 只有每个展台部分 亮着一道道的微弱光线 毕竟是国家级别的美术馆 光是一层楼能展出的东西 就已经不在少数 可沈志言 却是硬生生塞满了两层 从二楼展区到三楼展区 不知道是他忙活了多少个日月 才积攒出来的成就 白玉生打着手电筒 从第二层的起点开始看齐 这次画展的陈列 并没有多少花心思 完全按照他绘画生涯的时间 久远来排 对此 沈志言并不担心 早期的画笔法 太过拙恋 用他的话来说就是 这辈子没有画过丑东西 整个美术馆 就好像一本属于他的编年史 展出的不仅仅只是他的画 还有之前那些 不为任何人知道的过去 虽然沈志言 是以写一山水画走红的 但似乎早期的他 并不是很在意 琢磨山水画的笔法与用墨 而是着眼于一些小动物 白玉生对着自己手上的路线图 沿着美术馆的走廊 慢慢逛着 出现频率最高的 就是大胖鹅 和一只用太白点缀的雪白小狗 三花小猫 居于后卫 亮相的次数也不少 虽说国画讲究的是一个意境 但是对于当时只有十几岁 甚至只有几岁的沈志言来说 能将笔触练得如此扎实 已经是十分难得 毕竟不能站在成年人的视角去 过于苛求一个孩子能有独属他自己的 对于自然万物的看法 这三只动物跨越了沈志言 从几岁到如今二十六岁的绘画生涯 怪不得上次教他画鹅的时候 信手拈来 就好想完全不用 在脑中够私似的 每落下的一笔 都在塑造一只鲜活的大白鹅 原来是熟能生巧 不过也不知道是不是白玉生的错觉 他总感觉 那只雪白的毛绒小狗的神态十分熟悉 旁边那只只会窝在猫窝里面 睡觉的三花猫也眼熟得很 三花猫眼熟倒是有正当理由 有可能是因为和董事长玩了大半年的时间 这会儿看任何一只三花猫 都觉得像急了家里的那只 但是这个小狗吗 白玉生想到了 在沈志言回国后 两个人重新认识的那段时间 他总喜欢对着自己 招手喊小狗 总不会是因为这个原因吧 他晃了晃脑袋 打着手电继续往里面走 卷轴较长的 还有一些知名度较高的大尺寸画作白玉生 基本都在课堂上或者私底下研究过 再加上这段时间 他一直在盲沈志言绘画风格这个论文 基本上把能研究的内容都研究了个遍 暂时按照他的审美功力 那些大制作已经对他失去了吸引力 女孩沿着比较偏僻的墙角 继续往前走 时间轴慢慢推移 越往里面深入 白玉生便越发安静了下来 08年之后的沈志言 基本没有画什么大场面 更别说像他如今这种气势磅礴的山河湖海 三尺陡方的画作占了大头 甚至每幅画的内容都大同小异 在旁人看来 这段时间就好像是沈志言把自己关起来了一遍又一遍地练习着同样的内容 极致追求笔法基本功 刻板地训练着自己的空笔能力 但只有白玉生知道 这并不是因为沈志言把他自己关起来了 而是他把自己关起来了 每一张三尺陡方都不过是他在不厌其烦 一遍又一遍扣机着束缚着他的检房 白玉生逛完了整个二楼 心情有些微妙 一方面是没想到那么多年过去了 沈志言还把这些话给留着 另一方面是惊奇沈志言居然还肯将他们拿出来展览 要知道让他回过头去看自己去年画的话 他都感到一阵羞耻 毕竟自己在不断进步 看到之前那些别角的笔法用墨 在回想起当时画完这些东西之后 沾沾自喜的心情 他只想当场给自己来上一拳 他从西边的楼梯往下走 美术馆一楼有不少维修工人 在搭建明天会用到的千道面板以及简易舞台 还有几个刚刚打过照面的美术馆工作人员在一旁只会操作 沈志言他们还没有下来 外面积雪融化的差不多了 天气预报中显示 明天依旧会是一个晴天 估计门口因为积雪融化而凝结成冰霜的打滑道路 明天也能完全晒干了 毕竟是沈志言在国内举办的第一次个人画展 虽然他本人看上去没什么所谓 但白玉生却把明天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明天不只是画展开放的第一天 还是他的22岁生日 自从八岁之后他就没有了生日愿望这个概念 甚至对每年的生日宴都提不起多少兴趣 不过今年不知道为什么 他竟然开始有些隐隐期待起来 像一个怀春的少女一般 如果生日时许下的愿望真的能应验 他希望明天万事安好 等到展会结束之后 他可以安安静静地躺在沈志言的怀里 再听她叙叙叨叨地说着有关于他高中的故事 就算沈志言不知道明天就是自己的生日也没有关系 他们有一个晚上的时间 他可以慢慢告诉他 他也可以和他分享自己之前的故事 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画作藏品的损害 美术馆里面的暖气保持在一定的温度范围内 属于是穿着脱了外面那层外套 不会太热 但也不会让人感觉到冷的状态 外面阳光不错 但远处不断摇晃的枝干 在喧嚣着北城冬季肆意的狂风 白玉生贴在玻璃上 往外面望去 这个方向望过去 是美术馆的后门 不像前门一样修建的气势辉弘 后门反而被林木遮盖 只留有中间偶尔穿过的鹅卵石小路 连接着后面的建筑 这会儿 一般没什么人进来 再加上光线缘故 在后门的地方能拍到的照片 都是眼中曝光 或者逆光到压根 看不清人脸的废照 没有人愿意 扛着笨重的设备 蹲在这个地方 一缕淡烟 从后边一边的楼梯拐角 慢慢飘散 舒然闯入白玉生的眼中 裴一单手夹着一支女士烟 就算穿着羽绒服 也能感受到 那份脆弱与鲜薄的脊背 轻轻抵在墙上 也许是意识到了白玉生的目光 他偏过头 红唇微微勾起 抬着两只手 捏着烟 做了个敬酒的动作 说实话 裴一确实美得不可方物 同样身为女人的白玉生 这会儿也有些失神 裴一指尖轻点 烟头处的灰烬扑速速落下 被丝明的北风 卷斜着吹向了远方 红唇轻起 隔着玻璃门 与呜呜作响的风鸣 白玉生几乎一点声音 都听不见 他盯着那张一开一盒的嘴 大概读懂了他的意思 他说的是 要不要喝杯咖啡 冬天的太阳 总是沉默得特别早 等到沈志颜与美术馆负责人 聊完详细的方案 从会客室出来之后 才发现 外面的走廊 已经完全黑了 亮着荧光绿的紧急出口灯牌 在黑暗中 闪着诡异的光 渲染了整条走廊 幽暗深邃的氛围 好像忘不到头似的 啪 走廊的灯被完全打开 灯火瞬间明亮 沈志颜这才发现 这边的走廊 也不过十几米的长度 并没有刚刚看上去的 那么唬人 冬季限电 再加上一班这个时候 四楼的工作人员 都已经下班了 没有人会特意去 开走廊上的灯 负责人手上 拎着一大串钥匙 正在一间间 检查着第四层 办公区域房间 是否上锁 沈志颜点了点头 视线落到了窗外 没有要下雪的痕迹 这边地理位置比较偏僻 再加上这块房方圆几公里 都是美术馆的规划区域 城市的灯光在这里隐匿 只有远处几家双层店铺 亮着微弱的光 白玉生好像还没有回来 估计又跑哪里玩去了 也不知道衣服有没有穿好 他站在走廊尽头的窗前 摸出自己的手机 给白玉生飞去一个电话 沈先生 四楼的走廊大门我要关了 您还不走吗 男人的视线从窗外收回来 盯着负责人看了一会儿 耳边的电话显示为盲音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通 请稍后再拨 就算陪一提出 一起去喝杯咖啡 但是目前以他的咖位 根本不可能和白玉生一起 就像两个普通人一样 沿着街道慢悠悠地晃过去 北城的大风也不允许 他带着白玉生 绕过七拐八弯的鹅卵石小路 在一个比较隐秘的小巷子前停了下来 里面停着一辆低奢商务保姆车 等到裴一一只脚 已经迈上了商务保姆车的车门 这才发现 小姑娘还待在原地 裴一这个人不傻 光用小指想想 就能明白白玉生这会儿在犹豫什么 他有些自嘲地笑了一声 上来吧 现在是法治社会 我不会对你怎么样 伤害你 对我没有任何好处 我的心徒一帆风顺 没必要 只是喝一杯咖啡 喝完就把你完完整整 平平安安地送回来 真的只是喝一杯咖啡吗 白玉生抬头望过去 眼底倒是没有裴一 意料之中的恐惧不安 倒是平静得有些唬人 你说呢 那你得快点把我送回来 他找不到人 你知道会怎么样的 裴一已经在自己的位置上坐好了 他整理了一番自己的衣摆 文言有些轻蔑地看了过来 神色冰冷 于北城这会儿 零下的温度有过之而无不及 少拿他来威胁我 早八百年前就不管用了 你实在信任不过我 我们就在这里谈 白玉生捏了捏自己的手指 往前迈了几步 行 保姆车的自动门在身后缓缓关上 太阳西斜 日光逐渐落幕 贴了一层防窥黑膜的保姆车车厢 瞬间暗了下来 甚至连看清对方的神色都有些困难 明天是12月24号 是你的生日 裴一率先打开了一个话题 他刚刚抽过烟 走了这么几步路下来 身上的烟味已经被风稀释了大半 女士烟本来烟味就不中 剩下的就只有淡淡的烟草香 不难闻 但是白玉生不喜欢 嗯 你怎么知道 座椅对面轻轻笑了一声 早就知道了 那年 你是不是在北城 白玉生这边有好一会儿没有说话 沈志言高二那年 你来过北城 这回不是问句 而是带有十足把握的陈述句 是 当时沈志言看到的身影 确实是白玉生没有错 他高二那年 白玉生才刚刚上初中 没有守到隔壁那盏灯 再一次亮起的白玉生 混沌在黑暗之中 就连在白鸿鸣与白硕形面前 都不像之前一样 伪装成一副乐观开朗的样子 他将自己束缚得更紧 直到日理万机的白鸿鸣 也发现了自己这个小女儿的不对劲 他开始将白玉生寸步步离 带在自己身边照顾着 辗转了几家医院 给出的诊断结果完全一致 虽然没有抑郁倾向 但是母亲去世 缺少家人陪伴的心理创伤 还是对她的生理功能造成了部分损害 不喜欢说话 对任何事情提不起劲等等 都可以算是临床表现之一 但毕竟不是抑郁症 医生并不建议 采取药物干涉的治疗方案 只是说 带着他出门接触一下社会 循序渐进 先从人少的地方开始训练 那段时间 白氏集团正在准备在北城 设立分公司新职 虽然他将白玉生带到了身边 但依旧没有多少时间陪着他 只好把助理手上的活都揽了过来 让自己的助理 带白玉生出门走走 人少的地方 助理有些为难 北城作为超一线城市 最不缺少的就是人群 不管到哪 基本都前脚 拄着后脚走 除非去偏一点的成交 白小姐 今天天气不错 我听说成交商业街那边 在筹拍一部新剧 要不要我带你去看看 白玉生实在对任何东西都提不起兴趣 去哪都好 谁带他出门都无所谓 如同助理想象的 成交的人确实不多 但是要遇到几个和白玉生同龄的小孩 实在有些困难 除非自家老板的宝贝女儿 并不在意和老头老太 一起唱小曲下棋 筹拍新戏的地方被拉了警戒线 剧组还没有开始拍摄 只是用几个大棚 粗略地搭了一个 攻击大家唯独剧本的空间 助理看了一眼 站在自己身边的白玉生 心里有些发怒 老板的女儿 本来就闷闷不乐不爱说话 在这真的不会感到更加无聊吗 那她的奖金 只见白玉生盯着拍摄场地边上 不远处的小咖啡馆 看得出神 助理也抬眼望去 只是一家平平无奇的咖啡馆 透过橱窗 倒是可以看到 里面的装潢确实不错 明显走的是往洪峰的路线 比起里面的装潢 更亮眼的是 坐在床边的一男一女 女生青春柔媚 男生干净阳光 男帅女美 助手嘖嘖了两声 私存着里面的那些笨重拍摄机器 应该挂到这家咖啡馆前来 这不是一场现成的青春校园偶像剧吗 她再一次看向了 站在自己身边的小女孩 也不知道 她是对这家咖啡馆感兴趣 还是对坐在咖啡馆里面的人感兴趣 只听见她终于开口说了 今天的第一句话 葛叔叔 逛累了 我们回去吧 嗡嗡 白玉生握在手上的手机 在黑暗的空间里微微发亮 车厢内没有开灯 再加上巷子里本来就暗 只有前面 汽车仪表盘上面的相关数值 亮着隐隐点点点的光 旁边传来一阵兮兮素素的声音 裴翼似乎是换了一个坐姿 整个人仰在椅背上 他抬手 颇有些疲倦地揉了揉自己的太阳穴 听到白玉生那边的动静 有些不解地 转头看了过来 沈志言打来的 你不接电话吗 白玉生捏着自己的手机 掐断了电话铃声 我有点事情想问你 裴翼有些意外 他扬起眉骨 柳叶眉像一弯锐利的刀锋 显得他整个人在冷艳的基础上 多了几分凌厉的眉感 像沾了血的玫瑰 瑰丽地动人心魄 留给你我的时间不多了 带你出来的手法并不高明 我懒得背上一个随便拐卖小孩的锅 算是同意了 白玉生给沈志言回了一条安抚性的消息 继而将手机开了静音 背面朝上 光线完全暗了下来 他只能通过前面微弱的光电 去看坐在自己身旁的女人 裴翼这些年在娱乐圈可以说是混得风生水起 甚至与如今快时代的娱乐圈流量捧人方式完全不同 他是扎扎实实靠实力说话 毕竟是童星出身在以前就积攒了不少的国民人气 接的几本剧本步步爆火 成为娱乐圈中独一支的十丽小花 人气顶尖口碑也是一流 确实如同他说的 他的心图一片坦荡 只是搭在车框上的手腕实在受得让人有些心疼 惨白的光打过来行销四股 似乎表面的光鲜亮丽之下 只是一个行将旧目的苟延残喘之身 我想知道 当年沈志颜为什么要出国 白玉生盯着他突出的饶骨 轻轻丢出了这个问题 裴一直起了脑袋 有些勉强地弯了弯嘴角 我猜你之前误以为我与沈志颜曾经在一起过的时候 应该不会考虑这个问题 女孩没有说话 也算是变相的默认了 这样看 沈志颜真的将你保护得很好 其实他出国的原因很简单 当时摆在他面前 一共也只有两条道路 要么与我联姻 要么出国 裴翼欲言又止地 看了白玉生一眼 其实还有第三条道路 但他不得不承认 就算自己如今 站到了娱乐圈顶尖的位置 但他仍旧不可免俗 他依旧 还在嫉妒白玉生 沈志颜宁愿将自己一个人放逐到国外 也要保护他亲爱的女孩 不受任何伤害 反倒是自己 就算当时将自己那么多年的骄傲 硬生生折断 血 灵 灵的丢在他面前 他也不肯多看自己一眼 你别忘了 今天是我请你过来的 我还没说话呢 你倒是先问了我一顿 啊 那你说 裴翼有些无言以对 白玉生真的就像一朵在温室里 娇养长大的花 纯粹又干净 一双圆溜溜的狗狗眼里面 闪着灵动的光芒 鲜活且热烈 丝毫看不出 他曾经经历过严重的心理创伤 他甚至可能都不会有如同 自己那般歹毒的极度之情 在与自己面对面的时候 也不带任何卑劣的负面情感 只是将自己 作为一个窥探 沈志颜过去的投影仪 就好像拳头砸在棉花上 被轻柔地卸去了一切力量 让人对他 没有任何办法 裴翼有些气气馁 他宁愿在这车上 与白玉生互相扯着头花 两个人为了一个男人 打得鱼死网破 也不愿意看到这样纯粹的眼神 搞什么 显得自己 就像一个十足十的恶人 裴家依旧没有放弃与沈家联姻 这样 你也不介意吗 裴翼有些手痒 他下意识 想去摸车坐前面的烟盒 只听见白玉生 脆声声的嗓音 从边上传来 联姻又怎么了 我和沈志颜 还订过娃娃亲呢 要这样算来 是我比较早 他刚伸出去的手一愣 有些恍惚地 偏头看向了白玉生 窗外风声呼啸 但裴翼却感觉在这一瞬间 他回到了那个兵荒马乱的夏天 他躲在门廊后 听见了沈志颜 与沈灵声的对话 与裴家的联姻你 确定不考虑了 少年长身玉立 挺拔的身姿 像立在悬崖之上的松柏 清冷俊秀 对于裴翼来说 却是遥不可及的心火 联姻而已 我已经和白家那女孩 订过娃娃亲呢 算来 是他比较早 裴翼收回自己逐渐飘散的思绪 算算时间 沈志颜差不多也能找到这里了 就算当时发生的那一系列事情 都是我一手造成 你也不记恨我吗 白玉生摇了摇脑袋 虽然我对你们之前发生的事情不太了解 但我只是觉得 我们没有必要这样 你是意义生辉的大明星 你的人生不需要为任何人驻足 我也是 他抬头看向了车窗外面 小巷子的两边都用高墙围砌 从这个方位看出去 只能看到一面斑驳的墙 但是白玉生丝毫不在意 他大概指着国家美术馆主管区的方向 看到了吗 那个地方 总有一天 我的名字要和沈志颜并肩 所以呢 你是在劝我放手吗 裴翼哑然失笑 可是谁都有资格和我说这些话 唯独你没有 裴翼点亮自己的手机 时间明明才刚到晚上六点钟 可外面的天色早已经擦黑 远处亮起星星点点的手电光亮 他们已经找过来了 他同时在自己车座后面摸到了那盒女士烟 抬手将左边的电动门打开 走吧 虽然我暂时还不能够释怀 不过还是祝愿你 得偿所愿 白玉生在返回美术馆后门的鹅卵石小路上 与沈志颜碰上面的 他看上去 脸色并不是很好 薄唇紧敏 嘴角微微下沉 整张脸都拉了下来 浓晕密不久等了 我都说了 我会自己回去的 怎么出来找我了 他放软了语气 小心试探着 去够沈志颜的袖口 美术馆负责人员 在后面打着手电 生怕这里 有哪一块地没有铺设平整 又或者是 前面哪里没有被光照亮 让这位国画界的新秀 在他们这出来什么意外 北城临下的天气 他的脑门上硬是冒了一层浅浅的汗 心里盘算着 以后是不是要向上头批准 在后门加装几盏路灯 或者地灯 不过他这十多年的职业生涯中 倒没有碰到过助理丢了 老板火急火燎跑出去找人的 要不是沈志颜之前说了 他们是兄妹关系 他还真得怀疑点什么 沈志颜先是捏了一把白玉生的脸蛋 上上下下仔细打量了女孩身上的衣服扣子 是不是扣好了 身上有没有什么受伤的痕迹 检查了一番 确定白玉生并没有什么大碍 这才重新站起身 双手插在兜里 捶着眼皮腻着他 让你往外面跑了吗 一 白玉生缩了缩脑袋 看上去好凶 怎么和白硕行一个德行 我都这么大个人了 还能跑哪去 他嘟嘟浓浓的 像一只明确知道自己做错事的小狗 捶着脑袋搭拉着耳朵 连尾巴都卷了起来 负责人兢兢业业的站在一旁 给两个人打着手电 是不是出来说两句好话 当得合适了 不愧是兄妹关系 感情就是好啊 不过他也不明白 为什么当自己说完这句话之后 白玉生与沈志言都转过头 有些一言难尽地看着他 他又开始思索 自己刚刚是不是说错话了 兄妹关系 感情好 没啥问题啊 林家妹妹不是妹妹吗 不过下一秒 他差一点没有拿稳 自己手上的手电筒 光束在空中颤抖了一下 两道影子互相靠近 沈志言牵住了白玉生的下巴 用单手大拇指勾落 挂在他耳朵上的口罩 俯身凑上去吻了一下 不像之前浅尝折指的着吻 这次带了几分痕劲 闲住了女孩的下嘴唇 重重地咬了一下 嗯 疼 美术馆负责人 不是 这真的是他能看能知道的事情吗 所以现在怎么办 他是要继续给他们打着光呢 还是把手电筒给关了 不过好在这两个人 并没有要在外面多倾下去的打算 一触即分 沈志言转过身的时候 刚好对上了负责人慌乱的眼神 不用猜也知道 他指不定已经开始胡乱猜测了 他牵着白玉生的手 往前走了两步 负责人埋着头 有些不大 敢看这尊大神 但没想到 因为自己视线下移 倒是看到了跟在身后的小姑娘 嗯 口罩没有被挂回去 嘴唇上好像沾了一点青透的红痕 好像是一株凝固的血株 靠 这个更不能看 不能看不能看 他干脆把脑袋给别了过去 手电筒折了一个方向 将人往美术馆正大门的方向 应等到他终于把沈志言与白玉生送到了他们的专用车边上 这才暗自松了一口气 扯了两句道别的词 脸上又挂上了标志性的职业微笑 车门关上 一天的工作就要结束了 他单手自然垂落在身侧 另一只手缓缓挥动 向站机场即将起飞飞机后的拜拜员 刚开出去没多远的汽车 再一次亮起了汽车尾灯 车窗缓缓降下 露出沈志言棱角锐利的侧脸 他一只手搭在膝盖上 另一只手隐没在黑暗中 不知道放在什么地方 负责人没敢仔细盯着坐在里面的人看 只是小跑着站到了车门边上 沈先生 您还有什么事 沈志言偏头看了他一眼 不知道是不是负责人看走眼了 他脱了外套扯着领子 随意懒散的样子 颇有一分玩世不恭的淫泥味道 和刚刚在里面与自己谈论展会流程的沈大画家 看上去完全不是同一个人 等到车辆开出美术馆的周边范围 高楼才渐渐出现在车窗外 城市像是瞬间苏醒了过来 只是光有灯火 路上没有遇见几个行人 北城的冬夜 还是显得有些不近人情 白玉生仰靠在车座后背上 漫无目的地看着窗外一闪而过的光影 车内没有放音乐 只有空调风摩擦过枫叶 嗡嗡作响 挺舒服的 要是沈志妍的手不搁在他腰后就好了 沈志妍从上车之后 基本就没有与白玉生说过一句话 下河线紧绷 搁在车框边上的手轻轻置在下巴上 偏着脑袋盯着窗外看 只是另一只手手 偏偏勾着他的后腰 也不知道想干什么 其实我今天是去见裴依了 白玉生抬起脑袋 谨慎地看了 坐在自己身边的男人一眼 嗯 一个单音劫词就完事了 像是直接从声带里拖出来似的 敷衍的要命 白玉生选择闭嘴 他们入住的酒店 本来就离美术馆不远 就算遇上下班晚高峰 来回也就十几二十分钟的车程 车辆缓缓开入地下车库 顶层套间有独立的停车位 甚至有直达顶层的VIP电梯 司机特地挑了一个离电梯 稍微近一些的车位 稳稳当当地将车停了下来 熄火 坐在身边的沈志颜 压根没有要动身下车的意思 白玉生也不好随意乱动 毕竟他吃不准这个时候 沈志颜到底在想些什么 但是他总觉得 他们忘了点什么 总感觉从美术馆回来之后 自己作为敬业员工之一 总不能够就直接被抓回酒店了 他抱着手臂 坐在沈志颜身边思索了一会儿 等到肚子不合时宜地咕噜了一声 他这才恍然大悟 哦 他们还没来得及去吃饭 我们要不然去三楼酒店吃点东西吧 也不知道这个时候 三楼还有没有饭吃 白玉生挪着屁股 将自己的腰慢慢从沈志颜圈着他的手中挪出来 要是没猜的话 让人做一份炒饭送上来 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就差一点点 就可以完全挪开了 坐在一边 将白玉生所有小动作 都看在眼里的沈志颜叹了口气 放在座位一旁的手机突然亮起 有些突兀 白玉生下意识往这边看了过来 男人长手一捞 重新圈住了白玉生的腰肢 将人往自己怀里带了过来 另一只手摸过手机 将他放进了自己的外套口袋里 白玉生 好啊 这才几个月 就背着他 有小秘密了是吗 他开始在沈志颜的怀里挣扎 但实在没想到 男女之间的力量如此悬殊 他整个人都快从车里蹦起来了 硬是摆脱不了沈志颜对他的束缚 别动 沈志颜的声音 听上去有些莫名的隐忍 几乎可以说是 咬着牙说出来的 你压着我了 啪大 白玉生瞬间停下自己的一切动作 脸上的表情 有一瞬间的呆滞 眼神下意识往两个人中间飘 天地良心 虽然自己的手 确实撑在他的大腿上 但确实不该碰的地方 他一点都没有碰着 甚至因为刚刚这么一折腾 自己的腿 离他的腿中间 还隔着一条相对较宽的空隙 胡说 没有压到你 腿上 都被压出那么大一块印子了 你以为压到哪 你思想能不能纯洁一点 沈志言觉得有点好笑 他勾勾挂在一旁的毛绒白帽子 先抬手将白玉生脑袋上的头发给揉乱了 继而撑起帽子的口 不分正反 直接往白玉生的脑袋上扣了上去 一直下拉 蒙住了他的双眼 不是 沈志言 你要点脸吧 还有 哪有人这样戴帽子的 嗯 你混蛋 沈志言凑上去 单手扣着白玉生的脑袋 对着他这一张喋喋不休的嘴吻了上去 之前在美术馆后院咬破的那个伤口 这会儿才刚刚止住血 可能是白玉生 没有经常舔嘴唇的习惯 导致流出的血珠 溢在嘴唇表面 冷风一吹 干涸在了唇角上 这会儿重新被唾沫进尸 铁锈尾重新在两个人的口腔中扩散开来 白玉生实在有些气急败坏 干脆也不矜持了 直接张口也咬了过去 一吻结束 两个人像刚刚打完架似的 都有些气喘吁吁 沈志言视线灼灼 盯着白玉生透亮的嘴唇看了一眼 接着被女孩一巴掌给挡了回去 别看了 我饿了 呃 死了你就没有女朋友了 他发现 虽然刚刚沈志言的表情 看起来让人不由发出 但却是没有带着生气的意味的 就算是生气 看上去好像也不是气自己 没有接他电话 到处乱跑 而是气他没有把自己保护好 下车 带你去吃饭 这辆车的前排与后排 有隔断挡住 只有正中间留了一个小窗口 供前后交流 沈志言在上车之后就升起了隔断 后面就算闹翻天了 前面的司机也不会听见 不过他们两个本来就没有在车里 干些不可言喻的事情 但折腾了那么好一会儿时间 白玉生从车上下来 路过驾驶座的时候 总觉得司机那坚毅严肃的脸上 带上了些许意味深长 电梯门在面前缓缓开启 这部电梯是专门开给入住顶层客人的 刷房卡使用 除了低楼层公共区域 中间楼层都不停靠 沈志言刷了卡 按亮了四楼的按钮 嗯 不是去吃饭吗 怎么去四楼 他记得 三楼是自住餐形式的酒店餐厅 只要带上房卡报房间号就行 可以用来解决基本的吃饭问题 四楼好像是酒店的包厢宴席专用场合 如果当天有人包厂举办宴会 一般下面会有指示性的引导力牌 但是别说今天了 从白玉生他们入住这家酒店以来 他就没有见过楼下有摆什么宴会场地 被承包出去的指示力牌 现在已经六点多了 三楼已经关门了吧 沈志言几倍顶着电梯箱的角落 有一搭没一搭的捏着自己手里的银制小铃铛把玩 玩铃铛好像已经成为了沈志言下意识的习惯 就算董事长并没有待在身边 他也会下意识在口袋里面揣上这枚铃铛 等到边上没有旁人的时候就拿出来把玩 不像白玉生 他只有在需要召唤董事长的时候 才会满屋子去寻找这个铃铛 清脆的响声在密闭的电梯空间里面响起 还怪舒服的有一种空灵的听感 不会吧 我看晚餐时间是截至晚上八点半 房卡折夜上面有写 你拿来我看看 沈志言抬头看了一眼电梯的楼层指示灯 这电梯哪哪都好 内部装饰金碧辉煌 就连楼层的按钮都向着一圈的细钻石 明明顶层的客人并不多 整个电梯箱的内部空间却能够容纳二十多个人 是普通客厅的一倍 只是整个上升速度实在有点慢 开关门都得等上大半天 数字缓缓上升 他装模作样地摸了摸自己的口袋 只摸出来一张房卡 外面的装饰折夜早就不见了踪影 哦 那东西啊 以为没什么用 就丢了 白玉生 叮 四楼 到了 电梯门缓缓打开 露出一片漆黑的四楼走廊 白玉生耸了耸肩膀 一副早就在意料之中的样子 看吧 我就说了 四楼这会儿肯定没饭吃 啪 四楼走廊的灯瞬间全数亮起 淡黄的光圈熏染在墙壁上 红毯从电梯间门口开始铺设 一路延伸到走廊正中间的那个包厢里面 香槟玫瑰花瓣落在红地毯中间 像点缀在红圈纸上的泼墨烫金 白玉生被这个突如其来的场景吓了一条 有些不知所措的 往沈志妍身后躲了躲男人收起自己手上的铃铛 十分自然地抽出手 牵住了身旁小姑娘 手指嵌入她的指缝之中 食指向扣 看吧 我就说了 四楼这会儿一定有饭吃 白玉生再一次选择闭嘴 他怎么忘了自己身边站着的人可是沈志妍 只有他想不到的事情 还没有沈志妍做不到的事情 包厢门从里面被轻轻拉开 等到两个人进门了 站在一旁的侍者 对着沈志妍欠了欠身 推门走了出去 包厢内并不像外面一样亮堂 只靠着圆桌正中间的蜡烛塔提供光源 火苗跳动 光圈熨染在墙壁上 如水波浮光月经 靠窗的那一面完全被相间的气球给填满了 中间挂着大大的 Happy Birthday连体气球 地上还坐着一只雪白的大型毛绒小狗玩偶 边上摆着一些堆叠起来当装饰用的礼物盒 原本放置在正中间的大圆桌 也被替换成为双人的小圆桌 蜡烛塔的边上 围着一圈蜜桃粉的珠丽叶玫瑰 估计是刚剪下来不久 花瓣上的水滴依旧晶莹 比起这满室的装潢 桌上的菜肴倒成了用来装饰的背景 白玉生张了张嘴巴 抬头看向了沈志妍 她以为沈志妍还不知道她的生日是什么时候 甚至刚刚还在响 今晚回去就暗示一下 没想到沈志妍早在背地里将一切都准备妥当了 和所有生日宴会差不多的装饰 她头一次知道 就算是清风傲骨的沈大画家 在恋爱中也不能免俗 男人牵着她的手走到圆桌边上 蜡烛烘烤的女孩脸颊有些发烫 覆盖在毛绒帽子下的耳间 早就浮上了一层艳红 她摘下刚刚被沈志妍随意扣上去的帽子 十分细致地用手指拨弄了一会儿 乱成一团的头发 确定自己不会看上去太邋遢 这才心满意足地坐了下来 虽然但是 我的生日在明天呀 正常开始之前 总得有一些预热 沈志妍端起一旁的醒酒器 给自己倒上了浅浅一层红酒 将醒酒器放下后 换了一扎鲜榨橙汁 给白玉生倒了半杯 明天的生生是属于所有人的生生 但是只有今天的白玉生 是独属于我的小狗 白玉生被这句话撞得有些晕晕乎乎的 她捏住自己的酒杯 都没有空出来的心思去考虑 为什么沈志妍自己喝的是酒 但是即将满22岁的自己 喝得依旧是果汁 她贴着杯壁 先轻敏了一口 良意沁上唇角 似乎减缓了一些 她脸上不断烧灼的热液 舒舒服服的 她没忍住 一口气将橙汁给喝了个干净 既然只是沈志妍 会让她不知所措 白玉生干脆将注意力 放到了边上的那一片礼物盒上 放在最顶上的礼物盒 被塞得满满当当 堆叠在下面的礼物盒 看上去只是用来装饰 让场面看起来不太空 就算如此 白玉生 还是对上面那几个小的 充满了好奇 毕竟沈志妍看上去 就不像一个了解女孩子 真正喜欢什么东西的男人 沈志妍注意到了女孩视线所及之处 她慢悠悠地包着桌上的海鲜 将肉踢在小碗中 你是想先吃饭 还是先拆礼物 嗯 还可以先拆礼物吗 都可以 你要是想先拆礼物呢 我就在这帮你包下 你什么时候想吃了 就过来吃一口 你要是想先吃饭呢 我们就好好吃 她恍然间想到了 自己小时候不肯好好吃饭 苏慧追着在自己屁股后边 费尽心思给自己塞饭的场景 白玉生实在没有想到 自己都已经22岁的人了 有朝一日还能被人当作是几岁的贪玩小孩似的哄着 鼻尖有些发酸 原本就被蜡烛轰热的眼眶 这会儿也好像紧绷了起来 那我拆礼物吧 白玉生有时候会深刻反省自己到底是不是一个女孩 她并不像许多同龄女孩一样 对包包化妆品有比较强烈的执念 能用 安全 舒适 这足以满足白玉生对这些产品的要求 她更偏向于可爱的卡通 IP产品 比如自从上大学之后 她就特别喜欢趴恰狗 这只黑白小狗 简直就像踩在她的萌点上疯狂蹦跋 基本上不管是什么品牌 拿到了小趴的IP 不管设计的怎么样 她都会蹲守在各大门店 或者网购平台上 尽数收入 她对可爱的小动物 完全没有任何招架能力 只是不知道 沈志妍是否清楚这一点 白玉生在打开礼物盒之前 先替沈志妍捏了一把汗 放在最上面的盒子尺寸最小 也就一个巴掌大小的样子 但并不代表价值最低 按照这个尺寸 大概率会是小手势 耳环 或者项链之类的 白玉生打开了礼物和盖子 她背着光 将包厢正中间蜡烛塔的光芒挡去了大半 但这并不妨碍她在黑暗中 一眼就认出 手中这没闪着碎光的戒指 就是上次沈志妍与白硕形 抢着拍卖的那枚粉钻 高纯度的粉紫色钻石 扣在指环的正中间 边上一圈碎钻 就像环绕着中心天体运转的无数小行星 簇拥着中间这颗主钻石 随着光线方向的变化 闪烁着隐隐点点的光芒 白玉生吞了一口唾沫 她竟然在重新看见这枚粉钻的时候 第一反应是 立马把白硕形 薅到这个地方大喊 哥哥 八个一又回来了 白玉生过来 吃口饭再拆 闻言 白玉生捧着手中这个精致的戒指和 往沈志妍的方向小跑了一步 嗯 一勺菠萝炒饭 上面盖了满满的蟹黄蟹肉 嗯 蟹肉香甜 蟹黄口感绵密 再加上菠萝炒饭 那一层酸咸的口感 白玉生眯着眼睛 像一只十分眼足的小猫一样 仔细咀嚼着口中的食物 好吃是好吃 白玉生一边嚼着饭 一边捂着嘴巴 先做出了点评 不过谁家的烛光晚餐吃菠萝炒饭 氛围感完全没有了好吗 沈志妍摘下手上 已经被海鲜汤汁浸湿的手套 收回他手上捏着的长饼勺 自己舀了一勺菠萝炒饭 慢慢嚼着 刚刚不是有人说 自己快饿死了吗 还管什么氛围感 白玉生 不说这个 先说这枚粉钻的 你当初就打算送给我了 那为什么还要和我哥抢 还白花那么多钱 沈志妍在旁边 重新取了一双一次性手套 指尖伸直 塑料声 稀稀速速作响 植骨分明的手外面套上了 一层透明的粗颗粒手套 看上去颇有几分不正经的意味 他似乎只将白玉生手中的粉钻 看作是一样再普通不过的小玩具 十分云淡风轻地描了他一眼 哦 想买就买了 再说了 你哥要送你 是你哥的事情 那也得看他有没有这个实力 白玉生噎了一下 他打小就没有见过 还有人不把白朔行放在眼里的 你的钱就不是钱了吗 我主要是心疼这笔钱 白朔行干实业的 来钱比你大 也比你快 你和他去争什么呀 八个亿 这你得画几幅画 才能赚回来啊 沈志言颇有些好笑地挑了挑眉 抬手给白玉生塞了一只蟹脚 一时间 我倒听不出 你是在基于我这点钱呢 还是在骂我不值钱 别这么担心 这个小钻石呢 交到你的手上的瞬间 对我来说 就已经赚回本了 他帮白玉生 把蟹壳拆出来丢在一旁 向着那堆礼物衫 抬了抬下巴 后面还有不少 继续去玩吧 两个人都忙活各的 沈志言负责兢兢业业 给白玉生喂饭 白玉生负责把沈志言准备的所有礼物 都给拆个遍 外面西北风呼嚎 零下的温度 让建筑外的栏杆 都凝上了一圈厚厚的冰霜 好在室内的暖气 一直稳定在26度左右的舒适区间 跑了一晚上 白玉生的额头上 早就冒了一层浅浅的薄汗 细碎的刘海粘在上面 脸颊扶着一层淡粉色 整张脸白里透红 像惹人心动不已的水蜜桃 一顿饭倒也是吃完了 只是沈志言到底还是没有 受住他的撒娇 一行酒气的红葡萄酒 他一个人就喝了一大半 女孩最后醉醺醺地 拖着一个礼物盒 晃晃悠悠地挪了过来 他抽了两下鼻子 声音也软弱了下来 沈志言 这是最后一个了 我抱不动 你帮我开 男人原本是依靠在椅背上 双手抱臂看着他玩闹 听到了白玉生的声音 俯身靠前 单手支着自己的颧骨 好整以侠地看着面前的小姑娘 哦是吗 叫声哥哥 我就帮你开 白玉生一双秀气的眉 都快拧成了一团 醉意熏伤大脑 导致他的行动力 与理解能力 都有些下降 不 不行 为什么不行 因为 因为我哥是白硕行 人又不是只能有一个哥哥 真的不行啊 你 你让我叫你哥 我走 我总感觉 我在和白硕行谈恋爱 不行不行 太荒谬了 一时间 沈志言竟然不知道 怎么把话接下去 他发现白玉生喝醉之后 说话就喜欢 拖着最后一个字的育母 再加上 他本来嗓音就是脆生生的 这会儿像一个刚学会说话的小孩 无意间的行为 才是最勾人的 他咬住了自己的后槽牙 提醒自己 这会儿白玉生醉得不轻 不要和一个醉鬼一般见识 他任命般的俯下身 将白玉生拖过来的礼物和打开 露出了里面 雕刻精致的白山茶木箱 一股沉静的木屑香味 在两人中间蔓延开来 这是什么 沈志言将木箱从纸盒子中搬出 搁在了自己的膝盖上 牵起白玉生的手 你打开看看 哦 你要是 要是送的是 我爹才喜欢的什么茶叶之类的 我一定 一定 木箱在面前缓缓打开 圆桌上的蜡烛塔 早已经燃烧殆尽 包厢内的灯光被全数打开 透亮的顶灯打在面前 这件无心绿双元金旗袍上 流进云纹顺着光影 在旗袍表面深浅浮动 特殊工艺与特殊绣线刺绣而成的竹叶 恍然依旧生于青竹上 随风吸动 白玉生有些猛 他小心翼翼地捏着旗袍的肩 将整件旗袍 从箱子里面拿了出来 松炮烟云缓缓在他面前展开 笔风并没有多么凌厉 着色也不像低落宣纸上的松烟墨 一般浓厚 与这件风格淡雅的旗袍相得一张 这个是你画的 嗯 什么时候做出来的 七月份 港市那会儿 本来打算让你和我一起 出席画展的时候穿 白玉生扎了扎嘴 舌尖舔了一圈 这会儿有些干燥的嘴唇 抬头看向沈志颜 不知道是酒精催发作用还是什么 一双溜圆的眼睛 这会儿水汪汪的 引人生怜 沈志颜 你吃好饭了吗 嗯 怎么 我们回房间吧 沈志颜放下 只在自己下巴上的手 颇有些意味深长地望了过去 急什么 你 你想什么呢 我只是想试试看这件衣服 我还 还从来没有穿过这样的气袍 沈志颜摁着自己的趾骨 又盯着白玉生看了一会儿 行 白玉生不知道沈志颜是什么时候 拿到自己的尺寸号码的 他盯着更衣室落地镜中的少女看了一会儿 只觉得这会儿耳朵又重新烧了起来 好不容易压下去的醉意 重新开始沸腾 这件旗袍的版型 并没有像如今市场上追求刻意凹出身材曲线的那几款 但是该修饰的地方一寸也没有少 摇之纤细 画部改了一个较为宽松的维度 方便这身衣服的主人 能进行一些下蹲之类的简单动作 但最吸睛的 还得是这件旗袍上的纹路 白玉生不用仔细看都知道 上面的山水画出自沈志颜的手笔 只是不知道 到底是哪位旗袍手工艺人 竟然能将沈志颜的画作意境完全理解了 再将其改制到这件无心绿的旗袍之上 穿上这身旗袍 就如徜徉在山海之中 说是刚从水墨画中走出来 也不过如此 喜欢吗 沈志颜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在自己身后 他两手抱毙 松松垮垮地靠在衣柜门上 喜欢 声如文锐 没有听见 沈志颜从后面慢慢向他靠近 单手扣上了他的腰肢 灼热的体温从手掌储传来 烫得白玉生有些不可抑制地颤抖 喜欢吗 他凑近了女孩的肩窝 在旗袍露出的景象上映了一眉吻 继而顺着颈线 一路向下 白玉生有些受不了他这个样子 特别是他们面前就是一面巨大的落地镜 他能清楚看见 这会儿两个人是个什么样的暧昧姿势 腿有些发软 他颤抖着手 撑住了落地镜的镜面 喜欢 这回是连声音都没有了 他小口喘着气 试着逃离沈志颜的禁锢 却又有些不受控地贪恋他温热的体温 生生 我们要不要 试试看 白玉生其实并不觉得婚前X行为这件事有什么不妥的 别说他了 就是从小到大 一个圈子里的朋友也都不觉得这有什么 但他的老爹白鸿鸣 毕竟接受的是上一辈的教育 在这件事情上与自己的女儿观点相悖 从小到大在他耳边念叨的次数也不算少 但真到这个时候了 白玉生还是有些犹豫 他确实是有些站不直了 整个人紧绷着 甚至连小腿开始发酸打颤 全靠置着面前的落地镜 才堪堪站稳 之前 我爸在梧桐院 和你说什么了 沈志颜俯身枕在他的肩窝处 有一搭没一搭地勾着他的头发丸 嗯 我想想 他捏着白玉生的肩膀 将人翻了过来 让他面对着自己 吻了上去 属服酒香在整个更衣室中 缓缓蔓延开来 两个人彻底在红葡萄酒中浮沉 顶层套件的更衣室 面积也不大 中间摆着一张小沙发 两个人是临时入住 本来也没打算待上几天 换洗的衣服 都随意地丢在中间 这张小沙发上 也不知道是谁先动的手 好端端平铺在沙发上的衣服 被丢得四处都是别人谈恋爱接吻 那是浪漫唯美 他们接吻每次都和打架似的 沈志颜坐在小沙发上 单手护在白玉生后腰 另一只手自然下垂 无意识地舒张着手指 白玉生则是两腿敞开 以跪坐的姿势 手臂圈抱着沈志颜的脑袋 将自己的头枕在他的肩窝处 小口喘着气 两个人这会儿都轻得都有些迷糊 他抿着薄唇 感受到自己外唇角破了点皮 血腥味顺着他的动作 一点一点在口腔中蔓延开来 看样子伤得不轻 沈志颜有些无奈 他凝了一把白玉生的脸颊 你属狗吗 别打岔 你想出来了吗 女孩笑嘻嘻地偏过脑袋 轻了轻他的耳阔软骨 声音像掺了水似的 嗯 沈志颜半搭拉着脑袋 慵懒随性的气质 搭上他这一身清冷的文人风骨 实在有一种不可言喻的色 气 白玉生有些没忍住 趴在他的身上 开始小声哼起了起来 沈志颜勾着薄唇笑了一下 宽厚干燥的手掌 扶着白玉生的后背 顺着脊柱慢慢下滑 惹得女孩一整站立 白叔说 你还是个小姑娘 什么该做什么 不该做 让我有个分寸 那你分寸呢 男人只是笑 只能说 你爹看错人了 他捏着白玉生的后脖梗 将人从自己身上戴了起来 仰头又吻了上去 迷迷糊糊之间 白玉生总觉得有些不太对劲 虽然这款旗袍并不像其他旗袍一样 臀部过分收紧 但也没有宽松到 能够让他长着两条腿 坐到沈志颜身上的地步 而且 这身旗袍长度不算短 怎么大腿后边一阵阵发凉 他一边回应着沈志颜炙热的吻 余光一边慢悠悠地往下瞟 只见裙摆出的扣子 不知道什么时候被解开了 就连内衬的暗扣 也被勾了开来 布料堆叠在他胯部 下面空落落的 死 就好像是沈志颜故意给自己报仇似的 嘴角出下午 被他咬破的伤口 这会儿 好像又重新裂了开来 一阵生疼 沈志颜 衣服 衣服会皱的 男人停下了动作 顺着他的视线 看向了白玉生的大腿 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 对于穿着单薄长袖长裤来说 温度适中 白玉生一开始 可能确实只是想试个衣服 试完就换回来 也没想到 最后会穿着这身衣服 与沈志颜亲到一起去 所以没有考虑到 还需要在里面穿打底 山水化完全折叠了起来 那就脱了 布 哎 你别 白玉生捏着自己领子上的盘扣 守着最后一道防线 不是 我就是想问 咱们是不是没套 沈志颜不知道从哪里摸出一盒深蓝色的包装盒 等白玉生看到了他手中的物件 热议迅速席卷过他的脑袋 整个人都有些不可思议 可以说 虽然沈志颜现在是他的男朋友 但实际上 他对沈志颜 还是有那层清冷金贵国画 大家的滤镜 但是 当他应该执笔作画的手这会儿 捏着一包深蓝色的塑料袋 甚至骨节分明的手上 还沾着几点 让人耳红心跳的晶莹水痕 白玉生有些控制不住自己的心脏 甚至耳膜都好像鼓胀了出来 心跳声如雷鸣震动 你什么时候叫人去买的 你男朋友是没手没脚吗 谁会让别人去买这个 白玉生圈着他的脖子 贴在他的脸侧咯咯笑出了声 哎 沈志颜 和你说个事 嗯 你脖子后边也有一颗痣 别人见过吗 沈志颜轻轻咬着他的肩窝 闷声笑了一下 多了去了 嘶 你属狗吗 白玉生下意识偏了脑袋 用沈志颜的话去堵他 却又被人抓着胳膊扯了回来 差不多吧 沈志颜突然停下了动作 抱着白玉生往更衣室外面走了出去 在书桌上随便抽了一只柔软的羊豪笔 又从抽屉里拿出一盒特制的墨水 不是 你干什么 白玉生被沈志颜抱着 完全看不到他这会儿在做什么 只听到几声嘻嘻素素的声响 木杆与石木桌碰撞 清脆又磨人 就好像踩在他心上 肆意妄为 今天忘了教你画画了 给他补上 白玉生从来没有想过 做这种事情 其实也并不轻松 甚至折腾了这么两三个小时 两条腿绷了一晚上 这会儿好像也有些抽筋了 更重要的是 可能是两个人都是第一次 一开始压根找不到章法 虽然他平日里也总喜欢打嘴炮 但毕竟没有实战过 完全没有那些朋友说的那么轻松 七 看来大家彼此彼此 也都是嘴炮王者 不得不承认 沈志颜的领悟能力确实很强 至少后面白玉生 倒也能被他带得完全放松下来 顺着沈志颜的动作 偶尔给上一点回应 嗯 确实滋味不错 只是他实在不知道 沈志颜到底有神妖癖好 就连做AR的时候 也不忘记要教他学画这件事 他也根本没有其他心思 去看他到底画得怎么样 酥酥麻麻的感觉 实在有些难熬 他缩着脑袋 把自己埋在被窝里 一缕被汉禁湿的碎发贴在额前 什么也不想管了 只想好好睡上一觉 但是沈志颜看上去 好像一点都不累 整得好像忙了一晚上的人 不是他似的 这会儿依旧靠着床头 身上扣着一件白衬衫 刚洗完澡出来 热气凝在薄机上 衬衫沾到水的地方 透着肤色 看上去有几分不正经的意味 他这会儿 手上捧着一个平板 正在最后确认一遍 明天展会的相关事宜 左手还有一搭没一搭地 拍着白玉生的后背 真的不去洗澡吗 嗯 不想 好嘞 难受吗 一般般 还好 明天要跟我一起去展会吗 嗯 起得来吗 白玉生有些烦躁地拉过被子 盖住自己的半张脸 双手依旧怀着沈志颜的腰 扎了扎嘴 雨掉间加上了几分娇撑 你要再问下去 那我是真起不来了 房间里的灯基本都被关了 依旧只留了墙上的蛋黄碧灯 遮光窗帘被完全拉上 套房内安安静静 只有空调运作的声音在暗处嗡嗡作响 身边的小姑娘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睡觉之前和自己半了嘴 还是她睡觉的时候就喜欢这样 一双清秀的眉微微皱起 整个小脸都皱成了一团 沈志颜确定完展会的项目 将平板倒扣过来 放在了床头柜上 她垂着脑袋 盯着白玉生露在外面的脸看了一会儿 抬手试图将白玉生的眉毛给顺直 但不管怎么捋 她依旧拧着 甚至越拧越紧 沈志颜没了办法 她将房间里的空调温度调高 在起身去浴室里重新铺了一层一次性的浴缸套 把水调热 自己就坐在浴缸边上 解开自己手腕上的腕表 盯着指针看 等到秒针刚好走过十二 开始走心了一圈的时候 浴缸的水也恰好到了合适的水位 沈志颜起身 去床上把白玉生给薅了过来 慢慢放进浴缸里 一手还举着她的后脑勺 确定她不会迷迷糊糊就沉下去 灌自己一口水 也不知道她这次用的是什么墨水 不管是白玉生的汗 还是浴缸里的温水 画在她身上的画 没有丝毫要褪色的意思 慈白的浴缸里的水 依旧清亮 溪流自山间飞跃而下 远山叠障 浴缸里微微流动的水波之下 山河恍然运转开来 如梦似幻 生生 醒一醒 她一边轻柔地给白玉生按摩头皮 一边轻声换着女孩 也许是因为声音放低的缘故 哑得不像话 白玉生实在是被她折腾得没有办法 眯着眼睛 睁开了一条缝 都说了 我不想洗澡 你 你别弄我了 我想睡觉 沈志颜看向了一边 即将走到一圈终点的秒针 三 二 一 生日快乐 昨天过了零点庆祝完生日之后 两个人又在浴室胡闹了不知道多久 等到白玉生迷迷糊糊地 从梦境中挣扎出来的时候 房间里面已经完全没有沈志颜的影子了 生日礼物被人送了上来 堆叠在套间卧室床前的沙发上 室内的窗帘都没有拉开 除了淡黄的闭灯 在黑暗中散发着柔和的光圈 白玉生去了驱腿 昨天抽筋的地方 这会儿还有些疼 后腰脊椎骨也有些酸胀 其他地方倒是没什么大碍 大概是昨晚沈志颜处理过了 身上干燥清爽 她在床头柜上摸到自己正在充电的手机 点亮 平宝依旧是他们两个人 在天悦湖酒店那艘游艇上的贴脸照片 昨晚忘记将亮度给调低了 这会儿屏幕上的白色时间亮得有些刺眼 女孩眯了眯眼 强光刺激的她 原本就酸色的眼眶瞬间涌出几滴眼泪 二十 三十六 白玉生 她瞬间掀开被子 从床上跳了起来 在地上随便捞起一条 昨晚不知道什么时候丢到地上去的浴巾 先将自己给裹了起来 她依稀记得 昨晚两个人的衣服 从更衣室一路丢到卧室 也许是沈志颜 昨晚一起给收拾了 这会儿除了有些凌乱的床 其他地上倒看不出来 昨晚两人的疯狂与淫 白玉生一边给沈志颜拨去电话 一边抓着 自己要掉不掉的浴巾 往更衣室去拿换洗衣服 都 您好 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请稍后再拨 女孩一边用肩膀夹着自己的手机 一边在更衣室被翻乱的衣服堆里面 随便找了件那搭T恤 就套了上去 那件做工精致的旗袍 依旧散着丢在沙发的角落里 虽然昨晚白玉生尽力去保护她了 但她上边依旧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层又一层的褶皱 腰胯部是褶皱的重灾区 原本好端端的山水化被折叠 却意外有几分混乱的意境 叮铃铃 夹在肩膀上的手机震动了两声 将白玉生的思绪 从昨晚的荒唐中扯了回来 她撑着一只手 往身上套着一副 另一只手去拿肩膀上的手机 是沈志颜的电话 也不知道为什么 似乎今天的衣服穿得格外顺利 她接起电话 身上的衣服就直接顺着重力滑了下去 只是下摆有些宽松 肩线好像也有些长了 整件衣服松松垮垮的 行了 沈志颜略带金属质感的磁性声音 从话筒扬声器里面传来 电话那边没什么杂音 看上去应该是找了个安静的角落 白玉生也懒得管身上的衣服了 毕竟作为那搭T恤 偶尔出现oversize风的也不足为奇 话展已经开始了 嗯 怎么早上没把我叫醒 昨晚不是说好了吗 沈志颜那边好像是遇到了什么人 他也没有要遮掩的意思 几个人交谈的声音 从扬声器里面断断续续地传了过来 无非是礼貌性的寒暄 还带着几分隐晦的讨好意味 宝宝 这件事情呢 还真不能赖在我身上 早上我确实是叫过你了 不止我叫过你 就连你的手机都欺而不舍地叫了你十来遍 等我一下 对面又传来一整稀稀素素的衣服摩擦声音 脚步声渐渐走近 来人的声音响了起来 沈先生 祝贺祝贺呀 哎 才二十 呃 二十六岁 就已经在国家级的美术馆举办画展了呀 白玉生干脆折回房间 拿上了自己的蓝牙耳机 一边穿衣服 一边听着沈志颜那边的商业互吹 虽然北城最近的温度基本在零下三四度徘徊 但白玉生依旧穿不惯高领毛衣 她埋在柜子里 选了一件嫩粉色的马海毛开衫 穿上身的时候 余光下意识往边上的落地镜票 镜子中的女孩 并不属于大众观念上的玲珑身姿 瘦得不骨感 骨架小巧 一双腿笔质纤细 一幅浩荡的山水画 蔓延在整个腿部 中间偶有几点暧昧红痕 像是山中刚成熟的覆盆子 也像是溪中鱿鱼 昨晚两人做完之后 沈志颜就抱着她去洗了澡 加上后来在浴室里胡闹了那么好一会儿 竟然一点都没有褪色 按照白玉生之前画画条墨的经验 不管是什么墨水 在没有干的时候 基本能冲干净大半 就算等发现的时候 已经干涸了 怎么的也能退掉一点颜色 也不知道沈志颜从哪里搞来的墨水 竟然有这么强的附着力 虽然学画也有那么十多年了 她在哪都画过画 甚至烧红了木头的肢结 用上面的碳灰在石头上 画画这种事也经常干 但自己的身体被当作画板 这还是头一次 她耳尖一红 从旁边的沙发上扯过浴巾 在自己腰上别了一圈 暂时遮住了腿上的那些墨迹 生生 还在吗 蓝牙耳机里的对话声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沈志颜的声音 她应该是走到了楼梯间 偶尔还会有一些空灵的回声 嗯 我在 我让人给你送点早饭 颠颠肚子 你要是想过来呢 我叫司机来接你 你要是想休息 吃完早饭再睡一觉 等我回来 白玉生扣好玉京 抬头刚好对上了自己镜子中的锁骨与景象 红痕并没有止于腿部 脖子上也有不少 她叹了口气又重新埋回柜子里 去找沈志颜之前为了以防万一给她戴的高领毛衣 嘶 这个以防万一就有些异味深长了起来 怎么了 小小孩的 叹什么气 白玉生套上那件高领毛衣 沈志颜的审美 确实没有话说 选的衣服不仅合身 还与白玉生的气质相辅相成 最重要的是 领子上的毛 完全不扎皮肤 她一边撸着自己身上毛衣的软毛 一边回着电话 没有 美术馆那边忙吗 不忙 人不多吗 不多 白玉生朝着手机的方向瞄了一眼 消息通知栏里 还明晃晃挂着沈志颜画展今日开展的热搜 由于白玉生一早就关注了沈志颜的抄话 这会儿 还有不少沈志颜精修照片 也一起被推送到了她的手机上 少来啊 当我没有提前看过今天早上的报道吗 微博都炸开锅了 沈志颜轻笑了几声 微博说我什么了 嗯 我看看 嗯 沈志颜 勾人妖精 国画长山小猫妖 她其实完全没有看热搜 就随便扯了两句话 反正沈志颜抄话里面那些迷妹 说的比这些过分的都多了去了 没什么大问题 毕竟对于微博上冲浪的网民来说 第一眼被勾住的不一定是她的画作 但这张上帝偏爱的脸 一定是万众瞩目的 沈志颜回国后开的第一次画展 热闹程度并不低于那些大热明星开的演唱会 甚至原先没有考虑上的安保系统都紧急叫了过来维持秩序 而画展也不得不采取了名额限制措施 就算如此 现场依旧有些混乱 沈志颜站在楼道的窗户口 单手插兜 漫不经心地往下瞟了一眼 吃了一声 这是微博热搜 还是白玉生热搜啊 女孩完全被沈志颜逗笑了 脆声声的笑音从手机里溜出来 带着几分电流的失真感 好像挂在商铺门后的风铃轻响 行吧 我吃完早饭去找你 你忙你的 我看我的 两个人有一搭没一搭地扯着闲话聊了一会儿 等到沈志颜实在躲不下去 必须返回现场了 她才与电话那边的女孩告别 对了 她的侯姐滚动了一下 在原本就昏暗的楼道里显得有些不可言喻的性感 侯姐的边上也落着一抹红痕 虽然昨晚白玉生有意识地克制自己 不给沈志颜穿着衣服 可能露出来的地上留下痕迹 但她依旧有些无法拒绝去亲吻沈志颜 圆润凸起的侯姐 怎么了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有难受吗 白玉生收拾完刚吃完的早饭 正准备出门去地下车库等司机的车 文言又有些想笑 她靠在房间的木门后面 脚尖踩着门西慢慢玩着 嗯 难受 对面沉默了一阵 要不要在酒店里等着 我马上就回来了 啊 白玉生收回脚 毫不犹豫地拉开门走了出去 那还是见不着你 比较难受吧 等着吧 希望在上午闭馆之前能到 虽然沈志颜之前在北城生活了一段时间 但也并没有在北城长期发展的打算 司机也是从临下带过来的 车倒是从沈老爷子那边借过来的 沈老爷子对出行的交通工具 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要求 坐着舒适就行 来回就这么几辆 虽然沈老爷子隐退得早 但这些车媒体都不陌生 白玉生搭乘 VIP电梯来到底下二层 车子已经在老地方停着了 司机站在边上待命 见着白玉生过来了 主动打开车后坐 护着白玉生的脑袋 让他坐了进去 方向盘打弯 逐渐驶出 VIP专用停车区域 一瞬专属于长镜头的反光 从路口转角的工业防暴门后的暗角亮起 等到白玉生乘坐的车辆 驶入这一单元的停车区 静默在角落的外勤专用车 紧随其上 一起消失在酒店的停车场破墨 浓破蛋 蛋破浓 先用淡墨划出行 在淡墨还没有干的时候 用浓墨去勾勒 或者是点画 白玉生找了个没什么人的地方 双手抱毙 斜靠在柱廊上 看着不远处的沈志妍 上兴去入门课 也许在场的大多数都是小孩 进不下心来 还总喜欢在课上问些其他有的没的 沈志妍表现的倒是比在零下美院任教 还要耐心了几分 他讲一句话 便微微俯下身 听小朋友给他说着悄悄话 只是隔着有点距离 白玉生并不能听见他们在交流什么 只能听见沈志妍上课的内容 这会儿是早上11点35分 距离上午闭馆 只剩下不到半个小时 场馆内的游客 差不多散了大半 留着的一些 要么是兴趣班孩子的家长 要么就是冲沈志妍这张脸来的 只有少数是被他的作品打动 还驻足在作品面前细细观赏 沈志妍给小孩们最后演示了一遍 这杰克就算上完了 他收拾着桌面上的笔墨纸验 余光描到了刚刚上课的时候 最活跃的小孩不仅没有从位置上离开 去找自己的家长 反而支着脑袋 朝着某一个方向看得出神 怎么了 沈志妍整理好自己的东西 屈膝蹲在了小孩的面前 哥哥 我和你说件事 小男孩扒着自己的小圆桌 两只胳膊撑着 凑近沈志妍的耳朵 嗯 你说 我听着 就是 男孩朝着柱廊那边怒了弩嘴 刚刚上课的时候 我就注意到 那边有个姐姐一直盯着你 哥哥你得小心一点啊 沈志妍甚至压根没有回头 去看男孩指的地方 只是滴滴笑了一声 哥哥可是男孩子呀 要小心什么 则 沈志妍听到自己对面看上去 也就三四年级的小孩 不耐烦地则了一声 颇有些好笑 他有些没忍住 笑得更放肆了 你则什么 石不像马啊哥哥 我家隔壁有个比我小几岁的妹妹 三天两头跟在我后面夸我漂亮 但我估计 这是个阴谋诡计 因为我家的奶酪棒 都快被他顺光了 沈志妍冷了半赏 面前的小孩 一头绿色的头发微微卷曲 可能有些欧美血统 虽然还没有展开 但已经能见着他高挺的鼻梁 与深邃多情的眼窝 连瞳孔都像是溢碎的浅褐色琉璃珠子 确实有被小姑娘追在后面夸漂亮的资本 他突然想到了 小时候有一次过年那会儿 白家上没有出事 一切都停留在最好的时候 白玉生故意把擦泡甩自己家 完事儿了 还挂在那棵歪脖子树上 甜丝丝地夸自己 真好看这件事确实是阴谋 不过呢 哥哥我要下班了 你妈妈在外面也等着急了 回去吧 花瘾之后再来 他勾着薄唇 撑着自己膝盖从地上站了起来 随意揉了揉小男孩一头小卷毛 还有呢 没必要小心 你那林家妹妹呢 可能馋的是你家的奶酪磅而已 十二点整 展馆内的游客都散了得干净 工作人员开始出来打扫卫生 以及检查有没有划策 或者其他物件损坏 沈志言检查完兴趣般区域的设备状况之后 抬脚往边上的那个助廊走 白玉生昨晚没怎么睡 虽然早上赖床赖到十点 但这会儿依旧有些困倦 沈志言也迟迟没有忙完他自己的事情 反正美术馆里已经没什么人了 他斜靠在助廊上 点着脑袋打着盹 就连手上捏着的手机都没有来得及锁平 上面还挂着沈志言话题的相关热搜 瞌睡小狗 别睡了 沈志言站在他的面前 用刚刚洗干净这会儿 还有些微凉的手去贴他的脸颊 嗯 白玉生被动的一个机灵 眼神中朦胧着的睡意 瞬间消失了大半 你上午结束了 嗯 早上怎么样 一切都好 不是 我是问你我的话 大家怎么看 白玉生小心扣着自己的手指甲 一双清零零的眼睛 闪着细碎灵动的光 加上一身雪白毛茸茸 像急了一只翘手甩尾等着表扬的马尔基斯小狗 嗯 我想想 应该还不错吧 什么叫应该 沈志言捏了白玉生的侧脸一把 接着又好像上瘾似的将人的嘴巴轻轻撅起 凑上去亲了一下 都说了 不用太担心 你本来就事出我手 再加上二楼的作品 基本都是我年幼时候的画作 你挂在中间 算是比较亮眼的了 白玉生舒服了下来 但总感觉 这句话 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所以 你是说 我现在的水平 也就能和你十几岁那会儿 相提并论吗 不是 我没有说过 白玉生 两个人一边打闹着 一边从美术馆侧门的小路上车 白玉生刚吃完早饭 现在完全不饿 沈志言下午还得继续忙活 也吃不了味道比较重的东西 两个人干脆在附近找了一家平价 还看得过去的小戏餐厅用餐 甚至在来的路上 白玉生还有些犹豫 毕竟今天守在外面 等着敦沈志言的年轻女粉 就不在少数 很多人因为没有得到上午的入馆资格 干脆直接在美术馆门口蹲着 就等着下午门一开 自己能占据一个比较好的位置 所以 在这附近大街上 走的任何一个人 都有可能是沈志言的热情年粉 两个人要了一个简易的小包厢 今天你的微博相关话题都爆了 相比之前 又多了一大批新粉丝 都说爱豆上升期禁止恋爱 你说 要是我们在外面被发现了 你的眼粉会怎么样 上午粉上下午 就曝光出来 有嫂子 要我我得欺诈 沈志言解着手腕上的腕表 他虽然不怎么上微博 但白玉生说的这么一大堆 还是能知道大概意思的 他忙了一上午 好不容易能坐下来休息一会儿了 遇到冷空气就没骨头的小猫猫 并又翻了上来 他懒懒散散地扬倒在沙发上 温温吞吞地吐了一口气 虽然整个人都瘫成一团了 但靠近白玉生的那只手 依旧轻柔地给他揉着后腰 但其实他也不知道 白玉生这会儿到底哪里难受 哪里舒服 这个举动更像是下意识去做的 你紧张什么 我的小助理 还有 我一个破话话的 爱斗准则关我什么事 虽说如此 但我感觉道理应该是差不多的 白玉生扣了扣自己的脸颊 脸上浮上了一层薄红 我觉得 你还是不要揉这个地方比较好 这不算 沈志言 两个人盯着对方看了一会儿 白玉生率先转开了自己的视线 就是 你揉的位置太靠下了 我有些敏感 但是两个人怎么也没想到 白玉生说的话会在一个小时之后 一语成衬 嗡 嗡嗡 白玉生捧着一碗奶油蘑菇汤 喝干净了最后一口 这才注意到 被自己遗忘在旁边的手机 这会儿躁动得有些烦躁 谁的电话 沈志言掀起眼皮 问了一嘴 却只见白玉生瞬间僵在了原地 甚至不小心碰翻了刚刚搁在旁边的奶油蘑菇汤碗 噓 白玉生比了一根食指竖在嘴边 小心翼翼接通了电话 哥 对面明明什么声音都没有发出来 但无端就是让人感到浑身压抑 白硕形冰冷 没有任何波澜起伏的声音 慢慢从话筒里面传了出来 像是守候在暗处的黑曼巴 电流声就好像鲜红的杏子 嘶嘶作响 白玉生胆子很大呀 白玉生放轻了声音 怎么了 你在哪 在学校呀 白硕形那边安静了一会儿 一声冷笑 撕破电流声而来 是吗 北城好玩吗 这回安静的人 换成了白玉生 你 你怎么知道我在北城 你回家了 你没看微博吗 哦 和沈志颜在一块 腻歪疯了 都没空看一眼微博了是吧 白玉生 他张着嘴巴 有些讶异地看向了沈志颜 不是 我 三个小时之后到北城 你给我乖乖待着别乱跑 别去看微博 卸载了也行 嘟嘟嘟 直到通话时 自动触发的防务处功能消失 屏幕重新亮起的时候 白玉生 还有些恍然失神 你哥要过来 沈志颜靠了过来 去牵女孩的手 嗯 他说微博 白玉生刚点进微博 第一条推送便是 警号沈志颜恋情曝光 对方一是 零下豪门之女 我靠我前几天 还在真情实胆科之心之意呢 这会儿告诉我 我的不必了 楼上你不是一个人 姐妹们 女方好像是白红明的女儿 我靠你们知道 我查到什么了吗 他们两个居然在学校 还是失神关系 这么劲爆吗 沈志颜这张脸 也太有迷惑性了 你们还记得 裴一刚火那会儿出的事情吗 好像就是沈志颜不想负责人 就逼着裴一说 他们俩没在谈恋爱 互联网果真没有记忆啊 那段时间 网上骂得可凶了 沈志颜出国 好像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吧 楼上你说的 我也记得 这个女的 连自己老师都勾引 渣男贱女 给我锁死 尊重祝福啊 沈志颜直接捞过白玉生的手机 将屏幕倒扣过来 摁在桌面上 别看了 网上的东西而已 不会对我们有任何影响 沈志颜 裴一刚火那会儿 你是不是高三毕业 白玉生也没有要去抢自己手机的意思 甚至表情也出乎沈志颜的意料 淡然又平静 只是眉眼间填上了几分胶着 但并不是因为她自己 嗯 和你出国这件事 真的有关联吗 有 美术馆下午两点开馆 原本守在门口的不少人 也看到了微博上的消息 一批人留在门口 互相开始八卦了起来 还有一批人 干脆直接离开了美术馆 走了 还不忘踩两脚 只喊晦气 活动没有提前准备过这样的紧急预案 没有沈志颜的通知 展馆 按照正常的时间重新开馆 沈志颜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回来了 她站在早上做开展演讲的舞台前 垂着脑袋 漫不经心地整理着自己的袖口 人群慢慢在安保的指挥下 从展会门口涌了进来 进门就看见站在不远处的沈志颜 认识的人互相对视了一眼 表情神色都有些微妙 辛苦大家不远万里来参观我的展会 希望我的作品能让你们感到不枉此行 另外 我打算再次就中午 在网络上对本人的一些恶意造谣 做一些简单的解释 如果您对此不感兴趣 可以先行前往展会二楼进行参观 原本守在门口的记者媒体 就不在少数 中午出现了这样一件事情 紧急闻着味道赶来的记者不在少数 沈志颜这回没有拒绝媒体的介入 甚至等到在场的参观者与媒体 都稳定了下来 她这才清了清嗓子 很抱歉 中午占用了公共资源 给大家带来不少的负面情绪 其实对于这件事情 我在当年就应该做出相关解释 然而一直拖到现在 是我的失误 借着这一方小小的讲台 也算是一次简陋的记者发布会 我会采取网络直播的方式 对此次事件做出澄清说明 她退去了以往 那份吊啷的样子 单手捏着话筒 眼尾微微上扬 琥珀般的浅褐色毛子 绕着场下扫了一圈 没有熟悉面孔 神色各异 留在一楼的大多数人 也都是奔着她上午的黑料而来 看好戏的人不在少数 但是有一个原则性的问题 我沈志言呢 过去26年 有一半时间呢 都是白玉生 也就是我现在的女朋友陪着过来的 甚至在我最孤独的那段时间 身边也只有她一盏灯 不管是过去 还是将来 我的爱人 尤其仅有她一位 所以恳请大家 以及网络上的各位 不要恶意揣测 我们之间的关系 哥 在这 白硕行刚下飞机 还没有完全从机场出口走出来 就听见了白玉生甜丝丝的声音 她给自己的手机锁屏 一张脸冷的 比外面零下的温度还动人 大概是她这个年纪的男生火气都旺 白玉生整个人都裹成一个球了 白硕行 却只穿着一件单薄的藏蓝毛衣外套 内搭加绒衬衫与马甲 原本苍白的皮肤 也因为温度的原因 泛着一层薄薄的浅粉色 添了几分 显得倒是没有之前唬人了 她逆了白玉生一眼 不如说是在打量她有没有受伤 或者受委屈 看到人完全没事 反而还咧着一张嘴 没心没肺地笑着 白硕行冷哼了一声 直接掠过白玉生 昂首阔步往出口走去 哥 你理理我吗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白玉生倒也没有觉得被扶了面子 一路小跑着 追着白硕行的后脚 跟在后面不住地叙叨叨着 不敢当 你白玉生还会犯错吗 这声歌 你要不然还是叫给别人听 那怎么行 难道你在外面有新妹妹了 不要我这个妹妹了 一 白玉生只感觉身上冒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说实话 从小到大 她就没用这个调子 与白硕行说过话 再说 两个人见面的次数 本来就不多 也没什么机会让白玉生去撒娇 白硕行猝不及防顿住脚步 转过身 抬手挡住了白玉生 往他身上撞的脑袋 哟 这不还知道 你白玉生 是我白硕行的妹妹吗 我还以为你早就忘记了呢 白玉生捂着脑袋 只是笑 还有这个 白硕行把手中提着的礼盒丢了过去 今年的生日礼物 从护士直接飞北城 来得及 有点简陋 你凑合着收吧 说完就扭过了头 再也没看白玉生一眼 七 白玉生有些眼热 他抱着手里的礼物盒 颠着有几分重量 往年白硕行送给他的生日礼物 看上去是为了应付自己妹妹生日随便送的礼物 但实际上却是最用心 最符合白玉生心意的傲娇的跟什么似的 白硕行主要发展地区在护士 白家 虽然在北城有成立分公司 但他一个人惯了 不习惯在麻烦家里 这会儿 他站在飞机场大门门口 等着下一辆出租车开过来 白玉生朝着沈家的车招了招手 让车子开了过来 哥 拦不到车吗 上我的车吧 白硕行瞥了一眼 那辆纯黑天月 你的车 啊 白玉生挠了挠脸颊 沈 沈老爷子的 出现 白硕行紧了紧自己的外套 抬脚往天月后面停着的那辆出租车走了过去 师父 在人吗 他扣了扣车窗 等着出租车司机将窗户降下来 出租车师父上下打亮了他一眼 车窗外的男人虽然脸黑得吓人 但骨子里那份浊然的气质是骗不了人的 这是个大客户 师父降下车窗 宝金风霜的脸上洋溢着热情 帅哥 您去哪啊 白硕行顿了一下 他看见微博热搜的时候 脑子一热 就买了最近的这趟航班跑到北城来 但实际上 如果不是白玉生主动跑到他眼前的话 他根本不知道白玉生与沈志颜他们两个在哪 嗯 您稍等 出租车司机探着脑袋看了一眼路边指示牌 哎 那您可得快一些 这边限停两分钟啊 白硕行直起身 捏了捏自己的鼻梁 周车劳顿 他本来就已经有些累了 眼眶里也犯上了几丝红血丝 他转过身看到了依靠在纯黑天月边上 把这哈欠的白玉生颇有些脑 白玉生 哎 来了 哥您说 地址 白玉生打开出租车后门 率先钻了进去 在靠近右门的地方乖乖坐了下来 师傅 是美术馆 谢谢你 白硕行 他抬起腕表看了一眼 距离这辆车在这停靠已经接近两分钟 左右等不到其他出租车 他也不磨蹭了 跟在白玉生后门 抬脚上了车 这会儿是下午 刚好开工的时间 机场高架上没什么车 一路畅通 路边没什么植物 就算偶尔见到不高的灌木 叶子也差不多掉干净了 冬日的北城 看上去有些空气 车内外的温度差 凝在车窗上 雾蒙蒙的一片 边角甚至细小的水珠 白玉生闲着无聊 在玻璃窗上滑了一个珠脑袋 旁边配字BSX 被化成珠的本人支着脑袋 完全没有要管白玉生的意思 他闭目养神 眉眼间尽是疲惫 说说吧 你和你那位像好的事情 他话还没有说完 白玉生就掏出他自己的蓝牙耳机 对着他的耳孔 就塞了进去 自己听 沈志言的声音本来就很有辨识度 再加上他在正式场合 讲话的时候 会不由自主带上一点之前在北城生活时 潜移默化地强调 评则有序 娓娓到来的时候 有一股说不出的沉浸感 大家都知道 我并不是北城人 我从小在林下长大 白玉生是我的邻居小姑娘 从我四岁开始 第一次认识这个小姑娘 到十八岁意识到 自己原来对她的感情叫做喜欢 到如今二十六岁我终于有机会 将她介绍给你们所有人 人生大半载 并不是网络上几句师生龌龊关系 就能否定我的所有爱意 诚然 在白玉生尚且在校就读的阶段 我任职林下美院的代课教师 确实是我思虑不周 此次化展结束 我会辞去学校工作 维护正常的教学秩序 关于我与裴小姐的事情 因为父母工作关系 我被我爷爷沈灵生 接到北城进行生活与学习 在高中的时候 才与裴小姐相识 裴家与我爷爷沈灵生交好 裴小姐也会经常来拜访我爷爷 几年前的那几张照片 确实如同裴小姐当年所说 是有人恶意借位拍摄 沈裴两家已经联姻 更是空穴来风 无机之谈 出国进修 也只是 为了避免当年网络上的流言蜚语 影响到我的家人 影响到裴小姐未来的演艺生涯 更是为了避免 因为我个人因素 而可能对我爱人带去的负面影响 我只是一个艺术家 原本对于这些无中生有的谣言 我完全可以选择视而不见安心创作 大可以像之前一样做好公关 再出国进修一段时间 但是这一次我并不想这样 涉及到我爱人的声誉与未来 我认为不能就此姑息 我会就这次谣言源头的账号 进行上诉 我希望媒体与个人 能够将重点放在我的画作 而不是放在过度关注 我的私生活上面 笔墨单轻 是为了创作 是为了抒发胸义 并不是为了染黑一个人的清白 甚至成为恶意攻击他人的利剑 我总是会想 白玉生对我来说 到底意味着什么 是无边暗夜中的灯火 是平静荒漠中的一眼甘全 总觉得这些比较俗套 所以我拿起笔开始作画 想他的时候就会画一幅 也许当时无关风月 但如今我默然回头 沈志言抬手 指尖正对的方向 是画展宣传广告上 大大的玉生两个字 自是他亲笔写的 苍静求挺 他是我笔下世间万物的 归属与灵魂 是我心间最孤傲的风 沈志言一共也就讲了 十来分钟的话 白硕行只听了前面一半 直接把白玉生 硬塞到自己耳朵里的 蓝牙耳机给捏了出来 丢还给了白玉生 哥 怎么不听了 这讲的不是挺好的吗 白玉生握住 他丢过来的蓝牙耳机 耳机上面的感应灯 闪烁了两下 应该是悟出到了 他耳朵里的半只 也没了生意 白硕行抱着两个手臂 养着脑袋继续假妹 听他怎么夸你 怎么爱你是吗 肉不肉麻 又不是夸我 我听什么 女孩将耳机塞进自己的耳朵里 重新把网络直播给打开 我倒是觉得 您真的生气的时候 比您平时看上去好相处多了 确实 之前的白硕行 总给白玉生一种巨人千里之外 能用几个字解决的事情 就不可能会说一句完整的话来浪费时间的冷漠人物形象 甚至完全不夸张地说 对于从前的白玉生来说 白硕行这个哥哥 确实就是一副凶神恶煞 人狠话不多的样子 也不知道 是在北城待了这么几天 被潜移默化了 还是因为什么缘故 白玉生这会儿说话 也不自觉带了一点北城的腔调 他自己听着 倒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在白硕行看来 就好像他在阴阳怪气似的 他重新睁开眼 眼中原本已经化去的锋利 这会儿又慢慢盘旋了上来 甚至比之前更冷了几分 也行 过一会儿 让您真正见识见识 什么叫好相处 他也学着白玉生的腔调呛了回去 嘿 您说什么 白玉生还在调试耳机音量大小 倒没怎么听清楚 白硕行在说什么 却无端感到 背后一阵发凉 明明是零下的寒冬天气 他额头上 却冒了一层薄薄的汗 沈志炎基本将这件事情 包括当年的事情都解释清楚了 但仍然有不少记者堵在一楼门口 迟迟不愿意散去 沈先生 您能确保这些信息都属实吗 毕竟只有您一个人的说法 而且对当年为什么不出面解释这件事情 您也含糊其词 您能给我们做出相关解释吗 几家报社的记者 一窝蜂涌到了舞台前面 长 枪短炮 差不多要对到沈志炎的脸前 他倒也不恼怒 也没有要往后退缩的意思 只是淡然地笑了两声 多留意了几眼 那位记者所属的报社 logo 首先 我能够确保 我下午说的句句属实 但确实如同你说的 只有我一个人的说法 并不具备相应的公信力 晚些时候 我会整理一些资料 再往上公示 至于后面这个 他停顿了一下 镜头面前确实能将一些动作行为 给无限放大 一瞬间地回避 在日后 也许就能成为别人揪着不放的细节 后面这个 我来解释吧 美术掌管大门被再一次推开 女人踩着细膏跟 妆容精致 就连头发间的弧度 都像是刻意安排过的 红唇微泥 气场冷艳逼人 外边零下的温度 身上却只穿着一件单薄的脏红色风衣 裴翼摘下墨镜 杨纯朝着所有在场的记者笑了下 凌冽的寒风砸在门上碎成了几半 又扑速速地往门内摔 聊起了他单薄的衣角 他近些年的事业 虽然蒸蒸日上 成了娱乐圈中的当红小花 但比刚出道那会儿瘦了太多 好像下一秒 整个人就能被吹走了似的 要是只有沈志言一个人的说辞还不够的话 加我一个怎么样 美术馆内的记者面面相去 都有些出乎意料 但记者总归是记者 见不得自己比任何一个同行 反应慢上一步 长镜头与收音器 瞬间调转了一个方向 直直地朝裴翼的方向定了过去 当年的事情 从最开始 就是我一手策划 那张暧昧的借位照片 还有后面那条一死模糊的声明 后面发生的一系列事情 不是当时的我能控制的 当时沈志言没有做出及时回应 也是因为我的恳求 沈志言这个人吧 裴翼高昂着脑袋 目光越过人群落在了沈志言身上 热意灼灼 她就是太为别人着想了 我甚至还特地跑去林夏 向她的几个初中同学求证 她初中那会儿 对谁都是一个样子 从来没有说 对哪个姑娘有特殊关照的 看上去比谁都冷淡 但这颗心却比谁都高中的培议 多骄傲一个人啊 却能屡次为了她 放下自己的身段 甚至用自己的未来职业生涯 来让她妥协 所以当时是您威胁沈先生的事吗 那么您承认 之前那几张照片 是你找人偷怕的吗 请问你有什么话 想对因为这件事情 受影响的沈先生 以及白小姐说吗 裴小姐 能先问你一个其他问题吗 裴翼微微抬了抬下巴 你说 至少在目前为止 您是这件事情当中的受益者 抛去这个不说 您现在是娱乐园中话题讨论度 与知名度最高的女演员 甚至今年有望能够封为影后 您既然当时选择隐瞒 那为什么 今天会选择将这件事情说出来呢 裴翼忘了过去 对方看上去 年纪并不大 像是初出茅庐的小记者 记者行业 也在不断更新迭代 问的问题 也比之前那些油滑的老记者 直接的多 您也觉得 我在这个事件中 是一个受益者吗 这 按照目前的舆论方向 确实是对裴小姐 您比较有利 裴翼的眉眼 完全舒展了开来 眼中闪烁着破碎的光 我作为一位演员 任何与演员本质工作 不相关的热搜 不管风向是好是坏 其实对于我本人来说 都不算一件好事 更何况 这件事就像一根横根 在我心中的尖刺 扎更了那么多年 每一次提及 都会逼着 我去重新审视当年的那个自己 真不算什么好事 今天在这里主动将这件事情解释清楚 不过是我想用自己的办法来赎罪罢了 有人告诉我 我不应该为任何人驻足 不应该停滞不前 但其实 他并不是第一个这样劝我的人 这一路走来 有好多人都叫我往前跑 不要回头 裴翼转过身 朝着沈志颜的方向走去 但是他就站在那里 沈志颜回避了他的视线 捏着手腕扰骨 自顾自活动了一番 继而轻轻叹了一口气 其实你没有必要这样做 你完全可以继续 当你光鲜亮丽的大明星 我已经不是几年前的沈志颜了 裴翼收回视线 你确实不是几年前的沈志颜了 你现在有能力护住你想护的人 我应该道一声恭喜 如果我今天不站出来 以后我在你这是不是连一声裴小姐 都听不到了 沈志颜不置可否 他从手腕扰骨 一直玩到了自己的指尖 终止因为长期作画的缘故 最上面一段指节的左侧 生了一层薄薄的茧子 并不难看 反而显得整只手没有那么冷硬 倒还留着有几分人情味 裴翼了然 转过身 与沈志颜拉开了一段社交距离 面对讲桌下众多的媒体观众 脸上的表情依旧漂亮 得体 没有一丝狼狈 却无端让人想到了一只脆弱的天鹅 这件事情 我会让我的公关团队处理 再稍后也会发布详细 严谨的声明 一定能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 这次的事情 也得亏审之言反应快 在舆论正式发酵之前 立即出面解决 再加上裴翼的出面 之前网上炒得最凶的几个账号 统统删除了原微博内容 也有不少 甚至直接消耗处理 高速发展的互联网 每秒钟都能更迭无数信息 网民的吃瓜热情 也就持续了一小会儿 已经成熟的瓜 反而吸引不了他们的注意力 但是白玉生就不一样了 本来他与沈志言谈恋爱这件事 瞒天过海 滴水不漏 这件事情一闹 白硕行算是响应速度比较快的 直接跑到了北城歹人 临下美院的同班同学 才是最难糊弄过去的 沈志言的声明迟迟没有发出 白玉生又不舍得关手机 但是手机不关的话 平均每分钟十个未接电话 他实在有些心力交瘁 白玉生在白硕行的要求下 在自己居住的酒店房间 给他另开了一间 这会儿正摊在沙发上 有些麻木地刷着微博 沈志言的抄话中 从中午铺天盖地的谩骂声 逐渐变成了 对白玉生单方面的挑刺 哎 你们看下午沈志言的直播了吗 但其实这辈子 还没有看过澄清的那么快的瓜 还是本人亲自下场 那于你在高贵什么呀 我看了 以前只觉得沈志言适合当炮 有 就他这张妖孽一般的脸 消想一下他的身子就行了 没想到居然还是情种 今天又是极度小情侣的一天啊 楼上你不是一个人 虽然沈大画家在正式场合 一副斯文禁语的样子 但感觉私底下活并不会差 嫂子呢 嫂子你在吗 你能回答一下吗 真的服了 只是想看我家沈大画家的盛世美颜 近来被一地的裤衩子给绊倒了 求你们穿条裤子吧 则 房间里面的温度确实有些热 他的两条腿高高架在沙发背上 脑袋向后痒 撑了没一会儿就冒了不少汗 估计是刷微博刷开心了 他也没想别的 直接解了自己脖子上的围巾 连着外套一起甩到了另一张沙发上面 砰 的一声 白硕行坐在露台边上 与海外的游戏公司进行视频会议 听到客厅那边的动静 探着脑袋看了过来 刚打算教训几句 可目光所及之处掠过几点红痕 以及他小腿上若隐若现的水墨画 眼神瞬间一灵 白玉生 都说了叫你小声一点 你怎么救 女孩浑身一震 从沙发上面整个摔了下来 手机也没有拿稳 滚到了茶几边上 裙摆因为动作的弧度 又往上面扯了几寸 盖在了膝盖处 大面积的山水画 完全展露在白硕行眼前 因为白硕行的缘故 白玉生一整个下午都被看着留在酒店 昨晚他和沈志颜两个人 实在闹得有些过头了 刚起床还没什么感觉 出门走了几步路回来 大腿根部的肌肉开始有些发酸 他随便扯了个借口 回了自己的房间 换了一身比较舒适的佳容长裙 再加上今天发生的事情 实在有些突然 他早就把自己腿上的那幅山水画 给忘到了脑后 甚至大大咧咧地在沙发上杠起脚来 他扯着裙摆 将自己腿上的墨迹给盖了个干净 接着才从地上小心翼翼地站起来 怎 怎么了 说话的调子都有些颤抖 其实他与白硕行的距离离得不算近 再说还有一道茶几挡着 他并不确定白硕行有没有看到他腿上的那些墨迹 白硕行说到嘴边的话又吞了回去 在肚子里绕了个弯 说出口的时候换了个话题 几点了 白玉生 不是 您刚刚不是拿着平板视频会议吗 你好好的会不开特地跑来问他 现在几点钟了 四点左右 五点不到吧 沈之言呢 白硕行一边说着 一边聊起了自己的衬衫袖子 一层一层折口 挽在了手肘上 明明只是一个再简单再普通不过的动作 却无端让人感觉到有些山雨欲来的压迫啊 美术馆晚上五点闭馆 就算后续工作都放着不做赶回来 怎么的 也要五点半了吧 行 白硕行重新折回阳台 朝着平板对面随意应付了一声 将原本立着的平板合了起来 白玉生见着白硕行什么都没戴 身上依旧只穿着一件单薄的衬衫 迈着一双长腿 直奔悬关 他从沙发上探出脑袋 问了一嘴 哥 你去哪呀 买点东西 你就这样出去吗 不行 白玉生摇了摇头 行倒是行 可是外面现在零下五六度啊 白硕行最后还是用了白鸿鸣在北城的名下资产 他站在酒店门口 姑松鹤丽 一手插兜 另一手有一搭没一搭的 捏着自己的手机打转 手机的界面 还停留在刚刚自己与白鸿鸣的聊天记录上 爸 能借一下您在北城的车吗 行 哪辆 比天悦贵一档次 资金链断了 要我卖车给你擦屁股了 你不是在护士吗 要北城的车干什么 我在北城 你去找你妹了 地址给我 我叫司机给你开过去 您是不是知道白玉生与沈志颜的事情 一辆奔驰麦巴赫S680缓缓停在他的面前 司机从驾驶座上下来 对着白硕行鞠了一躬 手机聊天界面依旧停留在他发的这句话上面 对面没有回复 答案已然很明显了 行 您先回去吧 我自己开 他不动声色地放下 自己原本挽在手臂上的长衬衫 交代完一句之后 张了张嘴 似乎还有别的东西要说 但最后抿直了唇线 将话给咽了回去 那台麦巴赫重新启动 可车后的尾灯迟迟没有熄灭 等到后面排着队的车 都有些不耐烦地 鸣了一声短促的喇叭 白硕行这才阴沉着脸 从驾驶座上下来 把后在一旁的司机 重新薅上了车 对北城部署 你带路 去试美术馆 司机 四点多还不算北城的晚高峰 虽然路上的车辆 确实比下午多了不少 但好在主路都设置了滤波速度 刚好卡着点到达美术馆 结束参观的游客 稀稀拉拉地从美术馆门口结伴出来 美术馆是在原来的基础上翻新过的 顺便扩充了一下周边 雕梁画洞 整个门面都装饰得极其宏伟气派 沈志言就站在美术馆门口 与一位头发花白 精神却绝受非常的老人交谈 确实是一副正人君子的样子 气质浊然 基石如玉 猎松如翠 有松月之姿 几乎让人挑不出错来 白硕行坐在车上 轻轻撵着自己的耳垂 指尖泛着冰凉 温差在耳垂表面交换 却丝毫平定 不下他心中的遭遇 五点整 原本站在门口交谈的几个老人 也乐呵呵地从台阶上走了下来 消失在白硕行的视线当中 美术馆的厚重大门 在沈志言背后缓缓合上 金属荷叶 发出低沉悠扬的闷响 凛冽的寒风掠过门廊 掀起他围巾的一脚 就连落叶都眷恋他 打着卷从他身前落下 明明是孤身一人 却显得万物都在爱他 有这么万人迷吗 白硕行还偏偏有些倔 他打开车门 腰背抵着自家麦巴赫的门框 双手环在胸前 纯黑的钢铁巨兽 与纯白的衬衫交织 明晃晃地有些刺眼 聊聊 沈志言掀起眼皮 面中的一点质红艳逼人 他书耳扬起一个礼貌的笑 行 碰 沈志言话音刚落 就被一股脆着冷意的拳风 给撂了过去 口腔中的血腥味瞬间迸发 昨晚白玉生咬到的地方 这会儿 好像也一起被牵着撕裂了开来 河谷生疼 他稳住身形 活动了一下河谷 看样子 白硕行还是收了力气 至少没有 要将他打到鼓裂的意思 沈志言抬起手背 蹭了下自己的嘴角 一抹鲜红瞻鱼旗上 混在一片苍白的井中 显得有些瘆人 你对我妹妹干什么了 我干什么了 白硕行甩着刚刚用尽的那只手 自从在酒店 见到白玉生腿上的那些痕迹之后 他就有些情绪失控 刚刚完全没有看准 要往哪个地方打 直接抡了过去 这会儿见到沈志言 嘴角挂着的血痕 才有些回过神来 确实有些失态了 至少在他上初中之后 就再也没有干过这种 打架斗殴的事情 能用聪明办法解决的 就少用这种野蛮的手法 嗯 少用这种野蛮的手法 他活动了一番手腕 抡着拳头又挥了过去 他腿上那些破东西 是你画的对吧 沈志言这回 已经做好了防备 在白硕行挥拳过来的时候 下意识往后躲 抬手捏住了他的拳头 白硕行 打人别专跳脸上打呀 破相了 你妹妹不喜欢我了怎么办 白硕行翻了个白眼 鼻腔中带出一抹冷哼 画成水雾画在寒风天中 他伸手攥着沈志言的衣领 原本被熨烫的一丝不苟的布料 瞬间被捏出了几道凌乱的痕迹 不喜欢甩了就是了 你还省得被我揍不是吗 哎 你谁啊 怎么在这里打架 美术馆刚刚关门 巡逻的保安在最后一次 检察馆内的安全 刚好绕到门口 就看见两个人扯在一起 吃亏的 还是最近美术馆的半展艺术家本人 瞬间吓飞了魂 着急忙慌地跑过来赶人 说 我们好兄弟见面 闹着玩呢 不是什么大问题 您忙您的吧 沈志言的衣领 依旧被白硕行攥着 他倒也不觉得狼狈 转过头 朝着保安大叔温和一笑 可是 这看上去也不像兄弟啊 对方的眼神 好像下一秒能把您给千刀万剐了 您要是真被威胁了您 要不然就眨眨眼睛了 放心吧 我这朋友呢 他就这样 一高兴就喜欢打人 白硕行 他松开沈志言的领子 甚至还表现得一副晦气的样子 下意识去衣服口袋里摸自己的纸巾 却发现他出门出得急 压根没有穿外套 就兜着一件佳容衬衫在外面待了那么大半个小时 怒气退了下去 这会儿冷风一吹 还真有些受不住 白硕行敏唇 重新打开麦巴赫的车门 抬脚迈了上去 侧脸线条紧绷 一句话都懒得和沈志言掰扯 保安这才放下心来 那沈先生 您自己小心一点啊 我继续巡查去了 沈志言微微欠身 好 麻烦您了 身边麦巴赫的车窗 缓缓降落下来 白硕行单手搁在方向盘上 骨节淋漓流畅 骨骼与经脉纵横在表皮之下 呼之欲出 后排坐着一个战战兢兢的打着西装的中年人 沈志言扯了扯嘴角 吊耳郎当的懒散样 又溜了出来 再加上唇边那一抹血迹 看上去还真有那么几分顽固的意味 看着就让白硕行不爽 呦 白老板真是敬业 来北城还不忘记拉克接生意啊 不是 我是 后排的中年人连连白手 听到沈志言说的这句话 冷汗直往额头下掉 那沈老板搭个便车 司机的话被白硕行给堵了回去 他顿时整个人紧绷 朝着另一个方向挪了挪腿 将自己的存在感压缩到最小 算了 自己有车 家境贫寒 怕脏了您的爱车 还是不辛苦您了 沈志言笑的脾气 操着一口与白玉生如出一折的阴阳怪气的腔调 他从上衣口袋里摸出自己的车钥匙 甚至还刻意地遮住了车钥匙上的车标 对着另一个方向解开了门锁 听在麦巴赫边上两个车位的车子硬声响起 白硕行搭拉着眼皮 不慎感兴趣地往旁边瞄了一眼 一辆劳斯莱斯库里男从车位里面缓缓驶出 扬沉而去 白硕行 神他妈家境贫寒 沈志言与白硕行差不多前后脚一起回到酒店 顶层电梯间前就是一个休息室 先从电梯里走出来的是沈志言 白玉生懒洋洋地打了个哈欠 从休息室的沙发上站了起来 他看到沈志言嘴边的伤痕后沦了一下 扯着裙摆小跑地凑上去 轻轻沾了一下他唇角已经干涸的血迹 这是什么 我哥打的 沈志言也没有想到白玉生会等在这个地方 他后知后觉的偏过脑袋 有些刻意地去隐藏自己的伤口 也没有正面回答白玉生的问题 没事 你感觉怎么样 有难受吗 我能有什么事 我哥再怎么样 他也不会真教训我 倒是你 他下手真狠啊 不知道打人不能对着脸打吗 到时候破相了可怎么办 他一边叙叙叨叨地 一边小心避开他的伤口 揉搓着他的脸颊 叮 另一边的电梯开门提示音响起 原本就冷着脸的 白硕行在迈出门的下一秒 就看见粘在一起的两个人 脸色又难看了几分 不自觉地去揉自己的手腕 思考是不是刚刚下手太轻了 这会儿 还要不要把这小子摁在地上 抡上两拳 哥 你不是说你去买东西吗 白玉生后撤一步 下意识与沈志颜拉开了距离 但后来一想 反正这会儿他该知道的 差不多都知道了 不该知道的 估计也知道了 倒也没有什么必要避嫌 嗯 白硕行掠过他们两个人的身影 往自己的房间走去 那你买的东西呢 白玉生不屈不挠 牵着沈志颜的手 也跟着白硕行走 被狗叼走了 男人十分不耐烦地 将刷开自己房间的门 自己闪身钻了进去 将他们两个人关在了门后 白玉生摸了摸自己的鼻子 买了东西 被狗叼走的可信度 实在有点低 他总觉得 这句话 有点止丧骂怀的意思 这是他头一次觉得 真正生气的白硕行 不仅没有那么令人发怵 还意外地有些别扭且好笑 他扭过头 看见搭拉着脑袋 斜靠在墙边的沈志颜 嘴角的伤口 让他整个人都充斥着 有几分脆弱 但是并不狼狈 他注意到白玉生 看过来的目光 抬起头对着他 松松散散地扯了个笑 晚上想吃什么 吃你妹 你不知道躲吗 他要来打你 你就站着 让他打呀 沈志颜哼笑了两声 眼中坠着几点光 额前的碎发 落下一道阴影 暖黄的灯光 柔化了他过于凌厉的面部轮廓 趁得他整个人都柔和了下来 像是融化在暖光里肆意的少年 我没有妹妹 少打混 我让你躲呀 你这个样子 明天的画展怎么办 两个人身后的门 再一次被开启 入目 就是白硕行阴沉着的一张脸 还有完没完 一定要在别人的房间门口 轻轻握握 躲什么 躲了我照样能打 白玉生噎了一下 那 那要不然回房间轻轻握握 白硕行舔了舔后 曹牙在呼气的同时冷笑了一声 你们大可以试一试 看看明天的画展能怎么办 滚进来 女孩点着脚 在门口的走廊上 慢慢蹭着 这样也不合适吧 不合适个屁 他妈的 我是你哥 我能把你吃了吗 别总是那么一怒 说脏话不好 生气容易变老 其实白玉生说话 一直都是这个调性 只不过白硕行这个哥哥 缺席了好多年 他不知道怎么亲近自己的妹妹 说话是凶了一点 白玉生自然也不敢用这样随意的腔调与他说话 两个人倒是因为沈志妍的缘故 莫名亲近了许多 能开始半嘴了 沈志妍那堵墙上直起身 当着白硕行的面 对着白玉生的脑袋一阵呼噜 我先回房间了 你和你哥好好聊 白硕行是直接从公司出发的 就带了个人过来 还有工作 必备的平板 甚至连后一点能够预寒的外套 都没有来得及烧上 整个房间空落落 刚开的时候怎么样 这会儿依旧怎么样 唯一有变化的就是 沙发上面还保留着白玉生摔下来的痕迹 行了哥 你真当我看不出来呢 白玉生单手只在入户玄关的洗漱台上 他上半身穿着今天出门的那件嫩黄色羽绒服 下身依旧是丝绒后裙 珊瑚绒的袜子 塞在帕恰狗的毛绒拖鞋里 怎么怪异怎么来 怎么舒服怎么来 那你说说 你看出来什么了 其实你觉得 要是我对象真是沈志炎的话 那还挺不错 白硕行动坐顿了一下 在房间里绕了一圈 找到了自己的唯一行李 他把平板放在茶几上打开 却发现并没有什么要处理的事情 从你的角度看 愿意主动澄清绯闻 也愿意在自己事业上升期 承认自己感情状态 最重要的是 之前并没有任何感情史 干干净净清清白白 这本来就很难得 白玉生把玩着自己的手指 突然想到了 昨天晚上沈志炎送给自己的礼物 还有那个你没有抢到的八亿钻石 说送就送 再怎么说 这八个亿兜兜转转 还是回到你妹手中了吗 一口一个沈志炎 白硕行有些烦躁地捏着自己的耳垂 直到耳垂开始发热发烫 这才有些粗暴地将平板扣上 在辞职的茶几上 嗑出一声闷响 我让你来我房间 是为了别一天到晚 匿外在沈志炎边上 结果你现在一口一个沈志炎 这到底是想干嘛 白玉生 李姐 毕竟我比你先找到对象 以后你有什么事情 需要女伴搭档 也不能喊我了 对你来说 确实损失挺大的 你滚吧 好嘞 我就等着你这句话呢 白硕行 沈志炎回到自己的房间 好在昨天去药店买套的时候 顺手带了一些消毒用品 虽然当时的他 也不知道买这些的目的是什么 总不能说是在做之前 先把自己全身给消毒一边 总觉得有备无患 但好在现在终于能够派上用场 他对着镜子 将沾了黄褐色点符的棉签 轻轻擦拭着自己的伤口 点符顺着湿润的唇线 溢入了口腔 色感顺着口腔臂 慢慢滑了进来 伤口声疼 他滴滴抽了一口气 就听见身后浴室的门被打开的声音 女孩矮着身子 从他抬起的手肘下钻了进来 刚好能够填满他与洗漱台之间的空隙 两个人紧密相贴 不留一丝空隙 疼吗 白玉生没有接过他手上的棉签 反而是握着他的手 将棉签摁在伤口处 轻轻擦了一下 白玉生的皮肤白皙细腻 沈志炎的肤色则有些偏深 明暗在胶叠的手上碰撞 像被打翻的调色盘 有点 活该 两个人就靠在洗漱台边上 有一搭没一搭地聊了好一会儿 女孩的体温 好像在冬天热不起来似的 明明室内 开着恒温26度的空调 可他的指尖依旧冰凉 覆盖在沈志炎温热的手指上 惹得他喉间一阵发痒 掌心都冒了一层汗 你还记不记得 之前慈善拍卖会那天晚上 你就是这样 把我给堵在卫生间上要的 嗯 沈志炎拖着尾音 调子微微上扬 沾了点金属质地的性感 配合着浴室的混音 整个人都放松了下来 像一只巨型猫咪 闻言他下意识 往白玉生的腿上看去 长裙盖在膝盖上 看不见之前的伤口恢复得怎么样 有没有留下什么疤痕 就知道 你不安好心 蓄谋已久了吧 对了 从现在开始你 不能亲我了 男人挑着半边的眉毛 加上他脸上的这点痕迹 整个人脾气得要命 为什么 抹了药 防止你伤口裂开 沈志炎盯着他一双 清零零的眼睛 看了好一会儿 微微躬身 拖着白玉生的屁股 将人放到了洗漱台上 真的吗 嗯 你把我伤害也没用 嗯 眼前男人的面孔瞬间放大 熟悉的红酒蛋香 混着一股浓烈的点酒色感 在鼻腔里横冲直撞 有什么撬开了他的齿缝 长驱直入 白玉生永远拒绝不了 沈志炎的吻 不管是轻柔温和的 还是像这样的热烈张扬的 他没能挣扎多久 干脆直接软在沈志炎的怀中 去回应他的吻 但沈志炎就好像完事的 等到白玉生愿意主动了 他往后退了一步 分开了这个吻 不是说不清吗 他一手勾着白玉生 落在耳边的碎发 另一只手撑在他的身侧 嘴角的点酒 又被蹭了得干净 露出里面粉红的伤口来 低唇的嗓音连带着气声 听得小姑娘耳根子都开始发麻 你耍赖 白玉生实在有些受不住 这个样子的沈志炎 他攥着男人的衣领 却发现他的衣领处 就像被人捏着 狠狠搓了一顿似的 凌乱不堪 不用想都知道 又是白硕行搞的鬼 他心里有股异样腾生 就好像之前在慈善拍卖会会场 被沈志炎关在所有人 都有可能进入的 洗漱式的那一天似的 白硕行存在的痕迹招招 可他们两个 却在隐秘的空间里 互相给对方擦拭着伤口 他从旁边重新拿起 装点服的药瓶 抽了一根面前 伸进去轻轻站了两下 褐色的药水 从原本纯白的棉签顶端 一直往上渗透 等到确保棉签的每一丝棉花 都沾上了点服 这才抬起手 重新将棉签印到了 沈志炎的伤口处 一如之前在拍卖会现场 那会人一样 这回是真的不能再轻了 在白玉生与沈志炎两个人 在玉世缠绵的同一时间 白硕行双手暴毙 呆坐在窗前的沙发上 脸上没什么表情 酒店微弱的地灯暖光 打在他凌厉冷硬的下河线上 有些不尽人情的骨感 他没带行李 再加上并没有在北城发展过 身边连个能够帮忙 购置基础生活用品的助理都没有 人生地不熟 这家酒店的位置 又远离市中心商圈 唯一的妹妹 白硕行颇有些不耐烦地 将自己的手机 往身后的床上丢 屏幕上还亮着他十分钟之前 给白玉生发的短信 这才下午六点多 放在平时他没理由不回消息 能让白玉生放下手机的 也就只有和沈志严 腻歪在一起 这一种可能了 一个人从护士到北城 没有唤醒衣物 没有能够用来工作的笔记本 没有可以打发时间的东西 没有唯一的妹妹 什么都没有 他妈的这辈子 就没有那么狼狈过 扣扣 玄关的入户大门被敲响 顶层套房的隔音效果还算不错 但也挡不住白玉生 扯着嗓子叫唤 他抓了一把自己的头发 拖着步子去玄关处开门 干什么 白玉生也没有想到 白硕行一声不响 就给自己开了门 敲门的拳头没收住 朝着白硕行的脸 直直挥了过去 扣 白玉生你想死吗 白硕行捂着自己的鼻子 因着惯性 往门后退了两步 虽然白玉生没用太大的劲 但毕竟是脆弱的鼻梁 白硕行只感到一阵生疼 下午我打了你对象 你这会儿 就迫不及待报复回来是吧 白玉生善善地盯着自己挥出去的拳头 一双圆溜溜的眼睛眨巴了两下 闻言刚到嘴边的抱歉就吞了回去 他收回自己的手 背在身后蹭了蹭 你说是就是吧 你什么态度 女孩抽了抽鼻子 你什么态度 我就什么态度 嘿 沈志言原本就站在边上 看着兄妹两个人半嘴 直到见着白硕行 有些绷不住 要出手收拾白玉生的时候 他这才像征性地伸出了手 挡在这对兄妹中间 今天生生生日 我们打算出门庆祝一下 他话说到一半 犹豫了一会儿 食指指节抵在下巴上 做了一个不明所以的手势 哥 您要不要一起 白硕行 他扯了扯嘴角 此地无垠三百两式地 撸下原本晚在手肘处的衬衫 掩盖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虽然脸色依旧难看得要命 但心下却扬起了一整暗爽 又嘎又爽 抢了自己八个亿的钻石 又怎么样 该喊歌的时候 还不是得喊歌 只是不知道 这小子回去之后 到底是给自己嘴边的伤口抹药 还是抹唇彩 怎么嘴唇红得有些不太自然 白玉生也是 两个男人都是锋芒毕露的天之骄子 在各自的行业里 熠熠生辉 针锋相对的时候 隔着大老远都能感受到凝固起来的气场 也不知道是不是沈志言妥协的那一声 两个人之间的氛围缓和了不少 至少面对面的时候都少了滋滋冒烟的电火花 一起啊 不一起就看着你们俩 在外面乱来吗 你以为我那么大老远 从护士跑到北城来 是干什么的 虽然前一天晚上 沈志言已经在酒店给白玉生订了个包厢过生日 但并没有因为已经提前庆祝过生日 第二天就敷衍了事 只是谁也没有料到 第二天会发生这么多事情 提前预定好的餐厅 也是按照双人烛光晚餐给布置的 所以等到白玉生与沈志言面对面 在装饰精致的椅子上落座 但白硕行在一旁 只能坐餐厅临时调来的普通套布椅子的时候 整个场面就有些微妙 什么都是临时拼凑出来的 就连上的菜也是成双成对配套的 白硕行那一份 是后厨另外赶制出来的单人餐 对比他们两个的来说 就显得寒酸了许多 这次订的并不是包厢 而是在餐厅大堂的靠窗最佳风景位 本来就招摇得很 白硕行往这边一坐 瞬间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力 在陌生人眼里 就好像白玉生脚踏两条船 偏偏这两条船 还能坐下来心平气和地吃饭 白硕行吃了两口就没了胃口 主要不是他不想吃饭 从中午到晚上 奔波了那么久的时间 就算是铁打的身子 也差不多该饿了 只是白玉生与沈志言两个人实在碍眼 但其实有他坐在边上 他俩也没做什么事情 规规矩矩吃着饭 没有其他情侣一样腻味 偏偏白硕行自己也说不出来 他们俩到底什么地方爱着他了 就是无端倒胃口 哥 你不吃了吗 白玉生嚼着沈志言 刚给自己切好的牛排 半边脸颊被满当当的肉 给鼓了起来 嘴角还沾着一点黑胡椒酱 不饿 他有些迟钝地抬手 对着白玉生 指了指自己的嘴角 示意让他擦擦嘴角 一只手却从他的视线中 大刺刺地穿了进来 指尖捏着一张纸巾 轻柔地帮白玉生 嘴角的黑胡椒酱 给擦了得干净 白硕行沉默了好一会儿 有些无语 他终于知道自己 为什么倒胃口了 他就是纯纯座 要答应他们两个 出来陪白玉生过生日 甚至他人生第一次 对自己的行为 感到有些怀疑 为了这个吃里爬外的小白眼狼 从护士跑到北城来 真的有必要吗 凭心而论 就沈之言 对于今天网络上 爆发的谣言的反应程度来看 他作为交往对象来说 确实是构格的 再者两家之根之底 将白玉生 叫给沈之言 总比交给 其他任何人来的安心 只是实在有些不甘心 白硕行自知 自己与白鸿鸣对待白玉生 确实没有用对方法 自从苏惠走了之后 没有人知道 要怎么样照顾 这样小的一个小女孩 真就一个捧在手心 怕摔了 含在嘴里怕话了 她与白鸿鸣一样 越害怕自己对白玉生不够好 就越不敢与她相处 最后的结果 只能是越离越远 又或许是 国人骨子里的情感内敛 越是在亲近的人 就越不敢表达自己的情感 像沈之言这样子 毫无保留的爱 也许正是白玉生 所欠缺与需要的 她又像征信德 动了一下自己面前的饭菜 偶尔因两声 白玉生闲聊的话题 餐厅里的纯音乐 铺垫在人声之下 静谧又安详 她突然觉着 好像大老远跑到北城来一趟 好像也挺值当的 哦 就是这个开放餐厅里 其他人的窃窃私语 实在有些烦人 声音大的她 听得一清二楚 三个人本来出发的时间就晚 白玉生吃饭速度 又是出了名的慢 等到她把最后 一口一面卷了个干净 餐厅里差不多也没什么人了 要不然怎么说 这个位置是整个餐厅最好的呢 写字楼的万千灯火 点缀在窗外 车水马龙 点亮一路繁华 北城的每一寸土地 都承载着一份 诚挚与纯粹的梦想 白硕行也从来没有设想过 有一天 自己也能和白玉生 以及他的男朋友 心平气和地坐在一张桌子上 甚至桌子正中间 还点燃着暧昧的心形烛火 他莫名其妙地轻笑了一声 惹得白玉生有些震惊地 往他的方向看了过来 一脸自己这位哥哥是不是大受刺激 脑子不正常了 怎么了 我脸上又沾着东西吗 少废话 吃完没有 哦 白玉生转过脸 本来想从桌子上拿起自己的湿巾擦一下手 但是自己那一块早就沾满了酱汁 他极其顺手地往前一捞 把沈志颜的那一块给抓了过来 脸上净事了然 自己这位哥哥应该是真的受不了 这台爱心蜡烛塔了 吃完了 可以走了吗 可以了 白玉生坐在椅子上 乖巧点头 不过回酒店 之前我们要不要去一趟商场 白硕行只肩摩缩着自己的车钥匙 人却在走神 没有听清楚白玉生说的话 随便恩了一声 你不是来北城 什么东西都没带吗 换洗的衣服也还是要的吧 然后就是 白硕行这才回过了神 意识到白玉生在说些什么 算了 护士那边我不能离开太久 白玉生刚站起身的动作 顿在了原地 就待这么一会儿吗 来人单手在沈志颜与白玉生之间 随意比划了一下 我刚来的时候 你可不是这样说的 他站起身 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衬衫衣板 我来呢 就是怕这件事情闹大了 你会不开心 既然沈志颜已经把这件事情 妥善处理好了 那我也没有继续待下去的必要了 倒也不是 小姑娘站在原地 背后就是灯光灿烂 光线熨染在她的轮廓处 翘起的头发都被镀上了一层荧光 白鸿鸣与白硕行在外面的这段日子 白玉生是真的有在好好长大 行了 别这么一副伤感的样子 话展结束之后赶紧给我回灵下 书不读了是吗 哦还有 你是不是中午之后就没有看过微信 手机卡也拔了 你怎么知道 白玉生确实在出事情之后就没看过微信消息 甚至因为打电话过来求证热搜真假的电话太多 她也干脆把手机卡给拔了 落个安静 爸向我问起你了 他也比较担心你 记得把卡插回去之后和爸道个平安 白玉生这才后之后 绝出了这件事情之后 他回灵下之后是个什么样的境地 他朝着沈志言勾了勾手 从他口袋里要回了自己的那张SIM卡 手机刚连上网 顶端的消息通知栏开始爆炸式的 一股脑将下午堆积的消息 全给白玉生吐了出来 白玉生 两辆车最终在商圈地下车库的出口处分道扬镳 白玉生坐在副驾驶座上 开始考虑自己那么大一堆未读聊天记录 到底要怎么回复 车内没有开氛围灯 只有车外路灯的光勉强照亮车厢 手机白绿相见的荧光印在女孩的脸上 勾勒出他一脸的不耐烦 楚奇的头像排在最前面 除了被置顶的沈志言小猫头像 下一个就是楚奇 从中午十二点多一直到刚刚 一直没有中断过 意料之外 情理之中 他都不用点开楚奇的聊天记录 都知道这会儿 他在逼逼赖赖些什么 白玉生先在一堆红色省略号中 找到了白鸿鸣的聊天框 先给自己的父亲道了一声平安 但其实确实如白硕行想的那样 沈志言将这件事情处理得十分得体 且迅速 爆出来的瓜 还没有在各大营销号的手中盘上一遍 他就在自己的美术馆里 开展了那一番触及肺腑的发言 等到营销号整理好通稿 准备发出去蹭热度的时候 风向就完全发生了转变 他不仅成功将自己渣男的标签 摘了个干干净净 甚至还赚了一个深情艺术家的好口碑 白鸿鸣与白硕行一样 只是想着 白玉生会不会受到网上的影响 确定自己的小女儿 确实没受到什么委屈了 这才放下心来 不过 你哥哥去找你 是不是和沈志言碰上面了 白玉生下意识往身边看了过去 信号灯转红 沈志言松开了原本搭在方向盘上的左手 转而变成只在车窗上 曲起手指 揉了揉自己的太阳穴 骨节上还沾着今天上兴去指导般的墨迹 他像是感应到了白玉生投过来的视线 也朝他看了过来 怎么了 他知道 白玉生在和他的父亲打电话 只是做了个嘴刑 用气声询问白玉生 嗯 碰上了 小沈没什么事吧 嗯 不愧是亲殿 知道自己儿子是什么德行 没事 能有什么事 白玉生捂着话筒 这句话不只是说给白鸿明的 也顺便回应了沈志言的询问 这条十字路口的红灯 时间不算很长 两个人莫名对视了那么好一会儿 白玉生一边应着白鸿明的问候 一边分神去盯沈志言那双浅褐色的毛子 滴滴 已经出了闹市区 后面的车辆便没有了束缚 短促的鸣笛拉回两个人的视线 沈志言率先转过头 一脚油门轰了出去 嗯 对 爸 我们这边还有些事 我先挂了呀 白玉生完全没有听清白鸿明最后说了什么 直接将微信的语音通话给挂断 将脑袋埋在自己的手掌心中 痴痴笑出了声 沈志言不知道白玉生为什么一个人笑了 也许是氛围使然 他也没忍住 跟着白玉生一起笑了出来 你笑什么 白玉生捏着自己的两侧脸颊 试图让自己停下来 你笑什么 我就是突然觉得你说的没错 你和我谈恋爱确实挺憋屈的 沈志言轻哼了一声 够迟钝的 这回怎么说 白玉生扯着安全带 侧过身子 掰着指头 去数今天发生的事情 你看 无缘无故被我哥抓取揍了两拳 好端端的一张脸 这会儿被打破皮了 也不知道以后会不会破相 不过啊 虽然我和我哥一年到头 不是经常聚在一块 但怎么说他也是我二十多年的哥哥了 总感觉这么暴力 不太符合他的人设 虽说之前见着我和其他小男孩玩的时候 脸色也不算好看 至少没有动手啊 小姑娘一个人叙叙叨叨的 从一条十字路口 念叨到了下一条十字路口 嗯 你觉得是因为什么 开车的定律大概就是 遇到一个红灯 那么接下去的每一个信号灯 不出意外 应该都是红灯 但是这条定律对绿灯没有什么用 沈志言停稳了车 继续转过头来 看白玉生 我怎么知道 可能长途跋涉的 太累了吧 就好像女孩子来立驾 白硕行说不准也有这种情况 信号灯跳了两下 即将转为绿色 原本好端端开车的沈志言 却笑得有些止不住 车屁股后面的 刹车灯亮了右面 整的后面那辆车 已然没了脾气 毕竟是北城的道路 不管什么时段 路上的车都多得要命 后面那辆车基本上 从沈志言刚出发那会儿 就跟在后面 打了好几次转向灯 都没有办法成功变道 只能委屈巴巴地 跟在沈志言那辆库里南后边 这回连喇叭都不按了 沈志言深呼了两口气 勉强将自己的笑给指了下来 他的视线 从白玉生的腿上扫过 放到了挡风玻璃前的路况上 我觉得 你说的没什么问题 不过和这件事 应该没什么关联 好不容易让后面的车 钻了空子 终于让他变了道 那车撒欢似的 在沈志言的车子边上 抖了两下 沈志言倒是对旁边这辆车 没什么反应 他朝着右边的后视镜看了一眼 确定后方安全之后 打了右转向灯 换了一条路 那车没有了可以嘲讽的对象 白玉生是头一次 看见了一辆车的情绪 感到有些好笑 有可能是他跑来看我的画展 被我的画给惊艳到了 于是决定 对我大打出手 白玉生 您瞧瞧您说的是人话吗 不过说起话来 白玉生突然想到了 他下午的那一帅 啊 那看来下午他是真的看到了 嗯 白玉生把下午发生的事情原样 与沈志言说了一遍 我哥他当时外套都不穿 就往外跑 沈志言沉吟了一会儿 温温吞吞地丢出两个字 不亏 等到白玉生空下来了 这才想起来 还有楚琪这个人 聊天记录实在太多 他懒得一条条给看下来 干脆直接飞过去 一个语音通话 那边就好像就蹲在手机边上似的 铃声还没想多久 就被接通了 白玉生 你够不够兄弟啊 楚琪平时看上去没什么气势 这会儿却不知道哪来的力气 吼那么一声 白玉生瞄了一眼自己的手机屏幕 确实没有开免提没错啊 从预示出来的沈志言 也刚好赶上了楚琪这一声吼 他擦着自己半干的头发 在白玉生的边上坐了下来 身边的沙发凹陷下去一小块 连带着白玉生 也往沈志言的方向抖 他清楚地听见 沈志言略带了些磁性的声音 在自己头顶响起 痒嘶嘶的 谁啊 女孩将自己的手机屏幕正面朝上 楚琪的备注与头像 晾在沈志言的眼前你的爱徒呢 要不要打声招呼 两个人不知道怎么的 好像爱上用气声交流这种方式 完全忽略了 手机扬声器里 还断断续续传来楚琪的骂街声 沈志言单手环过白玉生的腰 在腰窝处轻轻摁了一下 哪来的爱徒 男人手臂一用镜 将白玉生勾了过来 下巴微抬 两个人在郭造的手机面前接了个吻 哎 白玉生 怎么不说话 我都听见你那边的声音了 你有没有在听我的话 听着呢 呃 就是控诉 我把你的沈大花家给抢走了是吗 人不是还在这吗 白玉生推散了沈志言一把 将自己的胳膊肘抵在两个人的中间 寻了个空子 与楚气掰扯 谁和你说这个了 我刚刚是说 你那么早就认识 沈大神了 你怎么也不介绍给我认识认识 亏我今年暑假的时候 还在你面前对沈大神狂热告白 合着你当时 把我当猴看呐 白玉生毕竟只是一个女孩 就这么一个动作 无非是躺臂当车 沈志言握着他拿手机的那只手 将手机给扯远了 一颗毛茸茸的脑袋 继续凑了上去 在女孩高扬起的脖梗处 应了一吻 去洗澡吗 依旧是气声 白玉生完全招架不了这样的沈志言 光是这么一个动作 他的指尖都开始酥软 险些握不住卡在掌心的手机 不 手机那头没有安静多久 又开始慢慢咧咧起来 不什么不啊 我把你当好姐妹看 结果还被你被刺 我说呢 怎么上课你和沈大神之间的氛围 就不太对劲 明明我手都抬到天上去了 他就非要看花名册 我严重怀疑 沈大神的花名册里边 只印了你一个人的名字 看样子 楚琪确实是憋着很久了 吐起槽 让人完全接不上话 头名状一查又一查 白玉生感觉自己有些耳鸣朗 身前男人灼热的呼吸 顺着细腻的皮肤一路往下 他甚至有些不敢开口 生怕被手机对面的楚琪 察觉到什么不对劲 好在沈之言也没有继续深入的打算 他也有些不耐烦地抬起头 额前的碎发有些凌乱 慵懒随性中还蔓延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预感 楚琪同学 首先 我的花名册完全没有问题 然后 老师工作期间 请勿打扰 对面的楚琪安静如鸡 过了好一会儿 他的声音才磕磕巴巴地 从扬声器里面传出来 好 好的沈大神 打扰您了 非常抱歉 我真是最该玩 叮 语音通话 直接被沈之言给掐断 他从白玉生的手中抽出他的手机 往身后的沙发随意一丢 整个人附了上去 等等 我 我还没洗澡 能不能让我先去洗澡 白玉生被沈之言逗得欲哭无泪 全身没有一处是不痒的 而且我觉得 纵欲过度 应该是对身体不太好的 咱们要不然 要不然休息一两天呢 沈之言撑起身子 看了白玉生有些慌乱的眼睛一眼 继而将脑袋埋在他的肩窝处 痴痴笑了一声 谁做 遇过度了 白玉生你 是不是真的看不起我 其实也不止沈之言 两个人在昨晚那场 酣畅淋漓的X事之后 都有些食髓之味 毕竟都是二十多岁的年纪 尝了点甜头 便不自觉地陷了进去 更何况 像白玉生这样 一对上沈之言 就完全没有招架能力的 等等 套是不是用完了 白玉生捏着男人的肩膀 说起这个慈眼的时候 还依然有些别扭 他没忍住去回想 昨晚发生的事情 昨天确实没怎么收住 再加上两个人 都是初次试探 就算感情再好 但是肉 体上的默契 依旧需要磨合 光是尝试 就废掉了半核桃 听上去挺荒谬的 但如果是白玉生 这个娇气包的话 又好像完全合理 昨晚沈之言 还没什么动作呢 他就抽抽耶耶地喊疼 沈之言又不敢针筒进去玩事 忍到鹅角的青筋 如岩浆般隐忍的鼓动 随时有可能爆发 逗大的汗珠 黏在下巴上 棱石一动 都不敢动 直到那颗汗珠 终于低落 砸在小姑娘脆弱的景象上 白玉生浑身一击灵 这才顺利挤了进去 之前沈之言只买了一盒 他对这种事情 也没什么了解 本来朋友 就不多 就算是云一白 捧小他们 个个也只会等着看他笑话 这事没法问人 总觉得一盒已经顶天了 但拆到后面 塑料包装被扯得七零八岁 确实一个都不剩了 男人单只手抱着小姑娘 另一只手从衣服口袋里 又摸出了崭新的一盒出来 白玉生 这又是什么时候买来的呀 这还是他认识的沈之言吗 所以 就算知道今天白朔行过来找他 他也没有放过他的打算是吗 当事人并不知道 白玉生心里 现在是怎么编排他的 只随便扯了一句 变魔术变出来的 说完像是把自己都逗笑了 白玉生欲哭无泪 别人变魔术 都是浪漫的玫瑰花 你便一盒套出来吗 沈之言抬了抬眉骨 戏谑了一声 不浪漫吗 浪漫 浪漫你妈 好在这次白玉生 倒没有那么抵触了 但依旧哭得很可怜 眼泪水不要前世地往外涌 纵横了一张小脸 他浮在沈之言身上 小口小口地捕获着空中的氧气 全然没有管自己的裙摆 又被撩了上来 卡在大腿后面 不上不下 在沙发上 并不能做得尽兴 但就算如此 白玉生全身都透着一层淡淡的粉色 貌汗庆出 像刚从锅里捞出来的小虾似的 沈之言刚刚洗完澡 日常的熟夫酒香 被沐浴露的深沉木质掉香味覆盖 发尾还湿答答地滴着水 他半合着眼 轻轻咬着白玉生鲜薄的肩背 恍如一只失去稚气的懒猫 你确实 饿起来什么都不挑啊 白玉生搭拉着眼皮 懒洋洋地去撩拨了一下男人的脑袋 沾了一手的水珠 他也懒得管了 直接贴着沈之言的侧脸 昏昏沉沉地打着盹 连带着自己半张脸 也都挂着水 好在今天事情太多 白玉生懒得化妆 省去了可能蹭沈之言 一脸粉底的尴尬场面 未湿粉带的脸白皙细腻 浓厚的睫毛微微吸动 睡得并不安稳 沈之言轻轻地顺着他脑后 乱糟糟的碎发 拖着吊子磨了一声 怎么就不挑了 我还没洗澡呢 昨晚不是已经帮你洗了吗 昨晚是昨 哎你别弄了 昨晚是昨晚 今晚是今晚 不一样 不一样吗 哪不一样了 沈之言发现 白玉生迷糊的时候 就像一个任性的小孩 眼睛一眯 就可以开始尽情撒欢 嗯 我们刚到这个时候 你说 你说你嫌弃我不洗澡 还有啊 明明订了两间套房 结果还是只睡了一间 也不知道 哪来那么多话让他唠叨 沈之言轻笑了一声 万一你哥发现我俩只开了一间房 就不止是打两拳了事了 我这张脸还要不要了 白玉生扬起脑袋 眨了眨眼睛 一双墨铜湿漉漉的 像掺了水的墨浴 没什么差别吧 反正他都已经知道了 有啊 要是两间房 我还可以狡辩 要是是一间房 你哥来了 我还不得露宿街头吗 白玉生模模糊糊地听着 总感觉有些不大对劲 但耐不住沈之言 时不时对自己的 完全没有办法静下心来 去思考沈之言说的话 在沙发上确实比较费劲 却也十分磨人 白玉生昨晚才第一次尝到味道 他实在有些吃不消 两个人闹了一会儿 他说什么也不想再继续了 只是浮在沈之言背后 一边小口喘着气 小声呜呜地哭 一边无意识地喊着 够了够了 想去洗澡了 沈之言发现 他真的对洗澡这件事 十分执着 像之前那样 已经完全困得不行了 也要从被窝里面爬出来 犹如行尸走肉一般 简单冲洗 一变身子 才肯安稳睡觉 眼看女孩真的困到 睁不开眼睛了 沈之言才受了动作 但其实自己并没有完全进行 他垂着眼瞼 将他的衣服好好整理了一番 面对面抱着白玉生 让他的脑袋 搁在自己的肩膀上 好让他睡得舒服一点 卧室里 弥漫着一丝丝 若有若无的咸色摄香味 混绕在空气中 无声述说着 两个人的狂热声声 他轻轻喊着 怀中女孩的名字 嗯 沈之言小幅度的偏头 看了他一眼 眼睛还是闭着的 睫毛忽闪的频率 也比刚刚小了很多 呼吸悠扬绵长 脸颊边上 还挂着已经被空调风 吹到干涸的泪痕 可怜兮兮的 已经属于半梦半醒的状态了 却在听到他呼唤的时候 还是会下意识应声 男人的眉眼微微舒展 唇角也跟着勾了起来 他学着哄小孩的方法 慢悠悠地拍着白玉生的后背 温润清冷的声线 如山剑流水一般 流淌在两个人的耳边 声声 和我去见爷爷吧 好不好 白玉生好像已经睡着了 沈之言微微叹了口气 两手用了静 将女孩从沙发上抱起来 其实白玉生坚持洗澡这件事情 也不是没有道理 两个人刚做完 做着本来就难熬 再加上他不怎么愿意配合 全程几乎都是沈之言在出力 刚洗好的澡这会儿 又大汗淋漓 淡淡的木质掉香风 盖不住那层若有若无的咸色味 所以他依旧和昨晚一样 想给白玉生洗个澡 也不知道 两个人是不是心有灵犀 白玉生好像也感受到了 他要抱自己去洗澡的意思 挣扎着从梦里清醒了过来 我自己洗 怎么了 你帮我洗 到时候又要弄我 他皱巴着一张脸 小嘴一撅 好像又快要哭出来了 我真的没力气了 沈之言忍着笑 十分耐心地哄着他 并且再三保证自己绝对控制住自己 让他安心睡个好觉 我不信 那你自己洗吧 沈之言说到做到 将他从怀里放了下来 自己俯身去开浴缸边上的水龙头 15分钟 不能泡久了 15分钟之后还不出来 你就等着吧 他扯过一旁毛巾架上新欢的毛巾 将自己沾湿的手臂 来回擦了个干净 再把折上去的衬衫袖子里放下来 把那一寸肌肤 遮得严严实实的 刚刚那荒诞以你的神情瞬间消失 整得整个人有多正经似的 你放心 哎 把玉生刚踩进浴缸里 就差点没稳住滑了一下 彻底把瞌睡 从自己体内赶了出去 江湖师的脑子瞬间清醒了过来 他朝着沈之言善善招手 放心吧 15分钟 我一定出来 但其实沈之言在外面等了20分钟 里面还是一点都没有要出来的意思 他身上的汗都差不多被空调抽干净了 原本湿漉漉滴着水的发尾 也开始变得蓬松 他指尖 轻扣沙发扶手 边上的位置 还留存着刚刚他们欢爱的痕迹 深一片 浅一块 看得人有些眼热 昨晚给白玉生画画的那瓶墨水 还放在桌上 顶层的套房 本来面向的就是非富极贵的客户群体 床上用品选的也都是大品牌 大概是进来清理房间的服务员 也是头一次见这种能把床染黑的顾客 当下就敲定了毁损 按照原价赔偿 顺便还宰了沈之言不少钱 也不知道这套沙发值多少 他抬手瞄了一眼手腕上的腕表 已经接近25分钟了 就算他洗不腻 水温也差不多冷下来 再泡下去指不定得感冒 白玉生 他最后叫了一声 抬脚就要 往浴室里面走 水气朦胧 凝结在墙体上 像是南方的回南天 一沾就全是稀稀拉拉的水珠 镜面也蒙上了一层水雾 白玉生早就穿好了睡衣 坐在浴室边上的小沙发上 睡了过去 明明距离沈之言 倒数第二次叫他 才过去了不到两分钟的时间 沈之言实在有些无奈 他凑近了两步 捏了一把白玉生的脸颊 小猪 回床上去睡 换我洗了 白玉生有些不耐烦地睁开眼 拍开了他胡作非为的手 显然对小猪这个词眼 十分不满 刚刚在想事情 神情严肃 不像是胡乱扯的理由 想着想着 不知道怎么的 就睡着了 男人两手插腰 筋瘦的肌肉线条 在背光的环境下 一览无余 薄肌下是年轻人蓬勃的生机 宽肩窄腰 怎么看都看不腻味 想什么事情呢 白玉生不动声色地咽了咽唾沫 压下了眼底呼之欲出的觊觎 我在想 我答应你了 答应我什么了 去见你爷爷 三天的画展转瞬即逝 来参展的除了部分美术界 有威望的老画家 也有不少各行各业的精英 他们的目的 自然不是为了陶冶情操 或是因为网络上的风波 而慕名前来的 大部分都是看准了沈志炎与楚青烟之间的关系 想要凭借着沈志炎与他的母亲扯上关系 画家办画展嘛 说来说 去其实也就两个目的 一是打响自己的名号 另一个 就是借此机会能够出售自己的画作 确实不少 有风骨的文人雅士 并不在意自己的画最后能够卖出一个什么价格 甚至相信随缘这一套说法 遇见和自己演员的人了 就算不收钱也乐意将作品送出去 沈灵生就是这样的人 但是沈志炎不是 除了有关白玉生的那些画作 其他的画作他甚至想采取拍卖的形式 能捞多少钱是多少 没有什么道德底线 全凭一句 有钱不赚是王八 那些不懂怎么观赏中国传统化的富商们 当然不知道 沈志炎心里想的是什么 总感觉自己买了一幅他的画 作为艺术家的沈志炎自然要对自己感恩戴德 那么与楚清烟搭上线就是迟早的事情 谁知道沈志炎在做生意这件事情上 就和他那浪荡不羁的爹一样 食指不沾阳春水 但其实沈志炎压根就不知道 到底是谁买了自己的画 反正收到钱就是了 白玉生虽然没时收集奢侈品的爱好 但养一个小猪的开销也是不小的 他也并没有什么名声需要去打响 毕竟光是他回国落了那么一小花脸 甚至都跨越画坛 直接杀穿了娱乐圈 再加上后来几次活动的新闻图 每一张无信的抓拍照片 也能在明星云集的微博上 闹出一阵腥风血雨 如果说沈志炎开画展的目的 就是为了卖点画赚点钱 那更没有什么可信度了 要他真的落魄到这种地步了 似合愿意甩手 也够他吃上大半辈子 沈志炎的志向不仅仅在于 让自己这个个体在画坛上站稳 可能他不乐意表达 但是白玉生多少也能看出一点 借话抒情 他想创造出独属于他自己的精神天地 不断完善他笔下的精神世界 在如今喧闹浮躁的快节奏生活中 打造一片让灵魂能够暂时安歇的水墨净土 说起来是挺玄乎的 但白玉生也不知道自己哪来的信心 他觉得沈志炎就是这样骄傲的人 原本他最担心的还是他那幅画 混杂在沈志炎众多作品中 笔法略显拙劣的山水图 也不知道有多少人愿意为他驻足 但是出了网上那档子事之后 他和沈志炎之间细枝末节的小动作 都被扒出了不少 甚至连两张压根不在同一个地方拍的照片 都能被辟在一起 当作是无脑撒糖包 画展上给白玉生开了中心展览位 这独一份的待遇 自然没有逃过广大网友的放大镜 一时间慕名前来观赏他这幅画的游客 也不在少数 他一连三天躲在墙角后面 往自己那幅画的展曲苗 庆幸好在这段时间 自己确实跟着沈志炎学了不少东西 不至于在这个时候显得太狼狈 并没有抱着观赏目的 而来的游客变多 就没有办法评判他 这幅画到底是好是坏 多看下去就没什么意思了 他干脆也不躲躲藏藏 反正恋情都被曝光了 干脆每天粘在沈志炎的身后 又或者是随机抢一个小朋友 兴趣入门课的座位 支着手臂看着沈志炎在上面讲课 虽然白玉生的道横并没有多少高 但沈志炎讲的都是入门级的东西 可听可不听 他主要就是想盯着自己男朋友玩 他放在膝盖上的手机 还在间断的嗡声震动着 索屏见面亮着舒逸池的头像 微信消息一查一查的往外貌 舒逸池 我跟你说啊 男人就不能太惯着 别他说什么就是什么 就你之前那几段恋爱来看 也不能太佛系了 什么都懒得管 舒逸池 不过啊 这次我对沈志炎确实大大低改观了 没想到有事他是真上啊 比起我之前追的那个娱乐圈小奶狗 什么都藏着掖着 开个房和打游击战似的 舒逸池 废物东西 还好老娘甩得早 白玉生盯着讲台上的男人 至于他讲的东西多半左耳进右耳出 只看见两片薄薄的嘴唇 不停开开合合 水润粉嫩 看上去就很好清 他两手放在膝盖上 捏起自己的手机 就好像上高中那会儿 当着班主任的面 在下面开小差一样 脸上 神情看上去听得正认真 实际上 放在暗处的指尖 飞速在屏幕上敲着 余生 我觉得你说的没错 余生 男人就是不能惯着 余生 可是沈志炎有八块腹肌爱 舒逸池 出现 他觉得自己 确实不能被自己的好朋友们看不起 于是 他咬着下嘴唇 给自己找不了一句 余生 但是没有用 你看我是这种容易被美惑的人吗 舒逸池 我都不好意思揭穿你 沈志炎没告诉白玉生 其实站在讲台上 下边学生在干些什么 他全都看得一清二楚 反正最近这个小姑娘 黏自己黏得紧 他干脆随着他去 除了第一天出现的意外状况以外 其他几天的画展 并没有出现什么重大披露 沈志炎回国之后 第一次开办的画展 也算圆满落幕 一件事情结束了 另一件事情 又被抬到了白玉生眼前 他那天晚上 把自己关在浴室里 构想了好一会儿 自己去见沈灵生的场景 反复演戏了不下十多遍 心里还是 有些发出 更别说再过不久 这个场景 就要彻底变成现实了 毕竟白玉生 本来就是慢热的性子 同龄人里边玩得过去的 来来回回 也就这么几个人 别说长辈了 更别说沈灵生这种 本来就在他专业领域的权威了 你说我真的不需要 给爷爷买些什么送去吗 不用 我觉得还是要的吧 毕竟是话谈 名声响当当的沈老爷子 我这个实在拿不出手吧 这不仅是我丢不丢人的问题啊 你不觉得丢人吗 不觉得 沈志炎有些无奈地叹了口气 他抱着自己那幅卷轴 颇有些焦虑地 将自己缩成小小一团 卡在副驾驶的边上 抠着卷轴木盒上面的雕花丸 画是刚从展会上取下来的 卷轴的盒子 还是沈志炎用他之前备用的顶上的 白玉生就贡献了一幅画 要啥没啥 他好像觉得自己 这样确实有些丢人了 但是自尊心作祟 抱着卷轴木盒直起身 但是这也不能怪我对吧 再来北城 之前我也没想过会去见爷爷 这实在是猝不及防 全身上下 就一张嘴是硬的 虽然沈老爷子的住所 并没有在北城市中心 但依旧不能小觑 北城的通勤情况 一公里的路 硬是堵了快半个小时 沈志炎随随便便地 将手搁在方向盘上 就前面这个路况 少说还要再堵上半个小时 他干脆挂了屁档 另一只手卡在门框边上 指尖有一搭没一搭地捏着自己的耳后白玉声光是 他自己一个人说话就密得很 他也只能等到他终于愿意歇下来了 才搭上一句话 好像之前在临下的时候 我就和你提了这件事了 也不算猝不及防吧 嘘 沈志炎偏头腻了他一眼 顺便放下摆在方向盘上的手 扯着衣袖 让他往座位中间坐过来一些 又重新调整好他腰上的安全带 前面的车队缓缓流动 他这才松开屁档 任凭车子往前滑行 车后的刹车尾灯 像是闪烁的星 亮的人有些烦躁 放轻松一些 沈老爷子没你想得那么严肃 话是这么说 但是谁知道 你是不是哄骗我的 导航全程也就不过四十多公里 白玉生在车上 叙叙叨叨了快三个小时 等到最后 车子在庭院门口 安安稳稳停了下来 他瞬间闭上了嘴 安静如鸡 路过的狗 见着都得喊一声纷包 白玉生也终于知道 沈志炎 为什么要在临下这样的江南城市 找一套四合院了 还没看内淡 光是外面 这层矮墙 就和临下的梧桐院一模一样 估计是早就知道 沈志炎会回来 四合院外门大敞着 里面的装潢布局 倒是和临下那边的四合院 有很大不同 属于比较传统的 北方四合院风格 垂花门边上的 连廊没有漏空 建筑结构以保暖为主 墙体厚重 屋门紧凑 水泥浇筑的前院里 灵星开着几朵夹缝中 生长的绿植 前院唯一亮眼的 就是枯瘦但囚禁的观赏松 松下摆着一张防水河流桌 茶具堆放在两边 应该是没什么三五好友 聚在一起喝茶的机会 主人也懒得去收拾 垂花门后挂着一个鸟笼 里面盯着一只老八哥 不像其他鸟一样 在笼子里面乱扑腾 颇有几分随遇而安的意思 但并没有那种病弱的粘败感 沈老爷子将他照顾得还不错 有人来了 还会卡着嗓子 叫唤上几声带着江南口音的金枪 您好 白玉生依旧紧紧抱着自己的卷轴 踏进院子里的每一步 都下意识平住呼吸 放轻了脚步 像一只战战兢兢收着爪垫笨蛋小狗 你们来了 庭院正对着的那间主屋里 传来一声浑厚 却有像被沙石打磨过的声线 像门口乃只八哥一样 衰老 却不病弱 声音依旧像山间苍静的松 并不畏惧名为时间的进风 进来吧 茶已经切好了 别等凉了 白鸿鸣当年是白手起家 凭借临下那边天然的港口幽市 闯荡出的一片天地 白鸿鸣的父亲也走得走 甚至白玉生出生 一直到现在 也没有爷爷奶奶这个概念 他对这两个称呼的认知 基本都来自于文学作品 或者影视作品中 沈鸣生立在门槛边上 双手背在身后 岁月的风霜雕刻出他面容上 或生或前的几道折痕 时间的重担 也压得他的脊背微微弯曲 但老人的神情 依旧悠然自乐 一双眼睛也清明澄澈 不像许多文字描述的那般 浑浊白玉生 这乍一看见这样的沈鸣生 第一时间浮现在他心头的 并不是刚刚坐在车上 幻想无数遍的小心谨慎 反而有些意外的亲和感 这让他打心底有些好奇 小岩啊 身边这位就是声声对吗 老人家有些耳背 连带着自己的嗓门 也不自觉放大 屋前惊起一滩飞鸟 叽叽喳喳的埋头 猛扎到屋后的枯树枝干上 是 沈之言轻轻在白玉生身后 拍了两下 然后顺着重力自然下滑 用了点巧力 就掰开了白玉生的五指 变成了两只手 食指相扣的姿势 脉步超前走了过去 屋内开着地暖 边角燃着古早款式的香薰 深沉的木质调 但是与沈之言常用的不同 如果说沈之言 是北极圈与后雪松的清香 那么沈铃生 则是囚扎盘踞在密林深处的 古老神木 又像是深山里 为人所遗忘的寺庙古中 静静凝和的厚重感 飘浮在鼻尖 浮躁的心 瞬间有了归属 来 随便坐吧 你们远道而来 我也没什么能招待的 桌子边上沏了茶 在这呢 就当作在家一样 不用这么拘谨 老人乐呵呵的 丝毫没有外界流传的 国画大师那般稳重 倒也不失为一种态度 也好 我叫白玉生 这个 这个是我送您的礼物 忘您笑纳 白玉生双手 将自己的话作成递过去 他毕竟也只是一个 大三的学生 尚未步入社会 也并不知道 怎么样说话算好听 只能自己想到 什么说什么 绞尽了脑汁 从自己过去 在上学期间 学的礼貌用语中 抠抠减减 搭成一段 还算凑合 却略显声色的场面话 沈铃生并没有什么架子 他也这把岁数了 客套话该听的也都听过 对这些并不怎么在意 我知道你 好孩子 有心了 我都没给你准备礼物呢 白玉生着急忙慌地招了招手 余光下意识 转向沈志言寻求帮助 哪有您给我准备礼物的道理 行了老爷子 您别逗他了 里面是他画的山水 您看着给指点指点 沈志言已经在大厅中坐下 捏着自己身边茶几上的 青瓷杯盏 小口挫着 几年不见 你倒是谦虚了很多 你自己的姑娘 你不给看吗 这不是 我给指导了后才 送到您面前的吗 看看吧 两个人一来一回 明明都是临下土生土长的江南人 却在凛冽的北城 用着北方腔吊半嘴 白玉生站在边上 像得缩着脖子的弱小鞍唇 自己这张画 被国画圈内两尊大神轮流接过手 这得供起来吧 沈灵生盯着沈志言看了好一会儿 他离开自己出国的那段时间 也不过是高三刚毕业十八九岁的青涩少年 他一路成长过来的路途 并不一帆风顺 虽然这会儿看上去云淡风轻 但是并不意味着 能够将他过去二十多年所承受的 与所付出的代价 一笔勾销沈灵生 对于自己这个孙儿坚图 基本是没有什么地方 可去挑剔苛求的 毕竟比他那个混账父亲好了 不知道几百倍 沈灵生抽出墓盒里的卷轴 这幅图是白玉生花了心思去构思的 为了更好展现细节 他特地选用了七尺宣纸 沈老爷子没办法一手将它完全展开 他抱着画 夺不到屋子另一侧的书桌边上 将山水图平铺齐上 其实这幅画在来北城之前 就已经被沈志妍从里到外剖析了一遍 不足和优点他解释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虽然这段时间 白玉生都跟在沈志妍身边学话 但要在短时间之内 就把他26年积攒起来的经验 完全给消化了 还是不大可能 笔法与幽默的熟练程度 更是不能够相提并论 沈志妍平时看上去吊锅 但实际上在国画方面 丝毫不马虎 就算对方是白玉生也不好使 反而比对待别人更加严格 但好在白玉生也并不是什么娇气的性格 平日里在自己亲近的人面前娇精一会儿 但毕竟 这会儿他面对的是 自己的学业 娇精没有用 挨骂了 该改的 还是得认真改 嗯 乍一眼看上去不错 气势挥洪大气 只是小姑娘胆量还不足啊 不敢放开了手脚去用墨 有些地方 比如这一块的松林 还有这个枯石 下笔犹豫不决 墨快粘连 枯石该有的坚硬质感 就被削弱了 松林有眼极尽的视觉效果 被云雾遮挡之后的朦胧感不足 白玉生站在边上 一旦心思投入到学习当中去 刚才的紧张与尴尬境 一哄而散 沈志言依旧坐在他原来的位置上 捏着喝干净的青瓷茶盏把玩 视线却跟在书桌边上的两个人身上 爷爷您收着点 我家姑娘听不得重话 别把他教训哭了 废话真多 感情刚刚叫我看话的人不是你吗 沈灵生没好气地呛了回去 再说了 我瞧着闺女乖巧得很 愿意听我 这老头给的建议 哪像你当年啊 我说几句就不爱听了 看上去 沈志言与沈灵生也没有传闻中那样生疏 甚至比一般的爷孙关系 还要更亲密一些 白玉生对眼前这位老人的好奇心 又加重了几分 沈志言从小一个人长大 没有人教他怎么处理亲情关系 但就算是这样的孩子 也能在爷爷面前敞开心扉 甚至卸下一切防备调侃上两句 挺新奇的 不过呢 沈灵生话锋一转 好像确实是将沈志言的话听进去了 没必要对一个小姑娘那么苛刻 不过这幅画 对于你这才二十出头的小姑娘来说 已经很不错了 好像是给刚刚自己过于严苛的评价 找不了一句 可是爷爷 沈志言在我这么大的时候 已经能够独立创作出 松山烟云图了 我这幅画 还是他一点一点给我抠出来的 白玉生捏着自己的手指 所以 其实我还是有很多需要揣摩去进步的 哟喝 沈灵生捋了捋自己花白的胡子 笑得一双眼睛都眯了起来 他转过脑袋 朝着沈志言抬了抬下巴 这姑娘比你通透多了 也比你想得要坚强 就你瞎担心 北方的四合院并不像南方那样通透 从外面看 好像蛮大一个院子 在里面不过走几步路就到了头 前几年沈灵生一个人住着乐得自在 这几年身子鼓步行 又聘请了专门的调理员 住在院子的西边 北城的大雪 扑速速地落了半日 趁着这间小院子 寂静且安宁 沈灵生也许是看不下沈志言 那副无所事事的样子 随便扯了个借口 让他去厨房打下手 沈志言临出门之前 还不忘退回来 最后叮嘱了一声 您可别趁我不在 和我姑娘扯些有的没的呀 白玉生憋了憋嘴 有些想笑 沈灵生绕过木桌 在自己的书桌下 抽出一张宣纸 桌上钢研的墨汁 还没有完全干涸 他纸笔 毛间青铁燕台 黑色的墨汁顺着毫毛蜿蜒而上 纯白的杨毫笔沾了黑 要画出枯笔的质感 得先在纸上把墨给吸得差不多了 不要畏手畏脚 害怕吸太多 验台上有的是墨 老先生一边讲解着 一边在旁边的废纸堆里捣固 等到他觉得差不多了 才重新提笔 在新展开的宣纸上勾勒了两笔 每一笔都落到了白玉生 从来没有意料到的地方 等到沈灵生停了笔 他这才看出来 老爷子是在叫他画好石头 杨毫笔在吸笔缸里搅拌了两下 深色的墨汁在清水中扩散蔓延 内壁白净的吸笔缸成了一汪 被吸释后的墨色 闺女啊 爷爷之前认识你 白玉生还在品轩纸上 灵动却枯尽的苍石 乍一听见沈灵生的声音 他还有些没反应过来 嗯 您说什么 沈灵生讲手上的杨毫笔洗干净 重新挂到了笔架上 羊毛尖尖上还躺着水珠 原木笔干在空中荡了一会儿 回归平静 之前我去临下带沈之言 这孩子爱北城的时候啊 我见过你 那时候你也就 沈灵生大概比了下自己的腰 也就这么高 被你父亲抱在怀里 整个人就像一团糯米丸子似的 白玉生突然想起了 之前他结束开提答辩之后 他与沈之言互相坦诚 剖白的那番话 他有些沉默 沈灵生也并不在意 女孩对他说的话有没有反应 自顾自说了下去 其实这几年我也在考虑 当年所做的决策到底是不是正确的 我也是土生土长的林下人 因为工作原因搬迁到北城定居 但你也看到了 沈之言他奶奶走得早 院子里就我一个人 北城寒风潇似啊 我在这样的寒风中停住了好多年 闺女 你说我当时选择的 不是将沈之言这孩子带来这里 而是我回到林下 会不会是更好的选择 更好的选择吗 白玉生垂着眼瞼 线长的睫毛微微息动 不知道呢爷爷 也许当时的我真的拥有了这束花 十年可能不足以化为爱一把 我总觉得 人生在世的每一步路都是必然 但重要的是 错过的向日葵 在十年后的今天 我也收到了 白玉生从客厅出来的时候 刚好看见沈之言 躲在四合院西边的厨房后抽烟 其实认识沈之言那么久以来 在白玉生面前抽烟的次数 一只手就能数得过来 他第一天搬进梧桐院的时候 见他抽过 后面倒是没什么印象了 故而 白玉生并不知道 让沈之言抽烟的契机 到底是什么 他以为沈之言只是偶尔过个瘾 但这会儿突然意识到 有可能他也只是在迁就自己 毕竟烟味确实闻着不太舒服 不知道在他没有看到的角落里 他燃尽了几只烟 白玉生小跑两步 也钻到了厨房后面 沈之言只见的烟还没有熄灭 烟草燃烧的味道 在空中稀释散开 对于白玉生来说 依旧有些刺鼻 注意到小姑娘跟着自己进来了 沈之言这才有些回过神来 厨房后面杂草丛生 没有灭烟的器皿 他只好将烟头调转了个方向 单手背在身后 抬起另一只手 在空中挥了两下 试图让烟味浓度消散一些 外面冷 你怎么跑出来了 爷爷说他饿了 什么时候能吃饭 沈之言朝着厨房的后 窗扬了扬下巴 还在准备呢 估计还有个十几分钟 你们先休息一下 白玉生沉吟了一会儿 指了指他的身后 什么时候学会抽烟的 空气中的烟味 还没有完全消散 淡淡一层漂浮在空中 闻着比刚刚舒服多了 在弗洛伦萨那会儿吧 跟着出国度金的少爷们 没少抽 时间太久了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早就忘了 扑吃 什么叫出国度金的少爷 那你呢 我妈 烟尾逐渐逼近 沈之言的指缝 他不小心被烫了一下 食指抽离 用他自己的大拇指 给烟调了个方位 我出国度节 和他们还是有些不太一样 不说这个 爷爷和你说什么了 女孩脚尖在地上轻轻碾了两下 枯叶发出 稀稀素素碎裂的轻响 没说什么 就是指点了一下我的画作 顺便给我演示了一下 有收获吗 有一点吧 爷爷讲得挺通透 一眼就把问题锁在里看出来了 和你当初说的差不多 但是比你还细致一点 不得不说啊 时光与岁月打磨出来的东西 确实是我暂时完全无法企及的 爷爷聊聊几笔 就将一块石头给勾勒出来了 我就不行 要学的东西还是有很多 沈志言一边捏着烟头 一边听白玉生絮絮叨叨说着话 小姑娘好像确实是十分兴奋 扯着一块石头都能说少好一会儿 她听着听着 眼底不自觉带上了几分柔和的笑意 看上去还不错 但是呢 现在这里空气不好 别占着闻烟位了 出去吧 你要是不想回客厅 可以去厨房看看最后一道菜好了没 我散会儿位马上过来 白玉生往后退了一步 转身要离开之前突然又折返了回来 话说 沈志言原本从身后掏出来的手又马上塞了回去 一缕淡淡的细烟自她的身边飘散 嗯 没什么 就是有点好奇 烟是什么味道的 男人垂着眼眸 漫不经心地腻了她一眼 一双清亮的眼睛里满满当当地成着她的身影 神色认真 并不只是开玩笑 好像确实对烟是什么味道的这件事 好奇得要命 不算太好 想抽吗 不太想 但是想试试 沈志言乐了 你要不要看看 你说的是什么前后矛盾的话 小孩子还想抽烟 想屁吃呢 白玉生有些恼怒 你当初在佛罗伦萨 不也才二十几岁 看不起谁呢 说吧就要往外面走 后间处传来一股强势的拉力 她的后颈被男人轻轻捏住 被迫顺着沈志言的动作仰头 脚下亮腔了几步 唇上贴上来一道粗糙的质感 像是领动奥利雪松的表皮 夹杂着一股若有若无的烟味 沈志言并没有要接吻的意思 只是在她嘴角轻轻贴了一下 一丝湿润的感觉都没有 甚至白玉生觉得 如果可以的话 沈志言想把自己的嘴唇完全抿起来 只让她闻一闻 鼻尖温热的呼吸 行了 尝过了 去吧 白玉生大脑有些发懵 接吻不是一次两次了 就算比接吻更加亲密的事情 他们也做过 但就是这么一个蜻蜓点水 甚至还混杂着淡淡烟味的亲吻 也足够让她脸红心跳 小姑娘愣在原地 呆呆地舔了舔自己的嘴角 只有一股清甜的龙井香 是刚刚沈老爷子在里面 七好招待他们两个的清茶的味道 还混着一抹若有若无的咸味 并没有意料中会尝到的苦涩烟香 这是最后一支 以后不会再抽了 午饭大半桌 都是白玉生喜欢吃的菜 靠近沈老爷子那边的 就是几道素材和一碟牛肉 要么是沈志颜提了一嘴 要么就是沈老爷子特地安排的 白玉生与沈志颜两个人 在沈老爷子两边落座 老爷子并不在意 什么繁琐的礼节约束 再加上白玉生 刚刚与沈老爷子相谈甚欢 这个时候 也完全卸下了那层 只敢远观的行业大拿滤镜 举止也放松了不少 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回临下 生生是不是还要上学呢 沈老爷子自己加了一片薄切牛肉 就这一口烈酒 就和居民楼楼下 摇着蒲扇的小老头 一个德性 白玉生现在还是在校学生 沈志颜当初只给他请了一周的假期 差不多是时候该回去了 但具体 是什么时候 白玉生也不太清楚 行程是沈志颜安排的 既然是来见他的爷爷 怎么的 应该也会多留一天 吃完饭就回 小姑娘确实要上课呢 白玉生 沈铃生倒是一副见怪不怪的样子 好像觉得 这样并没有什么问题 只有白玉生一个人 不知所措 明明是他盼望着 自己去见一见沈铃生 结果只是短暂停留小半天 吃过饭就马上回来 要说 是想让自己见一见他的家人 这也未免太过匆忙了 哪有见家长只吃顿饭就走的 知道的那是在见家长 不知道的 以为纯纯去蹭饭 这倒是确实 学校的功课不能落下 那现在我让小崔去 收拾一下东西 等会儿 你们带着走 沈之言还没有说话 沈铃生又在后面补充了一句 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 也不是给你的 是我给生生的见面礼 飞机上能带 直到白玉生半推半救者 将沈铃生交给自己的东西 揣在怀里上了飞机之后 他还没有想明白 这爷孙二人 我家老爷子 喜欢安静 院子里养的八哥够姐们了 打扰太久也不太好 沈之言在飞机起飞之前 给白玉生发了最后一条消息 直接盖着毯子 闭眼小气了起来 白玉生很理解 毕竟棒画展 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再加上在北城的几个晚上 实在有些荒谬 他沈之言 就算在天纵奇才 身子也不是铁打的 能争取一点时间休息是一点 既然已经从北城离开回林夏了 白玉生暂时将这件事情丢到了脑后 毕竟林夏那边还积攒了一堆事情 等着他们去处理 他和沈之言的恋情被曝光 本身就是一件十分棘手的事情 沈之言在学校里的工作 还能不能正常进行 还无从得知 网络上的风评 确实有在不断好转 但学校里的流言飞语是 止不住的 白玉生一想到回学校要面对的一大堆问题 只感觉有些伤脑筋 但是当事人盖着一层蒸汽眼罩 躺在白玉生隔壁的座位上 睡得正安稳 丝毫不在乎这些 皇帝不急太见急 白玉生扒着自己座位的扶手 探着脑袋 盯了沈之言看了一会儿 颇有些认命地 将自己边上的窗户给合了下来 帮他挡挡光算了 反正马上大肆就能毕业 实在不行的话 大不了直接借着实习的由头 和任客老师请个假 提交毕业论文与设计的时候再回来 再说了 即将丢工作的又不是他 飞机顺着云层滑行降落 临下冬季的气候依旧潮湿 水汽粘连在机场玻璃上 路上的柏油马路 也犯着一块又一块的湿漉漉的痕迹 连鼻尖都蔓延着一股雨后草木的清香味 在北城待了快一个星期 好不容易适应了北城干冷的环境 现在又重新将他丢回临下 居然有些不太适应 回了临下 该遵循的规矩还是得遵循 下飞机的时候 时针刚好走过了晚上七点 距离白鸿鸣给白玉生订的门禁时间 还有不到两个小时 门禁时间快到了 先给你安全送回家 对此白玉生根本不在乎 你亲都亲了 抱都抱了 该做的也都做了 现在还派一个门禁吗 人潮汹涌 沈志言一边塞好自己与白玉生的个人证件 一边牵着小姑娘的手 往机场大厅的方向走 这不一样 这乃不一样了 北城没有你爹 白玉生 沉默 虽然说是事实 但是这句话 从他嘴里说出来怎么就这么奇怪呢 走吧 回去好好睡一觉 我们明天见 虽然沈志言前一天说了明天见 但其实白玉生也并不对他这句话 抱有多大的期待 且不知道他当时是想了神妖办法过来代课的 就算学校给了他再大的面子 发生了这种事情 沈志言便没有了继续在学校任教的可能性 就算第二天真的能见着面 估计也只是去临时办公室收拾一趟东西 和白玉生猜得大差不差 他拖着步子 从寝室赶到教室的时候 沈志言已经在教室外面的走廊上了 他今天没有穿与前几次一样的心中式长袍 领口也没有别他日常搭配的银制胸针 而是换了一套再简单不过的运动套装 碎发随意地落在额前 落下一道又一道的阴影 他整个人落在光里 领动的风都好像完全绕开了他 只是将他裹在潮湿的冷液里 来了 吃早饭了吗 虽然沈志言用的是问句 但似乎也并没有要白玉生回答的意思 他从口袋里拿出自己一只五折的早饭递了过去 热气凝结在外包装上已经形成了一层细细密密的水珠 里面是一袋豆浆和几个饺子 不知道什么馅的 已经来了 怎么不进去 白玉生确实没有吃早饭 他秉持着能多睡一会儿试一会儿的理念 硬是在自己的床上赖到了上课前的半个小时 简单洗漱一番就过来了 压根没时间买早饭 不着急 吃完早点进去 今天刘教授亲自上课 距离上课 也就最后五分钟的时间 白玉生咬着饺子 了然地点了点头 嘴里还支支吾吾地说着什么 以后都是刘教授上课了对吗 嗯 本来就是刘教授的课 我只是代课罢了 得 这下 我成为班里的千古罪人了 你倒是可以拍拍屁股直接走人 我待会儿进去 指不定会被怎么骂呢 白玉生干嚼着饺子 有些噎得慌 着急忙慌地灌了一口暖乎乎的豆浆 沈志颜懒懒散散笑了一声 他脊背抵着墙体 颈椎微锤 盯着小姑娘吃饭 平凡的 好像他们就是校园里再普通不过的一对情侣一样 不会 白玉生眼看着一个头发花白的老教授 页下夹着一个公文包 寻着教室后 一路找到了他的那间教室 往里面走了进去 他胡伦吞下嘴里的饺子 将剩下的早餐又丢回了沈志颜手中 来不及了 要迟到了 还不知道刘教授是什么性格 就姑且最后相信你一回 被骂了 你就等着吧 也不知道是不是他们两个在一起久了 又或者是去北城一趟 两个人都坦诚相见 关系又亲密了不少 白玉生说话 是越发不客气了 行 我先去办公室收拾东西 你下个之后打我电话 我过来接你 白玉生往自己的教室小跑了两步 余光瞥见沈志颜 冲他招了招手 转身向楼梯口舌了过去 光线被泛黄斑驳的墙体切割开来 落在他身后 但是沈志颜的背影依旧直挺 他好像并不关心光落在什么地方 阔步向前 寸步之下光芒万丈 像是涌柱的恒星 又像是挺立在孤山上的雪松 白玉生进教室之前 其实还是有些犹豫 他毕竟也只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小姑娘 没法不在意别人的看法 更何况 大家都在一个教室里 避无可避 他站在门口 小口舒了一口气 调整了一下僵硬的表情 抬脚往教室里走 铃声踩点响起 已经坐在教室里的同学 扬着脑袋 齐刷刷 看着白玉生 从前门绕过过道 把自己塞在书一尺给他留的位置里 刘教授还在讲台上调试设备 屋子里没有一个人说话的声音 虽说已经是上课时间 但依旧 有些让他感到奇怪 这教室里的氛围 怎么那么微妙呢 他一边收拾着自己的背包 从兜里随便摸出了一只起床后 急匆匆捞过来的笔 放在自己面前的桌子上 你说呢 书一尺今天特地给白玉生留了靠墙的位置 一方面是他知道白玉生脸皮薄 另一方面是防止他和楚琪挨在一块坐 难以保证不会闹出人命来 我要知道 我会问你吗 总不会还是因为我谈恋爱这件事吧 刘教授已经调试好了设备 手里的花名册卷成一卷 镜片后的眼睛刺相和蔼 盯着整个教室 群寻了一圈大家好 我是本课的任课教授 之前因为我个人原因 所以邀请沈老师来讲了几次课 我看了一下咱们的课表 也就剩下最后两节课了 开学那么久 都没有认识 认识你们 实在有些惭愧 所以我先点个名 认识认识大家 书一尺的学号比较靠前 他一边注意着刘教授的声音 一边捂着自己的嘴巴 向白玉生解释刚刚发生的事情 沈志言给我们班破例开了个群 差不多就是直接给我们打通人脉了吧 原本像他这个咖位的行业 大拿来大学讲课 能给你名字记住 已经算是极其不错了 根本不用想 还能给你开个群 并且说 可以随时寻求他帮助的 我们班直接捡了个大便宜 就像之前楚契说的那样 普通人哪有 书一尺 刘教授的声音 也和他这个人一样 和蔼 掺杂着一些时间 打磨的粗力感 道 女孩高举着双手 生怕刘教授看不到似的 刚刚说到哪了 白玉生摆了摆手 你说普通人什么什么的 对了 你帮我注意一下 什么时候喊到我名字 哦 行 就是普通人哪有机会 那么轻易接触到这号人物啊 其实你也不用太在意 班里 也没人会怪你 哎哎 交到楚契了 再过两号就是你 真的吗 对啊 我们班的学号 没人比我更熟 刘教授终于念到了白玉生 确实是在楚契后面两号 谁问你这个了 白玉生连举手 都不乐意举高一点 像那小学生一样 手肘抵在桌子上 只是没有小学生那么笔直 指尖须须地勾着 连一声道 都喊得有气无力 压根不想让人注意到他 班里大家真的都不怪我吗 舒逸池这才反应过来 这段时间可能白玉生 被这个问题折磨得不轻 面前的女孩表面上 看起来没心没肺 压根不把他人的言论放在心上 但实际上 小姑娘比谁都敏感 只是不擅长表现出来 他在北城的时候 真的不在意 网上铺天盖地的恶评与妈妈吗 舒逸池突然有些理解 沈志言在上课之前 那番行为的意义了 就像谣言酝酿 风雨欲来的那个时候 他选择第一时间 在自己的画展一楼 举办一场简陋的新闻发布会那样 白玉生费尽心思 把他那从小到大裂的 稀碎的安全感 小心翼翼地收拢 藏在自己心底的某个 鸡脚嘎拉里 但沈志言 似乎每一次都能将他们找出来 谨慎万分地护着 他突然想起 自己当时第一次见到 沈志言的时候 确实被他迷惑性极强的外表 给蒙骗过去了 总以为长着那么一张 精致到有些妖孽的脸 总不会是明面上光风际月的正人君子 私底下说不定什么都来 白玉生这种小姑娘 她一片一个准爱 想我舒逸池 居然还有看错男人的一天 白玉生有些莫名其妙 我问你大家是不是不怪我 你说你看错男人 离谱吗 还有 你什么时候看准过男人了 舒逸池 白玉生下课的时候 沈志言已经在教学楼的自习区等着了 可能是因为 今天他的装扮实在有些随意 就算早上在班里亮了相 但这会儿 学生们依旧有些没有反应过来 只觉得是哪位闲得发慌的帅哥 直到走出大牢远了 这才意识到 刚刚擦肩而过的那位帅哥 就是他们尊敬的沈大神 等到几批学生折返的时候 沈志言已经捞着 白玉生往教学楼 另一边的楼梯间下去了 剑群这事 是不是麻烦你了 沈志言早在逮到白玉生的时候 就极其自然地将他肩上的背包给挤了下来 挂在了自己的肩上 他好像是怕白玉生 早上只胡伦吞了几个饺子吃不饱 又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掏出来了几包小饼干递过去 确实有些麻烦我 那你 所以我交给七桌管了 而且 作为前辈呢 扶持后辈 未有天赋的后辈创造条件 本来就是我们身为前辈应该做的事情 那你也不能一辈子都护着我吧 白玉生低头踩着地砖的缝隙 摇摇晃晃地保持着一条直线行走 为什么不能 沈志言落在后面 半边肩膀背着他的胯包 双手抱毙 视线盯着女孩露在空气中的后脖梗 曲线流畅 像纯白的牛乳糖 我也要往前走的呀 白玉生敞开两只手 尽力保持自己的平衡 虽然现在的我这话有点不自量力了 但我还是想要追上你的步子 我不想一直跟在你身后被你保护 如果只靠你一个人 堵不住悠悠众口 小姑娘的声音越来越低 说到后面 像是害羞 又像是有些没底气 呼啸地寒风卷着她细碎的声音 溜到沈志言的耳边 她觉得有些好笑 声声 嗯 过年回我家吗 年味总是悄然而至的 就算平时不怎么关注日历的人 也能抓到环境中日益浓烈的年味 大四的课业并不繁重 刘教授的课程期末评分标准 只是一副水墨小品 他们甚至不需要参加每学期 颇为痛苦的考试周 课程表走到了尽头 大四学生的大学生活 也差不多算是到了终点 离去甚至不需要面对面告别 你下学期什么打算啊 实习过后毕业设计交稿 就打算直接毕业了吗 楚琪将自己的水墨小品展开 平整地铺在刘教授的办公桌上 一边整理着自己的作业 扭头询问另一边的白玉生 差不多吧 不然还能怎么样 白玉生瞥了一眼自己的手机 请示小群里的其他三个室友 节课时间比他早上不少 这会儿都已经舒舒服服 躺在家中的被窝里了 考研啊 读博啊 接着进修啊 哦对 你之前是不是说 你爹打算送你出国进修来着 楚琪从办公桌上 抽出他们般的名册 在上面填好自己的名字 接着递给白玉生 女孩有些发愣 这个学期发生的事情 实在有些令人猝不及防 这档子是 倒是早就被他甩到了脑后 你要是不提起这个 我还真忘了 我现在也不知道我爹的意思 但是出国这件事 我可能还得考虑一下 他接过名册和水笔 在自己的内栏空格处 填好自己的名字 这堂课 就算是正式结束了 楚琪倾笑了一声 考虑一下 我还以为 你能为了沈大神 直接拒绝出国的提议呢 在你们眼里 我就这么没骨气呢 白玉生探着脑袋 往窗外看了一眼 学院楼靠近校园的主干道 不少已经收拾完东西的学生 拖着自己的行李箱 吭吃吭吃走在路上 虽然行李箱看上去十分笨重 但他们的身形并不狼狈 甚至可以说有些轻快 他瞄到了站在张树底下的沈之言 临下偏难 这个季节依旧枝繁叶茂 叶细稀疏 男人立在斑驳的光影下 下巴微抬 下河线流畅饱满 划出一道锐利的弧度 好像也差不多 应该收拾收拾东西 准备回家过年了 白玉生收回视线 跟在楚琪后面 离开了学院楼办公室 走廊里没什么人 鞋跟磕在地上 砰砰清响 倒也不是觉得你没骨气 你一直以来不都那样吗 能摆就摆 得过且过 明明能力完全过得去 我不比输一迟 不知道你以前发生过什么事情 不过人总是要朝前看嘛 白玉生一边磕着脚后更 一边听着楚琪在一旁叙叙叨叨 讲着一堆人生哲理 感到有些无可奈何 这家伙替人操心的毛病 可真算改不掉了呀 行了行了 少说我了 你呢 之前还没问你 考研考得怎么样 两个人搭上了电梯 学院楼前几年刚翻新过 但也不过是金玉其外 电梯依旧慢得要死 老旧的电梯 拖着他们两个人 枝压地先往上载 在楼上接到剩下的乘客之后 又温温吞吞地开始往下落 还不知道呢 不过我办事 你放心 行啊 还记得我们刚入学那会儿 丢出去的大话吗 记得呀 咱们班的人都要顶风相见 虽然上次沈志言问他 过年要不要一起回家 但其实白玉生对他口中家 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实感 对沈志言来说 要怎么样才算家 等到他将自己送到家 并没有像往常那样 先叮嘱一句 再掉头离开 而是打了方向盘 往另一个方向挪了两步 是白玉生边上的那套别墅庭院 白玉生前脚刚踏进自家大门 又退了出来 趁着脖子往隔壁眺望 确实是进去了没错 喵 一只小三花沿着围墙从栏杆后跳了出来 停在了白玉生的面前 是好久不见的小蛋奶 白玉生有些惊喜 脑袋还没有转过弯来 双手掀他一步伸了出去 把小猫抱在自己怀里撸了一把 董事长 你怎么在这儿啊 小猫在白玉生的臂弯中 挑了个舒服的位置 扒在他的身上 开始小声打起呼噜来 前几天刚把这边的院子给修整好 董事长 还是今天刚搬过来 沈志言从前院转角走出来 将别墅的外大门从里面给打了开来 要进来看看吗 白玉生这才意识到 他之前说的家到底是什么意思 什么时候搬回来的 北城回来的时候就在筹划了 前一段时间 在对庭院还有屋子内室进行修整 最近这几天搬的东西 今天刚收拾完 当了你这么久的邻居 倒是一次都没有邀请 你来做客过 白玉生抱着小猫 脸上挂着一丝淡道没什么痕迹的笑 其实他在沈志言出国前的那个夏天 偷偷跑来过一次 只是除了帮自己爬墙的宋云以外 没有第三个人知晓 沈志言家和他自己家没什么区别 都是小区统一设计的房型 但是装潢风格大相径庭 白玉生家里 是以白鸿鸣喜欢的中式古典风为主 全套的红木家具 连灯具都是统一配套的暖黄色调 白玉生因为自家的沙发坐着个屁股 以及餐厅的红木椅子完全挪不动 而吐槽了不下几百遍 但是白鸿鸣丝毫没有要改变的意思 但是沈志言家里的风格偏向极简主义 家具的设计感比较强 整体颜色也以低饱和度为主调 更偏向当代年轻人的审美格调 几年前 白玉生偷偷溜过来的时候 整栋屋子没有一点人烟气 大型家具也基本盖了防尘罩 许久没有人住的屋子冷及空荡 与现在完全没法比 庭院处的景观植物也做了调整 原本后院的那一方小水池 也为了小猫的安全而被填平 做了日式枯山水的样式 虽然整体风格向梧桐院那边靠拢 但沈志言按照南西庭院的整体布局 稍微改动了几个地方 又是一番别样江南小柱的风味 怎么样 喜欢吗 好看的 白玉生如实回答 他抓着小猫的爪子 轻轻揉捏着 偶尔将他爪垫里的指甲给拨弄出来 轻轻蹭在手上 留下一道淡粉色的痕迹 沈志言领着小姑娘 在别墅里走了一圈 并不像普通的主人 带着客人在自己家转一圈 反而事无巨细 将家里的脚脚落落 都详细讲解给白玉生听 仔细道 就算有桌子那条腿 缺了个脚 都恨不得给白玉生讲仔细了 你怎么想起来 搬回来住了 吴桐院那边怎么办 沈志言走进厨房 在饮水机旁倒了两杯水 将其中一杯递给白玉生 今年我父母回这儿过年 我总不能一直待在梧桐院那边 本来租下来 就是为了开办画室的 我倒还没有一天到晚 住在工作场所的觉悟 白玉生刚小抿了一口水 听到沈志言的话 顿时一惊 你父母今年到这儿过年 沈志言一副云淡风轻的样子 薄唇一开一盒 吐出的话就好像往深潭中丢下一块巨石 掀起滚滚巨浪 嗯 很久没去拜访白叔了 总得见一见 白玉生沉默了 行 过年想的法子 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出来了 两个人对视一眼 笑意莫名在两个人中间传染 放轻松 见个家长而已 我父母本来就不管我 你不管怎么样 他们都喜欢 沈志言等着他把杯子里的水给喝干净 手指一勾 将两个杯子一起晾在了中岛台上 手腕一转 扣住女孩的手触及一片冰凉 这手怎么就暖和不起来 他一边说着 一边扯着小姑娘的手 往自己的衣服口袋里 塞 上去看看 也给你准备了个房间 你看看有没有什么需要改的 还有我单独的房间 白玉生汲取着沈志言手中的热度 跟在男人后面往楼上走 沈志言脚步一顿 沉吟了一声 这倒是我失误了 白玉生 确实没有什么必要 沈志言在楼梯口拐了个脚 又折了回来 什么东西 白玉生自己还没懂自己说的那句话怎么了 直到看到他意味深长的微笑 这才有些反应过来 确实没有什么必要 反正以后都得住到一起 哄 白玉生最后还是跟着沈志言去参观了一下 他给自己准备的房间 倒是和梧桐院那边没什么两样 奶油色调的装潢 就连桌角都圆乎乎的 床脚还摆着不少热门 IP玩偶 比梧桐院那边简单的客房不太一样 这边更为精致一些 明显是按照让他长久居住的想法设计的 白玉生发现 沈志言好像真的很喜欢大面积的落地窗 同样的位置 白玉生家里只开了一扇小飘窗 沈志言干脆把无关紧要的墙体部分都砸了 换成了防暴玻璃 就算没有太阳的阴雨天 这间屋子依旧亮堂 看上去 确实是下了不少功夫的 白玉生搓了搓自己的手指 他想到 刚刚和楚琦之间的对话 脸上的笑意选些有些挂不住沈志言 我有些事情需要和你商量 林下极其罕见得下了一场飘飘洋洋的细血 还没等着在地上积聚起来 便化成了一滩略深的雪字 临近年关 路上跑着的车是越发少了下来 年三十那天 路上更是没什么人 白鸿鸣终于从一整年的忙率中停息了下来 也开始挂着一身围裙 一个人窝在厨房洗手做羹汤 他是轻松了 但实际上 把公司简单的事项全部堆给了白硕行 白硕行刚结束他自己的工作 好不容易赶在天气状况恶化前 平安到家 屁股还没做热呼呢 就被白鸿鸣给关到了书房里 别墅的庸人基本都回家了 偌大的房子里 就只剩下了在厨房忙碌的白鸿鸣 以及在客厅无所事事的白玉生 生生啊 要是实在没事干呢 你要么进来帮忙 要么去隔壁叫沈志言过来坐坐 大过年的他家就一个人 怪可怜的 厨房那边的灶火依然很旺 油水混合爆裂的声音此起彼伏 白鸿鸣一手摁着锅饼 另一手挥着锅铲 铁鱼铁碰撞 乒乓作响 嗯嗯好 白玉生脚上套着一双珊瑚蓉的保暖袜子 将整个人缩在沙发中 抱着手机懒洋洋地应了一声 好什么 到底进来帮忙 还是去叫人 女孩切了手机屏幕 转到与沈志言的聊天界面上来 去摇人 他们两个人的聊天记录 停留在早上互道早安之后 白玉生没有主动挑起话题的倾向 沈志言也没有来找他的意思 自从那天 白玉生与沈志言 提了自己想出国的事情之后 两个人之间的氛围 就有些微妙的冷静 沈志言好像也没有对此表示不满 白玉生总觉得他有些纠结 和猫一样 面上总是有些神秘 情绪隐没在他懒洋洋的动作里 应该是在别扭 好不容易谈了场恋爱 现在女朋友要跑出国 留他异地恋这件事 余生 你父母是不是今天回家 是你们自己烧还是来我家 屏幕对面依旧没什么反应 白鸿鸣已经炒完了一盘菜 转身看见 白玉生依旧摊在沙发上没有动弹 他干脆直接捏着饭勺冲了出来 怎么还呆着呢 饭都熟大半了 叮咚 别墅大门处传来一声清脆的铃响 白玉生套上自己的毛绒脱鞋 往门口玄关处小跑了几步 虽然沈志言没有回他的微信 但他莫名就是觉得 这会儿站在外面的应该就是沈志言 现在人谁还亲自上门喊人啊 女孩扣住门把手 往下轻轻一摁 厚重的石木大门 枝压沉吟了一声 庭院处的绿意率先闯了进来 而后就是两张让白玉生感到十分生疏的面容 沈志言跟在他们身后 落在第二级台阶上 没什么特别的表情 看上去比平时安分乖巧了不少 不管是懒散随性 还是肆意张扬的表情 都脸了大半所以 白玉生抬头撞向了两位长辈的眼眸中 是 楚怡和沈叔吗 女人微微勾唇 面容娇好 保养得当 看不到任何岁月留下的痕迹 就连发丝都整理得一丝不苟 鼻梁上架着一副无矿眼镜 属于明艳大气的长相 红唇微勾 妥妥的事业女强人形象 白玉生光是 看了一眼 视线就有些挂不住 她愁出了一会儿 目光落到了她身边的男人身上 沈志言可以说是完美继承了 楚青烟与沈行之的优良基因 单单是抿着嘴没什么表情的时候 收敛的五官与沈行之如出一辙 见眉心目 只是沈行之的眉眼 并没有沈志言的硬朗 掺杂着几次多情 白玉生没少在身边的人口中 听到沈行之那些顽固行为 她一直没有办法想象 作为沈志言的父亲 能不正经到哪去 直到这个时候 她才不得不承认 沈行之确实长着一张 十分祸害小姑娘的脸 甚至比沈志言更甚 就算岁月雕刻出了几道时光流逝的痕迹 非但没有降低她五官的魅力 甚至还添了几分时间沉淀的韵味 她朝着白玉生微微点头 看得出来 好像是尽力摆出一副家长的正经样子 唇角敏的笔直 是的 是生生吗 时间过得真快 感觉不久之前 你还是个小娃娃呢 楚青烟眉眼舒展 将沈行之手上提着的红色包装礼盒 递给了白玉生 新年快乐 没有提前打招呼 就擅自登门 实在不太好意思 一点点小礼物 收着吧 没有没有 沈志言已经和我说过了 楚一新年快乐 白玉生抱着自己手上沉甸甸的礼盒 往玄关处退了一步 将外面三个人迎了进来 外面风大 快进来 沈志言在外面 快将白家别墅大门口的楼梯 给搓干净了 等到沈行之与楚青烟走进别墅 他才走到白玉生身边 小拇指微微勾了一下女孩温热的掌心 带着世外凛冽的寒意 早上被我父母叫去谈了一上午 没有来得及回你的微信 这样会不会太匆忙 被吓到了吗 虽然沈志言的指尖冰凉 但白玉生这会儿 就好像被火撩了一下 皮肤连着经脉 一直灼烧到了心底 暖融融的一片 还行吧 确实有些被吓到 白红明见自己的女儿 跑去开了小半天的门 好半天了都没回来 直接拽着炒菜铲 套着一身围裙就找了过来 跑哪去完了 怎么 他率先撞上了刚换好拖鞋的沈行之 与楚青烟夫妇二人 直接在原地卡顿了一瞬 脸上尽是不可置信呦 什么风把您二人也给吹来了 咱们也有好多年没见了吧 新年快乐呀 里边请 还真发愁 饭烧多了怎么办呢 白红明将手上的锅铲 往身后背 又好像注意到了 自己身上这会儿正穿着围裙 一大男人的 白玉生头一次见到他脸上 出现不好意思的神情 烟火气在生生互相道喜中浓烈了起来 沈志炎的拇指 依旧勾着白玉生的手 在他的掌心里轻轻摸索着 像是安抚 又像是带着有些隐秘 却又诚恳的歉意 你没有和白叔说吗 长辈绕过大厅的屏风隔断 消失在两个人的视线中 白玉生没忍住 伸手还着沈志炎的腰 凑上去深吸了一口气 男人的体温 还没有被室内的暖气轰热 冷冽的寒风 夹杂着一股白玉生熟悉的橘皮酸色香 像是冬季依旧热烈的海岸 浪花翻滚 卷着来自西伯利亚的雪松 他溃叹了一声 往后撤了几步 和沈志炎拉开距离 这几天在忙什么 沈志炎早就习惯了 白玉生经常会莫名其妙 出现的占便宜行为 只见在他的掌心寡蹭了几下 在考虑你出国的事情 他们两个在隔断屏风后 磨蹭得太久 久到在客厅聊天的长辈 都察觉到有些不太对劲 声声 爸爸还有几道菜没有准备 你先陪一陪楚衣和沈叔叔 顺便去楼上把你哥叫下来 白玉生硬了一嘴 两个人的话题就此中断 他也没有执着于沈志炎到底考虑出什么名堂 不要喊了 我下来了 白硕行依旧只穿着一件单薄的纯白衬衫 下身搭着一条纯黑的西装裤 衬衫下摆扎在西装裤中 褶皱处头下一片淡黄的阴影 显得整个人瘦削挺拔 白玉生真觉得他顶着一张臭脸 看上去就像从神话里走出来的判官 一双微微上扬的眼刻薄无情 像是下一秒就能直笔定人生死 他慢悠悠地从楼上走下来 淡默地扫了白玉生一眼 眼里没什么特别的表情 甚至直接掠过了他身边的沈志炎 楚一好 沈说好 白鸿鸣多少也猜出来了 楚清烟与沈行之来拜访的意思 他庆幸 还好自己许久没有做饭 买菜没有个分寸 按照分量 就算再来一户人家 估计都吃不完 但总归是没什么准备 再加上自从苏惠离世之后 白鸿鸣身边没有第二个女人了 他也并不是很清楚 要怎么处理自己子女的情感问题 特别是 还得当着自己孩子的面聊这些 圆桌上一共也就六个人 白鸿鸣表现的倒是比白玉生 还有些紧张 楚清烟不像一般的家长 带着孩子的情感问题 就聊个不停 甚至在几个孩子面前 完全没有要聊这个话题的打算 只是扯着其他话题 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 不只是白鸿鸣松了一口气 连带着整桌的气氛都缓和了下来 酒过三旬 大家的话匣子便不自觉打了开来 久别重逢的尴尬镜头也消失得干净 白鸿鸣也显得有些不那么拘谨了 饭桌上只剩下白硕形 一个人干嚼着白饭 一脸别扭 要我说啊 孩子的事情还是得早早定下来好 免得节外生枝啊 生生这会儿年纪不大 咱们可以先订婚吗 等到后面 他们觉得什么时候合适了 再举办婚礼也不迟 白鸿鸣显然是喝得有点高了 大着舌头 什么话都往外蹦 我也正有此意 就看这俩孩子自己 双方家长话正投机 白玉生扒着自己的饭碗 藏在桌子下的膝盖 轻轻顶了沈志言两下 沈志言知道他的意思 右手在桌子底下 奔了把女孩的膝盖骨 指尖撩过他毛茸茸的裤子 密密麻麻的痒 两个人的小动作 坐在餐桌对面的几个长辈没注意到 倒是被坐在一旁的白硕行 看完了全程 整个人都皱疤在了一起 白鸿鸣独来独往惯了 再加上他的地位使然 除了个别几个生意伙伴 也没什么人愿意与他推薪致富 一个人拉扯着两个孩子长大 私人时间 几乎被工作和家庭给侵占满了 这乍一见着自己的昔日好友 总有些唏嘘 甚至完全没有了平时稳重的样子 拉着两人在客厅聊了不久的话 家里有长辈在 再加上神出鬼没的白硕行 白玉生也不太敢和沈志妍 有什么亲密的举动 两个人板板正正地坐在沙发边上 漫无目的地 看着喧闹的春晚 你刚刚说 你在考虑我 出国进修的事情 考虑得怎么样了 白玉生捏着遥控器 目不转视地盯着客厅正中间的电视 但是里边的内容倒是一点都没能看进去 歌词都闹钟略过 只留下身边沈志妍微不可闻的呼吸声 考虑你一个人在外面要怎么办 要怎么适应 要怎么生活 出行会不会不方便 与人沟通的时候会不会有困难 考虑很多 两个人在莫名其妙的地方确实很有默契 比如现在沈志妍也没有看白玉生 视线又好像并没有落在绚丽多彩的春晚舞台上 像是盯着电视上放的钟表 算着今年还有几个小时的存留 白玉生安静了一小会儿 春晚的声音热闹非凡 从电视音响里传出来 笼罩在两个人之间 困难总归是会被克服的吧 人总归是要不断向前走的 白玉生搅着自己的手指 他不习惯这儿巴筋地坐在沙发上 拾木的沙发 时间坐长了 难免肌肉酸痛 他哽着腿 没让沈志妍看出自己的异常来 有些话难以启齿 比如出国也不仅仅是 为了静修提升自己 他更想尝试去走沈志妍走过的路 去看一眼他看过的风景 去呼吸他吹过的晚风 我相信这些困难你都能克服 沈志妍好像是发现了 小姑娘坐着并不舒服 他从旁边捞过一个靠枕 往他身后垫 他的声音很轻 很柔 混杂在气势辉弘的春晚节目中 就像飓风携带而来的一片枯叶 其实我很自私 考虑了那么久 我依旧不可否认 我会很想你这个事实 三年五载的时光 好像在人们步入二十大观之际 被加了速 转瞬即逝 佛罗伦萨的夏季少雨 干燥热烈的暖风 烘烤着街上每一块石砖 广场喷泉边上 围着不少穿着吊带碎花裙子的姑娘 没有人在意猛烈的阳光 白玉生完成了最后阶段的课业学习 在佛罗伦萨的最后一个学期 就算悄然落幕了 她沿着小镇石板砖 慢悠悠地晃荡着 她出来乍到那一会儿 确实也害怕 这边地中海气候无情的艳阳 会不会将她晒黑 防晒装备总是做得最严实的那一个 但是在这边适应了一年以后 也渐渐放了开来 学着这边本地的姑娘一样 最多在碎花小吊带外面 披上一层薄薄的蕾丝披肩 少女的体态一直保持得很好 背本就鲜薄笔直 中间只有两条细肩带穿插装点 精彩的树影落在她的肩背上 像落了满身灵动的金蝶 嗯 是差不多了 这几天大概收拾一下这边的东西 应该下周的飞机 她摁着自己的蓝牙耳机 往自己的耳洞深处塞了塞 试图隔断外界喧闹的声音 好让耳机对面的声音更清晰一些 三十多的温度晒得手机都有些发烫 额角浸了一层薄薄的细汗 好在干热的风并不让人觉得黏腻的感到不舒服 她在树荫下停歇了一会儿 热意钻着空子入侵 每一寸皮肤都在发烫 行 到时候航班信息发过来 我好安排时间去接机 白玉生轻笑了两声 落在佛罗伦萨喧嚣的夏日中 她捏着自己汗津津的手机 有些半开玩笑地与对面打混 您亲自来接机呢 这是最近家里的生意不太行了 您提早退休了 白鸿鸣这会儿应该还在忙 只是抽空给自己的女儿打了个电话 耳机对面传来几声嘻嘻嘻嘻的纸张翻页的声响 接着是金属钢笔 搁在木质办公桌上的清脆响声 别平了 你现在是不是还在外面呢 早点回家 不早了 出国那么几年 白玉生也慢慢摸出了自家人的一些规律 比如白鸿鸣找不到其他话题聊的时候 还是习惯用他那边的时间标准 让白玉生早点回家 他有些苦笑不得 眯着眼睛 看了一眼夜片缝隙后的艳阳 国内确实不早了 但是这会儿 他还正值午后 行 时候不早了 您也注意休息 我先赶着回家 天气实在太热了 白鸿鸣轻轻嗚了一声 又叮嘱了几句 这才挂了电话 白玉生摘下已经被捂热的蓝牙耳机 盯着面前一堆画纸和画具 莫名的情绪来得很快 四五年在一张张画纸中真正溜走 最后巨龙累积成为一张薄薄的学位证书 许久没有回国 白玉生也真正尝到了什么叫静香情窃 他抱着画具 往自己的住所小跑了两步 这边对空调的要求极其严格 不像国内精装修的屋子那样 基本家电齐全 就算是白玉生 他也只能勉强租到一间卧室中带空调的出租屋 热意在屋内弥漫 他随意地将手上的话具堆叠到地上 鞋子都来不及脱 直接跑到自己房间开了空调 空调外机运作的声音嗡嗡作响 连带着桌上的手机也开始震动 白玉生躲在空调底下不肯出去 他撑着手 勉强捞过了桌子那边的手机 有些意外 并不是沈志言 沈志言已经有小半天没有回他消息了 虽然昨晚提了一嘴 今天可能有些繁忙 但至少恋爱那么多年以来 白玉生倒还从来没有 碰到他真忙到没时间回消息的程度 他心下有些不安 他挑了挑眉 接起了电话 生生 听说你终于毕业了 打算什么时候回零下 舒逸池的声音依旧开朗有活力 只是他那边实在有些吵闹 估计又是在哪个酒吧循欢作乐 白玉生给手机开了个免提 直接丢到了一旁 自己插着腰感受着空调吹来的凉风 下周三 怎么 你也要来接机 也不是不行啊 出发之前和我说一声就行 对了 我来找你是有正经事的 趁着你还没回国 你帮我一件事 您吩咐 是想要法国的香水 还是意大利的包包 都不是 我有一个朋友 这会儿刚到佛罗伦萨 他刚刚和我说 因为证件问题 酒店那边出了点问题 现在大热天的没地方去 你要是有空的话 帮个忙 白玉生看了一眼自己乱七八糟的客厅 有些犹豫 舒逸池 好像也感受到了白玉生这边的惆怅 他大大咧咧地补充了一句 我朋友 你放心 就是先收留他一会儿 等酒店那边处理好了 他马上走 总归只是一小会儿 白玉生打量着自己的客厅 只要收拾出来一个提供给人休息的位置 就好了吧 行 我发地址给你 你让他过来就行 好嘞 谢谢生宝 不打扰你了 我先挂了 到时候 我让我朋友直接打你电话吧 等到房间终于被空调吹凉了 白玉生这才肯离开自己的房间 走到客厅转了一圈 在这边待了小几年 原本觉得也没攒起来什么东西 但是临到收拾的时候 才发现 光是客厅的东西 一时半会儿就收拾不干净 一时不知道要从什么地方下手 不少都是专业课 或者自己买的参考书 厚重严实的一本 光是寄回家的费用 就不是一笔小数目 对此白玉生很是头疼 虽然当作二手书卖出 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但他总是对陪伴自己许久的东西 有一种莫名的留念 更别说书里面大片大片的笔迹与注解 收拾了小半天 就连一个纸板箱都没整理出来 扣扣 国外的门并不像国内那般厚实 甚至可以说 只是一张薄薄的木片 就连猫眼都没有 别说扣门了 就连门口跑过一只猫 也能惹起一小阵阵战 他被吓了一跳 下意识捏紧了自己的手机 谁 嗡嗡 手中的手机适时响起 是消失了小半天的沈之言 白玉生小心翼翼地 往门口的方向挪了几步 同时接听了电话 喂 空调外机 依旧在阳台震动 不知道是窗外 还是门外飞过一群飞鸟 叽叽喳喳地脆响 把一声清冷雌性的音质包裹起来 白玉生听得有些不太真切 恍惚间 好像那道声音与他只有一强之隔 外面的人这个时候也开始讲话 是我 两道声音重叠 乍响在他的耳边 逐渐飘远 融合在丝丝密密的高温中 化为一阵想念 你在哪 白玉生抬手 掌心贴着温热的门板 语气悄悄地 柔和地像八月攀爬上 强体悄然绽放的乐迹 门板烫得有些着手 好像门后面也有人和他相抵 带着浓烈的眷恋 酒店出问题了 托朋友的关系 来投靠你一会儿 行吗 门被一阵风带开 露出门后 笑得懒散斯文的沈志言 我说有些人呢 在外面玩了那么好几年了 也不知道早点回家 沈志言勾着嘴角笑 从口袋里摸出一个小小的红丝绒盒子 就只好拜托我当这个快递员 给你送一份了 白玉生愣在了原地 他自诩 在这么几年的独立学习中 各方面都得到了充分的磨练 能够真正做到 临危不乱 楚遍不惊 只是 这会儿他 还是没有忍住 捂着嘴往后退了两步 气息像是卡在了支气管中央 不上不下 喘不过气来 什么时候 不是 你怎么 就是 他不小心咬到了自己的舌头 小生抽了一口气 一句话都断断续续地说不完整 外面好热 能收留我一会儿吗 好 好像没有谁会特地告诉白玉生 屋子外的花什么时候会开 也没有人会特地来通知 白玉生地中海气候的夏天 什么时候会下雨 但午后久违的降雨声势浩大 墙角攀爬的花 也不会错过任何一个盛大的夏天 白玉生与沈志言的婚礼 定在第二年的春节 日子是白玉生定的 沈志言倒是有些不太满意 他的意思是能不能再晚一些 等天气暖和了再举办婚礼 但是白玉生不肯 他说这个时间最好 给我一个理由呢 沈志言陪着白玉生是婚纱 边上摆着几件白玉生自己挑的婚纱与礼服 就算是极端精致主义的沈志言也挑不出什么错误来 就 我第一次遇见你的时候 就是这个季节 廖桥寒春 白玉生好像突然想起什么东西似的 也不管自己身后的衣摆 有没有整理其整 扒着沈志言的衬衫扯了扯 我18岁那年的生日 你是不是给我送过生日礼物了 问的问题有些无厘头 但是沈志言知道白玉生想起了什么 嗯 一本话集 专门为你制作的 也没想你能记起来 你就给我送了一次生日礼物吗 沈志言不语 只是长手往后捞 帮白玉生整理好了婚纱裙版 他承认 白玉生穿这件婚纱很美 和其他新娘不一样 他依旧保持着他独有的灵动感 一双水汪汪的小狗 眼眸眨巴掌 鲜长的睫毛 像南美洲亚马逊河 吸动翅膀的蝴蝶 掀起他心中的滚滚巨浪 白玉生微微拱着身子 婚纱将他曼妙的曲线 展示得淋漓尽致 腰线流畅自然 抹胸设计 一抹春光 藏在纯白的丝制布料之后 尖头泛着淡淡的嫩粉色 像一株绽放的纯白百合 我知道你会好好收着就行了 是什么礼物 并不重要不是吗 白玉生不肯 但是一件婚纱是完 他得马不停蹄 回更衣间是第二件 以后总得有一天 我得让你 把那些送我的礼物 都给找出来 还有 为什么不喜欢这个日子 沈志颜看了一眼 他的婚纱 如他想象的那样 为了展现新娘最好的状态 连每层的布料 都是单薄轻飘的 没有佳容保暖的效果 结个婚而已 他觉得 没有白玉生的身体更重要 两个人的婚礼 办得虽然奢华 但其实并不热闹 白玉生不喜欢张扬 沈志颜也随他去 只邀请了双方少数几位亲戚朋友 别看沈志颜 平时嘴硬的跟什么似的 又好像 对那些强行煽情的行为持有 都嗤之以鼻的态度 但真的到了站到红毯镜头 看着自己的新娘 挽着父亲的手臂 从繁花点缀的红毯起点 向他缓缓走来 他还是没忍住 失意漫上了眼角 真没出息啊 他越这么想着 越有些绷不住情绪 云一白作为最不正经的伴郎 在旁边吹了个口哨 乐了开来 别怂啊 沈志颜 还真哭了呀 他深吸一口气 偷偷给伴郎团比了个中指 到最后说宣誓词的时候 他还是没忍住 白玉生原本也被 肆意煽情的氛围感染 眼泪都蓄在眼眶中打转了 但生生被沈志颜给逗得笑了开来 你行不行啊 沈志颜 沈志颜接过话筒 视线都被水珠给糊成了一团 但是面前女孩的面容依旧清晰 其实这个场景在我闹中幻想了无数次 你远在异国的上千个夜晚 我总是会去想 我们会怎么举办我们的婚礼 我们又会是什么样子 他感觉自己的喉肩有些酸涩 话卡在中间 肩涩万分 我觉得这个时候 确实没有话语 能够描绘出我的心情 甚至我觉得他们苍白无力 其实我并不是一个幸运的人 至少在遇到你之前 我窥探不到一丝光亮 但是你就是出现了 像是撕开幽暗珠网 拨开彼此交错缠绕灵涅的天光 有些莽撞 又有些强势 甚至是大大咧咧地闯进来 从此酒宴春农 总感觉自己有很多很多话想和你说 但是这个时候 总是显得自己的言语万分匮乏 该怎么样告诉你 我的爱人 愿意嫁给我吗 白玉生有些没能忍住 鼻尖直直发酸 龙冬腊月 怎么会出现成片的花海 但是总会有人在逆着时差爱你 从此荒芜尽散 人间春河景明